看过宝可梦的都知道 玉三家是作为新手训练家的最佳选择 可当博士将玉三家摆在我眼前 使我却没有选择任何精灵 而是拿了几个空的精灵球 便开启了旅行之路 只因我获得了神兽系统 在系统作用下我的任何一个精灵球 都能百分百捕捉到神兽坏兽 而且还能选择神兽的一个技能学习 于是我当即跟宇金木博士说道 博士 我不要精灵 您能不能给我几颗空的精灵球 文言与金木博士顿时明白了 我要去野外抓精灵 再拿起五个串起的精灵球 交给我同时说了一句 你要是收服失败了 可以再来领取你的伙伴 谢谢博士 我感谢一生便拿起精灵球往外面跑去 因为系统检测到附近有神兽幻兽的存在 离开了实验室后 我随着系统的指示来到了一处草坪 只见一只波波症跟着几只走路草玩耍 看到我走过来走路草都吓跑了 只有波波一脸疑惑地看着我 因为他不明白眼前这个人 看着自己为什么会狂咽口水 是梦幻吗 系统应该不会把真的波波当做换手让我感知吧 随即我把手伸向腰间的精灵球 拿出一颗毫不犹豫的就向着波波扔了过去 一道红光闪过波波就被抓进了精灵球中 系统希望你不是坑老子的 见精灵球左右摇了三下后停了下来 我连忙捡起转身跑到了一个无人的小树林中 旋即我摁了下中间的白色按钮 只见一只四猫一样的粉色宝可梦从中出现 梦幻 真的是梦幻 见状我激动的都要跳起来了 这可是传说中的宝可梦 有着所有宝可梦的遗传基因 与此同时系统的声音响起 成功捕捉神奇宝贝梦幻 请从梦幻技能中挑选一个作为你的技能 虽然梦幻的技能很多 但我还是毫不犹豫选择了梦幻的变身技能 三秒钟后那只梦幻本体歪着脑袋 再看到我变成自己同类的那一刻猛然被吓了一跳 但过了一回他就好奇地飘到了我身旁 你是人类还是我的同类 在变身梦幻后我也能听懂梦幻说的是什么 于是我回到 我是人类 以后你也可以把我当作你的同类 我们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不过我现在没多少钱 等下需要你帮我跟别人对战赢钱 但为了安全考虑你要变成过步对战哦 来到这个世界就一个背包和一部手机 不赶紧想办法转的 我怕是会饿死在捕捉神兽的路上 主人 我不想打架 梦幻满脸不愿 他讨厌战斗 你不用把别人的神奇宝贝打个半死 你只要使用催眠术让对方失去战斗力就可以 文言梦幻这才变成了波波 见状我也变回了原来的样子 让梦幻扑通扑通的飞到自己肩膀上 随即一人一鸟向若叶镇走去 与此同时若叶镇的草坪上一个少年大喊道 两千一场 有没有人来与我对战 接受匿数性挑战 我的宝可梦是火系 没过一会少年的话立马引起了许多人围观 你确定接受匿数性挑战 一个女生皱眉问道 当然 只要我输了我立马转账 若是我骗人随你们处置 出来吧小巨鳄 文言女生连忙放出自己的神奇宝贝 见状少年从腰中拿出自己的精灵球 出来吧火爆兽 第一天领取初始精灵 你的神奇宝贝怎么会是火爆兽 他一开始以为是火球鼠 但怎么也没想到对方拿出的竟然会是火球鼠的最终进化题 他一个小巨鳄怎么可能打得过 我怎么不能是火爆兽 少年嘴角戏血 你现在只有两条路可选 第一条乖乖的认输 痛快地转给我两千块 再赚出去两千 收到了女生的转账 那少年又继续嚷嚷着挑战 还有谁愿意和我对战 这一场你们可以二十个人打我一个人 赌注你们一人两千 我一人四十万 只要你们赢了我就给你们两万 围观的人面面相取 有人开始心动起来 开始询问有没有人愿意一起 两分钟后二十只小巨鳄站在了少年的对面 兄弟们等下一起用水枪 他一只火爆兽的火焰哪怕在炙热 也不可能顶得住二十只小巨鳄的攻击 一个青年大喊 少年看着他们嘴角再次上扬 将手放到后背再拿出两颗精灵球 两道红光闪光 只见一只月桂叶以及蓝额出场 一时间所有人再次紧到了 这不公平 顿时有人忍不住了 看到他们怒目而视 少年又带着嘲讽的表情说道 还是之前那句话 乖乖给我转钱 不然你做梦 领头的青年怒喊 兄弟们一起上 哪怕他有三只玉三家 但我们有二十个人 不一定就真的会输 青年的话激发起其他人的斗志 开始纷纷指挥起自己的小巨鳄 向少年的玉三家攻击 一分钟后 二十只小巨鳄全部倒地 待他们转账后 少年继续朝着剩余的围观众人喊道 这一次你们可以所有人一起上 只要打赢了我一人四千 然而少年越是这么说 围观的人群警惕心越重 直到一个黑衣少年走出了人群 你是公测玩家吧 来若夜镇欺负我们这些新手玩家很好玩 围观之人连忙询问 黑衣少年公测玩家是怎么回事 只因这是由天神科技研发的 宝可梦里尔游戏世界 公测玩家是一年前游戏还处于公测室 天神科技向全世界派发了一万个公测名额 让他们先行体验游戏急于反馈 黑衣少年解释完扭头看向少年 身为一个公测玩家在新手村赌新手玩家 你不怕天神科技把你的账号回收掉吗 文言少年痴笑一声 小子 你怕失望了游戏现在已经崩溃无法退出 但再怎么崩溃 游戏也会修复的 少年听完大笑 实话告诉你们吧 游戏修复不了啊 我们所有人都将永远地困在这里 说完少年伸出双手拍了拍掌 出来到紫秋紫灵 不宜会围观的人群里走出一男一女 他们分别拿出一颗精灵球 放出各自的精灵 是一只喷火龙和一只妙蛙花 这两只精灵一出场便走到了众人的两侧 将他们的驱路堵住 我废话也不多说 这次来这里堵你们只有一个目的 那就是趁你们还弱小打劫一次 我也不抢你们多的 一人两千就可以了 转账完立马放走 不转账的那就放出自己的宝可梦 让我们打死 远处的一棵树上 我看着被围起来的玩家们眉头微条 一开始看到火爆兽的时候 我还以为有人跟自己一样获得了系统 搞得我都不敢出来找人单挑挣钱 但听到黑衣少年说出了 公测玩家的存在我顿时松出了一口气 还好只有自己有外挂 这时肩膀上梦幻用心电感应叫了起来 主人 他们是坏人吗 我讨厌利用宝可梦去欺负人的人 听到梦幻这么说我眼前一亮 是的梦幻 你愿意跟我一起教学他们吗 看不过去的梦幻当即就要拉着我去阻止他们 但在脚步刚迈出第二步时我又退了回来 然后使用技能把自己变成了一位中年大叔 见状梦幻疑惑地问道 主人 你这是为什么 因为人心复杂 我要是以本来的面目带着你把他们打跑 万一有人看出来你是梦幻 事后绝对麻烦多多 话把我捡起一块石头扔向不远处正在感人的月桂叶 脑袋被砸了一下的月桂叶扭头 看到一个中年大叔向他走来 顿时恼怒地叫了两声 接着伸出藤边抽了过去 见状变成波波的梦幻从我肩膀上飞了起来 先是一翅膀把来自月桂叶的藤边扇开 然后飞到月桂叶上空快速舞动着翅膀 接着四道强烈的风暴向月桂叶的四面八方席卷过去 月桂叶在技能暴风下直接失去了战斗力 梦幻和月桂叶的战斗引起了那三个公测玩家的注意 特别是在那三人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少年 他见自己的月桂叶竟然被一只还没净化过的波波一招 打败顿时十分愤怒 挥手便让火爆兽过去 随后拿出精灵球将月桂叶收回看着我冷冷道 大叔你这是要多管闲事吗 我这是健烈欣喜 三位这么厉害能不能跟我也比一场 行 大叔你要进行多大的赏金战斗 少年眉头一挑 他还以为这大叔是来阻止他们打劫人 全部你们赢了我 我的钱全部给你们 我赢了你们所有的钱都给我 三人面面相去 最后少年旁边的少女开口 那你先告诉我们你有多少钱 要是你全身上下加起来不过 我要一条三 就问你们敢不敢 少女花未完就被我打断了 来就来 被刺激的少年喊道 火爆兽使用大晴天 接着使用喷射火焰 波波使用电光一闪躲开 然后突进到他的头顶口中积蓄能量 一道次自行电光闪过 梦幻轻而易举地躲过了其来的喷射火焰 向火爆兽突进而去 只是瞬间波波就来到了火爆兽的头顶 波波使用破坏死光 下一秒一声剧烈的爆炸响起 火爆兽已经失去了战斗能力 为什么你的波波能用出破坏死光 少年用精灵球将火爆兽收回后冷冷地看着我 别废话 要是不敢再继续战斗了 那就立马给我转账 少年咬了咬牙扭头 看向同伴 少年的同伴看到少年的眼神 顿时明白他是什么意思 随即召回各自的喷火龙和妙蛙花 战斗一触即发 然而就算以多气少 三人组也不可能是梦幻的对手 不宜会喷火龙庙蛙花 以及蓝蛾全部都失去了战斗能力 在收到三人组的转账后 我便带着梦幻来到了树林中 主人 我们接下来去哪 梦幻 你想找你的精灵朋友一起玩吗 文言梦幻当即点头 当然想 那我们就先回去找博士领精灵图鉴 然后就给你找神兽当朋友 比如凤王洛奇亚超梦这些的 我兴致高昂的说道 收集神兽那是每个宝可梦训练家的梦想 梦幻听完直摇头 他们的脾气都很高 我要是进入了他们的领地会把我赶走的 你这话的意思是你碰到过其他神兽 能和我说说在哪里吗 我在一个小岛碰到过一只用我的基因制作出来的宝可梦 他正带着自己的伙伴和别人战斗 结果看到了我就打 好凶的 文言我顿时激动到 超梦 用梦幻基因制作出来的宝可梦除了超梦还能有谁 那场打斗之后你知道他去了哪里吗 梦幻摇头 只是路上碰到过 顿时我索然无味 随即回到若叶阵找博士领取了精灵图鉴和一些装备后便带着梦幻开始了旅程 一个星期后我来到杰梗式的飞行系道馆 刚进入道馆就看到一位蓝发青年 我叫阿素 开始挑战吧 文言我让化身皮卡丘的梦幻跳入战场 见状阿素最先下令 比比鸟使用起风 下一秒比比鸟快速扇动翅膀 刮起强烈的龙卷风向着梦幻袭去 皮卡丘使用挖洞躲避 龙卷风刮过 躲在洞穴里的皮卡丘安然无恙 对面的青年神情中突现一丝差异 能够学会挖洞的皮卡丘可不多见 比比鸟降低高度 使用翅膀攻击等待他露头 此时我嘴角微微上扬 这个指令正合我意 皮卡丘使用放电 文言梦幻瞬间从洞口露出脑袋 胖嘟嘟的脸颊处猛然绽放出耀眼的电击 对电系技能没有抵抗力的比比鸟顿时坠入地面 你赢了 飞行勋章是你的了 阿素从口袋里拿出一个盒子对我招了招手 这就打完了 我记得道馆馆主不是应该 至少要拿出两只以上的精灵才对吗 带着疑惑我来到阿素跟前 你其他的精灵呢 作为成都地区挑战道馆的第一站 你们来到我这里 只需要打赢我的比比鸟和波波就行了 你的皮卡丘很棒 能学会放电和挖洞 就已经有打败我波波和比比鸟的实力 所以再打下去也没有必要了 阿素解释道 文言我这才伸手拿过勋章 而就在这时一位黄发青年 跑到阿素身旁的 馆主 32号路出现了三圣兽之一水军 他正与人战斗 你要不要快去看看 阿素顿时神情一阵 扭头就要跟我说声抱歉让其离开 然而他一扭头刚到嘴边的话就噎住 因为上一秒还站在对面的我 此刻抱着皮卡丘已经出现在了道馆门口 与此同时32号路的密铃中 一只通体蓝色 额头部位有巨大的六角天蓝色头观的宝可梦 正被树枝神奇宝被围堵在一棵树下 水军放弃抵抗吧 跟随我们才是最正确的选择 一只在喷火龙背上的青年 向着树下的水军伸出手 我们带你踏上这个世界之巅 而你的同伴雷公和炎帝要补了多久 也会来到我们的麾下 一只水剑龟的身旁一位女生同样伸出了手 而在这两人对面还站着三只 进化到最终形态的神奇宝贝 分别是妙娃花尼多王波士可多拉 这三只神奇宝贝身旁也都站着一人 大树下水军冷眼注视着他们 脚下突然伸出白雾 还想用这招逃跑 你觉得我们还会让你再这样跑掉吗 喷火龙扇动翅膀 将这该死的白雾全部扇走 喷火龙背上的青年冷笑 既然你不愿意服从 那我们只能打得你丧失战斗力后 再强行收服你 兄弟们动手 青年化落 尼多王和波士可多拉联合使用技能猛撞 向着水军夹击撞去 然后就是妙娃草和水剑龟 分别使用藤边和泡沫 四只精灵处于水军的四周 攻击呈现夹击之势 只见水军脑袋向后一锁 紧接着吐出一束极为寒冷的光束 向着四只精灵依次吐去 四只精灵瞬间冰冻 而喷火龙由于处于半空躲过一劫 水军趁着那四只精灵冰冻瞬间 脚步一塌向着不远处的大树跃曲 突然一记喷射火焰土 向了飞跃在半空中的水军 挨了一击的水军重重砸向地面 刚才那四只被冰封的宝可梦 也在这时挣脱冰冻 而在这时距离他们战斗不远的位置 一个少年出现 我看着遭受重击的水军 二话不说就想要冲过去扔出一颗精灵球 然而我刚要冲进战场 就被一只爪王的水枪给吐了回来 滚开 这只水军是我们蓝白射的 你们再赶他前一步 别比我们下狠手 白发青年像我以及其他 赶来这里的训练师们合同 文言我眉头紧促环顾了四周 随即后退到了一处无人察觉的树林里 一秒后我变成青年模样从树后走出 然后从腰间拿出一颗精灵球喊道 出来吧暴龙元 红光闪过 一只四足四龙的宝可梦出现 紧接着我跳了上去朝水军的地方飞去 小子你在找死 蓝白射手在外面的家伙们看到我这举动 立马让自己的精灵朝着暴龙元使用技能 剑撞我下令到 暴龙元使用破坏死光 只见暴龙元脑袋向后一锁 一股强大的能量立马向嘴前凝聚 随即一股伴随着强烈噪音的黑色光束 从暴龙元口中吐出 直接横扫地面 瞬间蓝白射的精灵直接倒下大阪 而我趁势驾驭着暴龙元向战场内冲去 此刻树林身处原本看似处于弱势的水军 在挨了一击喷射火焰后 像是被激怒了一样 直接一招绝对零度将喷火龙吐到冰死 剩余四人被震惊的意识不敢上前 看到这番景象我心中大喜 然后从腰间拿出一颗精灵球就要扔去 下方几人看着突然出现的我心中一惊 连忙下令各自的宝可梦阻止 虽然知道像这种直接扔精灵球行为有点蠢 但怕就怕出现那种走狗使运的意囚超人 而早已预料到冲进去就会被围攻的我 已经提前一步给变身成暴龙元的梦幻下令破坏死光 只见一道黑色光束向那四人的宝可梦横扫而去 让他们只能被迫转攻为首 抓住机会的我立马将手中的精灵球扔向水军 可就在精灵球即将脱手时 下方的水军突然发出一声吼叫 声音刺耳的让我身体一降 导致本来扔向水军的精灵球直接扔天了出去 一秒后我从僵硬状态下恢复过来 可水军已经出现在北边的百米之外 并且奔跑的速度极快 一时间我也顾不得是不是在别人眼前使用变身技能了 像梦幻下令阻拦下方这些人后 便直接在半空中变成了一只快龙 扇动着翅膀向水军急速追去 下方那五人看到这一幕直接看猛了 卧槽他们看到了什么 那家伙是人还是宝可梦 而有反应快的二话不说 便放出自己的飞行系精灵向我和水军追去 密林中变身成快龙的我试图和水军沟通 兄弟你别跑啊 我拥有变身为世界所有宝可梦的能力 我的责任就是保护你们 只要跟我在一起 你们的力量就可以无限增长 为了证明自己说的 我在半空中又将自己变身成为了水军 然而就在我以为水军会相信自己时 一颗威力巨大的水炮却从前方起来 吓得我连忙向着高出的树盖音乐 从那威力巨大的水炮边缘擦拨 卑鄙的人类 你觉得我会相信你的鬼话吗 虽然我不知道你是如何拥有变身之力的 但是你们永远别想让我成为你们的属下 从水军的话语里 我解读出似乎是把自己当成了和之前那几个家伙一伙的 那既然如此 只能用战斗的方式让快速移动中的水军停缓些脚 想到这我果断的脑袋向后一锁 然后朝着前方发射出寒冷刺骨的冰冻光束 可惜这并没有集中三胜兽中最会跑路的水军 追逐了一会后 我开始发现自己奔跑的速度要比对方慢些 要是再这么跑下去迟早会被甩开 随即我从水军又变身成了梦幻 然后直接使用瞬间移动出现在了水军的正上方 同时两手凝结出一颗蓝色的波导弹 毫不犹豫地就朝着急跑中的水军扔去 剑撞水军停下脚步扬起头颅 一个半圆形透明防护罩浮现 波导弹打在防护罩上直接被抵消 剑撞我并没有生气 反而大喜 我要的就是水军停下脚步使用技能抵抗波导弹的这一刻 接着我果断就要解除变身扔出精灵球 可就在此时我后背却突然袭来一束炙热的火焰 直接将毫无防备的我打下地面 去吧精灵球 紧接着就是一颗精灵球 趁着我还没回过神扔了拐 红光闪过 还是梦幻形态的我直接就被收了进去 半空中 五个少年驾驭着五只飞行系神奇宝贝出现 领头的是一位站在快龙身上的银发少年 他看着下方那颗剧烈摇晃的精灵球 神情激动不已 口中不断喃喃着阿弥陀佛 上帝保佑 玉帝保佑 一定要成功 一定要让我抓住梦幻 由于对梦幻的过分关注 以至于少年一行人 对于另一只传说中的神奇宝贝水军不再关注 眼神就死死地盯着那颗摇晃着的精灵球 两秒后 红光再次浮现 刚才那只被抓入精灵球的梦幻再次浮现 那只梦幻出来后 先是恼怒的环顾四周 发现已经没有了水军的踪影 顿时气的双手直垂地面 仰头看去 发现几个陌生的少年 正用贪婪的眼神看着他 王八蛋 看老子不打死 你们几个龟孙 竟敢朝老子扔精灵球 夏凡心中气到发狂 咬牙切齿的不断喃喃 抹个八子的 他就要收服水军了 怎么就跑出来这几个货偷袭他 还朝着他扔精灵球 真的是书可忍审不可忍 兄弟们 围住梦幻千万不要让他跑了 这是我们在成都地区 最大的意外收获了 可千万不要放过 机会很可能就这一次 下一次还想像这样碰到梦幻 几乎不可能 半空中 站在快龙身上的少年 激动了下令 其余几个少年点头应下 指挥各自的精灵 将夏凡包围了起来 夏凡冷眼默视着他们 双手就要再次凝聚波导弹之时 却突然又感应到了 不远处 有一股强大且炙热的生物 向这赶来 随即扭头向西北方的一处 高山的悬崖峭壁看去 发现 一只体型巨大 有着橘红色毛发 和狮子般特征的 神奇宝贝症出现在那 下一秒 那只神奇宝贝 从悬崖一跃而下 就仿佛是英雄救美一样 挺拔的身姿 从高空落在下凡身前 并且落地时 他的脚下还踏出火焰 十分威风凛凛 滚 同时 一声厚重的嗓音 在这只神奇宝贝落地后 响彻在四周 所有人的脑海里 炎帝 不要给脸不要脸 我们刚放弃对你的抓捕 那你就趁这机会 赶快滚得远远的 不要在这打搅我们 这只梦幻 我们蓝白射 势在必得 快龙身上的领头少年喝道 场面一时间 陷入了冰冷的境地 夏凡看着这个场景 先是仔细瞅了眼 鹦鹉不凡的炎帝 然后又瞅了眼那几个 对他贪恋甚深的王八蛋 原本还有点 惊奇神的样子的他 突然虚弱无比 瞄了一声后 就倒在地上 仿佛试过不了多久 就要隔屁了一样 炎帝回头看了眼 那张威武不屈的脸 立马震怒起来 口中猛然吐出一束 仿佛能融化世间万物的火焰 那几个少年脸色大变 像是回想起了什么噩梦 急忙命令各自的精灵 暂时战术性后退 可等火焰退去 他们在逼近时 炎帝和梦幻 已经消失了踪迹 叫人 要疗伤的话 炎帝肯定待着他 跑不了多远 所以 一定要给老子在这段时间 把梦幻再找出来 快龙少年暴跳如雷 愤怒地给另外几个少年下令 前辈 你还好吗 一处隐秘的洞穴里 炎帝把夏凡从背部 放在了一块磐石上 神情里对夏凡此刻 虚弱的样子 表现得十分担忧 我 我感觉我快命不久已了 夏凡趴在磐石上 一动不动 眼皮也是虚弱到 仿佛要睁不开了一样 那您还能使用自我再生吗 传言中 您可以使用所有神奇宝贝的技能 可我已经削弱到用不出技能了 现在 我说话都 十分的困难 这样啊 炎帝焦急地在洞穴里转圈 思考着 还有什么办法救助夏凡 而这时 夏凡却再次开口了 炎帝 现在 救我就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 前辈您快说 晚辈绝对帮您办到 作为三圣兽中 最为热情的神奇宝贝 炎帝一听 还有救治之法 立马激动到 只不过他不知道的是 眼前这只梦幻 在看到他这激动的样子 心中也是暗自狂喜 没想到他这么好忽悠 找凤王只要他出手 我就一定可以得到治愈 夏凡眼眼一息地说道 凤王前辈 炎帝一愣 刚才还激动的表情 又突然为难起来 看到他这样子 夏凡皱起眉头 撑起身子 疑惑道 怎么了 你 水军 雷公 不是他放在世间的 观察人类的使者吗 呼唤他 对你们来说 应该很容易 说完 夏凡感觉到不对劲 连忙又趴回磐石上 装作即将要死的样子 好在正处于为难中的炎帝 并没有扭头看他 不然很可能就要被怀疑了 不是的梦幻前辈 不是我不想联系凤王前辈 而是我们三个 虽然是他的使者 但是我们也无法直接联系到他 只有当他从沉睡中 醒来巡视世界之时 传唤我们 我们才能见到他 炎帝低着头 不敢面对夏凡 毕竟刚亲口答应别人 不管什么方法 只要说出来 就绝对办到 结果立马就啪啪打脸了 而听到炎帝这番说辞的夏凡 忍不住抿了鸣嘴 心中叹了口气 他装成这副死样子 主要原因之一 想的就是看能不能忽悠炎帝 把凤王叫出来 然后趁机一求收服 这样的话 那他就不仅是收服了炎帝和凤王 水君和雷公 也可以说是成为了他的属下 那夏凡回过神 准备再次开口 让炎帝帮他把水君和雷公叫来 结果刚说出一个字 就噎住了 因为洞穴里 炎帝已经消失了综艺 不会是察觉到了什么跑了吧 夏凡气到吐血 这炎帝要是真的跑了 那他绝对会忍不住 给自己一个大耳巴子 偷鸡不成十八米 没事忽悠别人 把凤王叫过来干嘛 还不如先直接把精灵球扔过去 收服他再说 虽然这可能会引起 收服后不听话的现象 但也好比一无所获好 不过 这份郁闷之情 没有持续多久 夏凡突然又感应到了炎帝的气息 不一会 洞穴外 炎帝领着一群精灵走了进来 有尼多王 尼多后 霸王花 戴兽 圈圈熊 以及其他的神奇宝贝 不过这些都不是最主要的 最主要的是 还有两只大奶罐跟着走了进来 夏凡看到这两只大奶罐的第一眼 心里立马生出了一种不妙的感觉 紧接着 他就看到炎帝领着那两只大奶罐 走到了他趴着的盘石前 前辈 他们俩的奶水有治疗效果 您稀稀看对您有没有效果 夏凡脸色一致 不断有冷汗从脸颊滑过 特别是那两只大奶罐一左一右 把他包围起来 某某叫的时候 冷汗最为之多 你说 他一个人累 怎么能趴在两只神奇宝贝身上吸奶水 炎帝 不用了 前辈我突然感觉身体比刚才好多了 好像要不了多久 就可以使用自我再生 夏凡惶恐 连忙起身 想要证明自己的身体好了许多 但 有一双牛蹄子 明显比他更快 啪的一声 只见左边的大奶罐 猛地把他抱进了怀里 不给丝毫开口拒绝的机会 就把奶水喂进了他的嘴里 夏凡眼睛大瞪 顿时呜呜地叫个不停 而炎帝看到这幅景象 满意地点了点头 紧接着 他看到夏凡不断地向他摇手 以为是邀请他一起喝 前辈 这些奶水您一个人喝就可以了 喝得越多 好得越快 要是闲不够 我还可以给您再找几只 炎帝一副善解人意 老好人的语气 呜呜 夏凡不断摇头 其实他是想表示自己没事 快让这头牛滚蛋 他现在真的是想死的心都有了 好想把变身解除 告诉炎帝自己是人类 可要是这么做的话 像炎帝这种忠厚老实的硬汉 绝对会感受到严重的欺骗感 从而憎恨他 哪怕用精灵球收服了 估计也不会听他的话 还好梦幻不在这里 不然我在他眼里的一世英明 就全毁了 夏凡心中叹了口气 这是唯一的庆幸 如果梦幻看到了他现在的样子 那他真的干脆死了算了 铁铁的社会性死亡 然而 可能是夜有所思 日有所梦 也可能是Flagley的太早 更有可能是冥冥中 一种有一股难以解释的力量发作了 夏凡那个想法 刚刚升起的三秒钟不到 洞穴外 一只暴容员突然冲了进来 神情激动 主人 我顺着你的气息终于找到 声音未完 戛然而止 那只暴容员眼睛大瞪地看着 趴在大奶罐身上吸奶的梦幻 脸上的震惊溢于言表 而趴在大奶罐吸奶的那只梦幻 看着突然冲进来的暴容员 全身猛地燥热起来 那种羞愧 羞耻 窘迫 羞难 无地自容 总之一系列想死的心情 瞬间涌上了她的心头 场面一时间寂静到了极点 这里有你的主人 寂静由炎帝最先打破了 她疑惑地看着这只 突然冲进来的暴容员 其他的神奇宝贝 也是疑惑地看去 梦幻张了张嘴 想要开口指认 夏凡就是她的主人 可突然间 刚才她还趴在大奶罐身上吸奶的夏凡 一个瞬间移动来到了她的跟前 抱住她的脖子 激动地大喊 苗主人 我好想你啊 说完 夏凡还轻易地用脑袋摩擦 还处于暴容员形态的梦幻 顿时就把梦幻搞凌乱了 低下头 震惊地看着夏凡 怎么主人反而叫她主人了 而且还用着她的样子 炎帝和其他一众神奇宝贝们 此刻也凌乱了 一副见鬼的表情 号称有着所有神奇宝贝基因 且被许多人类学者认为 是神奇宝贝始祖的梦幻 竟然叫一只暴容员为主人 是这个世界出现了问题 还是他们耳朵听错了 竟然还会有祖宗 叫后辈为主人的奇葩事件 紧接着 炎帝感觉到一点不对劲 插一道 前辈 你的身体好了 喵好了好了 好极了 大奶官的奶水效果非常棒 我现在就感觉好了很多 夏凡连忙到 同时在脑海里 用心电感应沟通梦幻 让她不要惊讶 保持镇定 自己说什么就是什么 配合她一起演戏 而炎帝听完 然后又问道 前辈 那你为何会叫她主人 而她进来时 又说 这里有她的主人 你要因为我的主人是人类 至于主人为什么还说 这里有她的主人 那肯定是她太过激动 一时说错了 夏凡坦然道 同时心灵感应 让梦幻赶快变身成她 本来的样子 佐证她的言论 光芒闪过 梦幻配合着夏凡 从暴容员变身成了人类 人类 炎帝和身旁一众神奇宝贝 顿时呲牙警惕起来 喵大家不用这样 我主人很好 她很善良 不会伤害大家 而且还会保护你们 夏凡连忙解释 但炎帝听完眉头紧促 反而更加厌恶地看向 变成夏凡模样的梦幻 她讨厌人类 特别是不久前 在经历了那些家伙的抓捕之后 虚伪的人类 虽然我不知道 你是如何蛊惑前辈的 但是我劝你 最好将前辈放生 不然我不会饶了你的 炎帝脸色阴沉 口中开始溢出火焰 仿佛不答应 就要一口火焰吐过去 可化落的两秒过后 洞口处突然跑进来几只长尾怪兽 他们激动地向着炎帝叫唤 哇哇哇炎帝大人 有人类来了 带着许多强大的神奇宝贝来了 正在森林里搜寻 我听到他们在讨论抓捕梦幻大人的事 长尾怪兽的话 让炎帝的脸色更加阴沉了 再次扭头看向梦幻 人类 这些人都是冲着梦幻前辈来的 而你是没有能力保护他的 如果你为前辈着想 我希望你立马放生了他 由我来守护 炎帝道 化落 他领着一群神奇宝贝走出了洞穴 只留下了那两只大奶罐 不过在经过梦幻之时 他还说了一句话 梦幻前辈还有伤 让他在这里休息 那些人我会挡下 其他的事 等我们回来再说 可如果你想带着前辈跑 那我发誓 哪怕穷尽毕生之力 也会找到你 让你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说完 炎帝领着神奇宝贝们走了 而梦幻仗红着脸 恼怒地瞪了眼下凡 他感觉自己好憋屈 无比的憋屈 顶着主人的脸 遭别人厌恶 而主人却顶着他的脸 享受别人的爱戴 更关键的是 自己为了主人打生打死的时候 主人竟然躲在这里喝奶 真的是太欺人了 不生气不生气 等他们走远了 我们马上就换回来 夏凡看到梦幻这样子 连忙心电感应安慰下 几秒钟后 夏凡看着炎帝 领着那群神奇宝贝走远了 口中随即吐出一团白色的浓雾 将自己和梦幻笼罩其中 两秒后 洞穴里的白色浓雾渐渐散去 夏凡变回了本来的模样 梦幻也趁机终于回到了原来的样子 我也要喝奶 一变回自己原来的样子 梦幻就立马了 而夏凡一听 顿时有些无语了 感情你刚才不是因为帮自己顶锅才委屈的 是因为看到自己喝奶 而你没喝才委屈的对吧 去吧去吧 夏凡叹气道 梦幻随即兴奋地扑进 那两支大奶罐身上 喝奶去了 看着他使劲吸奶的样子 夏凡无奈地摇了摇头 然后扒唧了下嘴 忍不住回味了下奶水的味道 你还别说 味道挺香醇可口的 你就待在这 我去找炎帝 夏凡道 梦幻点了点头 而那两支大奶罐 也没有拦住夏凡离开 炎帝大人 只是让他们守护好梦幻 至于那个人类 他爱咋地咋地 夏凡离开了洞穴 变成了一只波波后 用着神兽感知力 向炎帝的位置赶去 几分钟后 夏凡来到了距离洞穴 有四五公里远的河流旁 炎帝就在此处 领着一大群神奇宝贝 和近百位神奇宝 被训练师们战斗 此刻打得正难舍难分 不过看了一会后 夏凡就感觉到了一些实力的差距 炎帝很强 像是有万夫不当之勇 但是终究强的只是他一个 其他那些他带来的神奇宝贝们 面对有训练师指挥的神奇宝贝们 基本都打不过 甚至还有些被打伤后 被人用精灵球趁机抓走的 等于就是说 炎帝这边打着打着队友会越来越少 而对面打着打着队友反而越来越多 炎帝 现在摆在你面前只有两条路可选 要么服从我 将梦幻交给我们蓝白社 要么等着我们将你的同伴 以及将你打得半死强制收服后 再去抓捕梦幻 半空中 一个站在快龙身上的少年冷冷到 你做梦 炎帝怒吼 朝着一只向他冲来的大岩蛇 使用彩踏技能 然后向着快龙少年吐出灼热的神圣之火 可惜的是 快龙少年早有预料 已经提前一步让快龙做好躲地 威力强大的神圣之火 只能吐了个空 四周围攻炎帝的神奇宝贝们 随即继续向他攻来 不愧是三圣兽中 最有硬汉气质的神奇宝贝 一棵树上 变成波波的下凡 看着下面被不断围攻 还咬牙坚持着要保护梦幻的炎帝 忍不住生出敬佩之情 像这样的神奇宝贝 你如果不让他真心地服从你 相信你认可你 哪怕用精灵球强制抓捕了 也不过是形式上抓捕了 等真要战斗的时候 绝对鸟都不会鸟你 搞不好还会帮助别人打你 到我出手的时候了 夏凡心中想到 下一秒 白光闪过 夏凡从波波再次变成了梦幻的样子 向着战场冲去 同时 双手凝聚出一颗波导弹 朝着一只正要向炎帝发动 破坏死光的班基拉斯扔去 一声爆炸声响起 波导弹打断了班基拉斯的破坏死光 但同时 也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 他们抬头看去 当看到了变成梦幻的夏凡后 顿时激动到疯狂了 纷纷呐喊梦幻出现了 兄弟们一起上 这次一定不能再让他跑了 紧接着 就是几十个远程技能 向着夏凡打去 不过好在夏凡一个瞬间一动躲开了 然后挑衅地向着他们勾了勾手 在随后 就向着跟洞穴完全相反的方向跑去 兄弟们追 不要管炎帝了 抓住梦幻 才是头等大事 快龙少年连忙下令 夏凡一群人听到后 有飞行系神奇宝贝的 立马就放出飞行系神奇宝贝 没有飞行系的 就立马放出在地面跑得快的神奇宝贝 总之乌泱泱的一群人 纷纷朝着夏凡的方向 跟发了风势的追去 不过 要润跑得最快的 还是要数炎帝 他五秒钟不到 就追到了夏凡的正下方 前辈 你怎么会在这里 我不是让你在洞穴里好好地休息吗 炎帝用着心灵感应沟通夏凡 与其十分的慌乱 而夏凡则用着极具毕格属性的表情 向下回眸一眼 然后淡淡地回道 我不是你的前辈 我是他的主人 梦幻还在洞穴里 你不要跟着我 这些人 我会将他们全部引走 如果我回不来了 我希望你帮我守护好梦幻 说完 夏凡一个瞬间一动 又向着另一个方向跑去 炎帝呆住了 看着夏凡消失的位置 呆住了 夏凡的话 让他对这夏凡的感官 开始发生天翻地覆的改变 又过了一会 愣神中的炎帝 被那些想要抓捕梦幻的人类惊醒过来 那些人正大声呐喊着 梦幻往那边跑了 兄弟们快追 炎帝听了 脑海里开始忍不住浮现出 夏凡被抓住后的几种可能 第一种 杀了泄粉 第二种 切成碎片做实验 研究它 为什么可以变成神奇宝贝 第三种 折磨到死 以解没有抓住梦幻的分母 其中第二种的可能性最大 也是最惨的 不一会 炎帝的脑子里 又生出了一个想法 那就是去救夏凡 但这个想法一出来 他就退去了 因为他没有把握 从那些人手中救下夏凡 而且还容易引火上身 从而还把真的梦幻前辈给搭上去 一时间 炎帝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五分钟后 炎帝做出了决定 对不起 抱着负罪感 炎帝在心中轻难一声 转身向梦幻所在的洞穴跑去 而远在十几里之外的半空 遨游在天际的夏凡 看着背后紧追不傻的家伙们 嘴角忍不住生出一丝讥讽 抓我 想太多了吧 又过了一会 夏凡忍不住喃喃一声 不过 炎帝现在应该 对我有很深的负罪感了吧 虽然这种方法有点卑鄙 没错 他之前和炎帝说的话 都是故意那么说的 目的就是在他面前 营造出一种 为了保护梦幻 能舍弃一切 甚至舍弃生命的性情 因为他相信 像炎帝这种真男人铁汉子性格的神奇宝贝 只要听了他那番话后 自己在他心中的地位 那绝对会蹭蹭蹭地直冲云霄 说不定还能和凤王比肩 更关键的是 像炎帝这样子的神奇宝贝 绝对会因为他的一番话 做思想斗争 在救他与不救他之间 做两难选择 如果救他 那跟过来后 他反而会有些麻烦 因为自己还会想办法把他赶走 告诉他 这样会把自己搭进去 从而把梦幻也搭进去 让他的努力全都白费 如果直接选择不救他 那对他来说 就是最好的结果 因为他相信 炎帝会因此在心里留下 对自己深深的负罪感 这种见死不救的负罪感 对他这种喜欢保护弱小的神奇宝贝来说 那肯定会十分的煎熬 所以只要他有了这种负罪感 以后自己再回到他面前 哪怕用精灵球强制收服 那他心里的抵触心 也绝对不会那么大 反而还会渐渐地接受 听从他的话语 因为自己在他的心里 已经树立了一个绝世好主人的人生 在夏凡嘀咕自己的行为 有些卑鄙之时 突然感觉前方袭来一股灼热的气浪 他随即回过神看去 下一秒 夏凡瞳孔一缩 因为正前方不知何时 多出了一只喷火龙和一只沙漠蜻蜓 两只神奇宝贝都正对着他 使用喷射火焰 那两束喷射火焰 距离他此刻只有半米之距 不过好在还是醒悟得及时 夏凡连忙一个瞬间移动 从刚才的位置 瞬移到左前方十米的位置 继续跑路 同时 双手凝聚出一颗波导弹 转身向刚才喷火龙和沙漠蜓蜓的位置 扔去 逃窜了十分钟 夏凡的前方又出现了十只神奇宝贝 西北方向五只 东北方向五只 似乎是想要和后面那些家伙们夹击他 孟幻 放弃抵抗吧 你已经无路可逃了 后方 快龙少年插着妖机洞的大笑 一副自己马上就可以成为孟幻主人的样子 夏凡回头看了眼 心中骂了句白痴后 随即向下冲去 因为他看到 正下方刚好有一处山脉的洞口 快龙少年眼见笑声戛然而止 连忙下令分开追 让一伙人跟着他继续追 找到出口然后堵起来 严防梦幻跑出来 这里有点亮啊 是有精灵在用闪光技能吗 冲进山脉的洞穴里 夏凡第一眼有些意外 因为一开始 他还以为里面会乌漆麻黑的 可没想到其实十分光亮 这种杂念 没有在夏凡脑海里持续多久 毕竟他现在最紧迫的是 赶快摆脱身后那些追来的家伙们 不一会 夏凡飘荡到洞穴里的一处水潭时 心生一记 他先是环顾了眼四周 确定无人后 便连忙变身为一位 看着像是冒险家的中年大叔 随后他就站在原地开始等待 等待了大概五秒钟不到 耳旁传来了脚步声 夏凡开始大声呐喊 有没有人啊 快来人啊 有水系神奇宝贝的训练师们 快过来啊 三秒钟不到 夏凡的眼前冲过来了一群人 领头的就是那个 要抓他的快龙少年 快龙少年急迫道 大叔你是不是看到梦幻了 他在哪 快告诉我 你怎么知道 我看到梦幻了 夏凡表现出一副十分诧异的样子 别废话 快告诉我 梦幻在哪 快龙少年 一把揪住夏凡的衣领 恶狠狠棒 他 他冲进了这水潭里 我刚才叫人 就是想叫有水系神奇宝贝的训练师们 赶快过来捕捉 夏凡紧张地开口道 快龙少年一听 随即一把推开夏凡 拿出一颗精灵球 奔下开关 红光闪过 一只疙瘩鸭放了出来 疙瘩鸭 梦幻在这水潭里 你快追他 一定不要让他丢跑了 快龙少年下令道 随后看了眼神后 那些人纷纷放出各自的水系神奇宝贝 两秒钟后 以疙瘩鸭为首 一群水系的神奇宝贝们潜入了水中 在他们进去后 夏凡又凑到了快龙少年眼前 小帅哥 你们要是抓住了梦幻 能让我和个影留个纪念吗 快龙少年文言瞥了一眼夏凡 冷哼一声 随即嘲笑道 救你 你觉得你配合梦幻合影吗 滚 赶快给老子滚 别在这碍老子的眼 这个地方不是你这种人待的 你这孩子怎么能这么说呢 夏凡一听也急了 就要和快龙少年理论 但下一秒 他就感觉到了 快龙少年身后人冷冷的目光 仿佛自己再多说一句 就要挨一顿抱他 夏凡叹了口气 一个人站到角落里 开始一言不发地默默等待 可没站几秒钟 快龙少年就指着他 向身后的人说道 你们几个把他扔出去 一分钟后 不管夏凡如何求留下 最终还是被扔出了洞穴 滚 要是再赶进来 老子就打断你的狗腿 扔出来时 那个扔他的青年 还羞辱了他一句 夏凡无奈 只能表现出一副憋屈的样子 然后恋恋不舍地离开了 只不过 随着离洞穴越来越远 夏凡的憋屈的表情 渐渐开始向憋笑转变 直到远离了有一公里后 夏凡终于憋不住地 开始放声大笑起来 那些个蠢货 还别说 真的挺好忽悠的 杰耿是南方密林中的一处洞穴 炎帝趴在洞口 耸拉着脸 看着里面还在那津津有味 吸着奶水的梦幻 过了几秒 炎帝突然起身 直视着梦幻 一副想要跟他对话的样子 但下一秒 炎帝又叹了口气 把刚要张开的嘴 又闭了回去 继续耸拉着脸 趴在洞口 像一只看家护院的家犬 从回到这里后 他就一直在想 自己要不要告诉梦幻前辈 他的主人为了保护他 已经选择一个人 将那些邪恶的神奇宝 被训练师们引走 可如果告诉了梦幻前辈 他很可能就会跑出去 寻找他的主人 从而被那些邪恶的训练师们抓捕 可如果不告诉他 前辈最后也会发现不对劲 虽然刚回来的时候 他对着梦幻前辈 撒了有生以来第一个谎 就是告诉他 他的主人去给他弄吃的去了 让他在这等着 他也知道这个谎话有点别角 不过好在梦幻前辈并没有生意 可他也知道 谎话就是谎话 终有被拆穿的一天 当梦幻前辈 一直没有等来他的主人 他该怎么办 一时间 说谎的负罪感 和见死不救的负罪感 双重负罪感压在炎帝的身上 让他感到十分的难受 对不起 我之前不该对你说出那样的话 你和那些家伙不一样 你是一个好的主人 你配得上梦幻前辈 炎帝在心中低难 回想起那人刚进入到这个洞穴时 自己对他说的话 心中又是一阵自责 如果来生还能再见到你 或者你还能活着回来 我可以给你收复我的机会 话是这么说 但炎帝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毕竟能拥有变身为 神奇宝贝能力的人类 要是被抓住了 肯定会被当作异类被研究 刚回来的时候 他也问了梦幻前辈 为什么他的主人 能够变身为神奇宝贝 梦幻前辈的解释是神之力 说这是他主人最大的秘密 一定不能让其他的人类知道 不然绝对会被抓起来切片 折磨到死 还告诉他 他的主人还担负着保护他们这些 被人类称之为 传说中的神奇宝贝的重任 保护他们不受人类欺压 保护他们不受那些妄图 利用他们力量 改变世界的邪恶训练师们打扰 不行 我要去救他 哪怕把自己搭上 我也要去救他 又过了一会 承受不住心里带来的自责感 和负罪感的炎帝 决定要去救下凡 你们守在这里 如果我回不来了 以后你们就听梦幻前辈的话 我相信他会愿意保护你们的 炎帝找来了这座森林里 受他保护的神奇宝贝们 当中有尼多王 尼多后 胡说树 天蝎 扭拉 圈圈熊等等这些进化到终极的神奇宝贝们 就像嘱托后世一样 在洞口几十米外的地方 向他们说着自己离开后 他们需要做什么 而这些精灵们 听着炎帝的嘱托 神情十分的不舍 因为炎帝就像是他们的长辈一样 自从来到这座森林后 就一直无私地保护着他们 免遭人类训练师的打扰 你们不用这样 我只是这么说 不是我真的回不来 相信我 我会回来的 炎帝安慰着他们 随后又找来几只肠尾怪兽 和比比鸟这些身手敏捷 和能在高空飞行的神奇宝贝们 让他们肩负着侦察的工作 一旦发现有人类训练师向着靠近 就立马回来通风报信 让尼多王尼多后 他们带着梦幻离开这里 寻找新的躲避地 十分钟后 就在炎帝将一切都安排好准备离开之时 一个人影出现了 是夏凡 他悠哉悠哉地在森林里漫步 手里还拿着一块牛肉饼 立马就把炎帝惊住了 还以为自己看错了 眼睛眨了几遍 确认没看错后 脚步一踏 直接飞越二十米 出现在夏凡身前 你活着回来了 炎帝激动到说话有些语无伦次 夏凡眉头微醋 这话听着 怎么这么不舒服 我不活着回来 难道要死着回来 炎帝直摇头 不不不 我是想说 你是怎么做到甩掉他们的 而且 我看你身上没有一点伤痕 夏凡笑了笑 一副随意的表情 甩掉他们那不是 不过话说到一半 夏凡看到炎帝眼神里的惊喜后 话语戛然而止 转而是一副有内伤的样子 嗨嗨咳 甩掉他们那不是非常 简单的是吗 夏凡用着虚弱的语气 说着最装逼的话 炎帝一听 惊喜的神情 立马转变为心疼 说是这么说 但眼前这个男人 肯定是经历了千难万苦 才把那些人甩掉 做到我背上来 我带你进去 炎帝眼神 示意夏凡坐上去 这可以吗 夏凡表现出一副 犹豫的样子 炎帝直点头 没事 这当然可以 我感觉得到 您是一个好的人类训练师 之前对您那么说 是我冒昧了 夏凡最终坐了上去 在许多神奇宝 被敬畏的眼神中 坐了上去 因为这是他们第一次看到 炎帝大人 愿意主动让人类坐上去 哪怕是神奇宝贝 也没有谁有这个待遇 哦 不 之前的梦幻大人有过 十几秒后 夏凡被炎帝送进了洞穴里 然后意犹未尽地下来了 刚才坐在炎帝的背上 享受那些神奇宝贝敬畏的眼神 那种感觉 说真的 还真不是一般的爽 主人 你终于回来了 梦幻一看到夏凡回来 立马就从大奶罐身上 扑到夏凡身上 夹带着浓重的奶香味 吃的呢 炎帝说 你去弄吃的去了 可你手上 怎么只拿着我们早上吃的牛肉饼啊 吃的 夏凡疑惑地看向炎帝 炎帝随即用只有他和夏凡 才能听到的心电感应 把自己和梦幻说的 一一解释给了夏凡 夏凡听完 随即跟梦幻打起了哈哈 说自己没找到好吃的 等走到人类生活的地狱时 再带他去吃好吃的 说完 夏凡就立马在梦幻耳旁 轻生的低难 让他用心电感应 把他和炎帝说了什么 都附属一遍给他 梦幻随即把自己 跟炎帝说的 主人拥有神力 和担负着保护传说中的 神奇宝贝的重任之类的话 告诉了夏凡 夏凡听完 差点就要当着炎帝的面 给梦幻竖起大拇指 梦幻是个好孩子 不枉他一直跟他说 这些话洗脑 这种给脸上贴金的话 从梦幻口中说出来 比他自己说出来 那效果绝对好一万倍 所以 摁下激动的心情 夏凡就准备 直接跟炎帝摊牌 让他成为自己的神奇宝贝 不过刚要开口 炎帝就先他一步 把一只大奶罐 推到了他的眼前 我看你好像还受着伤 喝点大奶罐的奶吧 他的奶水 有治疗的效果 嗯 他的脸顿时红到耳根 之前用梦幻的样子 吸奶喝 他还勉强可以接受 可你现在要他用自己的样子 趴在一只大奶罐身上喝奶 那种画面 想想就挺变态的 嗨嗨渴 其实我身体背棒 不用喝的 用咳嗽掩饰尴尬 夏凡连忙摇头 你都咳嗽了 身体哪里好了 喝吧 不用不好意思 你放心 我不会告诉任何人的 炎帝大手一挥 直接把夏凡拍进了 大奶罐的怀里 紧接着的画面就是 不可描述 请自行脑补 带着满嘴奶香的夏凡 把自己的目的 跟炎帝说了出来 炎帝听完 没有拒绝夏凡 可以 但是你要打败我才行 夏凡摆了摆手 战斗就没必要了 我不用战斗 也可以直接捕捉你 说着 夏凡直接拿出一颗空的精灵球 就朝着炎帝扔了过去 红光闪过 炎帝被吸尽了 精灵球落在地上 开始剧烈晃动 一下 两下 三下 四下 五下 随着第五下晃动结束 精灵球发出一声叮响后 炎帝捕捉成功 叮 成功捕捉神奇宝贝炎帝 请从技能中挑选一个作为你的技能 在精灵球停止晃动的瞬间 夏凡的脑海里 同时响起了 许久没有出生过的系统提示音 同时 他的眼前弹出 只有他才能看到的系统面板 火属性传说中的神奇宝贝 炎帝 性别 无 特性 压迫感 让对手陷入紧张的状态 10%的几率技能发动失败 携带物 讲究头戴 携带后 该神奇宝贝 每次战斗的第一个招式攻击 提升50%技能如下 神圣之火 用着神秘的火焰 烧尽对手进行攻击 有时会让对手陷入灼伤状态 喷火 爆发怒火攻击对手 该招式随着自身状态而改变 自身状态越好 威力越强 神通力 发出看不见的神奇力量进行攻击 有时会使对手畏惧 冥想 静心灵神 从而提高自己的特攻和特防 睡觉 重伤进入休眠 当再次醒来 不管受到多大的伤都能治愈 炎帝会的技能也很多 虽然没有梦幻那么多 但也能让人看花了眼 然而夏凡并没有犹豫 对于从炎帝身上挑选什么技能 他早就想好 我选择炎帝的神通力 夏凡在心中答道 没错 在炎帝的技能中 他没有选择他那些强大的火系技能 而是选择超能系的技能 哪怕其中有一个号称 火系特殊攻击技能威力最强的喷火 他也没有选 在他眼中 反而用出来就是给自己遭罪的 因为这些技能 都是在他人类形态下使用的 例如火系技能 他如果要用 也得跟神奇宝贝一样 从口中将火焰吐出来 实在是愚蠢到了极点 完全就是在暴露自己是个异类 让全民来抓自己 他如果飞刀要用这种技能的时候 他干嘛不用梦幻的变身技能 变成炎帝后再去使用 既自在又方便 而选择超能力系的神通力技能则不同 因为他的攻击都是看不见的 如果他要攻击别人 将没有人知道 是自己发出来的 在他人类形态下 神不知鬼不觉的精神攻击才是最好的 在选择神通力后的下一秒 夏凡的大脑 立马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 他感觉自己仿佛只要看别人一眼 就能让对方的大脑遭受重创 环顾了下四周 夏凡想要从附近的神奇宝贝中 挑选一个作为他的实验品 但过了一会 夏凡放弃了这个选择 毕竟都是是炎帝保护的神奇宝贝 自己如果随意拿他们做实验品 只会让炎帝对自己心生芥蒂 捡起地上的精灵球 夏凡把炎帝从里面放了出来 为什么你的精灵球会让我无法反抗 从精灵球一出来 炎帝便立马问向夏凡 以往他不是没有经历过 被人见面就扔精灵球的带领 但从来没有像夏凡这般 让他连反抗的能力都没有 只能强制地被收进去 哪怕他在里面如何用尽全力地往外冲 但精灵球就是无法打开 因为这就是我的神力之一 夏凡微笑道 只要是我的精灵球 像你和梦幻这种传说中的神奇宝贝 都将无法反抗地被吸入其中 炎帝听完脸色一致 看向夏凡的眼神中 忍不住多了一丝恐惧 那按照他的说法 岂不是和他碰的第一面 他就能直接抓捕自己 根本不用和他说这些废话 你不用这么害怕 我的这项神力 是上天为了让我更好的联合你们 夏凡上前摸了摸炎帝的头 安抚他 我除了这项神力外 还有一项对你们非常好的神力 只要成为了我的伙伴 你们的力量 就能随着时间无上限的意志增长 什么意思啊 炎帝有点没理解透 意思就是未来的日子 你哪怕什么都不用干 你都能越来越强 甚至比你的凤王前辈更强 当真 炎帝震惊 以往那股从容不迫的神情 现在被夏凡弄得要把持不住了 当真 不信你可以问小话 夏凡随手指向 又在那喝奶去了的梦幻 他自从跟我在一起后 除了吃喝拉撒 就是偶尔跟别人随便战斗下 帮我挣点钱吃饭 其他关于修行之类的事 那是一点都没干过 你问他 现在有没有感觉自己的力量 比以往增强的都要快 夏凡话音落下 喝奶的梦幻立马不干了 豪横地挣脱大奶罐的怀抱 飘到夏凡身旁 主人你怎么能这么说我 虽然力量的确比以前强了许多 但也是由我努力修行的因素 梦幻一赴你不跟我道歉 我就生气了的样子 我错了 我们小患为了强大 其实费了好大的劲 每天六点起来 就开始力量训练了 而且是修炼三个小时 之后 又每隔一个小时修炼一次 夏凡果断道歉 梦幻听完红着脸 有些不好意思的 继续喝奶去了 主人 你夸张了 我哪里有这么好 夏凡耸了耸肩 随后看向炎帝 来到耳旁轻声道 刚才对话里的真话假话 你应该分得清嘛 炎帝没有回话 而是转身走出洞穴 看着尼多王尼多后 他们陷入了思考 几分钟后 他用着心电感应 向着夏凡道 他们要是成为了你的神奇宝贝 是不是也能得到力量 两个小时后 天色临近傍晚 来彼雕的笑声 几秒钟后 彼雕落在了地面 一个少年 背着一股股的双肩背包 从彼雕背上跳下 叫他们过来吧 下来后 夏凡便向着 早已等待多时的炎帝喊道 同时打开双肩背包 亮出里面满满当当的精灵球 差不多有两百克 两个小时前 由于炎帝害怕自己离开这里后 这里的神奇宝贝 会受到人打扰 就想请求夏凡将他们一一收服 这样不仅别人将无法再收服他们 而他们也可以利用夏凡的神力 一直增长力量 夏凡没有拒绝 虽然收服他们不会获得技能 但他还是答应了 毕竟在炎帝面前装得跟圣人一样 那总得真的付出点跟圣人一样的行动吧 不过好在只是收服受炎帝照顾的精灵 以及一些族群进化到最终状态的精灵 不然 他就是把全部的财产 都用来买精灵球 都怕是收不完 大家都过来吧 依次排队 主人将你们收进精灵球后 就会把你们再放出来 所以不用担心失去自由 炎帝用着心电感应 向着森林里赶来的神奇宝贝们传声 比比 阿伯 尼多 卡比 斗笠 不一会 森林里就响起了许多的神奇宝贝的叫声 他们按照炎帝的话 有序排起了队 尼多王 尼多后这包零食 你们拿过去 给你们的孩子吃吧 夏凡收服的第一只第二只精灵 是尼多王和尼多后 收服他们后 夏凡从笔雕的背上 还拿出了两包神奇宝贝的零食 交给了他们 尼多 尼多王尼多后接过零食 轻密地用头拱了拱夏凡的脸 已是清静 夏凡笑着摸了摸他们的头 不用这样 虽然我不能带你们离开这 但从现在开始 我也是你们名义的主人了 给你些吃的 也是应该的 尼多王尼多后离开前 开心地又舔了下夏凡脸蛋 夏凡笑了笑 没有多说什么 向着排到第三位的小卡比兽喊道 小卡比兽 过来吧 卡比 不一会 憨态可居的小卡比兽 没有反抗的 就让夏凡拿出精灵球收服 只不过在夏凡将它放出来后 准备从笔雕背上 也拿出一袋零食时 交给它时 这祸憨态的表情 在看到零食的那一瞬间 突然一收 然后脚步一踏 猛地跳到了笔雕的背上 小卡比兽 竟然抓起那一大袋零食 拔腿就跑 并且还一边吃一边跑 那样子 就像是要将那一大袋零食 全部占为己有 顿时就把夏凡搞猛了 尼玛有没有搞错 当着这么多神奇宝贝的面 抢他们的零食 你不怕事后被他们抓起来吊打一顿 结果这个想法刚已冒出 夏凡就感受到了 什么叫神奇宝贝重怒的样子 原本还有续排着队的神奇宝贝 下一秒全部乱了 全部怒吼着 向小卡比兽追去 样子像是要把他打出屎来 不过好在有炎帝在 他吼了一声 那些神奇宝贝们 就立马安静了下来 然后炎帝脚步一踏 飞越十几米 跳到了小卡比兽面前 对着小卡比兽叫了几声 小卡比兽就一脸可怜巴巴地 提着零食又走了回去 把零食放在了夏凡的脚旁 这孩子就是这样 看到吃的 就会忍不住干出这种事来 请主人不要见怪 炎帝怕夏凡责怪小卡比兽 在旁解释了一句 夏凡瞥了一眼 只剩一半的零食袋 耸了耸肩 表示没什么 反正吃的又不是他的零食 而且卡比兽吃货的 威名他也是知道的 毕竟是唯一一个 被人戏称为 有一只吃啥啥不剩 干啥啥不行的神奇宝贝 眼里的世界 除了吃就是睡 其他的 毁灭他也能做到泰山崩鱼前 而不形鱼色的吃饭睡觉 淡定的一批 不过 这个地方应该不是 小卡比兽生活的地狱吧 而且 我好像只看到 他一只小卡比兽 夏凡把心里的一个疑惑 问了出来 炎帝道 这个孩子是被人抛弃的 因为食量太大 主人养不起他 所以就把他抛弃了 后来在森林里遇到了我 我看他无依无靠的 就将他带到身边 难怪 夏凡耸了耸肩 这么一说 他就明白了 小卡比兽这种 平常人根本养不起 更关键的是 等他进化到卡比兽时 那就更可怕了 一天八百公斤的食量 如果没有家财万贯 谁敢养啊 反正他是不敢养 几分钟后 这个中途发生的意外 就这样无疾而终了 夏凡继续拿着精灵球 开始收服神奇宝贝 只不过每一个 被他收服的神奇宝贝 在领零食的时候 都要朝坐在夏凡脚边的 小卡比兽 怒吼一声才离开 就这样 夏凡收服这些神奇宝贝的行为 一直持续到了深夜 而那些零食 则是全部派发完了 由于小卡比兽的关系 在收服神奇宝贝的进程 进行到一半的时候 就全部派发完了 成为了这些神奇宝贝的主人后 夏凡站在笔雕的背上 登高望远 突然有种森林之王的感觉 毕竟生活在这里的族群老大 基本都是自己的神奇宝贝了 那不等于就是说 这座森林都是他的吗 带着浓重的自豪感 夏凡走进洞穴里 一手抱着梦幻 一手将脑袋 枕在炎地的身上入睡了 一夜就这样过去了 第二天一早 夏凡就要领着炎地和梦幻离开这里 进行新的旅程 不过 让夏凡有点想要吐血的是 就在准备离开之时 小卡比兽跟过来了 死死地抱住他的大腿 卡比卡比地叫个不停 意思是要夏凡带他一起走 不然他就不撒手 我的妈呀 听到这话的夏凡 顿时脸色就变了 就小卡比兽一天的食量 就顶得住他和梦幻半个月的食量了 而且可能还要多 他这个还得靠和人进行赏金战斗 才能赚钱的穷鬼哪里养得起 然而炎地却道 主人要不带他一起走吧 这个孩子由于他爱吃的本能 所以在这座森林里没有朋友 如果我们走了 他可能会被排挤走 说不定还会饿死 我相信主人也不忍心看到这种场景吧 一滴冷汗从夏凡额前落下 他很想说自己没啥钱 但这时梦幻突然强化 这当然可以啊 主人可有钱了 而且也很大方的 以前带着我去人类的饭店吃东西的时候 那可是随我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所以小卡比兽要是想跟过来 那就跟过来吧 此话一出 夏凡的脸色顿时就僵住了 因为这完全是把他的退路堵死了 而且是堵得死死的那种 卡比 小卡比兽听到梦幻说的 随即歪着脑袋看向夏凡 表情笑眯了 夏凡低下头 看着抱他大腿憨态可惧的小卡比兽 此刻虽然心在低血 但还是强颜欢笑起来 用着有些微颤的声音说道 欢迎你小卡比兽成为我们旅途的一员 卡比 话音落下 小卡比兽猛地一跳 从夏凡大腿跳到了夏凡的背上 抱起夏凡的脸就是一顿青 一旁的炎帝看着这个场景 满意地点了点头 不愧是他的主人 有着和他一样保护弱小 神奇宝贝的胸襟 对了炎帝 你有方法联系到水军和雷公吗 没有办法 我们三个基本不怎么碰面 以往的碰头方式 都是前往中塔 或者凤王前辈召唤 但是 自从上次碰面时 碰到了一活想要抓我们的家伙后 我们就再也没有碰面了 杰梗是南方的树林里 一少年和一只皮卡丘 正坐在一只有着橘红色毛发狮子般 外形的神奇宝贝的背上 此刻那只神奇宝贝正 带着少年和皮卡丘 在森林里急速穿梭 为了排解赶路时的无聊 少年便和那只神奇宝贝聊了起来 抓你们的那些家伙 是不是都自称蓝白蛇 对 就是他们 昨天想要捕捉梦幻前辈的也是他们 他们当时为了捕捉我和水军以及雷公 就在中塔附近设服 当我们三个聚在一起的时候 他们便突然的一拥而上 命令各自的神奇宝贝攻击我们 如果不是我们三个实力强大 死战到底 坚持到了突围的机会 那我们早已被抓走了 原来如此 听着炎帝有些愤怒的语气 夏凡点了点头 而这时 他们的耳旁传来直升机的声音 夏凡抬头看去 发现西北方向有一架直升机正在飞行 夏凡心生疑惑 森林里开一架直升机是要做什么 不过疑惑归疑惑 夏凡也没有过多的在意 毕竟这不关他的事 便让炎帝继续赶路 去他们的目的地贵皮镇 几分钟后 夏凡又渐渐发现 这架直升机的前进方向 似乎是跟他们是一致的 也是要去贵皮镇吗 夏凡心中猜测 然而又过了几分钟 直升机却突然在夏凡他们的前方降落了 夏凡随即让炎帝停下 拿出手机查看地图 发现自己已经到了一个名叫连接洞穴的地方 只要穿过这个洞穴 再行进一段路程 就能到达贵皮镇了 不过这个地方 我怎么看着有点眼熟啊 查看地图的时候 夏凡还环顾了眼四周 突然觉得眼前这地自己好像来过 下一秒 他眼前一亮 想起来了 这连接洞穴 似乎是昨天他忽悠蓝白射成员的地方 为了证实 夏凡便身为一只波波飞在了半空 在半空俯瞰地面 最终确认了 山脉就是昨天他忽悠那些人的地方 唯一和昨天不同的是 那处洞穴入口 已经聚集了许多人 从人数上看 似乎都有数百人了 为了梦幻 可真的是个心事动众啊 回到了炎帝的背上 夏凡忍不住笑了起来 同时把蓝白射成员 就在前方的消息告诉了炎帝 炎帝 既然他们堵在这 那我们就不从洞口里穿过山脉了 等一下就直接从山脉外头越过去就好了 让这些家伙继续在这做无用功 不要打搅 夏凡笑着道 然而话音刚落 夏凡的脑海里就响起了系统的声音 第一 感受到炎帝压制的愤怒情绪 现在为宿主下达天命任务 请宿主带领炎帝 打败此处的蓝白射所有成员 当前轻密度30达到100轻密度 炎帝愿为你做出一切牺牲 包括献出生命 此任务可选择挑战与不挑战 倒计11分钟 如果宿主不作答 将默认为放弃 废话 当然挑战 100万 我这个穷鬼 要是不挑战 我就是脑子有坑 夏凡心中连忙硬道 宿主接受挑战 挑战现在开始 限时72小时 当前挑战人数 净度0325 这人有点多呀 夏凡眉头微醋 虽然有钱赚就是好事 但你这325人 他怕是要好好做一个规划 才能动手 想到这 夏凡低头看了眼炎帝 发现炎帝的确如刚才系统所说 此刻的表情里 透着一丝粪 但还是选择听从他的命令 带着他 准备从山脉外头翻过去 夏凡拍了拍炎帝的背 炎帝 停下来 我们不走了 我突然觉得 要是不给这些家伙一点苦头吃 那真的是难解 我昨天被他们追了一路的心头之恨 以及你被他们围攻的心头之恨 听到这话的炎帝一愣 回过头看向夏凡 神情里透着一丝差异 主人 真的要这样吗 他们人很多的 夏凡眉头一挑 戏学道 他们人多 难道我们就不多了吗 炎帝和梦幻同时疑惑地看着夏凡 一个人类 三个神奇宝贝 其中一个神奇宝贝 可能还是得当前派不上用场的累赘 这算多吗 夏凡笑了笑 炎帝 你现在回森林里 把那些尼多王尼多后 比雕 扭拉 圈圈熊 他们这些实力强大的全部带过来 我们的伙伴不就多了 炎帝眼前一亮 把尼多王他们带过来 伙伴的确就多了 夏凡抱着梦幻 从炎帝背上跳下 离开前不忘嘱咐一句 不过带过来的时候 你记得让他们动静小一点 别太心事动众引起骚动 让这些人警觉 好的主人 我知道了 炎帝转身离开 三秒不到 就从夏凡的视线里消失了 夏凡随即带着梦幻敲咪咪地 向着连接洞穴靠近 此刻的洞穴外 密密麻麻全是蓝白社的人 他们统一身穿一件蓝白相间的制服 刚才的那架直升机 就停在他们的中央 有许多人正从里面装卸箱子 如果仔细看的话 能看到箱子上写着几个字迹 不行 这看不清啊 梦幻 我们一起变成波波靠过去 眯着眼看了半天 夏凡决定和梦幻一起变成波波 靠过去摸一下情报 不一会 两只波波就停在了直升机的机翼上 夏凡低下头看去 这才看清 他们装卸的箱子上写着什么 精灵探测器 夏凡在心中默念出箱子上的文字 然后嘀咕起来 这东西是不是来探测梦幻的 想到这 夏凡看向一旁 正在那四处张望的梦幻 波波 小幻 你还是回到刚才的树丛里 躲起来比较好 这东西一看名字 就不是啥正经货 不一会 梦幻又被夏凡赶了回去 趴在树丛下面等待 而夏凡则继续留在这查探提琴 一分钟后 洞穴里一个 让夏凡眼熟的家伙走了出来 是那有着一头银发的快龙少年 此时的他也身着蓝白相间的制服 走到一处临时搭建出来的高台 从一人手中接过一个话筒后 就直接开口道 我叫龙霄 昨日召集大家从成都各地 赶来这里的蓝白社首席干部龙霄 这次行动 你们可以称呼 我为龙霄组长 各位应该都从社团发来的指令中 知道了来此目的吧 没错 就是抓捕梦幻 龙霄声音十分激昂 特别是说到梦幻两个字时 情绪尤为强烈 在昨天我们追捕炎帝和水军之时 意外发现了一只他 当时他正与水军战斗 虽然不知道什么原因 但好在让我们找到了一个简陋的机会 向他扔出了精灵球 不过可惜的是 梦幻就是梦幻 第一次抓捕时失败了 之后我们在想抓捕他时 却碰到了炎帝 炎帝保护着梦幻从我们的包围圈中逃离 之后 波 夏凡用翅膀捂着嘴 打了个哈欠 看着不远处那个结果话筒 就开始吹捧自己追捕梦幻不易的少年 忍不住摇了摇头 这都是哪里学来的坏毛病 正是不说 先说一大堆吹捧自己的话 真的是蠢爆了 龙霄洋洋洒洒的 扯了二十分钟废话 在最后只向这个连接洞穴时 才终于开始说目的 各位 现在梦幻就躲在那潭水里 不过由于 他能够隐形和变身的能力 我们到现在还没抓不到 不过好在 我们请来了各位 请各位进去后 帮助我们寻找梦幻 而我们为了更好的 让各位寻找到梦幻 从社团要来了几十箱的精灵探测器 这个装置的功能就是 龙霄的话没有说完 下面有一人忍不住出声打断 龙霄组长 我想确认下 既然您知道 梦幻拥有着隐形和变身的能力 那他会不会在我们来之前 就已经隐形跑掉了 龙霄大手一挥 直接否认 我告诉你 这不可能 梦幻他绝对没跑掉 就算没在那潭水里了 那也还在山脉里 因为从他进入这个山脉后 我就叫人将这个山脉里所有 能够找到的出口 全部让神奇宝贝 用肉体堵住了 梦幻他如果用隐形的状态出去 那神奇宝贝绝对能够感知到 下面那人又道 龙霄组长 可要是梦幻找到了一个 我们没找到的小洞口 出去了怎么办 此话一出 台下的大部分人纷纷点头 他们觉得那人说得有理 梦幻是那么好抓的 然而这时台上的龙霄 却突然从台上跳下 冲到刚才发言的那人跟前 先是一记耳光 将人扇倒在地 随后抓起来 就是一顿毒打 一边打还一边谩骂 让你他娘的乌鸦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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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你他娘的 打了足足有一分钟 直到把人打得昏迷过去 龙霄才松开手回到台上 拿起话筒继续倒 老子就把话放在这 谁要是在到老子面前 乌鸦嘴梦幻跑掉了 下面那个就是下场 说完 他深吸口气 恢复到 之前那副要抓到梦幻的激情模样 让台下搬过来一箱 从直升机卸下来的箱子 箱子打开 龙霄从里面拿出一个 拳头大小的四方形块 这个东西叫精灵探测器 是天神科技 在游戏公测时 就已经安置在游戏里的一个机器 我们社长当时花了大价钱 才有幸成为 拥有这个机器的公测玩家之一 它的功能 是探测方圆200米 是否有传说中的神奇宝贝存在 社长曾经就用这个装置 找到了能够穿梭时空的 幻知神奇宝贝雪拉比 不过可惜的是 当时天神科技给玩家下达的指令 是公测玩家 除了寻常的神奇宝贝外 其他传说中的神奇宝贝 一律不可捕捉 不然取消游戏资格 所以社长只能不了了之 不过现在游戏 已与现实世界脱轨 我们可以不再顾忌 天神科技当初设下的一切规则 所以 社长利用自己 在神奇宝贝世界的资产 研究出来了这个精灵探测器弱化版 它的效果 是探测方圆100米的传说神奇宝贝 稍后 你们就拿着这个 这时 龙霄朝着四方形块的 正上方的一个按钮 按了一下 只见一个小型投影 从中投射 一只白色 外形近似马 似麒麟 或半人马的神奇宝贝 从中浮现 那就是 需要在开启时 先选择好需要探测的传说神奇宝贝 只要方圆百米 有此神奇宝贝的踪迹 那投影便会闪动 以现在为例 探测器开启时首选的是 有着创世神之称的阿尔宙斯 不过我们这肯定是没有它的踪迹 所以 投影当然不会闪动 因此 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切换投影 也就是切换到梦幻的投影中 因为我们知道 这里有它的踪迹 龙霄随即掩饰 如何切换投影 只要用手一滑 就可以切换投影 等切换到梦幻的投影时 就可以停下了 两秒后 龙霄就切换到了梦幻的投影 投影闪烁 大家看到没有 就是这么的简单 只要看到投影开始闪烁 就说明 梦幻就在方圆 话语未完 拿着四方形块的龙霄 突然就愣住了 随后就见他看着投影 激动到身体发颤 整个人不断地吸气呼气 再随后 他从台下跳下 抓起刚才那个说 梦幻万一不在的家伙 就又是一顿暴躁 打了足足半分钟 龙霄这人才又 神清气爽地走回台上 双手瘫开向台下众人道 各位 现在相信我刚才说的 梦幻就在里面了吧 台下人看了眼 那个已经挨揍到 奄奄一息的家伙 随即振臂高呼 相信 很好 开始行动前 我先跟各位说下 社长给我们这次行动的奖励 龙霄从从口袋里 拿出自己的手机 只要这次成功抓获了梦幻 每人奖励两万 而在搜寻过程中 发现梦幻踪迹者奖励十万 抓捕过程中 抓捕成功者 奖励一百万 现在社长已经将钱 已经转到了我的手机里 等抓捕结束后 我就会将这些钱 一一发给各位兄弟们 绝不食言 所以就问兄弟们一句 有没有信心 有有有 听到还有钱奖励 台下成员立马来神了 很好 现在大家就去领精灵探测仪 大手一挥 吩咐完一切 龙霄神情激动地 拿着还在闪烁着的 精灵探测仪 冲进洞穴 而那辆直升机的机翼上 目睹这一切的下凡 此刻正在心里犯嘀咕 325个人 每人两万 那就是650万 外加发现踪迹者每人10万 这个数字有浮动的 我就算他给了50万预算 抓捕成功者 又是100万 那就是说 那货身上至少有800万 我靠 一次行动 就丢出至少800万做奖励 这个蓝白社社长 怎么这么有钱 夏凡的心开始躁动起来 800万 这些钱他 要是都赢回来的话 想到这 夏凡扑腾着翅膀 飞回树林里 小焕 给你安排一个有意思的工作 回到树林里 夏凡便回了原来的样子 伸手指向连接山脉 向着梦幻道 那些家伙们 现在还以为你就躲在山脉里面 拿着精灵探测器不断地找你 所以等一下你就进入隐形状态 飞到山脉外头 时不时地跑动一下 就当遛狗一样 保留他们对抓捕你的激情 直到主人我领着炎帝 将他们一网打尽 中途要是累了的话 回来休息一下 也是没有关系的 好 梦幻进入隐形状态 直奔山脉里头的峭壁上 不一会 洞穴里面就开始传来 多人激动的声音 呐喊着自己探测到了梦幻 一群铁憨憨 一个小时后 待在树丛下等炎帝 等到打哈欠的下凡 终于用神兽感知力 感知到了他的到来 随即起身 向着感知的方向赶去 十几秒后 他和炎帝在连接山脉的 两百米外碰面了 炎帝按照下凡的吩咐 带来了许多强力的神奇宝贝们 尼多王尼多后 霸王花 派拉斯特 川山王 阿里多斯 玛丽露丽 巨前堂王等等 他们一看到下凡 就想要上前和他亲近 下凡轻易地摸了摸他们的头 然后大手一挥 准备下达作战指令之时 炎帝又开口了 主人 阿伯怪一族 川山王一族 斗笠孤一族 八大蝶 话没说完 下凡连忙打断 等等 怎么族群也来了 他是要炎帝带一些实力强大的就够了 可没叫他把森林里所有族群都叫过来 这是来群殴的 还是来族群迁移占领土地的 主人 不是我要他们来的 是他们自发想要跟过来的 昨天的那场 战斗有许多族群没有参与 所以很是自责 现在得知 主人想要带头 教训那些人 便主动跟了过来 我叫他们走也不听 既然成为了主人的神奇宝贝 那就要为主人分一下忧 炎帝解释道 夏凡抿了鸣嘴唇 随后苦笑地接受了 既然他们如此看重 我这个主人 我也不能拒绝他们的好意 这样吧炎帝 你现在 带我去看一看他们 我来安排下作战计划 几分钟后 炎帝领着夏凡 来到了一处没有人烟的河流旁 看到了大针锋一族 笔雕一族 阿伯怪一族 以及基本以群居为生的神奇宝贝们 他们看到夏凡的那一刻 全部激动地叫了起来 如果不是夏凡及时叫住 搞不好动静 就会传到连接洞穴 好了好了 我知道你们见到我很开心 我为你们选择过来 帮助我也很开心 待他们安静下来后 夏凡笑着道 而此刻的连接洞穴外 还没有人察觉到 自己即将面临一场 有史以来最不公平 也是最为憋屈的战斗 啊 一块磐石上 蓝牌社成员阿坤 打来的哈奖 然后推了推坐在身旁的同伴许扬 老雪 你刚才听到什么声音没有 你说神奇宝贝的叫声吗 同伴许扬一边把玩着 手里的精灵探测器 一边随意道 森林里传来他们的叫声 不是很正常 别忘了 我们现在是在神奇宝贝的世界里 与其关心这个 你还不如祈祷里面那些家伙 别抓到梦幻 就算要抓 最好是等到换班换到我们进去时 给我们抓到 一百万啊 同为公测玩家 玩了这么久 我都没挣到一百万 对 说的对 话是这么说 但阿坤偏向同伴许扬的眼神中 却透着一丝笔疑 抓住梦幻了 竟然还想着一百万 真的是胆小如鼠 没有野心的家伙 如果真让他抓住了梦幻 他绝对要想尽办法 再把精灵球交出去前 叛逃蓝白胜 然后带着梦幻躲起来 等到实力再强大些 就依靠着梦幻的力量 先征服成都地区 然后是关东地区 再是风源 神奥 河众 卡罗斯 阿罗拉 加勒尔 直至整个世界 顺便征服的途中 将各个地区的神兽 一一收到麾下 成为这个世界的王 让所有人 臣服在他的强大之下 想到这里 阿坤抬头看了 眼连接山脉的峭壁 也开始祈祷 梦幻在他进入之前 别落入其他人手中 但眼光刺眼 在他拿手遮挡抬头的一瞬间 眼神的瞳孔里 突然闪现出一只 粉色毛发的神奇宝贝 他弯曲着身子 捂着嘴 仿佛是在偷笑 梦幻 阿坤心中震惊 连忙眨眼 想要确认 是不是自己出现幻觉了 但下一秒 刚才瞳孔里闪现的神奇宝贝 在眨眼的瞬间又消失了 幻觉 阿坤眉头紧簇 然后失望地叹了口气 看来他真是想抓梦幻想魔证了 一分钟后 同伴许阳突然猛地拍了下他大腿 阿坤你快看那里 阿坤扭头看去 只见西北方的天空 有一群神奇宝贝正 铺天盖地地向他们这边飞来 乌泱泱一片 第一眼看去 给人一种极大的恐惧感 阿坤连忙拿出手机 打开照相模式 然后放大 这才看清 那是一群八大蝶 八大蝶的表情里 此刻似乎透着一股愤怒 但阿坤不确定 自己是不是表情理解错了 所以 拿起交流器像里面的龙霄寝室 说有一群八大蝶 正向他们这飞来 询问龙霄组长 要不要让他们这些 守在外面的成员先躲起来 以防万一发生意外 他等待了三秒 交流器里才终于传来 龙霄愤怒的咆哮上 怒吼他们这些 守在外面的家伙们 是废物 大惊小怪 一群八大蝶从这边飞过 那肯定是族群迁移 在这怕什么 好好的守好 各个出口才是正事 万一因为这个 导致梦幻跑了 他绝对会扒了他们的皮 无奈 像阿坤他们这些 守在外头的蓝白射成员们 只能继续待在原地 直至十几秒后 数百只八大蝶 如蝗虫过近板 低空从他们的头顶飞过 并加带着无数精英的粉尘落下 他们才渐渐明目 事情好像比想象中还要严重 但这已为时已晚 因为下一秒 一股强烈的困倦感 吸上他们的大脑 让他们无法反抗地陷入沉睡中 包括各自放在外头的神奇宝贝们 在所有负责外头防卫的蓝白射成员 陷入沉睡后 下凡领着炎帝 以及尼多王尼多后 他们从树林里走出 开始给他们下达指令 圈圈熊 尼多王 尼多后 阿博怪你们四个 带着各自的族群 以及十只霸王花 把这些昏迷的家伙们 先全部拖到树林里 谁要是提前醒来 就让霸王花向他们使用麻痹粉 总之等我过去前 他们每个人都得好好地待在那 要是谁的精灵意外跑出来了 你们就直接一起群殴 不要给逃跑的机会 圈圈 阿博 霸王 神奇宝贝们响应道 按照下凡的指令开始工作 托人的托人 准备麻痹粉的准备麻痹粉 总之各司其职 配合着把人拖进树林里 很好 开始继续下令 剩余的霸王花 你们和阿里多斯 巨前螳螂 长尾怪手 你们带着各自的族群守在这里 堵在门口 谁要是出来了 你们就立马向他们使用麻痹粉和吐司 总之 让他们也失去行动力 然后长尾怪手和巨前螳螂 你们这两族 就安稳地把他们 送到尼多王他们那去 以及做好这里保护工作 霸王花 阿里多斯 巨前螳螂 长尾怪手们长笑一声 按照下凡的吩咐开始工作 比雕 大针锋 你们就沿着这条山脉 将那些堵在各个出口的蓝白社成员 全部送到 送到圈圈熊他们那 刚才八大蝶的催眠粉 他们应该也中招了 等将他们全部送到圈圈熊那后 你们就和八大蝶一起守在那里 谁要是出来 就让八大蝶立马使用催眠粉 比雕和大针锋一族 随即也响应一声 扑腾着翅膀 相继离开 安排完这些主要成员 下凡看着身后那些 还没有安排到的族群 双手抱胸 左手撑着下巴思考了片刻 便将他们一一拆开组合 然后分几批去辅助 前面这三组神奇宝贝的工作 将他们也安排完毕 下凡便把梦幻换了回来 询问他要不要休息休息 洞穴里的那些家伙过一会 再接着耍 也没什么关系 然而 让下凡有些意外的是 梦幻不愿休息 说要继续在上面玩 戏耍洞穴里的那些蓝白社成员 他能感知到 那些家伙正因为只能探测到 而就是找不到他而恼火 对此 下凡只能和炎帝对视一眼 然后无奈地耸了耸肩 带着炎帝向圈圈熊他们那走去 都还没醒吧 走进树丛 下凡问向圈圈熊 他们随口问道 圈圈熊尼多王尼多后 他们同时摇了摇头 很好 既然还没醒 那就让我们把他们弄醒 下凡轻易地摸了摸他们的头 随后随手 从昏迷的家伙里挑选出三人 玛丽露力 先朝这三个涂水 把他们弄醒 我要跟他们进行赏金对战 玛丽露力 一只玛丽露力走了过来 口中积蓄水枪就要吐出来之时 下凡腰间的精灵球 红光闪过 小卡比兽跑了出来 卡比 小卡比兽先是向着玛丽露力叫停 然后自己迈出矫健的步伐 冲到下凡指的三人身前 对着他们 就是一阵上下棋手 从他们身上 收刮出一些吃的东西后 就一人扇了一个大尔巴子 把他们从昏迷中扇醒 就抱起这些吃的 跑回下凡跟前 卡比卡比地叫 表示以后这种事让他来 都微微抽动 至于炎帝 以及其他的神奇宝贝们 则是无语道 相继人性化地叹了口气 一副我修于他为主人 神奇宝贝的样子 而被小卡比兽山醒的三人 在睁开眼的一瞬 本是还处于迷糊状态中的他们 先是环顾了眼左右 再看到周围是 圈圈熊尼多王尼多后 以及其他一大堆的神奇宝贝症 面目猙獰地盯着他们 顿时惊叫一声 大口喘气 一副魂都要被吓掉的样子 直到他们醒悟到 这些精灵中间 还站着一个人类后 他们伸手指了过去 一边害怕地咽口水 一边声音打扎地开口 你是谁 你你 你要干嘛 我告诉你 我们可是蓝白社的人 看着惶恐不安的三人 下凡蹲下身子 露出一副笑眯眯的表情 我是谁不重要 蓝白社也不重要的 重要的是 我现在要求你们 跟我进行一场赏金对战 赏金对战 三人错愕 没错 只不过这场赏金对战 我赢了 你们就要将所有的钱给我 我输了 你们安然无恙地离开 三人面面相去 最后中间的青年 壮着胆子开口 怎么打 不会让我们三个 打这里所有的吧 这我们不可能打得过 还有 炎帝是你的吗 他要是加入的话 我们就更不可能地打过 这不公平 当然不是 既然是赏金对战 那我怎么可能无耻到 以多欺少 不过 你们愿意以多欺少 打我唯一出战的 一只神奇宝贝 我倒是无所谓的 当真 三人激动 当真 只是你们打的是他 夏凡双手抱胸地 向身后示意了一下 随即站在他身后的 眼底走上了前 三人 你妈的 和三胜兽之一的眼底 打根和面目争鸣的 圈圈熊 他们打有什么区别 不都是要惨遭 蹂躏的结果 狗日的 三人心中 暗骂眼前人的无耻 完全就是 势强凌弱 不讲武德 强迫他们打必输的 赏金挑战 然而 下一秒对面那人就到 没错 我就是势强凌弱 不讲武德 强迫你们打必输的挑战 三人一惊 惶恐夏凡 怎么猜出了他们的想法 打不打 不打的话 我就真的强迫 你们打了 三人看着对面那人 伸手招来 一只小卡比兽的 小卡比兽 给他们美人一耳光 扇到他们愿意 跟我对战为止 还在口中脚膛的 小卡比兽 向着三人冲了过去 啪啪啪的 双手在三人的脸上 就是一顿连环扇 三秒不到 就把人脸给扇肿了 跪地大喊我打 夏凡一脸笑眯眯的 把三人搀扶起来 这就对了吗 何必呢 早点答应 就可以早点破财免灾 早点破财免灾 就可以早点少受罪 三人看向夏凡 顿时把他跟魔鬼 画了一个等号 真踏马的 比他们蓝白射的人还要坏 怎么办怎么办 那可是炎帝啊 传说中的神奇宝贝 三圣兽之一的神奇宝贝啊 我们必输的呀 被几只霸王花 和圈圈熊包围着 三人跟在夏凡 与炎帝的后头 窃窃私欲 其中的少年正满头大汗道 神情十分悲观 按照夏凡的说法 他们对战的场地 不在森林里 所以在赶路的时候 他们三个 还可以抓紧时间商量对策 你们不要这么怕 谁说我们一定会输 俗话说 三个臭皮将臭死诸葛亮 如果我们能够 属性克制作战 也就是水系 地面系和炎石系的神奇宝贝 拿出来和炎帝作战 只要我们配合得当 说不定还是有可能赢的 就像动画里的智爷 只会一只皮卡丘 和神兽战斗的光辉场面 还少吗 关键还是逆手性战斗 三人中的青年觉得 不能再这么悲观下去 他从小坚信的道理是 不抛弃不放弃 所以决定要肩负其 鼓励同伴的心 所以 一定不要悲观 万一智爷附体了吗 少年和另一个女生闻言 渐渐觉得是这么个道理 心态开始向好的方向转变 看到他们这样 青年满意地点了点头 开始下达战术安排 我的神奇宝贝是水剑龟 水克火 双倍伤害 等下我会让我的水剑龟当肉盾 冲到最前头 康剑我记得 你有只岩石系的胡说术吧 派出来 岩石克火 也是双倍伤害 这样我们三个臭皮匠 就凑齐两个了 现在就差最后一个 小令我记得 你的神奇宝贝是 青年收到三人中 唯一一个女生时突然掖住了 继而惊恐地看着她 因为 她突然想起 这个女人的神奇宝贝 全是草系的 这要是挨了 岩帝一个火系技能 那不得当场暴毙 所以 也就是说 明面上是三打一 其实是二打一 也就是三个臭皮匠 少了一个 但 这还怎么打 青年好不容易 给让他们不要悲观 结果 自己又忍不住悲观起来 这时前头带入的 夏凡停了下来 回过身看向三人 就以这里 为战斗场地吧 你们窃窃私语 也有这么久了 可以放出你们的精灵了 为了防止炎帝的火焰 将森林烧毁 导致这一片的生态受到影响 夏凡把战斗场地 设在了一条空旷的河水旁 并且来之前 还有几只巨前螳螂 为了再扩宽些场地 将最边缘的几颗 巨树砍了 所以这场战斗 炎帝可以放开手脚的战斗 丝毫不用担心自己的火焰 影响到周围的生态 三人对视了一眼 最后咬着牙 放出了自己的精灵 一只水剑龟 一只胡说树 以及一只大菊花 也就是菊草叶的最终进化体 虽然心态有点小崩 三人中比较有想法的青年 还是向同伴下起了指令 小灵你的大菊花 等下就躲在水剑龟 和胡说树的后面 四级发动技能 不然炎帝肯定会最先淘汰你 好的 我知道了 小灵硬下了 青年点了点头 随即和另一个同伴康健 商一起 等下两人的注意点 如何及时配合 不过话到一半 早已等到不耐烦的夏凡 出口打断了他们 废话不要这么多 我不是只跟你们几个人 进行赏金战斗 所以没时间跟你们耗着 要是再磨蹭 我就会让炎帝不讲武德 直接上 无奈 水剑龟抢先发动攻击 水剑龟向炎帝使用水炮攻击 卡咪 水剑龟身体微微下压 下一秒 背部的两门火箭炮 猛然发射出 足以将厚重铁板 都能够贯穿的强大水炮 目标直指对面 站在磐石上的炎帝 树材怪 盐崩 大菊花 毒粉 与此同时 青年的伙伴 也附和着连忙下令 遇到强敌 抢先一步攻击总是没错的 因此 只见他们的指令下 水剑龟的水炮攻击 尾随着树材怪的岩石 以及大菊花散发出的剧毒粉末 而反之对面 夏凡则是老神在在地磕起了瓜子 看着对面袭来的攻击 不向炎帝下达一个指令 因为在开始战斗之前 他就跟炎帝商量好了 战斗都让他自己解决就好了 毕竟作为一只神兽 而且是活了这么久 有着和人类极为丰富的战斗经验的神兽 跟人对战 还需要他来指挥 夏花仙 那不是开玩笑吗 要是由他来指挥才能打赢 那炎帝怕是早就被抓走了 不过 既然炎帝把战斗一个人全部承包了 那他这个主人又该干什么呢 嗯 没错 当个吉祥物就好了 这才是当拥有了一只 自己懂得如何战斗的神兽后 神奇宝贝训练师该学会的良好品德 不要瞎他妈的乱指挥 你觉得 你会比他们这些活了N9的神兽们 更懂得战斗 你说是不是小卡比兽 夏凡低下头 眼睛发光的看向 站在他脚边 已经收罗了一大堆零食的小卡比兽 微微弯下身子 趁着小卡比兽 还在一边吃着零食 一边欣赏 炎帝紧紧用一个喷射火焰 就将三只神奇宝贝的攻击 化解掉的画面之时 一个飞龙探云手 果断顺走五包 自从来到这里后 就再没也吃到过的薯片 咔嚓一声 薯片的味道棒极了 而也在这时 对面突然传来惊呼声 我的大菊花 夏凡随即凝神看去 结果就看到 刚才那只放毒的大菊花 已经失去战斗力的瘫倒在地 并且身上残留着火焰 而水剑龟和胡说术 则还站在场上 但此刻也都好不到哪去 身体处于了灼伤状态 原来 就在炎帝用喷射火焰 化解掉对面三只攻击的下一秒 他突然腾空一跃 口中吐出 蕴含着神秘力量的神圣之火 一口火焰 直接向三只神奇宝贝横扫过去 烧成重伤 大菊花也就是因此 失去战斗力的 威力恐怖至极 看着这个场景 夏凡吃着薯片 满意地点了点头 果然他就是个天才训练师 让炎帝自己战斗 直接三秒钟不到淘汰一人 卡比 卡比 小卡比兽这时 也是兴奋地 一边吃着零食 一边跳起来 为炎帝加油 只不过口中的零食刚刚吃完 准备再去拿新的时 我的零食是不是少了 小卡比兽扭头 结果 看到了夏凡的怀里 多出了五包薯片 又回头 看了眼自己零食堆里 仅剩的最后一包薯片 下一秒 小卡比兽二话不说 抱起剩下的所有零食 直接逃离夏凡 躲到一棵隐秘的大树后 才又放了下来 悄迷密地拿起最后一包薯片 一边欣赏炎帝的战斗 一边继续吃起来 小卡比兽 看到炎帝这么厉害 是不是自己也有了战斗的欲望 吃完了一整包薯片 夏凡便有点腻了 忍不住想要从小卡比兽那里 拿剩余的四包 换些新的东西 他扭头 卧槽 最后在一棵树后 看到了小卡比兽 这货正一脸满足的 一边吃零食 一边看着炎帝战斗 这家伙什么意思 是怕自己抢他的零食吗 我是这种人吗 不 我不是 我是一个热爱分享的人 下一秒 夏凡抱着剩余的薯片 悄咪咪地飞奔到了 小卡比兽的身后 笑咪咪道 小卡比兽 不介意的话 要不要跟主人坐在一起 吃着美食 看着美景啊 小卡比兽扭动着僵硬的脖子 用着呆滞地看着夏凡 紧接着下一秒 他突然一把 抄起所有的零食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就要把所有的一口吞下去 只要嘴巴张得大 主人就不能和我一起 吃着美食 看着美景 夏凡一耳光扇了过去 一把打掉所有的零食 随后 他又一脸笑咪咪地 抚摸着小卡比兽脑袋道 神奇宝贝 不能这样吃东西的优 容易吃坏肚子的 正常吃法应该是慢慢吃 你一口我一口的那么吃 这样才能促进消化 所以 你一口我一口 就等于一人一半 主人这就帮你做一个分配 十秒后 夏凡抱着一半的零食走了 在小卡比兽泪流满面的目光下走了 视线回归到打斗画面 炎帝在半空中 一口神圣之火 就将大菊花淘汰 以及水剑龟和树材怪重伤后 紧接着 他又在即将落地之时 犹如天神夏凡一般 在树材怪的头顶 使用出一剂虫塔 这个技能顾名思义 是一招地面系技能 面对着炎石系的树材怪 有着超乎寻常的双倍威力 一脚之下 哪怕树材怪这只身躯 接近炎石强度的神奇宝贝 伸出双手格挡 却依然还是被他的双手崩碎 瞬间失去战斗力倒地 也就是说 在战斗开始的短短六秒钟不到 炎帝直接淘汰了两个 只剩最后一只水系的水剑龟了 水剑龟畏惧了 扭过头 用着害怕的眼神看向主人 主人救我 我不想变成红烧甲鱼 而此刻的青年 面对着这个结果 也正心生绝望 果然 有着主角光环的智爷他们 还是没法比的 尼玛逆着属性一个神圣之火 就直接倒地一个 重伤两个 然后落地一个虫踏 又倒地一个 六秒钟不到淘汰俩 这还打尼玛的棒棒着 压根就没有与之对抗的技能 他水剑龟最强的技能 也就是水炮 几炮打过去 别人眼底仅仅用了一个 对他来说 算是小技能的喷射火焰 就等了下来 你说 这还怎么打 完全就是鸡蛋碰石头 一碰就碎 力量层次不在一个等级的时候 实在是太难了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 青年在炎帝准备再次发动神圣之火 作为第三轮 也是最后一轮的攻击时 果断大喊 口下留人 我们认说 面对着这个喊声 炎帝口中即将吐出的神圣之火 又给吞了回去 前方瑟瑟发抖的水剑龟眼 减松了口气 主人还是爱我的 但下一秒 青年身旁的少年和少女 却不干了 大喊 别停炎店 我们死不投降 要死战到底 正要转身的炎帝一愣 什么意思 嫌被他打的还不够惨吗 而刚松口气的水剑龟 龟壳一锦 猛地回头 主人的这两个同伴是什么意思 看不出来我打不过吗 非要我死在这才甘心吗 而这时 那少年少女忽然愤怒地掐住青年的脖子 怒吼 你个龟儿子 打是你要我们打的 说什么不要悲观 万一之爷附体了呢 可现在我们的大菊花和数材怪斗 已经被打成这副死样子了 你却跟我说 你要认输 没门 我告诉你张腾 你的水剑龟今天就是要死 也得给我死在炎帝手里 少年少女气愤到面目猙獰 轮流给了一耳光 一定要逼着青年 让水剑龟继续战斗 不换管换步军 我们的神奇宝贝 这副死样子了 你爹也得跟我们一样 就算不死 起码也得重伤倒地 反正就是 不能给我保持着 能够战斗的状态 看着前方自乱阵脚的敌方阵容 又看了眼害怕到身体发抖的水剑龟 炎帝一时也不知道 还要不要继续打下去 所以回头 去寻找夏凡询问他的想法 而这时夏凡 正抱着灵石 从小卡比授那心满意足地回来 结果看到 对面那几个人 竟然内乱地打了起来 他先是一愣 然后激动地抱着这一大堆灵石 小跑了过去 一步跳上距离三人 最近的一块磐石 磕着瓜子花生 当起了吃瓜群众 同时还一边嚷嚷着打架宝典 你们三会不会打架啊 懂不懂打架四要素 一抓头 二涛当 三戳眼睛 四踢弹 这么一个治理名言 你们竟然一个都没用上 哎 真的是够废材的 少年少女文言 诧异地看了一眼夏凡 随即向着青年的头 和当身去罪恶之手 没错 就是要这样抓头 使劲抓 男人最怕的就是秃头 对 涛当就是要这样强有力的涛 这样才能让他有心理危机感 而这时 头发和裆布 接连因为夏凡的鬼主意 遭受重创的青年 愤怒地 看着夏凡仰天长笑 我是要认输啊 认输 夏凡一愣 下一秒 只见他连忙跳下盘石 将青年从少年少女手中解救 要认输早说啊 我还以为 你们是因为都嫌弃对方没用 所以才狗咬狗的 青年看向夏凡 你猫买菜必涨价 老子被打得喊了几次了 你都没听到 青年想哭了 夏凡安慰他 别哭别哭 男儿有泪不轻弹 这次算哥尔贝 这样吧 等下全额转账的时候 哥给你留一百块 一百 一听这话 青年捂着被拍肿的脸 原本还能抑制的泪水 崩得 一下子就抑制不住的花花流下 同时愤怒地看着夏凡 一百块 一百块连颗精灵球都买不起啊 你也好意思说出口 一百块够多了 你看看他们 等下一百块都没有 夏凡继续安抚 人啊 要学会攀比 和他们一攀比 你是不是就舒服了 呵 呵呵 青年擦了擦泪水冷笑 感觉自己的人格 遭受到了极大践踏 于是他二话不说 掏出手机扔给夏凡 一分钱不要留 你要转就全部转走 密码是 二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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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男人活得要有志气 你那等同于接来之时的一百块 老子不要 老子有手有脚 不是赚不回来 夏凡接过手机 对此叹了一口气 年轻人就是年轻人 一百块也是钱啊 怎么能这么嫌弃呢 不过下一秒 夏凡的眼睛就瞪直了 因为他拿着这家伙的手机 准备转账给自己时 竟然看到了六万五千的资产 有钱啊 直接刷新了他目前的单次赏金赚取记录 神奇宝贝的世界里 天神科技为了让玩家更好地适应这里的生活 将所有的买卖支付方式设定为了手机支付 所以青年资产夏凡 只要拿到手机便能一眼看出 将六万五千全部转账完 夏凡的目光放向了另外的少年和少女 期待这两位也是个小土豪 而面对夏凡期待的眼神 少年少女咬牙切齿地将拿出手机 将所有资产也给夏凡赚了过去 一个七万整一个五万六千 转完账两人转身就要走 把青年撇下了 不过刚走出两米就被一只巨钱螳螂拦住了 少女回头恼怒 你什么意思 对战打完了 钱也都转给你了 你怎么还不放我们走 夏凡没有回话 只是肩膀上突然飞来了一只八大碟 他扇动着翅膀 对着少年少女散发出荧光粉尘 下一秒 两人就开始昏昏沉沉地倒在地上 刚把水剑龟收回精灵球的青年 见这一幕顿时惶恐 你还要干嘛 我们都已经把钱都给你 话没说完 青年鼻腔内也吸入荧光粉尘 紧跟着两位同伴一样昏倒在地 夏凡这才戏谑地开口 放你们走 给你们通风报信 话落 夏凡指挥着巨钱螳螂 将他们三放到一处看管起来 再而后 他背负着双手 哼着小曲 领着炎帝回到树林里 准备继续找人来进行赏金对战 夏凡的天命任务挑战人数 已经来到了42人 将守卫在外围的蓝白社的成员全部打败 挑战赏金 直接赚取了210万 平均每个人给他贡献了5万 不过这之间 大部分人没有选择和炎帝战斗 而是在看到炎帝 以及周围的圈圈熊 尼多王他们张牙舞爪的叫声后 吓尿了 二话不说直接认输 痛快地把钱掏了出来 这也是为什么能两个小时 就挑战了42人的原因 主人 我们现在是 直接带着圈圈熊他们冲进去 还是等里面的蓝白社成员 一个个出来 守株待兔 将外围的蓝白社成员全部挑战后 炎帝跟着夏凡来到了洞穴门口 这两个小时 先后有13人从洞口出来 不过都是刚一出来 就被霸王花用麻痹粉麻痹后 送到了夏凡跟前去跟炎帝战斗 所以炎帝觉得 这种守株待兔的方式也不差 但对此 夏凡笑着白手道 不用进去 也不用守株待兔等他们一个个出来 既然我们都已经用不讲武德的方式 将这些外围的蓝白社成员解决了 那就要不讲武德到底 说完 夏凡扭头看向几只巨前螳螂 巨前螳螂 你们去把八大蝶 霸王花 派拉斯特 斗利孤 比雕 这些族群的组长叫过来 五分钟后 几只八大蝶 霸王花 派拉斯特 斗利孤 比雕来到了夏凡身前 夏凡摸了摸他们 以示亲近后说道 各位 给你们安排个任务 等一下你们让各自的族群 向着这座山脉的各个洞口 使用催眠粉 或者麻痹粉 八大蝶 他们各自点了点头 夏凡随即又看向比雕 比雕 等一下你就让你的族群 拆开分散到各个入口 在八大蝶霸王花 他们使用麻痹粉 或者催眠粉的时候 你就让你的族群使用起风 将这些粉末 加速流入到洞穴的各个角落里 比雕叫了一声 以示明白 十分钟后 在炎地朝天空吐出一口喷射火焰 作为开始的指令 连接山脉的各个洞口 开始迎来了催眠粉和麻痹粉的洗礼 不一会 山脉洞穴里 蓝白摄成员就感觉到了不对劲 呐喊着 纷纷向外逃窜 不过只有距离洞口较劲地跑了出来 并且一出来就被抓了俘虏 在这之间 夏凡也不是就在洞口守着这些人出来 而是叫了几只巨前螳螂 把之前那些蓝白摄成员的衣服裤子扒了 然后指挥着所有的阿利多斯 帮他用这些衣物 做成一件件能够包裹全身的大衣 等到八大蝶他们停止催眠粉和麻痹粉后 他就戴着墨镜 穿着能够包裹全身的大衣 坐在炎帝的背上 领着十几只 也穿着大衣的巨前螳螂和飞天螳螂们 在洞穴外候着 候了有二十分钟 完全听不到里面再有动静传来后 他就领着也包裹严实的炎帝 以及巨前螳螂们进去了 进去后 可以说不是一般的道路通常 夏凡基本每隔四五米 就能看到一个昏倒在地 并且手脚伴随着微微抽搐的家伙 同时也看到了一些神奇宝贝倒在地上 和主人一起昏睡 麻痹 巨前螳螂 等下你带着你的族群 把这些人 还有他们的神奇宝贝 全部拖到洞外去 如果中途 有人能够醒来 或者能从麻痹中活动 不要犹豫 直接朝下面轻轻来一拳 之后不管男女 绝对会老老实实地让你们拖出去 一个倒在地上 接近昏迷 同时全身麻痹到丝毫不能动弹的青年 听到夏凡这话 顿时眼睛大瞪 接近昏睡的意识立马清醒 双腿下意识 微微向内一缩 紧接着 当一只飞天螳螂 举着他那两把锋利的白色大镰刀 来到他跟前时 他用着惶恐地用眼神告诉对方 他绝对老老实实地不动弹 而那只飞天螳螂呢 看着青年的眼神 在那左摇右晃 完全读不懂意思的他 索性就直接用亮出 他那磨到透光的白色大镰刀 用着刀背部 向那下面来了一下 随后将人拖走 下化线 青年哭了 眼泪哗哗地往下掉 虽然全身麻痹 感觉不到丝毫的疼痛 但他有种预感 以后自己怕是无了 男人的雄风 也将不再关顾他 想死 领着炎帝 下凡来到了昨天忽悠蓝白色那些家伙的 那坛池水前 这里没有聚集大量蓝白色的成员 除了一对男女倒在地上昏睡外 只有一只太阳衣布 和一只月亮衣布陷入昏迷 下凡越过他们 往洞穴深处走去 随着深入洞穴 地面上 昏倒或者麻痹 又或者两者共存的人越来越多 他们倒在地上 一动不动 不过每一个还有意识的人 当看到炎帝之时 心中猛地骇然 完全没有想到 炎帝会出现在这里 而又在看到炎帝背上 坐着一个被包裹着 严严实实的家伙后 心底的骇然 就更加严重了 竟然有人敢在成都地区 抢走他们蓝白色的目标 是不怕遭到他们蓝白色以后的报复吗 你 是谁 竟然用如此卑鄙手段 偷袭我们蓝白色 有个黄发青年 在麻痹状态 颤颤巍巍地伸手指向下凡 面对他的问话 下凡诧异地看了过去 上下打亮了眼 竟然还有人能够说话 看来这麻痹的状态还不深 等下出去了 可能会捣乱 下一秒 下凡回头喊道 巨前螳螂 这里有个人还能动 过来给他补一拳 护索 一只巨前螳螂 从洞穴峭壁中 快速横跳到黄发青年跟前 按照下凡的吩咐 对着下面就是一拳 不一会 一声淒厉的惨叫 响彻整个洞穴 四周麻痹状态的 蓝白射成员眼见 顿时满头大汗 狂咽口水 五只发颤 有胆子小的 直接就吓尿了 这要是锤到自己身上 不管能不能恢复 以后都怕是要心里阴影到死 一时间 四周其余的蓝白射成员 看向下凡的眼光 都跟看魔鬼一样 内心不断告诉自己 你现在是个哑巴 超级大哑巴 看着他们这些 满头大汗的蓝白射成员 夏凡细血地流了一句 剧前螳螂 等下查看一下 他们麻痹状态深不深 不深的也都来一圈 话落 默然就看到有几人 伸出手颤颤巍巍地抓起一把 也不知道是麻痹粉 还是催眠粉诱 或者是两者 混合到一起的粉尘送入口中 是雄风不在 还是当一段时间 不能动弹的废物 他们选择后者 随着这个小插曲结束 夏凡坐在炎帝背上 继续深入洞穴 大概又深入了20分钟 他和炎帝 在穿过洞穴里面的一个洞口后 来到了一处更为广阔的洞穴 里面有着一条河流 和许多巨石 从这里开始 地面上的麻痹粉和催眠粉 以及空气中流动的粉尘 开始渐渐吸波起来 炎帝 小心点 肯定有人躲在暗处 夏凡轻轻拍了拍炎帝的波梗 提醒了下 炎帝点了点头 行进的步调开始放缓 同时时刻留意 四周那些巨石身后 会不会有神奇宝被冲出 救救我们 突然 夏凡和炎帝的脑子里 响起了一声心电感应 跳到那去 听到这声 夏凡果断给炎帝指向河流中央 一块最高的巨石 炎帝飞越 在半空中 夏凡环顾左右 最终在左前方大概30米的位置 看到一道黄色的电流 从一块巨石后面闪过 虫塌 夏凡给炎帝指了位置 炎帝调转位置 四肢刚一落地 便再次向着夏凡所指的巨石飞越 同时半空中凝聚起一道 强烈且炙热的气旋 哄 巨石在炎帝落下的瞬间 漠然炸裂 十几只成龙从中显现暴露了出来 他们正被两只电击魔兽 和两只三合一磁怪使用放电 电倒在地上动弹不得 面对着炎帝和夏凡的出现 他们用着期望求救的眼神看向他们 快龙 破坏光线 一声噪音突然从右边响起 夏凡和炎帝扭头看去 距离不远的又一块巨石后头 龙霄指挥着他的快龙正 凝聚着漆黑的能量球 目标正是他们 如要躲避 现在已经来不及了 夏凡连忙下令 神圣之火 炎帝扭头 一口夹带着神秘力量的强大火焰 猛然从口中吐出 下一秒 两股强大的力量就这样在洞穴里 近距离相触碰的瞬间 漠然升起一股强大的气浪 气浪之大 河流道有 除了炎帝屹立在上威延不动外 所有人包括神奇宝贝们 全部倒飞树米 就连夏凡 如果不是死死地抱住炎帝的 都要差点飞出去 几十秒后 力量相撞的气浪 与激荡出的白雾 渐渐散去 所有人眼前的视线 也渐渐恢复到之前 看着炎帝背上 那被包裹岩石的家伙 龙霄如临大敌 你是谁 他明明记得 炎帝在昨天还是无主的 但从刚才这个的情景判定 这个家伙 显然是收服了炎帝 而更关键的 从这人着装来看 之前洞穴里 突然大量涌入的 麻痹粉和催眠粉 虽然不知道是怎么做到的 但也显然和这人 脱不了一点干系 如果不是当时 有人说在洞穴更里面 发现了成龙族群 把他叫走了 那他也怕是 早已经倒在地上昏迷不醒 你们没有资格知道我的性命 只需要知道 我来自众神殿即可 夏凡淡淡道 漫不经心地 再次开始自己的胡扯大法 众神殿 龙霄茫然 攻测玩家建立的强大组织里 他只听过关东地区的超梦队 风源地区的神兽组 神奥地区的补神堂 至于合众地区 卡洛斯地区 阿罗拉地区 以及加勒尔地区 因为攻测玩家组织过多 还没有统一 所以了解的不多 环顾左右 龙霄用眼神询问 跟在身后的蓝白社成员 但得到的结果也是摇头 表示自己也没听过 看着他们茫然的样子 夏凡继续胡扯 不知道很正常 毕竟我们众神殿 已经折服数万年之久 最近才出事 过不了多久 你们就将见识到 来自众神殿的力量了 龙霄嘴角一抽 原本还有些茫然的眼神 立马转变为愤怒 炎帝这背上的家伙 是把他当傻子忽悠吗 折服万年 你怎么不说 开天辟地 就开始折服了 净踏马下扯淡 不想让人知道 自己的真实身份 就直说 压抑中怒火 龙霄说道 朋友 我也不追问 你的身份了 但我要告诉你的是 在成都地区 我们蓝白社才是王 你要是就这样离去 我可以当做什么都没发生 不然 蓝白社的报复你 承受不起 夏凡一愣 你这是在威胁我 眼前这会有没有 搞清楚自己的处境 看不到我下面做的是谁 炎帝啊 好不好 三胜兽之一好不好 你觉得 就你们几个人的神奇宝贝 能够打得赢 还是你不知道 外面的那些家伙 已经全部中了催眠粉 和麻痹粉 然而龙霄道 我说的是事实 我现在是无力于你对抗 但你要是执意 跟我们蓝白社作对 事后蓝白社的报复 我可以明确地说 你会承受不起 哼 夏凡轻笑一声 下一秒 脸色漠然冰冷 炎帝 给我打 给我狠狠地打 说着 夏凡还从炎帝的背上跳下 让他有机会 完整地爆发出 自己真正的力量 开玩笑 我能变身 还有系统 我会怕你 这我要是怂了 那我干脆 也别活了 干脆找条河跳进去得了 为了响应夏凡的话语 炎帝在夏凡 从他背上跳下的下一秒 脚步一踏 全身上下插那间 升起一团火焰 火焰炙热 让整个洞穴的温度 瞬间呈直线上升 炎帝就像火焰中的帝王一般 开始屁逆四方 君临天下 全身上下那橘红色的毛发 在这一刻熠熠生辉 光彩耀人 洞穴内所有的神奇宝贝看了一眼 心底便立马升起了一股极大的压迫感 让其不敢对炎帝升起敌意 而面对着他们的畏惧 炎帝却是长笑一声 下一秒拖拽着火焰 如火焰中的君王一样 席向快龙 龙霄亥然 快龙 依照着主人的命令 想要后退 但来自炎帝的压迫感 让他慢了三分 所以 在他就要成功用出高速移动之时 炎帝的进攻却先行赶到 一口喷射火焰 外加火焰环绕全身的全力撞击 让快龙瞬间倒飞数十丈 撞碎几块巨石后 全身布满灼伤的坠入湖中 快龙 龙霄鬼叫 快龙可是他最强大的主力精灵 有着准神之姿 这要是死到了这里 他无法想象 自己在回到了蓝白社之后 是否还能继续成为社团主力干部 干得漂亮 炎帝 反观夏凡 却是得意洋洋 他最喜欢看到的 就是这种 有着莫名自信 且自大的家伙 被惨遭蹂躏后的痛苦不已 炎帝嗷叫一声 以示回应主人的夸奖 随后 他将目光放向那两只电击魔兽 和两只三合一瓷怪 感受到炎帝的目光看向自己 电击魔兽和三合一瓷怪畏惧了 忍不住向后退去 那来自炎帝的种族压迫感 让他们极度难受 视线回到夏凡 在炎帝紧逼电击魔兽 和三合一瓷怪解救成龙之际 他来到了龙霄跟前 语气平淡地留下了一句话 还装吗 龙霄一震 眼神恍惚地扭头看向夏凡 下一秒 他恍惚的神情 却猛然猙獰起来 也不知道从哪里 竟掏出了一把匕首 猝不及防地 就向着夏凡捅去 同时他阴狠地喝道 只要你死了 炎帝就还是能够 被我们蓝白社捕捉的 不过话语刚落 锋利的刀刃 在即将刺入夏凡体内之时 却突然掉膜 龙霄双手捂向脑袋 开始惨叫不止 龙霄组长 龙霄身后 还有四名蓝白社成员 见龙霄如此 连忙上前 但紧接着 他们也捂着脑袋惨叫 倒在地上 痛苦不已 主人你没事吧 夏凡的脑海里 想起了炎帝的心电感应 没事 夏凡向着不远处的炎帝 摆了摆手 已是安全 随后将目光 重新放回龙霄身上 眼神骤然冰冷 如果不是他兑换了神通力 他怕是现在 就已经成了一具死尸 死在了这狗日的手里 看来 你需要让我好好地说道 说道一下了 夏凡捡起龙霄的 掉落的匕首 向其走去 你们蓝白社的人 都是这么心狠手辣的吗 解除了神通力 夏凡坐在地上 把玩着匕首 语气平淡地问向龙霄 此刻龙霄汗流加倍 满头大汗 看着眼前这个包裹 严严实实的家伙 眼神里透露着无尽的恐惧 刚才是怎么回事 他反问 夏凡文言拿起匕首 直接朝他大腿划了一下 龙霄惨叫 夏凡 在我问话的时候 你只有回答我的资格 没有反问的资格 从现在开始 你只要反问一句 我就朝你划一刀 如果你不回答 我倒是不建议要了你的命 别怀疑 虽然我不知道 在这个游戏里死掉了会怎样 但我是做得出来的 论心狠手辣 我不觉得我比任何人差 只是看你们值不值得 我心狠手辣 龙霄捂着大腿畏惧地看去 你问 我绝对回答 夏凡又是一刀划去 龙霄又是惨叫 看向夏凡的眼神 从恐惧转变成精神病 你妈的 老子都叫你问了 你还划我一刀什么意思 夏凡 我的问题只说一遍 从来不重复第二遍 第一个问题一开始我就说了 龙霄听完倒吸一口凉气 扭头想看下身后的蓝白摄成员 对自己碰到神经病的同情 以求一点心理安慰 结果扭头看到的 却是那几个家伙四处张望 死都不看自己一眼 好像生怕被他拉下水 一起接受夏凡的盘问 三秒内你不回答 我就给你再来一刀 夏凡突然到 龙霄怕了 连忙道 对 我们蓝白摄的人都挺心狠手辣的 因为我们社长摄下的摄规 就是遇到了神兽 你就是不择手段 也得给他一定收服了 不然回去 让他知道 你没有尽力 他就会对你进行摄规惩罚 也就是 从你的神奇宝贝中 抽取一只抹杀掉 夏凡眉头微挑 社团待遇好 有多好 只要是社团任务 参加的人 中途一切消费社团都给报销 限额三万元 以及完成任务 经常会有数万的奖励 并且每个月发两万元 作为培育神奇宝贝的费用 以及去神奇宝贝商店购买的一切物品 社团报销20% 你们社团哪来的这么多钱 我不是很清楚 但我曾经听到 有社团的老人猜测社长 在公测的时候 就很可能像天神科技 砸了几十亿 或者上百亿 又或者更多的钱 作为游戏充值 不然不可能让我们如此消费 尼玛 万恶的资本主义 要不要这么夸张 它开局才三千 那货开局竟然几十上百亿 还好有个系统 不然极度的心 真的难以平复 夏凡 你们是不是知道 游戏在正式运行后 就退出不了的原因 我不知道 但是社长好像知道 游戏即将正式发售的前一天 社长叫我们这些公测玩家 一定要一起进入 如果不进入 以后直接逐出社团 但当我们进去后 没过多久 就发生了游戏无法退出的情况 我们问过社长 是不是知道什么 但他的答复是 以后都回不去了 其他的他也不知道 这我们自然不信 因此 有几个人找到了社长 质问他原因 得到的结果是被关了起来 且拥有的神奇宝贝全部抹杀 话落 龙霄闭上了嘴 像是说完了 在之后呢 没了 你们就这样屈服了 夏凡拿起那把匕首 放在了龙霄的大腿上 吓得他冷汗直流 眼泪都要被吓出来了 之后这件事就开始不了了之 因为我们大家觉得 现实世界没有这里好 渐渐接受了回不去的现实 所以心里的芥蒂 也开始渐渐消失 夏凡把匕首收了回去 龙霄松了口气 但紧接着 夏凡举起匕首又道 哎 咱们打一场赏金对战 你赢了 我所有的钱归你 我赢了 你所有的钱全部归我 闹子你MMP 闹子最强的快龙兜 给你打进河水里 生死不知 你竟然还要跟我打赏金对战 而且还是赌上老子所有的资产 你这是接着赏金挑战的名义 直接趁火打劫吧 你不愿意 夏凡晃了晃匕首 愿意愿意 龙霄直点头 你马的 拿着把刀 老子敢不愿意 只是 我现在已经没有精灵出战了 其他的精灵又还挺弱小的 所以 龙霄话没说完 夏凡抢答 所以 你决定直接认输给我对吗 可以 这当然可以 只要把钱全部给我就可以了 龙霄 你TM三天之内必得置疮 你这表情 我理解错了 夏凡拿着匕首 在龙霄大腿附近砸耍 感觉一不留神 就可能立马见血 不不不 没错没错 您意会得十分正确 龙霄跟波浪鼓一样直摇头 从口袋里拿出手机 直接递给夏凡 你TM天天走路 闭彩狗屎 我就说 我挺善解人意的 夏凡笑着接过手机 问的密码后 看到了1220万的余额 看着这个数字 夏凡顿时笑颜如花 犹如春风灿烂中的一朵大菊花 看着龙霄 那是心肝脾肾全都在痛 他这是上辈子造了什么念 这辈子才会碰到这么个土匪 以赏金对战之名 实行趁火打劫之意 真TM想死的心都有了 来来来各位 既然你们这位龙霄组长 都进行了赏金对战 那你们也来一场吧 你们赢了 我的钱都给你们 我赢了 你们的钱都给我 将龙霄的钱 全部转到自己的手机里后 夏凡将目光 移向他身后的那几位 几人脸色一致 没想到这个恐怖的八皮怪 还是将目标放向了他们 其中一人迟疑道 可我们的神奇宝贝已经被您打败了 接受不了您的赏金挑战了 那人说着 伸手指向对面那两只电击魔兽 和两只三合一瓷怪 此刻他们已经被炎帝踩在脚下 丧失了战斗力 夏凡回头瞟了一眼 起身拿起匕首 向他们走了过去 一边把玩匕首 一边说道 你们难道就只有一只精灵吗 说完 夏凡手里的匕首突然脱落 多一分不多 少一分不少 直接从说话那人的大腿 根部旁滑过 如果再近一分 怕是就要从此远离男人的雄风 吓得那人冷汗直流 浑身发颤 一口结巴的再次闹 我我我 我突然想起 我还有一只皮卡丘可以作战 不过 我自知打不过 所以 我能直接认输吗 说完那人把手机也拿了出来 当然 认输也是输 钱照样给名 是个懂得进退的好孩子 我喜欢 夏凡接过手机 满意地拍了拍那人的肩膀 随后将目光移向另外几人 你们怎么想的 接受我的赏金挑战吗 接受接受 那几人只点头 也拿出手机 直接递给夏凡 而且我们也自知 打不过您的炎帝 选择认输 一分钟后 几人都将自己的全部资产 转给了夏凡 同时将各自的神奇宝贝 从炎帝脚下收回 此时的成龙族群 已经恢复了自由 向着炎帝 以及夏凡不断感谢 感谢之际 龙霄捂着流血的大腿 走了过来 那个 能麻烦他们 把我把我的快龙 从河里救上来吗 他唯一的一只水系 神奇宝贝割打压 被他留在了前面的洞穴里 所以他现在只能依靠别人 把他的快龙救上来 夏凡没有说话 而是看向成龙 意思很明显 让他们自己决定 就不救你的快龙 龙霄随即用着祈求的眼神 看向那只向夏凡感恩的成龙 这只成龙 是他们族群里的领头龙 但得到的是一声冷哼 成龙直接傲娇地 把头扭到一边 显然刚才被电击魔兽 和三合一瓷怪给他电得不轻 这就没办法了 夏凡耸了耸肩 一副好自为之 但下一秒 让夏凡有些意想不到的是 眼前这货先是珍重地 向成龙鞠了一个躬 说了声对不起 然后二话不说 就要往河里跳 同时大喊 我有罪 但是我的快龙没有罪 我就是死也要救他 扑通一声 那货就钻进了水里 只不过没过几秒 他又浮了上来 呛着水再次喊道 可嗨嗨 我有罪 但是我的快龙没有罪 我就是死也要救他 说完 这货又再次潜了进去 几秒钟后 呛着水大喊同样的话 成龙族群开始面面相去 性格极度温柔的他们 竟忍不住心疼起龙鞠来 犹豫着要不要帮助 岸上的某人 你个演员 老子信了你的邪 你会为了快龙 不要自己的命 你要是有这气度 能被老子吓得答应赏金挑战 想到这 夏凡看到一只被龙鞠打动了的成龙 准备前进水里 把快龙救上来 他连忙叫住 把那只成龙叫到耳旁 你如果要去救他的快龙 我给你个建议 偷偷地救 不要让那家伙看见 救上后 就立马送到另一边 总之就是 别让他察觉到 你们帮他就行了 那只成龙疑惑 歪着大脑袋 看了一会恩人 但也没有多嘴询问 最后还是按照夏凡的说法 偷偷摸摸地潜入水中 主人 为什么要这样 炎帝的心电感应在夏凡的脑海里响起了 龙骁纳为了快龙不要命的冲劲 让他都有点小小的感动了 夏凡 因为那是他演的 演的 炎帝疑惑地看着夏凡 有些不解 这时他身上的炙热火焰 早已经消散 夏凡点了点头 但没有过多的解释 毕竟总不能告诉炎帝 你的主人是个资深影帝 凭借着摸爬滚打出来的演技经验 一眼就看出了 那伙其实是个演员 见主人没有解释 炎帝也没有多问 所以 趴下身子 待到岸边静静地 看着龙骁那家伙 在那每隔几秒 从水里浮上来 大喊自己死也要救快龙 一分钟后 那只成龙将快龙救了上来 从河岸的另一边送了上来 这只快龙 并没有想象中的那般濒临死亡 而是陷入沉睡中 他很聪明 在落水后 使用了技能睡觉 利用这个技能 治愈自己的伤势 夏凡看了眼 也忍不住称赞了一下 这只快龙的机智 和他那拙劣演技的主人 完全不是一个档子 而此时的龙骁 已经喊了快三十遍的口号 河水的颜色 都被他腿上的鲜血 飘红了一些 喊到喉咙沙哑 血都要流干的他 瞟了一眼 还待在那不为所动的成龙 顿时气到吐血 这些成龙是怎么回事 我都要真死在这里了 他们怎么还没点反应啊 不是都说 他们有着温柔 且善良的心灵吗 而且 是善良到种族 都快灭绝的地步 怎么到我这完全不一样呢 完全就是冷血无情啊 看到龙骁的表情里 生出了退意 夏凡随即走了过去 一副被打动了的样子 你干嘛 接着喊啊 我刚才感觉到 他们对你动龙了 像是要去救你的快龙了 龙骁大喜 当真 真的 夏凡只点头 我刚才还帮你说了 如果你 还能再喊个四五十声 就说明 你是真的爱快龙 让他们无论如何 都要去救 四五十声 他怕是已经死在河里了 看你这表情 好像有些不情愿 难道你刚才都是演的 夏凡见缝插针 补上一句 龙骁没有回话 因为不知道该如何回话 真是演的 好啊 没想到你真是这样的人 我这就让成龙离开这 免得你继续欺骗他们的感情 夏凡恼羞成怒 一副就要向成龙告状的样子 不是不是不是 我真的能为了快龙付出生命 你这别说五十声 只要能救快龙 五百声我都愿意 吓得龙骁连忙潜入水中 继续刚才那一遍又一遍的呐喊 只不过这一次 只喊了十五遍 腿就抽筋了 坠入了河里 好在成龙及时搭救 把这货从冰死中救了过来 回到岸边的龙骁 黄吐了五分钟的河水 才感觉自己又活了过来 然后演技再次上线的他 借机双手发颤道 快 快去救我的快龙 成龙没有搭理 夏凡也没有搭理 只有他的一个下属成员 把他的脑袋对向快龙沉睡的方向 同时在耳边轻声道 已经就上来蛮久了 这句话在龙骁的脑海里 回荡了许久 渐渐的 他眼睛红了 脑海里顿时一大堆 关于夏凡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的关怀之词 不过他只敢心里大声呐喊 事情接近尾声 夏凡带着炎帝 准备和成龙族群告别 正要走的时候 炎帝突然跟夏凡说 成龙族群里的领头龙 想要让他收服 原因是他自己把 只要成为了夏凡的神奇宝贝 就可以随着时间力量一直增长的事情 告诉了成龙 夏凡听完没有拒绝 白捡这一只成龙等于捡了一群 虽然以后不一定碰得到 但万一碰到了呢 说不定还能装下臂 装臂很久远 一次就很爽 所以他拿起精灵球 就收了成龙 然后又放了出来 目视着他们离开 这一系列操作 让龙霄他们这些蓝白射的人 直接看猛了 龙霄道 你收服了他 又让他继续跟着族群 走是个什么意思 夏凡文言瞥了他一眼 随后 拿起匕首 就朝着他大腿滑了一下 懂了吗 捂着大腿 龙霄哭丧着脸 连连点头 表示自己之后 打死也不问他问题了 夏凡又道 既然懂了 那就让你的人背着你离开这里 说完 夏凡坐上了炎帝的背上 离开了这个最深处的洞穴 龙霄则被两个下属搀扶着跟在后头 不过 刚一离开这个深处洞穴 他们几个就吸入了 还飘荡在空中的些许 麻痹粉和睡眠粉 摇摇晃晃的 就要倒在地上 夏凡注意到了 随即向着洞内喊道 巨前螳螂 这里有几个人 需要你带同伴过来弄到外面 护所 不一会 巨前螳螂 领着四只飞天螳螂跑了过来 疼疼疼 接过龙霄的是一只飞天螳螂 在接过他的时候 飞天螳螂那锋利的白色大镰刀 不小心触碰到了他的伤口 吸入麻痹粉还不多的他 顿时疼得鬼叫不止 这把飞天螳螂叫愣了 想起了之前夏凡给他们下达的命令 像这种还有行动力得 给他下面来一圈 所以下一秒 一声惨绝人环道 让人头皮发麻的惨叫响起 叫声把前头的夏凡吓了一跳 回头看了眼 看到龙霄拿手捂着自己的下半身 泪流满面 近乎崩溃的神情后 虽然很是同情 但这种情况 还是当做没听到比较好 这里好闷啊 炎帝我们走快些 夏凡拍了拍炎帝的背部 催促起走快些 而炎帝此时 也被龙霄的惨叫吸引了目光 在看到那副近乎风魔一样的崩溃表情后 以往一向刚一步去的他 也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 随后 他脚步微微一弯曲 下一秒 夏凡只感觉自己像是一阵风一样 眼前的视角急速划过 等在回过位时 就已经冲出了洞穴 一分钟后 龙霄被飞天螳螂拖着出来了 表情中带着极度的身无可恋 许多被控制住的蓝白射成员 不管如何喊他 他都是不理不睬 直到目睹他刚才惨壮的几个成员 把他的经历说出来后 那些蓝白射成员才闭上了嘴 一副同情你的表情 而有几个成员听完以后 则是表达出了一副 我懂你的表情 此刻他的肩膀上 站着一只皮卡丘 没错 这是梦幻变的 目前连接洞穴所有的蓝白射成员 都已经被控制住了 那他的任务就已经完成了 没有完成的任务 只剩下凡的天命任务 来来来 你们现在一个个 跟我的炎帝进行赏金挑战 赢了的 我的钱全部给你 输了的 你全部的钱给我 按顺序来 从你先开始 下凡走到了一个 看着像是近30岁的男子跟前 当前没有和下凡 进行过赏金对战的蓝白射成员 还有200多人 这些人在被拒钱螳螂送出来后 就被圈圈熊他们控制了起来 有序地排好了队 当然 这种行为自然是下凡交的 我认输行吗 钱我直接转给你 男子惶恐着直接道 在这里被圈圈熊控制起来的 除了他们这些没挑战过的 还有一些挑战过的 他们就在离他们不远的位置 让阿里多斯用吐司捆了起来 只留了脑袋没有捆 在他们这些没挑战过的送出来后 就从那些人口中得知到了 接受挑战 就是跟炎帝战斗 自己的神奇宝贝 被毒打一顿后 再把钱送出去 不接受挑战 就是免遭一顿毒打 直接把钱送出去 两相一比较 那自然是认输更好点 反正最后都是要送钱 直接点不更好 当然可以 我求之不得 夏凡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 赞赏他的实实物 其实这个所谓的天命任务 他已经摸透了 说是让炎帝打败 所有的蓝白社成员 其实就是让炎帝解气而已 只要这些家伙 表达出对炎帝的服输 和自愧不如的情绪 天命任务上的挑战人数 就会自动显示完成挑战 收到了男子的转账 夏凡走到了 下一位蓝白社成员跟前 重复着之前的话 两百多人全部转账完成 其中只有三个人 胆子大的接受了挑战 之后的人 在看到他们的神奇宝贝 被炎帝轻而易举地 蹂躏了以后 果断不再抱有妄想 夏凡还没开口 就直接认输 对此夏凡表示非常的满意 上道啊 不过也到了该分别的时候了 毕竟从他们身上 都捞到了三千多万 一下子从穷鬼变成了土豪 夏凡觉得 太缺德了 而他呢 又不是这么一个缺德的人 既然都要走了 那能让我在离别之际 看一下你的样子可以吗 看到周围的那些 控制他们的神奇宝贝 开始一一散去 一直处于自闭中的龙霄 终于开口了 并且壮着胆子 直接问向夏凡 对此 夏凡拿出了那把匕首 结果 让他有些意外的是 龙霄竟然主动踢起裤子 我愿意让你 把我的腿砍了 只希望你让我 看下你大衣的真面 听到这话的夏凡一愣 忍不住高看龙霄一眼 这或为了以后的报酬 还真有点血性啊 所以 夏凡脱下了大衣 取下了墨镜 以真的不能再真的 本来面容 给龙霄 以及所有蓝白社成员看了 一点都不畏惧 他们看到后的 意志的咬牙切齿之情 因为几秒钟后 夏凡突然朝天 打了个响指 天空中 八大蝶族群再次出现 挥洒出无数的催眠粪 三秒后 他们所有人再次睡着了 小焕 到你出手把他们 关于我们的记忆 全部删除的时候 成都地区 浅葱市 这里是成都地区的 一座海滨城市 夏凡领着小卡比寿 和梦幻来到了这里 距离连接洞穴时间 已经过了两月 这两月 因为那近三千万的资产 让夏凡的生活过的 那是非常滋润 首先 是在挑战完贵皮镇的 重西道馆后 他就直接包了辆车 把自己送到了 成都地区的最大的都市 满京市 在那一顿买买买和吃吃吃 吃好了 玩好了 并且顺手打掉了 精灵西道馆 之后 在准备启程去往 圆珠市的路上时 听到有人说 在浅葱市 看到了三圣兽之一的 雷公之时 他就果断修改行径路线 带着自己的神奇宝贝们 赶到了这里 这就有点难搞了呀 完全没有一点雷公的消息 来到浅葱市的第二天 夏凡拿着一根冰淇淋 坐在沙滩上 望着海 表情有点烦忧 他的左边 小卡比寿抱着一个 篮子的冰淇淋 在那猛吃 他的右边 梦幻拿着一根冰淇淋 在那不断地舔 炎帝 你确定不出来吃点 我找的位置比较偏僻 周围也没有人 所以不用担心有人看到你 不用了主人 我不是很喜欢吃这种东西 那好吧 被精灵球里的炎帝拒绝了 夏凡接着坐在沙滩上 思考从哪里搞来雷公的消息 卡比卡比 小卡比寿摸摸着肚子 想要夏凡带他去吃好吃的 这冰淇淋才吃完多久 你就又饿了 小卡比寿点了点头 没事 晚点再吃没关系 你要真是饿了 我这里带了你的能量方块 吃一块你就不饿了 躺在沙滩上 慵懒到跟个死尸一样 不愿意动的下凡 从包里拿出一个盒子 从中拿出一个专门满足 小卡比寿食欲的能量方块 小卡比寿摇头 能量方块他不喜欢吃 他就喜欢吃人类的食物 只有这个 你不吃的话 那就再等三个小时吧 昨晚为了摸清雷公在哪 你主人我可是去了一个险恶之地 酒吧 和一大堆你 主人平生最讨厌之人 须与尾仪的喝酒 跟美女喝酒 熬了一个晚上才出来 现在正困得很 让我休息一下 夏凡把能量方块放在毯子上 就继续睡了 两分钟后 主人 这里好无聊啊 咱们找个地方 一边吃 一边找雷公的消息吧 胆道无聊的梦幻 又把夏凡叫醒了 夏凡睁开眼 看到是梦幻 你说的对 主人我刚才在做梦的时候 就正有此意 随即起身收拾毯子 准备离开 二十分钟后 夏凡开着一辆跑车 来到了一家高档的牛排店 小卡比兽 之前那块能量方块 你吃了没 点菜前 夏凡先是跟小卡比兽 确认下能量方块的事 没办法 如果没吃的话 怕是这家店的牛 都能给他一只神奇宝贝 全部吃完 卡比卡比 小卡比兽笑着指点头 很好 以防万一 咱们再吃半块 夏凡拿出一块能量方块 掰开一半 递给小卡比兽 二十分钟后 五个服务员 推了三十盘牛排 和一车甜点上来 其中十八盘 都是给小卡比兽吃的 待他们全部放上桌离开后 夏凡就把门反锁了 再让梦幻确认 没有摄像头后 就把炎帝放了出来 一人三寿 大块朵移地吃了起来 吃了大概有二十分钟 夏凡对如何搞到 雷弓的消息的方法 脑子突然灵光一闪 你们在这继续吃 我出去想 小卡比兽 你在我出去后 就把门反锁知道吗 吃甜点的小卡比兽 连连点头 主人 把我收进球里吧 炎帝这时到 夏凡诧异 你不接着吃了吗 我挺好奇你的方法 那行吧 夏凡笑着拿出一颗豪华球 把炎帝收了进去 这是他在满京试时买的 给炎帝梦幻 还有小卡比兽 都买了一颗 离开了包厢 夏凡找到了门店的负责人 先是付了一笔巨款 然后就在他耳旁 窃窃私语几句 收到钱的负责人 听完兴奋地点了点头 便叫来服务员 拿起一块板子 在上面涂涂画画 一分钟后 服务员拿起板子 挂在了店门外 醒目的位置 上面写着 今天暂不接客 除非有谁能够提供一条 关于三圣兽 之一雷公的消息 店内的一位老板 便会请您免费用餐 并且奖励五千元 几分钟后 店内的服务员 全部都拿着一块牌子 走了出来 走到附近 醒目的位置挂上去 主任 你这个方法 我觉得不怎么好 万一有人胡说 而你又不能证实 该怎么办 夏凡坐在门店的 一处玻璃墙旁 脑海里 想起了炎帝的声音 那就给前辈 顺便再请他大餐 夏凡拿着豪华球 笑着轻声低难 炎帝闻言沉默了 夏凡又道 你别担心 到了后面 你自然就会知道 我这个方法的真实意图 到底是什么了 行吧 脑海里想起了 炎帝的情绪不高的声音 之后 炎帝就没再用 新店感应沟通了 而面对着牛排 和金钱的诱惑 门店五分钟 后来了第一个自称 有雷公消息的人 这是一个中年人 说自己昨天 深夜下班时 在回家的路上 碰到了雷公 当时就出现在 他家的屋顶 在他准备扔出精灵球 想要收服之际 可惜雷公转身就跑了 听完 夏凡问了下雷公 出现的具体时间 以及照片 中年男子给了时间 但到照片的问题时 他就突然有些吞吞呜 最后说太过激动 只想着拿球收服 就错过了拍照的机会 说完后 中年男子忍不住 想给自己一个大耳光 因为这个谎撒的 有些太别角了 而且自己也不镇定 只要是个正常人 就应该听出来了 但结果是 行 谢谢了 拿手机出来吧 我给你转账 等一下你想吃什么 就跟老板说 我买单 夏凡拿出手机 果断将钱赚了过去 得到转账的中年男子 先是难以置信地 看了眼夏凡 然后又看了眼 手机里的五千元 到账提醒 看了足足半分钟 接受事实的 他抑制住内心的狂喜 拿着手机面无表情地 向一位服务员 问了个厕所方向后 就开始脚步加快地 走了进去 等进去了厕所 他就立马露出贪婪的神情 急 拿着手机 向自己的亲朋好友 挨个打电话 说这里有个大傻子 你们快点 趁着机会过来宰他 电话打了足足二十分钟 他才从厕所走了出来 兴高采烈地准备 向老板点菜 结果这个时候 他发现 才短短二十分钟的时间 餐厅竟然就突然 多了十几人 在那胡吃海塞 并且看样子 都是和他一样 依靠骗那个有钱大傻子 才能到这混吃混喝的 你说 这怎么行 最好最贵的东西 以免被那些家伙们 全部抢完 不过也在这时 他眼角的余光 突然看到 夏凡笑着向他招手 中年男子一喜 以为夏凡又有什么东西 可以让他骗 便立马小捧了过去 结果一走上前 夏凡就指着一个少年道 大叔 这位小哥也发现了雷公 并且时间和你说得非常相近 只不过他说的位置 和你的完全不同 并且相差甚远 不是短时间内 雷公可以从你那 到达他那的地方 中年男子脸色僵硬 顿时明白了夏凡的意思 连忙道 帅哥 你别听这个小屁孩的话 他肯定是骗你的 我之前说的 可都是真的呀 呵呵 你先别急 夏凡笑着 把中年男子 从激动的情绪中安抚下来 我是一个非常讲理的人 所以 你们两个 就干脆用神奇宝贝打一场吧 谁赢了 我就信谁 神奇宝贝对战 中年男子 有些难以置信 夏凡的处理方式 谁赢了就听谁的 这也太草率了吧 不过没有办法 一分钟后 中年男子 只能跟少年走到外面 进行神奇宝贝对战 两人的神奇宝贝 分别是一只拉达和八大蝶 在他们战斗之际 透过玻璃窗 观看战斗的夏凡 脑海里炎帝的声音 终于再次响起 主人 你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 就算他们其中一个人赢了 另一个人说的 也不见得就是对的 很可能两个人都是在骗你 夏凡对此 拿起炎帝居住的豪华球笑道 我从一开始就没相信过他们 何谈被欺骗 他们只是 我用来引出这个城市里 最可能知道雷公信息的人 什么意思 我不是很明白 主人你所指的是哪些人 到了时候 你自然就知道了 夏凡卖了个关子 就是不提前告诉炎帝 哎 一声无可奈何的叹息后 炎帝就再次不说话了 中年男子和少年的战斗 很快就结束了 最后是以少年的八大碟获胜 再把五千块转给少年 中年男子就怒气冲冲地离开了 少年接替了中年男子之前的喜悦 也开始拿出手机 向自己的朋友们宣传 这里有个傻子有钱人 让他们快来 中年男子离开后 走了大概一百米 在路过一个巷子时 突然停下了脚步 他觉得自己 不能放弃这么一个赚钱的机会 所以他决定利用信息差 把夏凡在这花钱买雷公消息的事情 发布到他们潜聪市的网络上 隐藏掉其中几个关键的信息后 便让所有对此事 好奇的人来找他 自己给他们 提供一个个不同版本的 看到雷公事件 只要成功拿到五千元的人 都需要给他一半 这不得不说 中年男子有一个很棒的赚钱思维 而且他刚好 是在潜聪市网络安全的工作人员 因此 在他的消息发布不久 他就用自己的方法 把这条消息 送到了潜聪市市内新闻的第一位 一时间 所有看到这新闻的潜聪市群众们 顿时就疯狂了 因为在他们的认知里 如果这是条假消息 就不会待在他们潜聪市新闻栏的第一位 所以他们 纷纷向中年男子找去 之后 随着有人成功到下凡那拿到了钱 消息得以证实 一个大傻子有钱人的名号 开始向潜聪市各个角落里传播 把下凡说得极度有钱 且极度愚蠢 只要过来 就能免费吃到大餐 并且拿到钱 没过多久 潜聪市的一些见不得光的黑暗势力 也被吸引了过来 像下凡这种乐意散财的大富豪 他们也不建议过来奋一杯羹 其中就有两人一喵最为兴奋 就在下凡进行这项膳事的三个小时后 一个有着大红长发的女人 和一个蓝色短发的青年 以及一只会直立行走的喵喵 出现在了牛排店之外 其中大红长发的女人最为兴奋 小次郎你看 我没说错吧 这么长的队伍 足以说明新闻上说的是真的 被叫做小次郎的蓝发青年连连点头 没想到 竟然真的有人那么傻 那我们可不能放过这么一个大好机会 像他这样的人 身家资产肯定有上益 大红长发的女人 与其让他成全别人 那不如让他成全下我们火箭队 只要我们把他的钱全部弄到我们这 蓝发青年 那我们就能让火箭队再次活过来 然后召回板木老大 大红长发的女人 让老大带领我们 打倒蓝白社和超梦队 再次走上人生巅峰 就是这样 喵六个小时后 天色临近傍晚 下凡第一天的慈善活动 以砸了150万而告终 各位 咱们明天继续 只要你们给我提供有用的雷公信息 我就请你们吃大餐 并且依旧奖励5000元 下凡站在牛排店的店门口 大声喊道 而站在他的对面 是拥堵到看不见镜头的人群 他们在下凡话落后 立马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好字 毕竟 像这样好骗的大傻子 实在不多了呀 他们可要好好地想念 哪怕下凡让他们解散了 还是有一大半的人 执意要留在这排队 就为争明天一早 能够早点进入牛排店 骗得下凡的5000块和一份大餐 对此 下凡是懒得管 贪婪是人的本性之一 他们愿意 为了那5000块 在这吹一晚上的寒风 是他们的事 而他呢 只要继续扮演好的 有钱没出花的爆发户就行了 为此的半个小时后 下凡开着车 再次来到了浅聪式的海滩 在这里包下了所有的商铺 供所有来这的人免费吃喝 之后 还取来了大笔的钱 在沙滩上大洒特洒 仿佛生怕别人 不知道他是有钱人 生怕别人不来抢他似的 总之一切爆发户能炫的富 他干了 爆发户没炫的富 他也干了 看得让人极度不已 其中就有两人一喵 沙滩上 五藏拿着一只烤鸡 一边啃 一边看着不远处 刚刚撒完钱 被众人拥促着拍马屁的下凡 忍不住感叹 有钱人真好 小次郎 喵喵 你说我们火箭队 如果重新恢复到往日的辉煌 我们三个作为重要的功臣 以后能不能也过上 像那个人一样的生活 身后没有回复 五藏扭头看去 发现和同伴小次郎和喵喵 在那胡吃海塞 像是压根就没听到他说了什么 顿时怒了 你们俩能不能别像个饿死鬼头胎啊 小心被人赶走 小次郎委屈道 你又不让我们现在动手 那不吃东西还能怎么办 而且 你拿着一整只烤鸡啃的样子 不也像饿死鬼头胎吗 喵喵也委屈道 就是这样啊 喵 五藏看了眼手里的一整只烤鸡 咳了咳 我不让你们现在动手 还不是怕太过显眼 现在蓝白社对我们火箭队 那可是要斩草除根的 我们要是这么明目张胆的抢人 明天肯定会上浅聪式头版新闻 万一让他们看到 我们在这座城市 那就麻烦了 小次郎 所以这和我们吃东西 有什么关系 吃饱喝足 才好干事好吗 而且 万一我们没有抢成功 下一次还能像今天这样 胡吃海塞的机会 还不知道多久 喵喵附和 就是这样啊 喵 说完 一人一喵默契地拍了下场 五藏眼见无奈地叹了口气 不再多说什么 因为小次郎说得也对 他们火箭队现在的处境 实在太苦了 关东总部被一伙叛徒端了 成立了一个叫做超梦队的组织 成都地区分部 又被一伙叫做蓝白社组织端了 这两个组织 现在都在欺负他们火箭队 只要有成员 路头被他们发现了 就会立马遭到他们的追捕 所以 他们现在生存的 就像下水沟里的老鼠一样 经常躲躲藏藏 不敢像往日一样 明目张胆地作乱 撒钱撒累了 下凡领着小卡比兽 和变成皮卡丘的梦幻 找了一个椅子坐了下来 口中嘀咕 怎么回事 我都表演到撒钱的地步了 怎么还没有歹徒过来解我的财 难道是我表演的还不够蠢 不够富 不够给他们一种 不抢我 就是大傻逼的感觉 脑海里 炎帝的声音响起 主人 你这个方法真的好吗 都白白丢了这么多钱了 万一解你财的 也不知道雷公的下落怎么办 如果不知道 我就跟他们进行赏金挑战 然后让他们带着我去找他们认识的地下组织 一家家的试下去 一家家的挑战下去 我相信 总有一家会知道的 哪怕没有 我今天亏损的钱 也从他们身上重新挣回来了 反正最后 我是不会亏的 听完下凡的回复 豪华球里 炎帝又一次沉默了 十分钟后 一个戴着眼镜的男子 和一个少年 来到了下凡跟前 两人表示 他们发现了雷公在浅葱室的隐藏地 只要下凡答应给他们一个亿 那他们不仅带下凡过去 还帮助下凡抓住雷公 两人这话一出 立马就把郑筹自己是不是装的 还不够蠢的下凡 高兴坏了 直接就答应了 并且还现场赚了一百万 给两人当做感谢 而收到一百万的两人也乐坏了 连忙让下凡开车跟他们走 这个情景 让五藏小次郎 还有喵喵看到后直接惊了 没想到自己的目标这么简单的 就跟着人走了 一个小时后 下凡跟着两人的车子 来到了一个地狱偏僻的小厂 这个小厂怎么说呢 外面挂着一幅写着红杏戒戴四字的牌子 下凡眼见眉头一条 然后笑嘻嘻地问向带他过来的两人 雷公在这里吗 雷公不在 我们老大在这里 想抓雷公的话 你跟我们老大说下就知道了 他会带着你抓 眼镜青年一脸和和气气 和中年男子带着下凡向小厂走去 等到下凡进入后 两人对待下凡的态度便开始转变了 先是把门牢牢锁住 然后就推着下凡 来到了一伙长相彪悍的男子们面前 眼镜青年向着中间那个光头的彪悍男子 一脸得意地开口 老大不负使命 这个有钱的大傻子我们带过来了 下凡眉头微醋 有钱的大傻子 难道不是吗 眼镜青年大笑 完全撕下自己对下凡的伪装 直接嘲讽起来 你不会真以为 作为三圣兽之一的雷公 是你有钱就能抓的吗 我告诉你 这不可能 如果我要是真有这雷公的位置 我还会告诉你 说完 眼镜青年和同伴们对下凡放肆大笑 同时还一边继续取笑着 下凡这辈子都没有拥有神兽的命 不过 这种取笑在三秒后戛然而止 因为下凡放出了炎蒂 视线来到场门外 火箭队三人组在下凡进来后五分钟 也鬼鬼祟祟的走了进来 三人组趴在门上 细细偷听里面的声音 这时里面刚好传来一声好 既然败了 那就把所有的钱都转给我吧 好家伙 这话一传到三人组的耳朵里 立马就忍不住了 这可是他们的目标啊 怎么能容许别人抢啊 二话不说 五脏果断放出自己的神奇宝贝 阿博怪 命令其使用毒系技能溶解液 这个技能具备强酸的效果 腐蚀性极强 能够快速将门腐蚀掉 同时 这个技能也引起了里面 传来了一声诧异的奔声 声音传在了三人组的耳朵里 所以下一秒冲了进去 摆了个pause 既然你诚心诚意地发问了 我就大发慈悲地告诉你 为了防止世界被破坏 为了保护世界的和平 贯彻爱与真实的邪恶 可爱又迷人的反派角色 五脏 小次郎 我们是穿梭在银河的火箭队 白洞 白色的明天在等着我们 一个精灵球打开红光闪过 这是熟悉的口头禅 这是熟悉的口味 面对着火箭队惊人的出场方式 屋内众人的反应 然后我们再看下火箭队三人组念完口头禅 看到下凡安然无恙 脚下反而踩着两个标形大汗后的表情 两秒后察觉到炎帝的表情 小次郎缓缓地向女同伴五脏靠近 在齐耳旁紧张地轻声道 那是传说中的三圣兽之一炎帝吧 五脏咽了咽口水 呃好像是的 而且他看着还像是那人的神奇宝贝 喵喵在下面轻声插嘴 我觉得眼前的画面很像是在黑吃黑啊 喵 听到黑吃黑三字 五脏小次郎一愣 面面相去 顿时更加紧张了 这要是黑吃黑的话 那他们过来不也是要被黑吃黑 就凭他们三个 怎么可能打得过炎帝 想到这 五脏 小次郎 喵喵 三人组心有灵犀的同时向后退了一步 退后的同时 五脏强颜欢笑道 帅哥 我们是来救您的 不过现在看到您平安无事 那我们就可以放心地回去了 小次郎 是的是的 既然您没事 那我们这就走 喵喵 就是这样 喵 话落 一口喷射火焰 突然从炎底的口中吐出 堵住了他们的退路 这炙热的火焰 直接吓了三人组一大跳 惶恐地抱在一起 向下凡求饶 帅哥 我们说的是真的呀 我们真是来救您的 没错 我们被您的霸王之气所折服 看到您被坏人带走吧 第一个念头就是救您 就是这样啊 喵 看着对面惶恐的三人 下凡上下打量 回想起他们刚才的自我称呼 以及这异常让人忍俊不禁的口头禅 五脏 小次郎 喵喵 这好像是神奇宝贝动画里 那三个被戏称为真主角的火箭队三人组吧 为了抓一只皮卡丘 足足跟了主角小至几个世代的三个家伙 他们应该知道雷公的消息吧 作为称霸关东地区和成都地区的地下组织成员 他们应该比自己脚下踩的放高利贷的家伙们 更容易了解到雷公的消息 想到这 下凡笑眯眯的走了过去 放心 我不会为难你们 只要你们告诉我雷公的消息 我就放你们走 雷公 五脏和小次郎对视了一眼 然后一口同声道 我们只知道 雷公半个月前 在浅聪式的光辉耕塔顶端突然出现过 之后再拿 我们就不知道了 没有最近的 下凡眉头微醋 有些不相信 作为火箭队 那肯定是会想办法都要抓捕的 怎么可能这么久了 就这一条老消息 没有 五脏小次郎摇头 当真 下凡还是不信 既然你们要这么说 那我只能把放你们走的条件修改下了 要么告诉我雷公的消息 要么放出你们的神奇宝贝 跟我的炎帝 进行一场赏金对战 我赢了 你们的钱全部给我 你们赢了 我放你们走 哪知 五脏和小次郎听到这话 反而激动起来 当真 下凡眉头微醋 两人的反应 怎么跟他想的不太一样 像是十分自信能够打败炎帝 但下一秒 下凡知道是自己想多了 因为对面两人异口同声地喊认输 然后拿出了手机 上面的余额显示100 他们不是觉得自己能够打败炎帝 而是觉得 两个人加起来也就200块余额 哪怕输给了下凡 也不是什么难以接受的事 下凡难以置信道 你们真就这点钱 这确定是称霸关东 和成都地区的地下组织的火箭队成员 也太穷了吧 加起来也就只购买一颗普通的神奇宝贝球 正当下凡心中吐槽之时 五脏的手机突然响了 上面的昵称显示着火箭队阿波罗六个字 五脏眼见连忙就想要挂断 但下凡冷声道 接通电话打开免提 五脏犹豫 下凡接着道 你如果不这么做 我就会让炎帝将你们永远地留在这里 花音落下 炎帝来到了下凡身旁 对着五脏张开嘴 一抹炙热的火焰从口中闪过 像是五脏如果不按照下凡说的办 他就会立马吐出来 这把五脏吓到了 随即接通电话并打开了免提 一打开 电话里就是一个男人的愤怒声 五脏 你在干嘛 怎么接电话这么慢 五脏看了下凡一眼 准备回复时 电话里又抢先道 我告诉你 我和雅典娜 已经从蓝白社那里 监听到了雷公的位置 你快带着小次郎过来集合 只要我们抢先蓝白社 一步将雷公收服 那我们火箭队 就可以重新有资格 跟他们掰一掰手腕了 地点我等下发到你手机里 话落 电话就挂断了 没有给五脏一点说话的机会 五脏和小次郎 还有喵喵对视了眼 然后看向下凡尴尬地笑了笑 五脏 我们之前其实真的不知道雷公的消息 我发誓 小次郎 没错 如果没有这个电话 我们之前的确不知道 骗你天打雷劈 喵喵 这个电话来之前真不知道 喵 下凡对此笑了笑 不置可否 淡淡地转身 走到那群刚才要抢劫他的标型大汉们 也听到刚才电话里的声音了吧 所以快把你们的钱转给我 别耽误我收服雷公的时间 不然 下凡从地上捡起一根铁棍 在众人的目光下 那根铁棍在无外力的情况下 竟凭空弯曲了下来 恐怖如斯 一分钟后 下凡领着火箭队三人组 离开了小厂 在他们的后面 是那群放高利贷的家伙们 泪流满面的告别 他们发誓 以后不管碰到多么傻逼的事 多么傻逼的人 他们也不打这类人的歪主意了 太恐怖了 因为这容易让他们回想起 下凡这个大土匪 不是一般的会黑吃黑 不仅暴打了他们一顿 还强迫他们 和他进行神奇宝贝赏金对战 一下子就引走他们公司里所有钱 整整1500万 想想就恨不得跳海去 把梦幻和小卡比寿 还有炎帝收回精灵球里 下凡看向火箭队三人组 坐我的车 我开车带你们过去 火箭队三人组面面相去 想到下凡之前在里面的威势 最后答应了 跑车行驶在大马路上 下凡透过后视镜 时不时地会往坐在后面的 火箭队三人组看去 三人组在上车后就一路无话 似乎是对他十分的紧张和害怕 下凡见此突然想到之前五脏的电话里 那个叫阿波罗说 要抢在蓝白社之前将雷公收服 目的是为了好重新有资格 和蓝白社掰一掰手腕 几秒钟后 下凡出声打破了车内沉闷的气息 对了 我曾听别人说你们火箭队 不是非常厉害的吗 在关东地区和成都地区的地下势力里 几乎无人能敌 但怎么刚才的电话里 那个叫阿波罗的家伙说的话 似乎是你们火箭队遭了很大的麻烦 车后头 五脏小次郎还有喵喵 听到下凡这话后面面相去 犹豫了半想 最后五脏开口道 我们火箭队在半年前遭遇了一场叛变 现在激进灭亡 下凡眉头一挑 抓到了一个关键点 叛变是什么意思 你们火箭队出现了内奸 然后你们火箭队就激进灭亡了 我听别人说你们板木老大 不是很厉害的吗 怎么会被内奸搞得火箭队就这么惨了 他们不是一般的内奸 小次郎接上了下凡的问话 一年多以前 我们火箭队在扩张期招募了许多出色的成员 他们给火箭队带来了许多的利益和收获 让板木老大很是开心 所以就从其中挑选了一些十分出色的成员 提上了重要干部的位置 甚至其中一位还提上了将军的位置 让我们火箭队四将军成为了五将军 但也就是这个被提上来第五位将军 他在半年前 也就是我们火箭队的侵入大会上 突然发动叛变 先是囚禁了板木老大 然后在现场 将所有只愿忠心于板木老大的人全部杀害 以一个晚上的时间 就将火箭队掌控在手中 并且从此更名为超梦队 在之后 他就开始下令像我和五藏这种 还在外做任务的火箭队成员 要么加入他们超梦队 要么抓到后直接抹杀 企图让火箭队彻底消失 并且还联合了成都地区的新秀组织蓝白社 帮助他们剿灭了我们火箭队的成都地区分部 让我们这些老火箭队成员 最后的根据地也没有了 小次郎的语气里十分愤怒 下凡听完点了点头 想了片刻 又道 那这么说 你们板木老大现在是被囚禁了 小次郎 没有 囚禁的一个月后 板木老大就从里面逃脱了 导致超梦队在地下世界发布重心通缉 不过 板木老大从里面逃脱后就销声匿迹了 不仅他们找不到 我们这些流落在在外的火箭队成员也找不到 下凡听完又点了点头 脑子开始飞速转动 一分钟后 下凡开着车 突然漫步惊心道 既然火箭队都混得这么惨了 你们三就不想着也叛变吗 我相信 你们要是选择加入蓝白社或者超梦队 他们应该不会拒绝吧 哼 五藏突然发出一声冷哼 我们三个就是死也不会投降他们的 我们相信 板木老大一定会王者归来 然后带着我们重新走上世界之巅 没错 板木老大一定会王者归来 带领我们重新登顶地下世界 继而掌控整个神奇宝贝世界 五藏小次郎说的对 喵 小次郎 喵喵复合 这么自信 他们的话让夏凡有些诧异 但转念一想 也觉得也释然了 在动画里 这三个家伙 不管碰到什么稀有的神奇宝贝 哪怕是一级神兽想到的 也只有抓到后送给板木老大 就从来没有过 如果抓到神兽了 自己还管他屁的火箭队 直接依靠神兽的力量 走上人生巅峰 岂不美哉 但如果你们板木老大 一直不回来怎么办 夏凡试探地问了一句 结果两人一瞄 一口同声道 不可能 板木老大一定会王者归来的 我们相信 他现在肯定也是在积蓄着自己的力量 只要我们 或者他自己 哪一方先拥有了 能够对抗蓝白射 或者超梦队的力量后 他就会回来找我们的 三人组声音十分坚定 神情里似乎还在幻想板木老大归来后 就可以立马带领他们 全打超梦队 脚踩蓝白射 这让夏凡又是眉头微醋起来 不过想了几秒后 夏凡又道 可之前我看你们手机里 两个人加起来也才200块 这足够你们生活吗 我感觉 你们似乎会在板木老大找到你们之前 就饿死了 这句话让五脏小次郎 还有喵喵 刚才还坚定的神情 立马沉默了 因为这话非常现实 也是他们心底里最不敢想的 看到他们这样后 夏凡的嘴角终于开始渐渐上扬 要不 你们跟我吧 夏凡的这句话 说得十分漫不经心 但传到三人组的耳朵里 就立马在心里掀起了惊涛骇浪 两人一瞄面面相去 神情里皆是震惊 都还以为是听错了 毕竟眼前这个开豪车的少年 不仅有钱 还收服三胜兽之一的眼底 实力十分强大 这竟然还会看上他们 他们几斤几两自己还是知道的 除了对火箭队十分忠心外 到现在也没立过什么大功 不然也不会奋斗了多年 却连一个最小的干部职位也没当上 这样的他们 应该没有让眼前这人看上的点吧 几秒钟后 五脏试探地问道 您刚才说的话 是玩笑吗 夏凡笑着反问 你们希望是玩笑还是真的 五脏愣住了 随即和小次郎 还有喵喵低下头 开始窃窃私语 十几秒后 五脏抬头道 我们希望是真的 夏凡笑了 但下一秒 但我们选择拒绝 夏凡的笑容瞬间僵硬 踩下刹车 然后扭动僵硬的脖子 向后看去 为什么这么说 五脏道 因为我们还是相信 板木老大一定会回来的 而我们三 也不会在他回来前饿死的 我们有手有脚 在这之前养活自己 还是不成问题的 只是生活的苦一点而已 而且 只有在火箭队 遇到如此危机的时候 板木老大再回来 才能一眼看出 谁才是火箭队里 对他最忠心的人 小次郎和喵喵点了点头 夏凡把头扭了过去 将车再次启动 表情有点自闭 夏化现 他难以理解 这板木脑袋 是给他们吃了多少的洗脑娃 这也忠心的 未免太过了吧 一分钟后 夏凡不信邪的再次道 只要跟了我 我可以立马给你们一百万 让你们以后 起码一事无忧 而且 只要跟了我 我保证绝对带着你们 走上世界之巅 比你们板木老大还牛逼 像蓝白社 还有超梦队这样的组织 以后也是随便踩 花音落下 夏凡通过后视镜 看到三人组有些异动了 再次窃窃私语起来 这让夏凡的嘴角 又开始上扬了 果然 这个世界最厉害的 还是钱和全 再忠心的人 也抵挡不了他们的诱惑 然而 又过了一分钟 五脏竟然又拒绝了 对不起 您的好意 我们选择板木老大 这话一出 顿时就让夏凡的 眼睛瞪得逼鬼还大 难以置信地 回头看了好几次三人组 这个剧本不对啊 自己都已经把他们 心底的欲望都满足了 怎么还会拒绝 压下情绪 夏凡表情平静地问道 为什么 说下原因 五脏道 您虽然拥有三圣兽之一的眼底 但我们觉得 板木老大 应该比您更容易地实现这个目标 因为 他曾经差点就掌控住了超梦 只要他卷土重来 这一次不再让超梦逃脱 绝不是难事 这话说完 夏凡明白了他们的意思了 说白了就是嫌弃他 现在成就不够 没有达到过 像他们板木老大一样 差点就抓到超梦 然后掌控世界的地步 差一点 和差很多 他们选择差一点 哪怕苦点累点 他们也没关系 所以又过了几秒钟 夏凡道 既然你们对我的实力 没有多少信心 那我们要不要来打一个赌 赌我们谁能最后抓到雷公 如果是你们火箭队 或者蓝白射 抓到了雷公 我给你们一百万 如果我抓到了雷公 说道 这夏凡停顿了一下 透过后视镜 向三人组看去 五藏抢布他接下来的话 如果你抓住了 我们三个就做你的手下对吗 夏凡看了眼 他们有些犹豫的表情 随即笑着摇了摇头 不 如果我抓住了 你们什么都不用付出 既不用成为我的手下 也不用给我一百万 就当赌约不存在 什么都不用付出 这话立马就把三人组愣住了 不明白夏凡这赌是个什么意思 他输了 给他们一百万 他赢了 就让他们当作赌约不存在 什么都不用付出 这个世界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事 一直没和夏凡踏过话的喵喵 忍不住道 你这话是真的还是假的呀 喵 当然是真的 夏凡笑着道 而且 这个毒我给我自己还加了个限制 那就是 我只在你们火箭队 还有蓝白社 都已经确定无法抓不到雷公之后 我在出手 在那之前 我就当到旁观者 静静地看着你们抓捕雷公 话落 坐在车后头的三人组 感觉自己的脑子凌乱了 到底是眼前这个人的脑子出问题了 还是他们的脑子出问题开始闹一阵了 不然怎么会有这么扯淡的赌局 给他们这三个傻本事都没有的倒霉蛋摊上 等于一个一百万 已经挂在他们脑袋顶的树枝上了 就差一阵风将那根树枝吹断 然后一百万砸到脑袋上 而这时夏凡想到了什么 又补上一句 对了 再加上一条 那就是 如果我们都没抓住雷公 我还是给你们一百万 三人组文言 互相看了眼对方 随即 五脏小次郎喵喵 互给了对方一个耳光 想要证明自己是不是在做梦 而此时的一颗豪华球里 同样听完夏凡言论的言帝 心中只有一个念头 开始了开始了 自己的主人又要搞出一个 让任何神奇宝贝都无法看懂的骚操作了 半个小时后 夏凡驱车终于赶到了火箭队阿波罗给的目的地 浅聪是西北方的一个电系密邻里 这里居住着许多电系神奇宝贝 等下你们火箭队的其他人问起我是谁 你们就说我是一个人傻钱多 却十分崇拜火箭队的人就好了 下车前夏凡先向三人组嘱咐了一句 以免他们被问起了惊慌失措 人傻钱多 三人组愣了一下 没想到夏凡会让他们用这么个词来形容他自己 但也没拒绝 下车后 五藏拿着手机开始联系火箭队的阿波罗 五分钟后 一只黑鲁家从密邻里走了出来 来到了五藏小次郎眼前 领着他们向密邻走去 带路的过程中 这只黑鲁家时不时地会往夏凡那看一眼 像是在疑惑 五藏他们为什么会带一个陌生人一起 从密邻里走了大概500米 他们来到了一棵被大量树从包围起来的大树下 大树下此刻待着三人 一个蓝色短发的 有些儒雅气质的青年 一个黄色短发 且肌肉感满满的肌肉壮汉 以及一个银色短发 相貌冷峻的男子 他们三个都在低着头整理物品 黑鲁家在把火箭队带到这里后 就静止走到了那个 有些儒雅气质蓝发青年跟前 轻易地拱了拱他的手 辛苦了黑鲁家 蓝发青年拿出精灵球 把黑鲁家收了回去 然后诧异地看向五藏小次郎他们 我还以为 你们可能要一两个小时才能赶到 没想到这么快 真是不大常见 话没说完 蓝发青年察觉到 五藏小次郎身旁 竟然还多出一个正四处张望的家伙 顿时眼神一冷 从整理的背包里 拿出一把电机枪对准下凡 他是谁 青年的声音 惊醒另外两个整理东西的家伙 他们抬头看去 看到五藏小次郎身旁 竟多出一个陌生人 慌乱地从包里 拿出一把电机枪对了过去 夏凡眼见向着五藏的小腿 轻轻踹了一脚 五藏连忙道 别开枪别开枪 他是我们自己人 自己人 对面三人一愣 拿起枪向夏凡走去 等走近后又看了几眼 银发冷峻男子疑惑道 我怎么不记得我们火箭队有他这人 小次郎道 他不是之前加入的 他是想从今天开始 加入我们火箭队 小次郎话音刚落 夏凡就立马进入演技模式 狂点头 一副射世卫身 却十分崇拜 强者的铁憨憨模样 是的是的 我超想加入你们 成为你们火箭队的一员 打断了听完后 脸色一冷 准备训斥五藏 和小次郎的蓝发青年 他眉头微醋地看着夏凡 感觉这个突然冒出来的家伙 有点傻 这时 小次郎把他拉到一旁 轻声道 将军 本来我也不想带他来的 但这个家伙人傻钱多 可以给我们火箭队重新启航 带来很多的帮助 人傻钱多 什么意思 阿波罗咒没道 小次郎随即开始把夏凡今天在牛排店 未求雷公的消息 而大肆送钱的情况 讲给了阿波罗听 并且还把新闻拿给他看 同时表明自己 和五藏当时看到后 就规划着 打劫这个傻乎乎的家伙 只不过 在打劫的时候 夏凡认出了 他们是火箭队 就疯狂地表示自己 非常想要加入火箭队 哪怕火箭队 衰弱了 也想加入 买雷公的消息 也是为了抓住雷公后 送给火箭队 让他们同意自己加入 他和五藏听完 觉得当前他们火箭队的处境 让这个傻傻的家伙加入进来 也不失为一个好帮手 便同意让他加入了 在之后 夏凡听到了 他们要去抓雷公 死皮赖脸的也要跟过来 无奈 他们就只能带着他过来了 顺便蹭一下他的顺风车 蓝发青年听完点了点头 然后就陷入思考中 刚才小次郎说的时候 他的眼神时不时都会瞟一眼夏凡 看到他像个没见过世面的家伙一样 在那向普森和巴修自我介绍 以及侃侃而谈 自己是多么多么的崇拜火箭队时 一开始他觉得有点像眼的 应该没有人像他那么傻里傻气 但是看久了 又感觉那个家伙 好像是真的有点傻 特别是小次郎拿出浅聪式的新闻报道时 他就开始有些觉得 人傻钱多这个词形容的没毛病 一般脑子正常的有钱人 绝对是干不出来这种事来 只是让他为难的是 今天晚上从蓝白射手中 抢走雷公的事情事关重大 不容半点有失 这个有些铁憨憨的家伙 万一关键时刻搞出什么幺蛾子 导致任务失败 那他绝对会后悔莫及 可要是因此就把他赶走 他又有些舍不得 好不容易来了这么个蠢货 带着那么多钱加入他们 要是因此让他对火箭队反感 他也会后悔莫及 毕竟火箭队现在这个时候 最缺的就是钱 两分钟后 经过一番剧烈思考 蓝发青年选择让夏凡留下 他走到了夏凡面前 先是表示欢迎夏凡加入他们 然后介绍自己叫阿波罗 是火箭队的四将军之一 黄发壮汉叫普森 是火箭队的干部 银发青年叫巴修 也是火箭队的干部 说完这些 他就委婉地表示 让夏凡等下 跟着他们行动时 没有他们的指令 一定不要乱动 不要出声 一切听他们的安排 夏凡对此 也自然是同意了 在穿上他们给的一件 据说能够隔绝 电系神奇宝贝赶制的衣服后 就跟在他们后面 向着森林更深处走去 行径的过程中 夏凡开始了 他作为一个人 傻钱多该有的演技了 在那东扯西聊 不断地侃侃而谈 说什么等今晚回去后 绝对从家里 拿一两个翼 给火箭队升级装备 哄得阿波罗那 是一个心花怒放 不断拍下凡的肩膀激动到 小凡啊 你是个人才 你放心 只要说的话办到了 以后板木老大回来了 我绝对 让他重重地提拔你 告诉他 你就是我们火箭队 未来的希望之星 而夏凡 则是一副不好意思的 连连点头 表示一两个翼 对他来说都是小意思 只要火箭队 有需要他 甚至十几个亿都能拿出来 这话一出 就让除了五脏小次郎 还有喵喵外的三人 顿时激动到 恨不得立马回去招兵买马 把火箭队的装备 全部升级回以前的样子 然后打探娘的蓝白射 一个措手不及 看到他们这副样子 夏凡觉得 是时候可以套话了 便道 将军 还有多远啊 阿波罗道 不清楚 但应该不远了 我监听到的信息里 雷公在这座森林里 和皮修的族群待在一起 而我们刚才 不是远远地看到了一道电光 那说不定 可能就是皮修发出的 那将军 等碰到了雷公后 我们要怎么抓他 那可是三圣兽之一 应该不好抓的吧 像我之前的想法 就是 如果有了雷公的消息 我就故意百个人 用人海战术 把他抓起来 但我们这加起来 不过六个人 感觉有点难啊 阿波罗听到夏凡 要用人海战术时 强忍住嘲讽的想法 笑道 我和你说 一般抓神兽 这类的神奇宝贝 人海战术 虽然是一种方法 但是这种方法 成功率极低 因为它们实力强大 很容易撕开包围圈 然后逃掉 最好的方法 是利用我们人类的科技 在现今的世界里 科技为王 无论是雷公还是凤王 又或是洛奇亚 只要我们人类研究出 能够克制他们能力的高科技 那抓捕他们 就是手到擒来 例如抓捕雷公 我们火箭队在很久以前 就开始在谋划了 如果不是因为该死的超梦队 说不定 我们早就抓到雷公了 阿波罗说着 从背包里 向夏凡展示出一个菱形晶体 这叫水晶立场发电系统 能够吸引电属性神奇宝贝接近 并且具有吸收 反弹电机的能力 无论多强大的电属性神奇宝贝 一旦靠近 都无法安然离开 等到我们找到雷公后 只要把它插在地面上 雷公就会被这个东西 牢牢地吸引住 然后走进立场的包围圈 再也出不来 直至重伤倒地 所以有了这个 我们抓起它来 就是手到擒来的神 夏凡听完 眉头微醋 这么厉害的吗 夏凡心中嘀咕 但也没有过多的怀疑 科技这种东西 本就是人类自出现以来最大的发明 带有极强的未来性和攻击性 只要人类牢牢地抓住 哪怕是利用它 抓住创世神阿尔宙斯 它都感觉有可能 只不过 那是得多少年后 它就不知道了 就在夏凡还在嘀咕之时 身旁的阿波罗像是发现了什么 连忙把夏凡的身子压了下去 然后示意所有人 跟着它躲在一片树丛下 来到树丛下后 六人一瞄轻轻拨开树枝 看到十几米外 八个穿着蓝白相间的制服 正鬼鬼祟祟地 向森林深处小跑过去 该死的是蓝白社 阿波罗恼怒地轻声骂道 他还想着 趁蓝白社到来之前 把雷公抢先收服了 现在看来只能在蓝白社收服的过程中 偷袭他们 阻止他们 肌肉壮汉普森恶狠狠道 希望雷公能够将他们 当儿子一样暴打一顿 证明下自己三胜兽之一的威名 蓝白社到来了 那他们火箭队 就绝不能提前冒头 所以他现在极度希望看到雷公 暴打蓝白社的画面 总之就是 不能让蓝白社好过就行了 但埋怨归埋怨 埋怨过后 六人一瞄 开始尾随在蓝白社的身后 蓝白社来到了 密林深处的一条河流旁 那八个人突然聚在一起 开始商量起什么 商量了一分钟 像是做了什么决定 他们先是环顾了一眼四周 确认没有什么异常后 其中一人从包里 拿出一颗半米长的菱形体 然后几人合力 将其插入地面 几秒钟后 那块菱形体的中央 竟散发出射人心魄的红色光芒 该死的 那是我们火箭队 研发出来的水晶立场发电系统 他们怎么会有 躲到树丛下的阿波罗 看到红色光芒 立马认出了蓝白社的菱形体 和他背包里的那个菱形体 是一样的东西 能够吸引电属性神奇宝贝接近 并且具有吸收 反弹电机的能力 无论多强大的电属性神奇宝贝 一旦靠近 这肯定是哪个叛徒 把这个东西的存在 告诉了他们 不过 现在担心这个东西从哪里来的 已经没有必要了 该担心的是 接下来该怎么办才好 阿波罗 这水晶立场发电系统 对他们电属性神奇宝贝 完全就是没有任何抵抗力 这雷公一旦出来 那绝对就稳稳地要落入他们囊中了 对于巴修的话 阿波罗叹气道 还能怎么办 只能期望雷公不要出来 或者是他们 那个情报是假的 雷公其实不在这里 不然拥有这个东西的他们 收服雷公 完全可以不费吹灰之力 原本我还想着 让他们和雷公斗的两败俱伤时偷袭他们 现在看来 使也命也 上天就是不想让我们获得雷公 那有什么方法 能够破坏那东西吗 既然那个东西 对电系神奇宝贝那么克制 如果我们能破坏掉 那雷公不就可以堂堂正正地 和他们战斗了吗 夏凡终于开口了 破坏 你在找 肌肉壮汉普森 听到夏凡的话 忍不住想要嘲讽一番 不过话说一半 想到夏凡是他们火箭队 就立马把最后那个死子吞了下去 耐心解释道 想要破坏那个东西 只有两种办法 第一种办法就是让除电属性以外的神奇宝 被冲过去发动技能去破坏掉 但这个举动 肯定会被蓝白射全力阻止 一旦没有成功 那就会将暴露出来的我们逼入死地 至于第二种方法 那就是破坏掉那个东西的遥控装置 但这个肯定比直接破坏掉水晶立场发电系统 还要难数倍 因为我们压根就不知道那遥控装置 在他们八人中谁的手里 所以 我们现在唯一所能期待的 就是阿波罗将军说的 祈祷蓝白射得到的消息有误 雷公不在这里 然 话音刚落 森林深处突然传来一声 如若雷般的吼声 声音震动空气 摇汗大地 如狂风骤雨般向这边袭来 随后只见天空中多出了一片乌云 也向着这边赶来 三秒后 那片乌云之上 一只披着暗紫色雷云披风般长毛的神奇宝贝 露出头来 如王者君临天下般 宁谋远眺 随后 踩踏着乌云向地面急跑而来 他每一次步伐的脉动 就见他身体两侧 释放出一种如雷鸡般的可怕力量 让所有人都忍不住未知惊叹 两秒后 这只神奇宝被落入了地面 在月光下露出了他的全部面貌 身形似乎 常有黑色条纹 腹部为乳白色 并有着细细的浅蓝色尾巴 轮廓锋利 尾肩成火花状 金黄色的毛发下 是健壮的四肢 以及锋利的獠牙 让人看一眼 就会立马生出强烈的紧张感 简称四个字 恐怖如斯 完蛋 雷公还是来了 看到雷公这雄伟 且近乎完美的身姿 阿波罗的心 有种在低血的感觉 如果他们火箭队没有衰落 现在站在雷公对面的就是他们 这种强大的神奇宝贝 应该是他们火箭队的才对 想到这 阿波罗在树丛里 忍不住把头扭在一边 擦一擦心酸的眼泪 两秒后 阿波罗感觉到有些不对劲 刚才明明还趴在他旁边的下凡哪去了 人呢 下凡人呢 阿波罗连忙问向其他人 他不是就在这里吗 另一边的肌肉壮汉普森文言扭头看去 我靠人呢 他刚才不是还在这里的吗 阿波罗问向三人组 五藏 小次郎 喵喵 下凡去哪了 你们知道吗 五藏小次郎喵喵 此时还没有从雷公出场的震撼中回过神来 阿波罗忍不住给美人的后脑勺拍了一下 才又重复了一遍 你们三个知道下凡去哪了吗 下凡可是他们火箭队未来的财神爷 这可一定不能丢啊 回过神的三人组 听到阿波罗的问话 想要说 不是就在这吗 但当看到原本的位置 已经空无一人 立马就愣住了 我靠 人呢 这家伙不是跟他们打赌 只在我们火箭队和蓝白社 都确认无法抓到雷公之后再出手的吗 他现在不会是听到水晶立场发电系统无解的介绍后 想要毁掉赌约了吧 躲起来 等到蓝白社即将要把雷公抓获后 再派出掩地攻击他们 然后自己趁乱收服 看到五藏小次郎 还有喵喵这副愣神的表情 阿波罗就知道自己问错人了 随即就要向后挪动身体 准备离开树丛去寻找下凡 但这时 银发冷俊青年巴修道 你去找他干什么 像他这种没有经历过大风大浪的有钱人 肯定是被雷公这霸气的出场方式给吓尿了 说不定 刚才就是找个地方撒尿去了 等一下就会回来 阿波罗闻言挪动的身体定住了 想了下巴修的话 又想了下下凡说话时 有些憨憨的样子 觉得有点道理 随即就又回到了原位 继续观看雷公和蓝白蛇的一举一动 而此刻在蓝白蛇八人的头顶 不知何时多出了一只绿毛虫 它正倒掉在树枝上 眼珠子在那些人身上不断转换 像是在寻找什么 遥控装置在哪里呢 那绿毛虫在心中嘀咕 然 心中的话音刚落 一道笔拳头还要粗的闪电 猛然向它劈来 不过好在闪电距离它仅有半米之巨时 突然一个急转弯 转向劈向地面那块散发着红光的菱形体 菱形体将雷电吸收了 下凡呼出口气 紧绷的大脑松了下来 妈的 刚才猝不及防 眼前突然劈来一道雷 魂都要把它差点下霉了 这让它忍不住心中埋怨 MMP的雷公 你要劈它们就好好地劈它们 非得一个电机 分出那么多个插装兵 亏老子变成一只绿毛虫 爬到这里 来帮你找遥控装置 此刻的战场上 雷公和蓝白蛇的战斗 已经拉开了序幕 蓝白蛇的成员们 放出了各自的神奇宝贝 统一用着技能挑衅 导致雷公愤怒地使用电机技能 劈向它们 只不过就在要劈到那些神奇宝贝之时 电机就被插在地面上的 那个水晶立场发电系统给吸收了 雷公微愣 眼神锐利地看向那个菱形体 不明白他为什么可以将自己的电给吸走 并且 这个菱形体 还莫名地给他带来一种强烈吸引感 让他忍不住地 就想要靠近 劈我们呀 你有种就冲过来拿雷劈我们呀 蓝白蛇的成员又开始恶性雷公了 十分招摇地 跳出挑衅的舞蹈 刚才雷公的攻击 如是被地上的水晶立场发电系统吸走后 他们的行为开始肆无忌惮起来 让各自的神奇宝贝 随意地去攻击那些 被水晶立场发电系统 吸引而来的电系神奇宝贝 现在这个地方 他们就是王 所有电系的神奇宝贝都是带在的羔羊 雷公眼神一冷 看着这些往日被他保护的皮丘 皮卡丘 蜜莉羊 蓉蓉羊 被蓝白蛇的神奇宝贝肆意蹂躏 他很生气 心中生起了滔天之怒 因此仰天长笑一声 震耳欲聋 只见头顶的乌云竟眨眼间 一连降下四条巨大的雷电 目标只指地面的那八个蓝白蛇成员 和他们的神奇宝贝 这是电系的强大技能之一 打雷 一旦打中 不死也伤 然而 这招却还是和刚才的电击技能一样 就在即将劈中之时 那地面插着的水晶立场发电系统 突然红光绽放了一下 四条巨大的雷电 便刹那间调转方向 劈向水晶立场 然后瞬间吸收 并且紧接着 让雷公意想不到的是 那个东西在吸收了他的雷击后 下一秒 竟然还将吸收的雷电 漠然打了回来 目标劈向的 就是他 这让雷公猝不及防地 直接挨了下众的 倒飞树掌 嘴一脚一血 不过好在还能继续地战斗下去 气不气 是不是非常的气 自己的打雷打的不是我们 打的却是你自己 哈哈哈哈 对面那八个蓝白射的家伙 见到雷公的惨状 放声大笑 继续恶心雷公 这把雷公气得 恨不得当场生吞了他们 但他也明白了 如果不把地面那个东西弄掉 恐怕永远都不能对这些人 造成丝毫的伤害 而且 如果他不能把这个东西破坏掉 那以后 对他们电系神奇宝贝来说 就是灾难性的噩梦 雷公环顾了眼四周 此刻这里 已经有许多电系 神奇宝贝赶到这里 全部用着渴望的眼神 眼巴巴地看着那个 插在地上的菱形体 如果不是看到他 在与这些人战斗 说不定就已经冲过去了 所以 这个东西绝不能留 不仅是为了自己 也是为了他们的未来考虑 想到这 雷公毅然决然 冲向水晶立场发电系统 想要尝试下自己 近距离靠近后 释放全部电力 看能不能将这个东西打爆 然而 就在雷公冲进水晶立场发电系统 五张范围内后 水晶立场发电系统的顶端 却漠然生出一个紫色光照 直接将它困在其中 并且 水晶立场发电系统 在光照生出的下一秒 中间那射人心魄的红色光芒熄灭了 转而爆发出无数道强烈电流 这些电流风 涌入雷公体内 用着不可抵挡的吸力 将其吸到水晶立场发电系统前 而后如同黑洞一样 开始疯狂汲取雷公的力量 蓝白射八人中 领头的是一个戴着帽子的青年 看到雷公就这样如此简单的上当后 立马开始放声大笑 哈哈哈哈 果然 还是火箭队留下来的东西好用啊 没想到 既然真的如说明书写的那样 针对电系神奇宝贝 哪怕是神兽 都可以轻而易举地抓住 只要放在地上 什么都不用干 就可以让他自己乖乖上钩 现在啊 我们就只要等水晶立场发电系统 将雷公的力量 吸食到异地不胜之后 变成假死状态 我们就可以轻轻松松地将其收服了 说完 领头青年拍了拍同伴的肩膀 让他们跟自己一起坐下 一边闲聊 一边等待雷公被吸食到假死状态 完了 这下子 雷公是真的要成为他们的囊中之物了 早知道我们火箭队会遭如此大难 我们就不应该研发出这个水晶立场发电系统 白白成全了蓝白射内裙王八蛋 距离蓝白射十几丈之外的树丛下 看到雷公如此简单的就被控制住后 火箭队众人心如死灰 准备撤退吧 阿波罗叹气 然后看到夏凡还没有回来 扭头向五藏小刺狼他们道 你们去找下夏凡 千万别让他这个财神爷也丢了 视线来到一棵树上 夏凡看着这么简单 就被制住的雷公 忍不住嘀咕起来 看来 这是需要我把小患放出来 偷偷摸摸前进去搞破坏呀 虽然自己跟五藏小刺狼打的赌事 只在他们火箭队和蓝白射 都确认无法收服雷公之后 才能着手收服雷公 但他没说 自己在他们收服的时候 不出手捣乱 所以 倒掉在树枝上的绿毛虫 灵活地翻身一跃 在半空中 用一个360度旋转掉了的头 然后如动身子 准备找个树丛变回真身 放出梦幻 让其隐形进入水晶立场发电系统 将其破坏掉 但 就在夏凡的身子 还是刚刚如动一厘米都不到 耳朵里传来那几个家伙 讨论蓝白社社长 要抓捕凤王的事 一听这话 夏凡那绿毛虫的身体 又立马如不动了 只能在心里跟雷公抱歉一声 让他在里面再坚持一会 然后夏凡就再次倒掉在树枝上起来 偷听他们的谈话 听了大概半分钟 之后他们的话题就开始跑偏了 幻想他们的未来好生活 不过夏凡也抓住了几个关键信息 那就是 蓝白社已经找到了 能够召唤凤王的人了 但是他缺一个能让凤王认可他的东西 红色之语 传说只有拥有这个东西的人遇到凤王 才能有资格与他战斗 并且将其收服 不然 你就算强行将他收服 他也不会服从你的命令 而这个红色之语 现在在水军的身上 水军前天出现在了圆珠市 因此 蓝白社社长 为了能够获得水军身上的红色之语 准备亲自上阵 安排抓捕水军之事 听完这些 夏凡满意地翻身一跃 准备继续刚才救助雷公的作战计划时 不过刚一翻身 那个领头青年 突然让坐在他身旁的女生 拿出控制水晶立场发电系统的遥控装置 让其加快 吸取雷公电力的速度 这让夏凡又回头看去 不一会终于看到了 让其惺惺念念的遥控装置了 一个四四方方的平板 随即 夏凡在那女生 即将按下加强吸取的案件时 二话不说 一个吐司 直接将遥控装置吸了过来 诶 我的遥控装置 女生惊呼 其余人听到她的叫声 抬头看去 然后她们的表情 就开始在两秒内快速转换 先是惊诧 然后是大声咆哮 最后是恐惧中 惊诧是因为 没想到 没想到头顶上 竟然会有一只绿毛虫 大声咆哮是因为 看到这只绿毛虫 竟然在将它们的遥控装置 用吐司吸过去后 竟然要扭动着身子 将遥控装置甩进光罩内 所以大声呐喊不要啊 恐惧是因为为时已晚 遥控装置被扔进光罩内的瞬间 就被里面爆发的电流 打成了渣渣 然后发生的就是 水晶立场发电系统停止了运行 雷公平平稳稳地落在了地面 眼神如猛虎下山般 冷冷地看着它们 而它们的脑海里 只有一个字 喂 清风刮过绿港 一股坟头草般的清香 飘到了蓝白射众人的鼻腔内 它们惶恐 它们战力 它们想要拔腿就跑 却又无处可逃 因为身后已被刚才那些 被它们下令蹂躏的电系 神奇宝贝包围 没有了水晶立场发电系统 电系神奇宝贝 终于可以与它们堂堂正正一战了 几百只打八只 十分地堂堂正正 特别其中一只 还是传说中的神奇宝贝 雷公 领头的青年 冷汗连连地开口道 大哥 能不能放我们一马 我们可以滚着走 并且发誓 再也不来找你麻烦了 如果违背 天打五雷轰 你看行吗 其余之人点头 如捣蒜般疯狂附和 想到自己刚才多么的嚣张 便能想到 等下自己会多么的凄凉 虽然不知道 道歉会不会让自己少遭点罪 但这个时候 你不道歉 是绝对要遭大罪 想到这 蓝白射八人 如看杀父仇人般 抬起头 看向树干上的那只绿毛虫 你MMP的 如果还能活着离开 一定杀遍天下绿毛虫 人类 如果你们是我 你们觉得 我会放过你们吗 雷公走到八人跟前 利用心电感应 慢条思理地与他们沟通 蓝白射八人 害怕到腿脚发颤 雷公说话越是这样 他们越是害怕 面面相去的五秒钟 一个女生 戚戚爱爱地开口道 如果 我们说会呢 那你们就去死吧 已经将愤怒 按耐到极致的雷公 一听这话 顿时气地仰天长笑 风吹海啸 大地震动 雷公的愤怒 在这一刻全面爆发 只见滚滚的乌云 雷声震震 雷龙从中穿梭 浅聪式仿佛陷入了 蔑视的恐惧中 无数的人仰头 看向漆黑的天空 汗毛倒数 身为三圣兽之一的雷公 要让人类认识到 来自他的愤怒 来自电系神奇宝贝的愤怒 下一秒 一个足以让所有见证之人 终生都无法忘怀的场面发生了 整个电气森林中 那些刚才遭受水晶立场发电系统之苦的电系 神奇宝贝 附和着雷公的叫声 一同仰天长笑 将所有的电力汇聚在半空中 光芒万丈 如蛛丝网般刹那间 照亮了这漆黑的夜晚 啊 我觉得我还是躲远点好 绿毛虫形态的夏凡 看到这幅景象 忍不住狂咽口水 直觉告诉他 如果他要是还待在这 等下肯定要遭受迟余之殃 就是不死也得半惨 所以顾不得会被人看到的危险 他在树干上 直接就变成了一只鼻鼻鸟 煽动着翅膀赶快逃命 而在那十几丈之外的树丛下 火箭队众人 看到半空中的这幅景象 也是吓得目瞪蛇僵 也不找夏凡了 惊慌的拔腿就跑 总之能跑多远就跑多远 此刻 只有蓝白射的那几人没有跑 不是不想跑 而是跑不了 因为脚下已经被几只皮丘和咩利羊 用电磁波电麻痹了 只能被动地等死 他们望着天空 突然间 那滚了有点久的乌云 终于再次爆发出了他的力量 一道比之前更加浑厚数倍的天雷降下 天雷穿过电系神奇宝贝 用所有电力凝聚出的蛛丝电网 他们的力量合为了一起 在这一刹那 蓝白射八人的瞳孔里 仿佛看到了那道天雷变成了雷公的样子 他张开了争鸣的獠牙巨口 他们呐喊 他们害怕 他们后悔刚才的所作所为 但都无关紧要了 因为 这一道雷击之下 他们所有人 包括自己的神奇宝贝 全部化为了粉末 消散于天际 只留下八道微弱的星光 向着同一个方向飞去 而远处的半空 目睹这一切的夏凡 忍不住嘖嘖撑奇 这还是他第一次看到 玩家死后的场景 有时他还想过 玩家在这神奇宝贝世界死亡 是不是就可以回到 现实世界中去了 现在看来 好像不是这么回事了 因为那八道星光飞去的方向 像是成都地区的 骑士城镇 若叶镇 夏凡嘀咕道 不会是飞到若叶镇 重新开始吧 如果重新开始 那是以一个灵技艺的全新的面貌 重新开始 还是有着技艺 在若叶镇重新开始 想了几秒钟 夏凡最终决定 有机会给去若叶镇研究下 看下是不是如他猜的那样 玩家在神奇宝贝世界死了后 就会去到那里重新开始 而现在 他应该做的是 收服雷弓 扑腾着翅膀 夏凡飞回到刚才的那棵树上 刚一落下 脑海里就响起了雷弓的声音 你是谁 地面上 雷弓凝视着那只鼻鼻鸟 刚才在雷击之前 他留意到了 夏凡由一只绿毛虫 变换成鼻鼻鸟的过程 面对着雷弓的疑惑 夏凡没有回应 而是准备变身回人类 然后把炎帝放出来 让他来帮自己自我介绍 但刚要这么做 不远处的树丛里 火箭队冲了出来 领头的是阿波罗 他气喘吁吁看着雷弓 神情欣喜若狂 手里抱着一枚水晶立场发电系统 阿波罗很激动 非常的激动 因为蓝白射那几个家伙 竟然因为一只小小的 而绿毛虫导致抓捕失败 被雷弓一道打雷打的灰飞烟灭 虽然这有些让人难以置信 但对他来说 简直是天大的好事 这说明没有了竞争对手 那只传说中神奇宝贝 三圣兽之一的雷弓 便又是他们火箭队的囊中之物了 成为他们火箭队 重新启航的重要战力 所以 天雷降下后 他便去而复返 抱着水晶立场发电系统 疯狂地跑了回来 而雷弓看着这突然冲进来的家伙 手里竟也抱着那个 如噩梦一样的菱形体 好不容易降下的愤怒 再次上涌 怒吼一声 就要使用打雷 将阿波罗也打死 不过 终究还是慢了一步 阿波罗在树丛冲出来后 便毫不犹豫地 立马将其插入地面 不一会 那射人心魄的红色光芒 再次浮现 当天雷降下 打中的只能是火箭队的 水晶立场发电系统 雷弓 这个东西的威力 你刚才也见识到了吧 这一次 不会再有绿毛虫帮你了 所以 臣服于我们火箭队吧 只要你自愿被我们收服 我立马将这个东西收走 阿波罗双手摊开 一副和善的表情 本来他也想和蓝白射 那几个家伙一样 做出一副恶心雷弓的样子 逼着他赶快冲过来 被水晶立场困住 但转念一想 也没必要了 因为雷弓已经知道了 这个东西的威力 现在摆在他面前的 只有三种选择 第一种 第二种 干脆利落地臣服于他 第三种 死战不祥 然后被他们强行收服 其中第一种 是雷弓唯一不用 被他们收服的结局 但这也是他不可能 去面对的结局 作为凤王留在世间的使者 他是绝对不会撇下 弱小的神奇宝贝 自己逃跑的 而第二种和第三种 他相信雷弓只要回想到 刚才蓝白射的抓捕过程 他就应该知道 第二种是他最好的选择 像蓝白射那样死战到一半 突然因为一条绿毛虫 而导致水晶立场 发电系统损坏的意外 是绝不可能发生第二次的 因为他已经把遥控装置 放在了自己的背包里 并且等下打死也不拿出来 然而 就在阿波罗得意洋洋之际 一只比比鸟突然向他袭去 他如幽灵 没有发出一丝声响地冲向阿波罗 同时 翅膀绽放着白色的光芒 那是刚毅 神奇宝贝刚系技能 刷的一声 比比鸟 那因为刚毅而坚硬的翅膀 将阿波罗的背包一分为二 刚才还意气风发的阿波罗 感受到背后的重击 瞬间就跟石化了一样 一股不好的预感油然而生 他扭动着僵直的身子 回头看去 果然 是他最不想看到的画面 那块被他放在包里的遥控装置 此刻已经一分为二 掉落在地面 看着这个场景 阿波罗一口溺血 涌上心头 他万万没想到 自己嘲笑蓝白社会 死在一只绿毛虫的手上 却不成想几分钟后 他们火箭队 要死在一只比比鸟的手上 搞了半天 全都是输家 来 你再继续要挟我 遥控装置一分为二后 水晶立场发电系统的 红光熄灭 雷公的心电感应 开始在火箭队 众人的脑海里响起 声音很平淡 却又带着一丝冷意 他带领着一群 电系神奇宝贝 将火箭队包围了起来 看样子 是想复刻一下 刚才消灭蓝白社一样的手法 让火箭队 也感受来自他们的愤怒 这顿时 就把五脏小次郎 还有喵喵吓尿了 想要拔腿就跑 但刚要动身 却发现自己的脚 不知何时已经抹掉了 低头看去 是电磁波 从中环绕 完了 真的是要死在这了 三人组心如死灰 早知道还不如直接就跑了呢 两人一瞄 脑海里浮现许多往事 有好的有坏的 融会在一起 就是 如果人生还能重来一遍 他们或许不加入火箭队 是不是就能有另一种人生了 不加入火箭队的话 突然 他们三个脑海里 想起了和夏凡的赌约 虽然不知道这人夺哪去了 但是现在能救他们的 只有他了 因为 这里只有炎帝 才能与雷公相抗衡 想到这里 五脏小次郎 还有喵喵大喊道 我们和蓝白社都抓捕失败了 夏凡是你出手的时候了 快出来救救我们吧 声音响亮 回响在电气森林中 而此时距离他们不远的树林里 一只鼻鼻鸟 听到了五脏小次郎的叫声 随即白光闪过 有鸟变成了人 终于到我光明正大装逼的时候了 哦 不 应该是光明正大的 让他们见识下我众神殿逼格的时候了 夏凡从腰间拿出精灵球 放出了炎帝 炎帝 等一下我就坐在你背上出去 你出去的时候 尽量把步伐走的霸气先 因为我们不仅要收服雷公 也要收服火箭队 你的霸气 就代表着我们众神殿的霸气 夏凡的话让炎帝有些头疼 他感觉主人的着重点弄错了 主人 你不觉得雷公才是最麻烦的吗 他现在正处于气头上 你就算将他收服了 他也不会屈服于你 夏凡耸了耸肩 这我当然知道 在我看到水晶立场发电系统的时候 我就有预感 今天哪怕抓住了雷公 他也不会屈服的 所以我对他的打算 就是直接扔出精灵球强行收服后 就让他独自待在精灵球里冷静一段时间 之后看会不会接纳我们 如果不会 那就等我们将凤王收服吧 那个时候 他不接受 也得接受了 眼底文言一愣 想了想 好像也觉得 的确只有这一个办法了 随即不再多说 蹲下身子 让夏凡坐上去 拖着他去装逼 视线回到雷公与火箭队 此时 天空已经开始复刻起 雷公用天雷劈蓝白射的前奏 乌云滚滚 雷声阵阵 末世的景象重新来到 只不过和刚才相比 那些爆发电力的神奇宝贝 凝聚出的电力蛛丝网 这一次要小伤许多 但也十分的可怕了 让五脏小次郎还有喵喵 害怕到惊叫连连 眼泪鼻涕一把甩 疯狂地呐喊 夏凡救命 我要成为你的手下 已经准备等死的阿波罗 忍不住丧笑道 你们三是不是吓傻了 从刚才喊到现在 有必要这样吗 那个有钱的二傻子 怎么可能能够救我们 刚才屁完白射的那道雷 说不定就已经把他吓跑了 或者吓昏了过去 肌肉壮汉普森也是讥笑道 你们三疯了吧 竟然会觉得 那个傻傻的有钱人 能把我们从雷公手中救出来 他要是赶出来 那就是跟着我们送死知道吗 冷峻青年八休 没有嘲讽他们 而是抬头望天 淡淡道 接受死亡的事实吧 如果有来生 你们最好祈祷下 自己下辈子 别再加入像火箭队 这样的组织了 做一个平凡的人挺好 然 就在这时 右侧的树林里 传来一声调侃的声音 别喊了 爷来了 听到这熟悉的声音 火箭队三人组哭叫声 戛然而止 阿波罗 普森还有巴修扭头看去 下一秒 默然眼睛大瞪 瞪得比铜铃还大 他们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 那个身影 正骑在一只体型巨大 脚踩火焰 如狮子般 有帝王之像的 神奇宝贝背上 此刻 正悠哉悠哉地 向他们走来 颇有种 他来了他来了 他骑着炎帝 走来了的感觉 炎炎炎 炎帝 阿波罗震惊到结巴 难以置信 炎帝竟然会出现在这里 而更加难以置信的是 那个二傻子 竟然能够风轻云淡地 坐在上面 普森惊呼 这怎么可能 巴修喃喃自语 这应该是我临死前 回光返照的幻觉 但 凭什么我死之前的 回光返照的幻觉 是他坐在炎帝的背上 但下一秒 雷公的怒吼 让他们醒悟到 这是真的 只见雷公全身包裹着雷电 完全不等下凡 把出场的壁装完 就冲了过去 而且直接就是十万伏特 直朝下凡的脑门劈去 好家伙 这把刚进入状态的下凡 吓了一跳 尼玛的 这是不讲武德 要打也得等我 走到火箭队面前 说一两句话吧 不过好在坐下的炎帝反应迅速 一个神速将十万伏特躲开 紧接着 他们俩的脑海里 就想起了雷公的心电感应 炎帝 你这是已经臣服于 这些手段肮脏的人类了吗 炎帝的出现 让雷公非常愤怒 他不能接受 自己曾经的战友 此刻沦为这些人的手下 去助纣为虐 你误会了 不是这样的 我的主人和这些 要抓你的人不一样 他并不是那些 妄图利用我们的力量 改变世界的人 他担负着保护我们的重任 刚才你能摆脱 水晶立场发电系统的危机 都是他暗中助你的 这个时候 就体现出了一个 洗脑的好处了 夏凡还没反驳 炎帝就帮着 他先距离力争了 不过说完 雷公反而更加生气了 他助我 当我眼瞎吗 帮助我的是 一只绿毛虫 和一只鼻鼻鸟 而你的主人 只是在这些人 遇到危险之时 帮助他们 说完 雷公怒吼一声 不想再听解释的他 直接一发打雷发动 上空的乌云中 一道金黄色的闪电 从天而降 穿过中间的蛛丝电网 融汇在一起 直接朝着炎帝和下凡劈去 炎帝眼见口中 连忙吐出一口 带着神秘力量的 神圣之火抵挡 而后只见半空中火焰 与雷电 在半空中的相遇的刹那 立马爆发出了一股 强横无比的光芒与气浪 所有人先是被光芒 刺激到闭眼 紧接着 当那股震动空间的 强大气浪袭来时 直接倒飞树掌 然后重重地撞在树干上 火箭队众人和 许多神奇宝贝 就这样直接被 鱼威震的陷入昏迷 而炎帝和雷公 这两个始作俑者 两位三圣兽的成员 也被鱼威震的嘴角溢血 隔着一棵断掉的树干 彼此冷眼相望 对了 还有下凡 这或是这座电气森林里 伤势最轻的家伙 这个机灵鬼 在被气浪震的倒飞之时 竟然灵机一动 便生成了一只巨金怪 依靠着金属的身体 不痛不痒地 砸断几棵树后 就直接猛地插入地面 死死地定住 让爆炸的气浪 从脸上安稳地刮过 吓 吓死我了 还好我机智 脑子转得快 不然一口老血 是免不了的了 下凡呼出口气 看着不远处 对视的炎帝和雷公 把金属手臂 从泥土里拿了出来 然后环顾了眼四周 看到火箭队的人 全部昏迷了 随即变回了人形 从腰间 拿出一枚空的金灵球 就向着雷公走去 不过下凡刚走过去 炎帝叫住了他 主人 让我和他战斗一场吧 我与雷公相识多年 还是第一次看到他 如此的震怒 我觉得 他现在是需要一场 堂堂正正的战斗 让他发泄心中的愤怒 而不是用您的神力 强行收服他后 就把他放到一边 不管不问 以他不屈的性格 你要是这么做 他很可能 做出在金灵球 了结自我的事 下凡听完愣住了 下一秒 果断把金灵球 又收了回去 你们打 你觉得什么时候 我可以动手的时候 你再叫我 下凡跑到一边 让炎帝可以放开手脚的 与雷公战斗 谢谢 跑路时 下凡脑海里 想起了炎帝的致谢 他感谢下凡对他的信任 下凡文言嘴角上扬 背对着向炎帝 提起拳头 向上一举 以示加油 作为主人 有些时候 最好不要情绪用事 神奇宝贝说的话 该听就要听 不要怕摸不开面子 因为对于当前局势 感受最为直接的是 他们而不是你 就怕那种觉得自己是主人 就可以理所当然的 把神奇宝贝的情绪和想法 当放屁不管不顾的 等到出问题的时候 又把责任 怪到神奇宝贝的身上 十几秒后 炎帝和雷公的战斗 正式打响了 这是火焰与雷电的战斗 战斗一开始 炎帝和雷公 便各自用了一招喷射火焰 和十万伏特 作为战斗的开场 然后 作为三圣兽的他们 本源力量覆盖周身 便向着对方冲去 双方你来我往 爆炸声四起 各种技能都使劲 往对方身上砸 不过好在脑子 还算清醒了他们 打了一会 就选择把战场远离了 因为之前的那一剂打雷 和神圣之火的碰撞 让许多弱小的电戏 神奇宝贝 遭受了重创 要是还在这打 余薇就能把他们 在昏迷中一个个搞死 而夏凡 看着这些神奇宝贝们 也很是心疼 随即把梦幻和小卡比兽 放了出来 小卡比兽给你安排个任务 给我把火箭队 还有那只喵喵 全部拖到那个坑里去 顺便用什么东西 把他们的耳朵堵住 如果有谁醒了 你就把他一巴掌打晕 等一下我会让小患 用治愈铃声 先给这些神奇宝贝们治疗 总之 在这些神奇宝贝醒之前 他们一个都别醒来 免得看到了小患我 还得把他们的记忆都给删了 小卡比兽点了点头 随手指了下火箭队他们 然后摸了摸肚子 最后向着夏凡 双手摊开 意思很明显 托人费力气 容易饿 给点吃的吧 夏凡叹了口气 从自己的背包里 拿出一块专门给小卡比兽 吃的能量方块递了过去 接过了能量方块 小卡比兽笑叶如花的 直接将一口吞下 随即拖着火箭队 一个一个的扔到炎帝 和雷弓战斗所产生的小坑里 然后用泥土将他们的耳朵捂住 再之后 就朝着夏凡叫了一声卡比 表示 看人也容易饿 再给点吃的吧 夏凡无奈 又扔过去一个 梦幻施展治愈铃声 变成了一只风铃铃 在空中摇晃着身体 一声声悦耳的铃声 夹带着一股无形之力 从他体内发出 向着四周扩散 不一会 昏迷过去的神奇宝贝们 开始苏醒 用着感激的眼神 看向梦幻 而在那座坑内 阿波罗睁开了眼 虽然耳朵被泥土堵住了 但还是不妨碍 他受到了些许治愈 不过他刚一睁开眼 正要疑惑地环顾四周时 一个耳光就扇了过去 啪的一声 人就昏迷了 紧接着 那个肌肉壮汉普森和喵喵 先后醒了过来 也是啪啪两下给扇昏了 当昏迷过去的神奇宝贝们 全部醒来后 夏凡便带着梦幻 向着炎帝和雷公的战场淡去 此时炎帝和雷公都以遍体鳞伤 特别是雷公 獠牙近断 且腹部与暗紫色雷云披风般的长毛 被鲜血染红 前额的黑色钢铁头饰 直接被打缺一个脚 他四肢颤颤巍巍地站在一块磐石之上 以往如猛虎般的王者形象 此刻不复存在 唯一存在的 只有他那身为三圣兽之一的尊严 在支撑着他继续和炎帝战斗 而反观炎帝 则比雷公好上许多 虽然也是伤痕累累 却依旧还能如行云流水般 在地面行走 扶不扶 炎帝朝着雷公吼叫道 不扶 雷公低吼 行 不扶那就接着打 炎帝嘶吼着 向雷公冲去 不一会儿 只见已经打到 没有能量释放技能的他们 在那肉体互搏 朝着对方如猎狗般狂咬 炎帝没咬一口 都会问一句服了吗 然后雷公回不服后接着打 在他们打架不远的一棵树下 有两只梦幻在那看着 其中一只是下凡为了方便 能够听得懂 炎帝和雷公的吼叫声变了 这架打得我怎么感觉怪怪的 此刻看着炎帝和雷公的打架场景 下凡表情怪异 他们这两只三圣兽 怎么打着打着 给他一种回到童年的感觉 他跟他老哥撒气时 他老哥就是这样 把他摁到地上锤 并且一边锤 一边问服了吗 然后他也是个倔脾气 死咬着牙 嘴巴里只能蹦出不服两个字 最后只能靠别人过来拉架 两个人互相被迫 向对方道个歉 这个架才结束 不然的话 两个人哪怕打不动了 也能给你用眼神互瞪一个礼拜 直到都忘记了 才能继续一起吃饭睡觉打斗的 看来架打到这个份上了 是该让我当得拉架的出面了 下凡向雷公和炎帝飘去 别打了 有再多的气 打到现在这个地步 该撒的 也该撒完了 又不是从此就不见面了 先把个子打的嘴巴松开 你们这咬的我看得都疼 下凡用着老大爷的口吻 向炎帝和雷公说道 他的出现 让雷公和炎帝停下了嘴 雷公抬起头 扫了一眼 眉头微醋 两只梦幻 炎帝一听 直接一个巴掌拍去 梦幻是你叫的吗 好家伙 这一掌拍下去 两个家伙又是如犬一样 抓着对方就是狂咬 看得下凡直舞额头 小焕 幻象术 将他们扯开 不一会 雷公和炎帝都被梦幻扯开 漂浮到半空 我是人类 不是神奇宝贝 我拥有一种神力 我可以变身为你们的样子 不信你看 下凡开始向雷公展示自己的能力 并且把之前的绿毛虫 和比比鸟的情况 又说了一遍 听完这些解释的雷公沉默了 一言不发地 把头扭到一边 不搭理任何人 只是在下凡扔出精灵球的时候 挣扎了一下 但却于事无补 只能被收服 叮 成功捕捉神奇宝贝雷公 请从技能中 挑选一个作为你的技能 收服雷公后 下凡的脑海里 同时响起了系统提示音 同时 他的眼前再次弹出 只有他才能看到的系统面板 电属性传说中的神奇宝贝 雷公 携带物 勒巴果 携带后 危机时可以恢复状态 如果讨厌这味道就会混乱 放电 用耀眼的电机 攻击自己周围所有的神奇宝贝 有30%的几率 让其陷入麻痹 守住 抵挡住对手的攻击 连续使用容易失败 10万伏特 向对手发出强力的电机 进行攻击 有时会让其陷入麻痹状态 影子分身 通过快速移动 来制造分身 扰乱对手 从而提高闪避率 打雷 向对手披下雷电进行攻击 有时会让其陷入麻痹状态 作为三圣兽之一的雷弓 虽然会的技能 没有梦团那么多 但和炎帝的数量相比 也差不多了 我选择雷弓的技能打雷 夏凡在心中毫不犹豫到 打雷作为电系技能 最强的技能之一 不选他 还能选谁 更关键的是 这个在他人类形态下 使用的时候 最爽 因为 在选择打雷后的刹那 夏凡的技能栏中 从变身 神通力之后 又多出了打雷二字 他随手指向不远处的一棵大树 下一秒 一到天雷降下 瞬间将那棵大树 劈得四分五裂 爽 享受完这种力量的快感 夏凡把雷弓放了出来 让梦幻给他和炎帝治疗 治疗之间 夏凡试图和雷弓交流 但得到的反应 就是不搭理你 无奈 夏凡只能耸了耸肩 等治疗结束后 让梦幻变成皮卡丘的样子 便领着炎帝和雷弓 往回路赶 回去的路上 许多弱小的电系神奇宝贝 看到雷弓回来了 蜂拥而上 亲密地和雷弓玩耍 玩耍间 雷弓知道了 夏凡让梦幻救他们的事 心底的小冰山 开始有了点融化 只不过 当夏凡撇过头看他的时候 就立马再次一副 高冷不搭理人的表情 我有个办法 可以让他们以后 拥有保护自己的力量 炎帝的声音 这时突然在雷弓的脑海里响起 他知道 雷弓和他一样 对于弱小的电系 神奇宝贝 都有一种强烈的保护欲 就像是看到了 当年死于中塔的他们一样 所以现在 被主人收服后 这一定会成为他心中的芥蒂 索性趁早解开 雷弓凝视炎帝 炎帝 把成为夏凡的神奇宝贝后 力量就可以无限增长的事 告诉了雷弓 雷弓听完 神情有些不幸 你见我骗过人吗 炎帝道 雷弓上下打量起炎帝来 和炎帝相识的这么多年 这家伙在他眼中 就是一个老实诚恳的烂好人 要是说谎 的确不会像现在这样 有如此的底气 从刚才的战斗 难道你不觉得 我的实力 已经超过了你许多吗 炎帝又道 不觉得 雷弓眼神一冷 如果不是我之前 就已经遭受到了 人类那该死的东西攻击 你绝对不可能赢我 而且刚才 你也好不到哪里去 你真的是这么想的 炎帝露出一抹讥讽 你的许多攻击 我明明可以躲开 却依旧让你打中 你就没有一点怀疑 雷弓沉默了 虽然不愿承认 但刚才的战斗 细细回想起来 的确有许多地方十分可疑 更像是炎帝在 故意让他打 让他发泄木火 沉默了十几秒 雷弓再次心电感应到 所以 你想让我怎么做 和你一样 让他收服这里的神奇宝贝 不然呢 你不觉得 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吗 让他们拥有 保护自己的力量 炎帝道 更关键的是 主人又不会带他们走 收服后 就会立马再放出来 试一试 又有何不可 雷弓闻言又沉默了半分钟 最后才道 你帮我去说 我不和他说 说完 傲娇的把头扭在一边走开了 而炎帝则随即用心电感应 跟夏凡说了声任务完成 没错 炎帝的这个行为 是夏凡指使他去游说的 就在夏凡留意到 雷弓的眼神 一直在那些神奇宝贝身上的时候 偷偷摸摸跟炎帝说的 几分钟后 他们回到了最开始的那个地方 火箭队还在坑里面昏迷 只不过 脸都被扇肿了 你们在这看着他们 在我回来前 就让他们一直在这睡着 我带着梦幻去买球 夏凡道 随后带着梦幻离开了森林 离开了大概一个小时后 夏凡抱了满满一个背包的精灵球回来了 与雷弓的配合下 开始收服 这座电气密林里的神奇宝贝 这个收服的过程 一直进行到了深夜两点才结束 夏凡活动了下筋骨 终于将目光放向了火箭队 他想要收服这个组织 为他所用 虽然这个组织名声并不好 而且已经岌岌可危 但他还是想要接手 为的不是其他 为的是让他们帮自己 去往世界各地 寻找传说神奇宝贝的踪迹 不然就他一个人去寻找 不知道得多花费多长时间 一口水枪吐了过去 火箭队众人 开始陆续从昏迷中醒来 最先醒来的是五脏 啊我的脸 他迷糊中 伸手去擦掉脸上的水渍 可刚一触碰 就立马感觉到 一股火辣辣的疼痛 疼痛之程度 感觉都能要了他的老命 瞬间 把他疼得清醒过来 是哪个混蛋 在我一睁开眼 就给我一耳光的 别让老娘知道 不然我一定打死妈 雷弓 清醒过来的五脏 想起了之前 自己有数次醒来 结果都是还没看清 四周的环境 就紧接着被一耳光扇晕了 因此 他捂着红肿至极的脸 愤怒地喃喃自语 环顾了眼四周 发现其余人和他一样 待在一个坑内 随即抬头 结果刚往外看 就看到雷弓 就站在上面凝视着他 顿时就把他吓了一跳 脑海里不自主地 回想起雷弓的打雷之威 没事 不用怕了 他已经被我收服了 和炎帝一样 成为了我的神奇宝贝 好在耳旁紧接着 传来一个有些熟悉的声音 五脏闻声向另一边看去 是一个少年 如沐春风般 向他伸出了手 你已经将他收服了 啊 五脏难以置信 不过由于语速过快 嘴巴开合意识过大 结尾之时 直接抽动了红肿的脸颊 疼得他直叫 夏凡笑着道 不然你觉得我为何能够 和他安然地待在一起 看着你们醒来 五脏的眼神 还是有些紧张和害怕 所以没有着急出来 而是从坑内站起 环顾起坑外的环境 看到夏凡领着炎帝雷弓 以及一只杰尼龟 和小卡比兽站在坑口 而在他们后边 则全是那些电系的神奇宝贝 那些神奇宝贝此刻 对于他们 似乎已经没有了愤怒 就待在那和同伴们玩耍 眼神中的紧张和害怕 开始消散 信了吧 夏凡把手又伸了一遍 五脏这次接了过去 被他拉出了坑内 你知道我这脸是怎么回事吗 一出坑 五脏就直接指着自己的脸说道 既然不用担心危险了 那他现在很想知道 脸是哪个王八蛋打的 啊 夏凡眼神飘忽 大脑飞速运转 该用什么瞎话糊弄过去 小卡比兽突然站了出来 在主子环在想 该用什么瞎话糊弄人的时候 勇敢地站了出来 一副我打的你怎么低 表情豪横至极 看得夏凡 恨不得给这个缺心眼的家伙 来上一两拳 他什么意思 他打得我吗 五脏气到要哭了 从小卡比兽的语调和表情 他读懂了他的意思 什么时候打自己人 都可以这么嚣张了 啊 这个是意外 你听我娓娓道来 夏凡连忙辩解 是这样的 你还记得 自己一开始是怎么昏迷的吗 被他们的战斗余威 震昏了过去 五脏压抑着怒火 眼睛瞥了眼眼底和雷弓 那你知道 后续的战斗 发生了什么吗 五脏摇头 你看 你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你怎么就不能认为 小卡比兽山 你们耳光时不是在危机时刻救你们吗 救我吗 五脏诧异 没错 其实真实情况是 当时所有的电系 神奇宝贝都在寻找你们 恨不得把你们错谷扬灰 因为他们认为是 你们的原因 才导致的炎帝和雷弓决裂 大战 而我当时由于要跟着炎帝 便把小卡比兽放了出来 让他将你们藏进这个坑里 躲避那些神奇宝贝的追杀 并且告诉他 一定不要发出动静 万一发出来了 就很可能 让你们 还有他都死在这里 所以他才会在你们每个人快要醒来的时候 就立马给你们叶耳光 让你们继续陷入昏迷 因此看似在打你们 其实是在救你们 说完 夏凡从包里拿出一瓶水 一引而进 一旁几只神奇宝贝听完的反应 小卡比兽 星号 吃零食掖住 炎帝 下化线下化线 避墙都不服就服你 杰尼龟形态的梦幻 小卡比兽在山尔光救人 请问当时我在做什么 雷弓 下化线 这就是拿球收服我的男人吗 这张嘴 五脏沉默了 且郁闷了 听完夏凡说的后 他竟无力反驳 哪怕是听着这么的鬼扯 他也无力反驳 谁叫他一睁开眼 就被山晕了 还不是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不要垂头丧气的 虽然脸肿了 但是能活下来 就是极好的结果了 夏凡安慰 总比死了好对吧 小卡比兽 小卡比兽点了点头 没想到山人耳光的自己 在主人嘴里 竟是那么的优秀 捂着比猴屁股还猴屁股的脸 五脏无语了 这话的意思是 自己不仅不能生闷气 反而还得向那只小卡比兽 磕头败谢对吧 这时火箭队的 四将军之一的阿波罗 和小次郎 以间隔一秒的差距 醒了过来 哎呦 我的脸 两个人和五脏一样 伸手去擦脸上的水渍 结果火辣辣的疼痛感 立马疼得泪眼朦胧 瞬间清醒过来 环顾了眼四周 先是看到炎帝和雷弓时 心脏揪了一下 吓到快停止了 在看到夏凡时 并听到他说 自己已经收服雷弓后 心脏才又继续快速跳动 背下凡拉出坑 两个人一口同声地问向夏凡 我的脸 你知道是哪个狗日的打的吗 只要一睁开眼 就给我一耳光 妈的 别给我知道是谁 知道了 我一定要 话未说完 两个人看到小卡比兽走上前 指了指他们的脸 然后一脸骄傲地 拍了拍自己的胸膛 最后又摆了摆手 像是说不用谢 看得两人眉头紧簇 小次郎 他什么意思 这是在承认他打的我们 阿波罗 为什么我感觉他 非常的骄傲和开心 还有 这家伙从哪里冒出来的 凭什么打我耳光 小卡比兽指了指夏凡 让他们听主人叙述下 自己在生死存亡之际 是如何舍己为人山耳光 救大家的光辉事迹 一分钟后 两人听完了夏凡的解释 哭丧着脸 和五脏一起治愈了 火箭队所有人都醒了过来 听完夏凡解释 为何脸肿得比猴屁股 还夸张时 无一例外都治愈了 还记得你们三之前说的话吗 夏凡坐到了炎帝的背上 露出一抹微笑 阿波罗 普森 巴修 扭头看向五脏他们 想起之前 他们三人被雷弓 吓得屁滚尿流 疯狂大喊救命 要成为他手下的画面 啊 记得 五脏小次郎 还有喵喵尴尬地点了点头 那个时候人都吓尿了 只要能救自己 什么话都说得出来 那个 我能不能问一下 成为你的手下 我们需要做什么 五脏说道 他神情有点紧张 毕竟他们三个在火箭队里 屁本事没有 还任务经常失败 这样的他们竟然 被一个这么强大的人看上 而且好像还有点看重 如果不是让他们 干一些非常危险的事 他们反而不敢相信 你们首先要做的 就是尽力把火箭队 剩余的人都拉来跟着我混 夏凡说话时 瞥了眼阿波罗 巴修 普森三人 看得三人一愣一愣的 当着火箭队将军 和干部的面说这种话 你这未免太瞧不起人了吧 虽然他们现在的确不怎么行 但好歹受死的骆驼 比马大 在很多人眼里 火箭队 还是有希望回到世界之间的希望 那之后呢 五藏表情尴尬地看了眼 阿波罗 巴修 普森 当着领导的面 被挖墙脚的感觉 真的好刺激 之后的事我会再安排 你们只要在邀请他们的时候 告诉他们 以后要服务的对象 叫做众神殿即可 五藏的表情 从尴尬 转变为疑惑 扭头和小次郎 和喵喵面面相去 发现他们也是不解 又扭头 看向阿波罗他们 发现他们三人 听到夏凡的话后 也是眉头紧簇 窃窃 窃窃私语起来 显然和他们一样 是第一次听到这三个字 喵喵最后忍不住问了 众神殿是什么 是您成立的一个组织吗 喵 夏凡摇头 淡然道 众神殿具体是什么 你们不必知道 你们只要知道 我是众神殿的一员 而里面有许多 比我更强大的存在 未来那些强大的存在 会通过我的口 向你们下达来自他们的命令 比你还要强大 五藏震惊的扭头 和小次郎喵喵 再次面面相去 夏凡平淡的语气 激荡起了眼前 众人心里最大波澜 包括身为火箭队 四将军的阿波罗 他们难以想象 夏凡都拥有炎帝和雷公了 在那个众神殿 竟然还有许多 比他更加强大的人存在 而这样的组织 他们火箭队 以前竟然从来没有 一丁点的消息 这如果是真的 那这个众神殿的强大 那不是超乎他们的想象 夏凡脸不红气不喘的 依旧淡定道 对 比我还要强大 得到肯定的五脏小次郎 喵喵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 这么说的话 那些比夏凡更强大的人 所拥有的神奇宝贝 都得是什么 不会也都是些拥有传说的 神奇宝贝之人吧 想到这 三人组忍不住激动起来 这要是真的 那他们加入进来 日后岂不是更加的 走上人生巅峰 不过激动过后 他们想到了一个 非常关键的问题 那就是 再牛逼 也只是夏凡说的牛逼而已 要是真让他们就这样 去拉一个火箭队成员 怕是会被当做神经病 直接赶出去 小次郎挠了挠头道 呃 我感觉 我们就这样说出去 没有人会信 众神殿这三个字 在世界的影响力 小次郎想要说影响力太小了 但话到嘴边 最后还是咽了下去 夏凡自然也看出来了他的意思 耸了耸肩道 这个你们不用担心 作为众神殿的在外行走 我会让我们众神殿的名字 重新响彻整个成都地区 说完 夏凡又道 拿手机过来 我给你们转一百万过去 作为你们的活动资金 后续如果任务完成得好 我另有奖励 一一百万 五藏小次郎 还有喵喵猛吗 怎么 忘记了我之前说的 只要跟了我 我立马给你们一百万的事了 夏凡戏谑道 还是你们志气满满 不需要钱 也愿意给我去找人 不不不 绝对想要 五藏小次郎拿出手机 争相让夏凡 把钱转给他 他 一人一半管着 最后 夏凡给每人赚了五十万 看得阿波罗巴修和普森三人 极度不已 做完这些 夏凡想到了什么 突然又指向 还在那发呆的小卡比兽道 对了 为妨你们三个丢出去丢人 这个家伙暂时 有你们做他的训练师 在那静静看着夏凡 忽悠人的小卡比兽 当即就猛逼了 怎么聊着聊着 还把他送走了呀 小卡比兽连忙死死地 抱住夏凡大腿不撒手 一副主人你 不能丢弃我的表情 我没说不要你 夏凡无奈地叹了口气 把小卡比兽拉到一边 然后窃窃私语 我只是让你们短暂地 跟他们待一段时间 等时间到了 我自然会将你接走 只是那段时间 我需要你帮我监视他们 如果他们有欺骗我的迹象 你就通过电话告诉我 我会时不时地打电话给他们 小卡比兽 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任务 以后你回来了 主人我绝对给你放肆吃一个月 想吃什么 就吃什么 小卡比兽先是不满 当听到夏凡说事后回来 就可以放肆一个月的时候 有些心动了 随后伸手比了个二 两个月 算了 给你在家一个月 三个月行了吧 不一会 被食物打动的小卡比兽 让夏凡交给了五藏小次郎 这就让他们更加激动了 没想到跟着夏凡 不仅有钱 还有神奇宝贝 这待遇 比以前在火箭队好了 不知道有多少倍 更关键的是 之前还怕 跟着夏凡会没啥成就 但现在 听完众神殿的介绍 我靠 牛逼爆了好不好 炎帝和雷公在那里 竟然都还只是小渣渣 而看着五藏小次郎如此待遇后 被夏凡一直当作空气的阿波罗三人 忍不住了 这个 我们三也能加入吗 作者有话说 不好意思来晚了书友们 之前马自马到一半 有事去了 半夜才回来 当然 早就等待这一句多时的夏凡 耸耸了耸肩微笑道 随即也赚了三人一百万 让他们自行分配 但神奇宝贝就没有给予了 因为在夏凡眼里 五藏小次郎的实力需要补强 阿波罗暂时不需要 将这些都安排好后 夏凡想到了什么突然细写道 现在你们五个人都成为了我的属下 但是人嘛 特别是一个组织 肯定是要有地位之分的 这样吧 五藏小次郎还有喵喵 你们三个还是为一组 阿波罗 普森 巴修 你们三个曾经的火箭队 领导曾为一组 未来的一年内 你们这两个小组 谁召集的成员最多 谁就成为在我之下地位最高的小组 五藏小次郎眼前一亮 紧接着看向阿波罗三人的眼神 立马从欣喜转向警惕 他们也想成为干部 领导 既然夏凡让他们跟阿波罗处于同一水平线 那他们可不能放弃这个走上人上人的机会 而阿波罗三人感受到五藏小次郎的目光 冷笑着脑袋撇到一边 丝毫不把他们放在眼里 夏凡坐在眼底的背上 与他们挥手告别 阿波罗 希望下次见面的时候 你能喊我一声将军 五藏捂着嘴笑道 和小次郎 以及喵喵 带着小卡比兽 也紧接着离开了电气森林 看着他们离开的背影 巴修冷笑 看他们那小人得知的样 普森也是冷笑 怕是早就盼着把我们踩下去了吧 以后有他们哭的一天 而阿波罗却是皱眉道 你们觉得众神殿这个组织真的存在吗 他的话没有接着普森和巴修的话题 让两人愣了一下 他们想了想 随后巴修道 说实话 我觉得那个夏凡在骗我们 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强大的组织 而我们火箭队 却连一丁点消息都没有 阿波罗听完点了点头 看向普森 你怎么想 普森用着他那健壮的手臂挠了挠头 尴尬道 我看他的语气和神情 倒挺像是真的 不像是骗我们 如果是真的存在 那我们或许真的走运了 攀上了这个高知 以后再次飞黄腾达 甚至比在火箭队时 更加的飞黄腾达 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那我估计你这脑子 可能活不到那个时候了 阿波罗毫不留情地 贬低了一下普森 我的看法和巴修一样 那个夏凡很可能是在骗我们 所以我想的是 借着他的财力 把我们火箭队 暗中重新搭建起来 既然超梦队能够背叛我们 走上世界的舞台 那我们火箭队 也可以依靠背叛那个小子 回到世界的舞台 他不过是拥有了 三圣兽其中之二而已 世界很大 有许多传说中的神奇宝贝 而我们火箭队 一定可以抓获到 更强的神奇宝贝 例如 超梦 主人 你就这样把钱给了他们 就不怕他们 是为了钱敷衍你吗 而且我觉得他们那些人 对火箭队 好像非常的忠心 不像是这么简单 就能被主人收买的 坐在炎帝的背上 离开电气森林 夏凡的脑海里 想起了来自炎帝的心电感应 只要他们脑子不犯唇 就应该知道 骗我一次钱 和骗我很多次钱 哪个好 夏凡淡淡道 炎帝回过头 疑惑地看着夏凡 怎么主人总说一些 他听不懂的话 意思就是说 如果他们想 一直从我这拿钱 就要认真帮我办事 因为仅凭他们自己 根本没法 和蓝白社斗争 只能依靠我的力量 帮他们对抗蓝白社 至于你说的 他们对火箭队 中部中心这个事 我不清楚 我只清楚 在这个世界上 大部分人都是人往高处走 谁往低处流的 只要你的待遇够好 你足够的强大 给他们带来钱和权利 以及身为强大组织 一员荣誉感 他们就会为你卖命 哪怕混入了不忠心的 也没关系 因为只要我够强 他们就只能安安心心地 帮我办事这一条路可走 想逃脱我的掌心 那是不可能的 话落 夏凡闭着眼 双手张开 感受着风 从手掌刮过的感觉 嗯 不错 这风速能够感受到地的感觉 七天后 夏凡开着跑车 来到了圆珠市左侧的38号道路 在经过一个路口时 一块巨石拦住了夏凡的去路 同时巨石旁边站着四人 你好 我们是蓝白安保集团的人 前方的圆珠市 发生了神奇宝贝暴动的事件 现在已经暂时封锁了 所有进出圆珠市的路口 请您原路返回 一个穿着蓝白相见制服的青年 来到了夏凡的车前 让七把车开走 听到这话的夏凡眉头一挑 看了眼青年 又看了眼路口处 还有三个和青年身着一样 制服的家伙们 蓝白社吧 夏凡心中想到 这些家伙的打扮 和之前那些蓝白社成员的制服 虽然不能说一模一样 但说像个七七八八 没啥毛病 而且 他们还自称蓝白安保集团 这要不是和蓝白社 有关他还真的不相信 分析到这里 夏凡扭头 开始吸血起青年来 可我要是非得进入圆珠市怎么办 神奇宝贝暴动这种事 我还没看过呢 听到夏凡这么说 青年脸色一冷 明白车内 这人是想要搞事了 随即眼神示意了下 守在道路两旁的三个家伙们 两秒后 他们放出了自己的神奇宝贝 一只九尾 一只怪力 以及一只熔岩蜗牛 现在可以走了吗 青年再次问道 与气家带着一丝威胁之意 只要夏凡敢继续逗留他 就让神奇宝贝对其发动攻击 夏凡笑了笑 你笑什么 青年眼神一冷 我再笑我 又可以赚取油钱了 夏凡嘴角戏血 随即从腰间拿出一颗精灵球打开 红光闪过 炎帝闪亮登场 炎帝 他们是蓝白社那捆韭菜 给我往死里搁 一分钟后 夏凡翘着二郎腿 坐在跑车的前车盖上 车旁是炎帝 车前是刚才那几个自称蓝白安保集团的家伙 他们瑟瑟发抖的双手抱头蹲在地上 脚旁是他们各自瘫倒在地的神奇宝贝 夏凡拿出手机 来 把你们所有的钱转账给我 最开始拦住夏凡的那个青年 闻言怯若道 咦 这是要打劫吗 哼 夏凡二话不说 一脚踹了过去 打劫你个大头鬼 我这是 在收取赏金挑战的钱 夏凡甩了甩头发 哦 对了 忘记和你们说了 我这人有一个规矩 那就是 只要和我战斗的人 那就是 等同和我 进行了一场赏金对战 赌额是我们各自全部的钱 现在你们输了 所以就要把所有的钱转给我 四人震惊 你这和打劫有什么区别 其中一个中年男子激动道 又是一脚踹了过去 夏凡郑重道 我说了 这是赏金对战 请不要把赏金对战和打劫混为一谈 打劫是不和你们进行神奇宝贝对战 强行收取你们的钱 赏金对战是和你们进行了神奇宝贝对战 你们输了后 合理合法地收取你们的钱 而我刚才 使用了炎帝和你们进行了一场对战 也就是进行了一场赏金对战 所以 我可以合理合法地收你钱 欺怜猛逼 夏凡恼怒 别废话 快拿钱 做人要知法守法 输了赏金挑战不给钱 那就等于白嫖 白嫖战斗经验 在这里就是违法犯罪知道吗 而和三胜兽战斗还白嫖 那就是罪加一等董吗 欺怜震惊 这狗儿子上辈子是催债的吧 一分钟后 收到总共15万转账的下凡 急吼吼地把手机收回进了口袋里 来 咱们进行下一个流程 还有下一个流程 才都已经全部打劫完了 你该不会还要 对面四人惊慌万壮 你们这是什么表情 不会以为我要劫色吧 下凡眉头微醋 你们哪来的自信 觉得我会看上你们 四人松下一口气 不是劫色就好了 告诉我 圆珠室内真正发生了什么 就是我之前说的 圆珠室发生了神奇宝贝暴动事件 青年到 真的没骗你 我们蓝白安保集团 就是为了安抚暴动的神奇宝贝们 才来到了这里 封锁了各个道路的路口 骗你我遭雷屁 骗我你遭雷屁 你确定 下凡眉头一挑 抬头望了掩天 确定 青年肯定到 天空惊现三道落雷 正正好好的落到了青年的身后 左侧和右侧 一 一 一 当场就把四人吓得胆裂魂飞 惊恐失色 几秒钟后 等回过神来 刚才那个说 骗人遭雷屁的青年 他顶着满头大汗 和嗡名声不绝的脑子 回头环顾了眼 被雷屁出来的小坑 发现雷屁的位置 就在他身后 身左 身右差不多一厘米的地方 只要再往他身上靠近一丁点 他就game over了 心脏顿时就跟快要停滞了一样 夏凡翘着二郎腿 右手顶在右腿上 拖着下巴 一脸玩味的开口道 哎呀呀呀 嘖嘖嘖 这雷已经劈下来了 你们说我是该信你的话 还是不信你的话好呢 我我我 青年戚戚爱爱 害怕到说不出话来 想扭头和身旁三人面面相去 结果看到的 却是那三个不知道何时 已经把身体摸到了三丈之外的位置 像臂温神一样 裸他躲得远远的 一副他生怕在发誓 把他们连带上的样子 而这时 夏凡冷不丁猛的一拍车盖 怒喝道 你看娘的别废话 快给老子说实话 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 你们又要做什么 再不说实话 我就让严帝一口活吐丝 你信不信 我说我说 青年心里最后一道屏障 直接被夏凡这一声怒喝下眉了 惶恐的把自己知道的说了出来 我叫莫帆 和他们三个 都是成都地区地下组织蓝白社的成员 近日 我们社团在实行抓捕传说中的 神奇宝贝凤王的行动 为了不让外人打扰 社团策划了一起神奇宝贝暴动事件 以此来将援助室封闭起来 并隔绝与外界的往来 目前我们四个 就是负责隔绝外人进来的人员之一 夏凡点了点头 然后呢 现在你们抓捕凤王的进度到哪里了 我听别人说 你们社长已经找到了 能够召唤凤王的人了 这个是真的假的 夏凡的话让莫帆一愣 没想到他竟然知道 社长已经找到了召唤凤王之人的事情 下一秒 莫帆再次冷汗连连 那要这么说的话 那眼前这个家伙 就是专门过来搞事情的 快说 夏凡见他犹豫 起身从车盖上跳了下来 从地上抓起一把泥巴 向另外三人走去 用泥土将他们的耳朵捂住 再回到车盖上 等一下我向你问的问题 我会再去问他们一遍 只要你们中谁说的话 和其他人有一丁点不同 我就会让你们所有人 感受下炎帝的活口 别质疑 我这人心狠手辣 是干得出来的 话落 夏凡打了个响指 天空再次惊现 一道落雷 从天而降 这一次 直接落在了青年眼前的一厘米 吓得他魂飞魄散 一股骚味向四周扩散 我说我说 我全都说 绝不欺骗你 青年心里最后的一丁点小心思 直接被轰碎 现在抓捕凤王的准备进度 只差获得水军身上的那枚红色之羽了 拥有了这枚羽毛 我们社长抓不到凤王后 就能得到他的认可 而水军线刚好 就在圆珠市附近 社长正亲自独处人抓捕 至于您说的召唤凤王之人 我们社长的确已经找到了 是五名舞女 他们拥有召唤凤王的透明铃铛 只要他们登上灵塔塔顶使用铃铛 并献上他们的歌舞 就能召唤凤王前来 那水军现在在圆珠市的哪个方位 听其他人说 昨天在西北方向出现了 小患 他们的记忆中 关于我们的部分 都已经删了吧 二十分钟后 夏凡看着地上那四个昏迷不醒的家伙说道 肩膀上坐着梦幻 已经删除了 梦幻道 行 那我们现在动身去找水军 你是进入我的精灵球 还是坐在车里 坐在车里 待在球里面好无聊 梦幻笑嘻嘻地捂着嘴 夏凡笑了笑 答应了 把炎蒂收回球里 便开着车带着梦幻离开了 五分钟后 莫帆最先从昏迷中醒来 这事怎么回事 我怎么躺在地上 他捂着有些发昏的脑袋 不解的环顾四周 不一会 在地上看到了三个字 众神殿 一个小时候的圆珠是 西北方的一密林内 夏凡和梦幻坐在炎蒂的背上 在密林中穿梭 由于密林内不易开车 所以夏凡 将车丢在了密林的一处入口处后 便把炎蒂放了出来 让其带着自己去寻找 炎蒂 跳到那棵树顶上去 从高处看我们好找 找了许久都没有点头绪的夏凡 在看到一棵估摸着 有二十多米高的巨树后 连忙下令 炎蒂点了点头 随即带着夏凡和梦幻 顺着那棵树奔跑 四五步便跑到了树顶登高望远 从高处向下望去 夏凡不一会 便看到一处传来滚滚白雾 往那边走 夏凡毫不犹豫到 炎蒂嗷叫一声 随即腾空一跃 踏着火焰 顺着夏凡所指的方向赶去 一分钟后 他们来到了刚才白雾的地方 这里的景象 和夏凡预估的那样有些不同 没有经历大战的景象 夏凡和炎蒂躲在暗处 看到有十几只神奇宝贝 和十几个穿着蓝白相见制服的家伙们 正目不转睛地 看着地上的一个洞口 他们的表情有些愤怒 像是在咒骂着什么 为了听清 夏凡将自己变身成一只 不起眼的绿毛虫 蠕动了过去 这个死畜生 老子真的是忍不了 围追堵截了 他这么久 结果到现在 还是连个扔球的机会都没有 是真的能跑 如果以后抓到了 且有机会能让我和他 单独在一个屋子 我一定要感受下 打断他狗腿的滋味 不然难解 我这些天在他后面吃皮的愤怒 这何止是能跑 他如果能给我们 与之战斗的机会也好 一个吼叫 就把我们的精灵 全部叫回球里 等换一个新的精灵上来后 这水军就跑了 一次也就罢了 次次这样 好不容易今天拿来了一只梗鬼 结果这畜生见面就用白雾 然后就挖洞跑了 NND 好歹给我们用一次 黑色目光的机会 战斗一下也好 我真的要气到崩溃了 靠近后 夏凡立马便听清了 他也是忍不住对他们报以赞同 想起他几个月前 他碰到水军的时候 也是被这货的油盐不进气的蹊跷声音 唯一一次 让他忽悠大法失效的家伙 而且 他也不肯和你战斗 就知道跑 不像雷公和炎帝 容易被感情束缚 夏凡在这些人身旁的大树上 趴了有五分钟 他们也足足骂了五分钟 第六分钟的时候 中间的领头人手机响起了 一脸谄媚地接过电话后 便激动地向众人表示 抓捕水军的行动取消 一时间让所有人以为 刚才电话里上头给组长施压了 把他给逼疯了 不然怎么可能取消抓捕水军 水军身上的红色之鱼 可是抓捕凤王的关键 社长怎么会放弃 文峰组长 刚刚电话里头上面说了什么 怎么取消抓捕水军 一个面向稚嫩的少年 忍不住问道 是社长叫停的 被叫做文峰的青年激动到 刚刚龙霄太监 不是 龙霄干部跟我打电话说 关东地区的超梦队 从一个少年身上 发现了一根红色之鱼 他们已经抢了过来 现在和社长做了一笔交易 这两天就可以送过来 所以社长 让我们暂停抓捕水军的行动 全力准备抓捕凤王 等抓到了凤王 再来抓捕水军 炎帝 以及雷公 那都是轻而易举的事 众人听完 随即欢呼起来 大喊终于可以不用 再待在这鸟不拉屎的地方 被水军耍得团团转 不一会 收拾起东西 他们准备离开 只不过 他们其中一个体型偏胖的中年男子 在离开之际 看到旁边的树干上 趴着一只眼睛 打转的绿毛虫 也不知道是心理变态 还是杂地 捡起一块石头 突然就猛地砸了过去 紧接着 一道白光闪过 那只绿毛虫 就变成了人形 一把接住石头 怒目而是道 我干你大眼 老子趴在树上 招你惹你了 好家伙 这一声冷不丁的怒吼 直接把所有人吓了一跳 回过头看去 发现树旁不知何时 也是吓了一跳 瘫坐在地 右手捂着心脏 左手颤颤巍巍道 这家伙是刚才趴在树上的 那只绿毛虫变的 绿毛虫变的 所有人的眼神顿时大变 看向下凡的眼神 开始不对劲了 严重怀疑 这是哪只不知道的传说 神奇宝贝 紧接着 他们纷纷下令 火爆兽 喷火 大利恶 水炮 电龙 十万伏特 波士可多拉 冰冻光束 雷电兽 水剑龟 一时间十几只神奇宝贝 凝聚着大招 就要向着下凡打去 可把他吓了一跳 不过好在 炎帝及时英雄登场 一口喷射火焰 打断了他们的技能 然后站在了下凡跟前 你没事吧主人 炎帝的心电感应 在下凡脑海响起 没事 给我狠狠地打他们 下凡脑怒到 他刚才趴在树上 思考他们的谈话内容 啥都没干 那个死胖子 就突然捡起一块石头 朝他脑瓜子扔 如果不是反应及时 搞不好脑袋瓜子 就给这龟儿子开瓢了 回想起来 下凡就一阵后怕 随即又拿出一颗精灵球 红光闪过 雷公浮现 雷公 这些个家伙 和上次用水晶力场 发电系统的家伙们 都是一起的 你不是对他们很有怨气吗 趁现在赶快撒 给我往死里打 下凡怒到 说完觉得还是不解气 又看向肩膀上 刚才多出来的透明物体 小患 你也去打 就用本体打 我要让他们瞪大狗眼 看清楚 到底惹了一个怎样的存在 Mio 自从有了炎帝 就许久没被主人叫起来 战斗过的梦幻 兴奋地从隐形状态 显露出来 看向那些家伙们 二话不说 左手一个拨导弹 右手一个拨导弹 就扔了过去 瞬间就把一只水剑龟 和电机魔兽打倒了 在半空中 梦幻弯着身子 捂着嘴 开心地黑黑黑笑 而对面那些家伙们 看着炎帝雷公 以及最难以想象的梦幻出来后 整个人完全就猛逼了 这个阵容 他们是在做梦吗 面对着炎帝雷公 以及梦幻的蹂躏 这些神奇宝贝 全部倒在了地上 而他们的身旁 站着各自的主人 他们面色惶恐 战战兢兢 已经明误 这不是做梦 是真实发生的 在他们眼前的 却是梦幻 炎帝 以及雷公 这三位传说中的神奇宝贝 这时 夏凡走上前来 手里 托着一个 刚才被他拉到暗处 暴打了一顿的中年男子 好了 现在可以平等对话讨论下 你们对我赔偿的问题了 赔偿 蓝白社的这伙人一愣 扭头看了眼旁边 那些失去战斗力的神奇宝贝 以及被夏凡打到 鼻青脸肿 惨不忍睹的中年男子 他们都被打到这个份上了 你竟然还要谈赔偿问题 没错 就是你们 对我这弱小心灵的心理赔偿 夏凡一脸委屈地说道 我这人心灵很脆弱的 刚才被这死胖子 下出毛病来了 所以我觉得 我需要用你们的钱去看病 钱不用多 你们的全部就可以了 这是个人 这种臭不要脸的话 也能说得出口 眼底雷公对视了一眼 下一秒 两只胜兽果断地 把脚步往外面一移 唯有梦幻觉得 眼前这伙人震惊的表情很好玩 飘到了夏凡的肩膀上 左手捂着心脏 做出一副痛苦的表情 右手向着他们勾了勾手 意思很明显 我的心灵也受创了 快点拿钱吧 夏凡以心理赔偿的为由 把他们所有人的钱 转到了自己的手机里 钱不多 加起来也就两百来万吧 转完账 这些人无不是咬牙切齿地 看着夏凡 想要死死地记住他的样子 对此 夏凡只有一句话 小患 动手删除记忆 梦幻将他们的记忆删除了 夏凡用泥土 在他们每个人的脸上 写了个众神二字 等写完后 夏凡拍了拍手掌 把雷公用精灵球收起来后 便坐在炎帝的背上 抱着梦幻 开始在森林中乱窜 同时展开了系统 给他的那第四个能力 神兽感知力 感知方圆异里内的神兽 大概乱窜了一个小时 夏凡在森林的一处湖泊外 脑子里的神兽感知力 突然有了波动 他扭头看向湖泊 发现这里的水 十分晶莹剔透 是在那里吗 夏凡心中低难 随即从炎帝的背上跳下 主人 你下来干嘛 不让我带你过去吗 我也感应到了水军的气息 就在这湖泊的中央 炎帝疑惑道 回想起自己第一次 碰到水军时的场景 以及刚才那些人 咒骂水军难抓的情况 夏凡叹了一口气 我要是坐在你背上过去 我感觉他很可能把腿就跑 根本不会和我交流 以防万一 我还是变成一只鲤鱼王 悄悄地游过去为好 等靠近后直接扔球 虽然这有点卑鄙 但我觉得 这个方法是最稳妥有效的 只有抓住后 才能让他安心地和我们交流 那我和梦幻前辈呢 你等一下和梦幻过去 帮我吸引他的注意力就好了 夏凡说完 直接跳进湖里 在水里变成了一只鲤鱼王 扭动着腰肢 顺着神兽感知力的指引 向湖泊中央游去 炎帝和梦幻对视了一眼 两只神奇宝贝 做出一副摇头叹气的样子 随后炎帝脚掌被一股火焰包裹 踏着火焰 跟着夏凡向湖泊中央走去 而在他们的百米之外 一只通体蓝色 体型瘦长 并带着钻石型斑点 和蓝色宝石一样 投射的四族神奇宝贝 正傲立于湖泊的中央 他的脚下 一股奇特的力量 正以波纹状向外扩散 突然 这只神奇宝贝 心有所感的扭头看去 炎帝 水君心中诧异 没有想到 自己竟然会在这里 感应到炎帝的气息 三秒钟后 他的眼前 出现了炎帝的身影 踏着火焰 向他这处跑来 你怎么会在这 水君用着心电感应 与炎帝沟通 找你聊一聊天 炎帝语气略有迟疑的达到 聊什么 水君疑惑 在他的认知里 炎帝可不是一个 喜欢找他和雷公聊天的家伙 炎帝表情尴尬 眼睛瞟向湖水内 一只还是刚刚游到 他身旁的鲤鱼王 我不会撒谎啊 主人你倒是游快点啊 而此时的湖泊内 一只鲤鱼王双眼略微翻白 在那大口吐泡沫的仰头看去 下凡感觉自己要被过气了 刚才游到一半 炎帝感应到了水君的方位 就把他甩到了后头 一个人使劲地往前冲 搞得他只能被迫加速 用出了吃奶的力 在那使命追赶炎帝 腰都感觉要扭断了 不过好在最终 还是一起来到了这里 这个笨蛋 编故事这种事 不是随手捏来 湖水里 下凡看着那一脸尴尬 不知道说什么的炎帝 忍不住吐槽起来 不过 你能把水君拖着没有走 就也还可以了 下凡环顾四周 游向湖底 准备等下 借着水里的冲劲 来一个鲤鱼月龙门 然后在半空中变成人形 给水君一个惊喜 不一会 下凡游到了湖底 湖底漆黑 下凡开始扭动着腰肢 但不知道怎么回事 刚要往上冲的时候 尾巴传来一阵震痛 啪啪啪地直响 下凡感觉自己 像是打到了什么东西 回头看去 虽然什么也看不清 但下凡不知道 为什么总有种不祥的预感 紧接着 下凡就听到一声 震耳欲聋的吼叫声 那个吼叫声 激起强大的水波动 再紧接着 下凡感觉自己 似乎看到了一张 猙獰的巨口 向他袭来 我尼玛的 下凡瞬间就想到了 一位暴躁的大哥 二话不说 对着那张巨口 就是一记神通力 下一秒 那只神奇宝贝哀嚎一声 向下凡吞来的巨口 略微停顿 下凡见机 赶忙听了老命的往上游 十米 九米 八米 七米 六米的时候 下凡看清了下方 那只向他追来的 神奇宝贝模样 没错 就是暴力龙 此刻那家伙 正怒容满面地看着下凡 他已经好久没休息过了 因为水军到来 刚才好不容易 可以享受下水净化后的温存 结果 睡得正舒服的时候 不知道咋地 一个尾巴朝着他的脸 就是啪啪啪的一顿狂山 你说 这尼玛老子能忍 随即准备张口恐吓他一下 让他快滚 哪只刚一张口 那个后背就不知道 用了什么邪术 竟然能让他的脑子 痛得要命 一次扰人轻盟也就算了 第二次 就直接对他人身攻击了是吧 奶奶个腿的 不给你来一口 你怕是不知道这片湖泊脸 哪个才是大哥 视线回到湖面上 水军发现了 炎帝背上躺着的梦幻 刚要询问梦幻前辈 为什么会在这时 湖水里 一只全身通红 头戴金色王冠的鲤鱼 破水而出 炎帝和水军 梦幻扭头看去 这只鲤鱼王月到了半空中 白光一闪 变成了人形 一手掏出精灵球 同时口中大喊道 救命啊 喊完 在水军还处于错愕之时 精灵球就扔了过去 红光闪过 水军连什么情况都没搞清楚 就被收了进去 卧槽 主人这是在玩花式吗 操作牛逼啊 先是一记鲤鱼月龙门 冲出水面 然后变回人形 大喊一声救命 把我们全部震住 再然后掏出精灵球扔出去 牛逼牛逼 这抓精灵的手法 当今第一啊 哪知下一秒 扔出了精灵球的下凡 就在要落入水面时 一把抓住炎帝的棕色毛发 极赤白脸的大喊 下面有一只暴力龙 一直追着我跑 话音刚落 刚才下凡冲出来的位置 一只犹如青龙一样的神奇宝贝 破水而出 他面容争鸣 一副今天谁也拦不住 老子要大杀四方的表情 然而下一秒 当他站稳水面 看到一只炎帝和一只梦幻石 紧接着 他就看到炎帝的背上 一个人类大喊 刚才就是他追着我跑 好家伙 暴力龙瞬间实话 虽然不知道 鲤鱼王变成人类咋回事 但是在别人 有大哥的情况下 而且 是两位大哥的情况下 第一要素就是 好 暴力龙二话不说 直接钻进水里 当做什么都没发生 一切还是那么的无趣 且平静 第一 成功捕捉神奇宝贝水军 请从技能中 挑选一个作为你的技能 由于成功抓捕水军 下凡的脑海里 又一次响起了系统提示音 同时 他的眼前弹出 只有他才能看到的系统面板 谁属性传说中的神奇宝贝 水军 携带物 红色之雨 散发着红色光辉的羽毛 只有拥有此物的训练师 成功抓捕凤王 才能让其听命于你 绝对零度 给对手一击杀死 但如果是冰属性以外的神奇宝贝使用 这招将难以打中 冰冻光束 向对手发射冰冻光束 进行攻击 有时会让对手陷入冰冻状态 暴风雪 将猛烈的暴风雪 刮向对手进行攻击 有时会让对手陷入冰冻状态 水炮 向对手猛烈地喷射大量水流 进行攻击 和炎底雷弓一样 水军的技能也有许多 夏凡看着这些技能 思考了些许后 说道 我选择水军的技能 守住 刚才的暴力龙 把他给吓住了 他觉得自己得学一些 保命的技能了 所以 他就选了能够抵抗 大部分技能伤害的守住 不一会 夏凡的脑海里 多出了技能守住 他抬头望天 忍不住装下逼的大喊一声 雷来 下一秒 碧蓝的天空 一道黄色雷电 漠然劈下 当即就把炎底吓了一跳 正要跳开躲避时 耳旁响起夏凡的声音 莫慌 看主人我如何一手挡嘞 话落 炎帝就看到夏凡 站在他的背上 左手插腰 右手指添 一道透明的光照 从指尖浮现 当雷击落在光照之上 被光照完全抵挡了下来 要说此刻能用什么话 来形容此刻的场景 唯有七字真言 装得一手 好逼啊 而炎帝看完后 只有一个表情 哇 好牛逼的样子哦 两分钟后 炎帝拖着牛逼轰轰的主人 来到了湖岸边 从炎帝身上下来 夏凡整了整表情 决定要以一个 正经人的姿态 面对水军 十秒钟后 红光闪过 水军从精灵球中出现 一脸愤怒地 看着那个不讲武德 搞套路的夏凡 他都没反应过来 就被突然扔过来 球的抓进去了 关键不知道怎么回事 他还冲不出这颗球 只能让他强行收服 水军怒骂道 卑鄙的人类 夏凡眉头一挑 淡淡道 我哪里卑鄙了 就因为偷偷摸摸地 朝你扔球就算卑鄙了 这不算卑鄙吗 这算卑鄙吗 这还不算卑鄙 这怎么就算卑鄙了 这怎么就不算卑鄙了 这为什么要算卑鄙 好家伙 这两个家伙 是在套娃吗 炎帝和梦幻 听着夏凡和水军的对话 一时间忍俊不惊 而这时 夏凡腰间一道红光闪过 雷公忍不住跑了出来 和炎帝梦幻并排 看着夏凡和水军 水军在他们三圣兽中 可以说是君子代表 温润如玉 很少生气 但现在被这个便宜主人 三两句就刺激的感觉 要发狂了 那这种明场面 不出来看一下 也是对不起自己 水军怒骂 该死的人类 你不要跟我在这绕口令 你既然说这不算卑鄙 那你给我解释下 这怎么不算卑鄙 夏凡道 抱歉 我无法解释 我只能问你一句 卑鄙是什么意思 我才能判断 我的行为是否卑鄙 水军道 手段肮脏 使用不正当的手段 偷袭别人就算卑鄙 夏凡眉头一挑 那请问 什么叫手段肮脏 什么又算不正当手段 二水军顿时气到发狂 仰天长笑 你够了人类 你再问一句 我杀了你 行 你只要再解释下 手段肮脏 和不正当手段 我就立马判断 我是不是卑鄙 说话间 夏凡往炎帝 和雷公中间靠了下 水军吸气呼气 告诉自己 是北风的化身 世人口中的三圣兽之一 凤王大人最亲近的属下 一定不能因为 眼前这个卑鄙的人类 失了理智 平静了一分钟 水军再次道 手段肮脏的意思 就是用下三滥的方式 去偷袭别人 手段不正当 就是用不合规矩的方法 去对待别人 说完 水军想到了什么 又连忙补上一句 你要是再问 什么是下三滥的方式 什么是不合规矩的方式 我就会真和你拼命 夏凡耸了耸肩 一脸随意道 放心 这两个意思我刚好懂 所以不会反问了 只是 在我的理解中 我刚才的手段和下三滥 以及不合规矩 扯不上一点关系 反而应该称得上机智 水军眼睛大瞪 该死的人类 你这也算机智 夏凡一脸淡定自若道 那我就问你 神奇宝贝训练师 抓神奇宝贝 在这个世界 数不属于常见的行为 水军眉头微醋 时宜了一会答道 是 夏凡嘴角上扬 你看 你自己 都说是常见的行为 那我朝你扔球 就是卑鄙了 还是说你十分高贵 比凤王还要高贵 比眼前这三位也要高贵 他们也是神奇宝贝 就算卑鄙就算罪大恶极 水军听完猛了 怎么聊着聊着话题 开始有些不对劲了 自己被偷袭抓进球里 怎么还成了太有错 紧接着 水军看到眼底雷公和梦幻 在听完夏凡这话 看他的眼神 都有些不对劲起来 水军慌乱道 等一下 你这话不对劲 我没有那个意思 那我抓你算不算正常行为 是 是的 水军咬着牙印下了 紧接着他想到了什么 连忙道 我承认你 抓我属于正常的行为 但是你刚才说 你抓我的方式非常机智 那请解释下 如果解释不出来 你就是卑鄙 夏凡笑着道 关于解释机智 我先问你一个问题 一般神奇宝贝训练师 抓你难不难 难 关于逃跑 我不是自夸 在这个世界上 就没有比我更能躲避训练师抓捕的了 如果不是你 偷袭我 你根本不可能抓得住我 水军回答的语气十分骄傲 眼睛同时瞥了眼夏凡 身后的炎帝雷公和梦幻 然而夏凡听完 却一脸兴奋道 很好 你这个回答我很满意 这让水军愣住了 随即就听到夏凡这样说道 现在我可以解释下 什么叫机智了 机智就是灵活多变 不走寻常路 只在困难的环境下 找到独特的破解之法 就好比我抓你的行为 你自己 都说你十分的难抓了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比你更难抓的了 你说 在这种情况下 我如果不用一些常人 难以想到的方法去抓你 我是不是就会很难抓住你 呃 这个 那个 这个 那个 水军梦了 真正的梦了 怎么聊着聊着 完全不对了 自己说是 那就是这个家伙机智 自己说不是 那就是打脸 自己刚才说的话 十几秒后 接受不了这个事实的水军自闭了 一脸惆怅地看着湖水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而夏凡的身后 那三个吃瓜群众 看着已经自闭的水军 心中只有四个字 能够形容此刻的心情 卧槽 牛逼 年轻人不要这么惆怅 跟着主人我 绝对让你吃香喝辣的 炎帝 过来跟这位新加入的同志 隆重介绍下 你主人 我有什么能力 又有什么志向 跟着我 他会有什么好处 夏凡来到了水军身旁 挥手让老师人炎帝上前做解释 炎帝上前 只要不是撒谎 他就能跟别人侃侃而谈 几分钟后 水军听完炎帝的解释 用着怀疑的眼神看向夏凡 不敢想象 这个嘴巴子 贼溜的家伙 竟然这么厉害 而这时 天空突然劈下一道黄色闪电 在水军的目光下 夏凡再次单手指天 一道光照浮现 将闪电挡了下来 夏凡笑着道 看到没有 现在可以相信我有神力了吧 你见哪个人类像我这般厉害 水军再次沉默 夏凡眼见收起表情 又道 其实我这有一个疑惑 需要你解答下 水军诧异的回头 没想到夏凡会有疑惑 让他解答 我听别人说 蓝白蛇抓你 是为了你身上那根凤王的羽毛 那既然如此 你为什么不远避圆珠市 远避圆珠市附近的森林呢 水军犹豫了半想 说道 我留在这里 是想要解救 被蓝白蛇抓住的五名五女 他们拥有召唤凤王大人的力量 一直被蓝白蛇控制住 对凤王大人是个威胁 夏凡点了点头 这样解释他就懂了 又过了两秒钟 夏凡笑着伸出了手 现在那根羽毛可以给我了吧 刚才炎帝对我的介绍 你应该知道 我和那些人不同 他们抓捕你们 是为了利用你们的力量 霍乱这个世界 我收服你们 是为了让你们 不再受到他们那些人的打扰 并且让你们更加的强大 水军没有拒绝 张开嘴 一根散发着红色光芒的羽毛 从口中飞到夏凡的掌心 当年凤王大人 交给他这根羽毛就说了 这根羽毛 是给予收服他的人的 夏凡收服他了 那就只能给夏凡了 结果羽毛的夏凡 看着光芒四射的红色羽毛 心中大为兴奋 这代表着什么 这代表着 他可以堂堂正正地 去把凤王收服了 并且还不用担心 收服后他不会听令自己 我们走 从现在开始 我们的口号 就是解救凤王 团灭蓝白社 让这个世界 知道我们众神殿的力量 夏凡大手一挥 坐在炎帝的背上 领着水军和雷公 以及梦幻 向着圆珠寺进发 一个小时后 夏凡骑着炎帝 来到了一座山顶 从山顶向下看去 可以一览圆珠寺 这座成都地区的历史名城 好久不见 我的故乡 夏凡的脑海 响起了炎帝的叹息声 顺着他的目光看去 夏凡看到了 圆珠寺最有名的两座塔 烧焦塔与灵塔 传说这两座塔 就是成都地区 两只传说中的神奇宝贝 洛奇亚与凤王觉醒 和沉睡的地方 百年之前 如果不是烧焦塔 发生了那场大火 他们两个说不定 还会待在这里 但如果没有这场大火 那炎帝雷公和水军 也不会成为 被世人尊称传说中的 三位圣兽 只能说福获相依 放心 这次事件之后 我会让你们 以后都能够堂堂正正地 回到这里看望故土 夏凡抚摸了下炎帝的棕毛 安抚起有些低落的情绪 一分钟后 夏凡用精灵球 将炎帝雷公水军 以及梦幻收了起来 随后从山顶一跃而下 在半空中 变成一只波波 飞进圆珠室内 此刻这座城市的大街 满是形形色色的神奇宝贝 他们在大街上游荡 战斗 让整座城市 陷入恐慌封闭的状态 最大伤害 蓝白安保集团来到了这里 派出了公司所有成员 再次抓捕神奇宝贝 只不过 他们的抓捕 不知道怎么回事 当天抓了大半 看着安静了许多 等到了第二天 暴动又开始激烈起来 圆珠室内的一处过道 有九位穿着蓝白相见制服的训练师 正与六支暴动中的神奇宝贝战斗 其中有两人 没有放出自己的神奇宝贝 而是找了个靠椅坐着 一个染着银发的少年 和一个戴着帽子的青年 龙霄 求求你帮我跟社长求求情 让他不要撤销我的职务 雷公的抓捕 真是一场意外 这谁想得到 就在我们即将收复雷公的时候 一只绿毛虫 竟然会让我们抓捕失败 如果没有它 我发誓 我们一定可以成功的 戴着帽子的青年 正一脸祈求的 向银发少年解释 希望他为自己说说话 但少年却很是烦躁 一脸比一地看着青年 木托 你觉得你这话能信吗 绿毛虫 因为一只绿毛虫 就导致任务失败 你也好意思说出口 如果不是社长 看你以前对社团的攻击还不错 那按照规矩 就不仅仅是 将你从干部降为普通团员 而是直接逐出去 能留下 已经是看得起你了 还有 你也不看看 现在的自己有多大能耐 被雷公劈死 从弱业镇重新开始 你现在手里 应该就只有 从与金木博士那里 领取的火球鼠吧 就这么一只新手精灵 你觉得自己在蓝白社 还有立足之地吗 就连眼前这些社团 随便放出来的野生神奇宝贝 都打不过吧 就这还妄想继续当干部 哼 真是笑死人了要 龙霄话音落下 不远处的战斗恰好结束 那六只暴动的神奇宝贝 被蓝白社成员 收进精灵球中 龙霄拍了拍青年的肩膀 与其跟我在这求情 你还不如跟着他们去战斗 想办法把你那只火球鼠的实力 提升上来 说不定以后社长 还会将你提升为干部 面对着往日朋友的嘲讽 木托咬了咬牙 心中咒骂一声 最后还是离开了 龙霄看着他的背影 嘴角露出一丝肌腐 任务失败的废物 说完 龙霄准备起身 向和另外八人相反的方向走去 二我的 呃呃呃 刚一起身 忘记自己有伤在身的龙霄 不小心扯到了一个隐私部位 顿时捂着下半身 直叫 这让还没走远的八人回头看去 各个强忍着笑意 看什么看 都给老子快点滚 龙霄怒骂 八人随即捂着嘴跑开了 留下龙霄一个人把手撑在靠椅上 等待疼痛感消散 同时嘴巴不断脑目的男男 MD 别让我知道当时是谁对我下的毒手 不然老子 非要宰了他 让他成为真正的死太监 而在龙霄头顶的一棵树上 一只波波正低着头看他 露出一抹诡异的笑容 现在的蓝白社关于龙霄 有一个禁忌的话题 那就是 永远不要在他耳边 提起几个月前去往连接洞穴 抓捕梦幻的事件 因为那一天 他不仅是任务失败了 而且还带领着那时 所有参与进来的蓝白社成员 财富清空 更关键的是 他的蛋在那一天也碎了 而这些事情 他至今为止 也没搞清楚 到底是谁做的 因此 这成了他心中的梦魇 最为恐惧且愤怒之事 只要谁在他面前提起这事 就会立马暴怒 与其拼命 在靠一旁站立了三分钟 龙霄下身的疼痛感 已经消散大半 准备离开至即 头顶的一棵树上 一道白光闪过 一只波波变成了一只八大蝶 他扇动着翅膀 大量晶莹的粉尘落下 粉尘飘进龙霄的鼻腔里 不一会 他就感觉自己的身体 开始渐渐无法动弹 感觉不到一点感觉 这怎么回事 我的身体怎么被麻痹了 龙霄惊慌 扭动僵硬的脖子 抬头看去 结果看到 一只不知 从哪里来的八大蝶 正对着他扇动翅膀后 不知道怎么回事 他突然下意识地牙齿打颤道 又来 说完 龙霄就感觉不对劲了 他为什么要喊幽呢 然而 不等他仔细思考这个问题 麻痹粉的作用 便已经让他全身麻痹 脚步不稳地倒在地上 紧接着 在龙霄震惊的眼神下 那只八大蝶 在半空中 竟然变成一位少年落在地面 好久不见啊 龙大土豪 夏凡戏谑道 啊 八 啊 八 龙霄张开嘴想说你是谁 但是麻痹粉的作用 让他只能勉强地发出阿巴巴 而且还是断断续续 十分虚弱的阿巴巴 夏凡眼间笑着道 龙大土豪 我知道老朋友相见你十分的激动 迫不及待地 想要给我送钱 但是不着急 我先给你找一个舒服的地 咱们再叙叙旧 龙霄眼睛大瞪 他是问你是谁 怎么变成了 他要送钱 这个混蛋到底是谁 怎么能如此的厚颜无耻 环顾了眼四周 夏凡将龙霄 拖进了身后的小树林中 紧接着小树林里白光闪过 一只笔雕背着龙霄 飞离了圆珠市 来到了城市外的密林中 将龙霄放到地上后 笔雕又变成了一只风铃铃 使用出了治愈铃声 解除了龙霄的麻痹状态 好了 咱们可以好好地叙叙旧了 从风铃铃又变回少年模样的夏凡戏雪道 解除了麻痹的龙霄急忙问道 你是人类还是神奇宝贝 我们之前见过吗 为什么我没一点印象 我当然是人类 至于我们就没见过你才 夏凡笑问道 然后从口袋里拿出一把匕首 龙霄看着夏凡手里有些的眼熟匕首 当即愣住了 紧接着 他质问道 你是谁 为什么会有两个多月前 我在连接洞穴里遗失的那把匕首 告诉我 那个时候发生了什么 夏凡眉头一挑 没想到梦幻消除记忆 能消除得这么有效 他刚才还以为拿出这把匕首后 龙霄这货 就会一下子被刺激的全部想起来呢 不过这样也好 记忆消除得越有效 就越方便他以后坑人 想吧 夏凡拿起匕首 二话不说 就朝着龙霄的大腿划了一下 当即就疼得龙霄鬼叫不止 夏凡道 既然想不起来就算了 我现在 给你立下一个规矩 那就是从现在开始 只能我向你提问 你不能向我提问 你只要反问一句 我就朝你划一刀 如果你不回答 我倒是不建议要了你的命 让你 和刚才那位叫做木托的家伙一样 重头再来 龙霄被吓住了 静若寒蝉地看着夏凡 但 他的手却不自主地向腰间放去 夏凡看到了 眉头微醋 但没有阻止 因此下一秒 一道红光从龙霄腰间闪过 一只快龙从龙霄的身后浮现 你看娘的 在这跟谁装呢 还敢给我立规矩 我等一下就让你把两个多月前 在连接洞穴发生的一切 一字不落全部说出来 并且把你抓进我们蓝白社做科研 看看你到底是神奇宝贝 还是人类 快龙一出来 龙霄的底气立马就足了 刚才害怕的样子一扫而空 一副老子天下 无敌的样子 快龙 电磁波 把他给我电麻毙了 让我先揍他一顿再说 快龙嗷呜一声 一道电磁波从体内发出 向夏凡电去 夏凡冷笑 伸出左手向前一指 一道光照升起 将电磁波抵挡住了 同时右手摸向腰间 拿出一颗精灵球 一道红光闪过 炎帝登场 炎帝 这当即就把龙霄吓住了 连忙躲到快龙身后 下一秒 夏凡又扔出一颗精灵球 红光闪过 雷弓登场 雷弓 龙霄眼睛瞪得更大了 万万没想到 夏凡拿出了炎帝后 还能再拿出雷弓 但紧接着 当看到夏凡拿出 第三颗精灵球 放出水军时 他整个人拉着嘴 就已经说不出话来了 心中只有一个念头 那就是跑 可 当他正要下令时 夏凡又扔出了 第四颗精灵球 一只粉色两足的神奇宝贝 从中浮现时 他整个人完全呆滞了 逃跑的念头 直接崩碎 只有一个新的念头 悄然升起 问君能有几多愁 想要报仇成坟头 来 现在可以聊一聊 我们两个谁 才是那最有自个装的人 一分钟后 龙霄瘫坐在地上 身旁是想要带着他逃跑 却被暴揍一顿的快龙 来 现在可以进行 我刚才说的 我问你必答的环节了吗 夏凡坐在炎帝的背上 把玩着匕首刀 龙霄看了眼身旁的快龙 绝望地点了点头 这还能怎么办 碰到这么个变态 只能接受他的一切要求 首先第一个问题 你们在这做什么 龙霄低沉道 为了捕捉凤王 夏凡点了点头 第二个问题 为什么这么多野生的神奇宝贝 会聚集在圆珠市 他们都是你们的吗 对 他们都是我们蓝白社 抓来放生在这里的 为了让圆珠市的居民 不出来乱走 以及让我们合理地 封锁圆珠市的理由 夏凡又点了点头 第三个问题 你们抓捕凤王的 进度到哪里了 多久开始捕捉凤王 三天后 开始抓捕凤王的行动 因为我们社长 需要的一个物品 要后天才能送到 什么物品 红色之语 拥有这个东西 抓捕凤王 才能让他听命于我们 目前这个东西 在关东地区 一个叫超梦队的组织手中 他们阵亡我们这感 夏凡恩了一声 对龙霄目前为止的回答很满意 那你们社长在哪里 还有 你们准备怎么抓捕凤王 他的实力 可不是炎帝雷公水军 可以比拟的 你们抓他们三个 都如此的费劲 抓他应该更难吧 我们社长 现在在曾经凤王居住的灵塔内 龙霄说完就闭嘴了 然后呢 怎么抓捕凤王的方法还没说 夏凡眉头一挑 以为龙霄要开始跟他耍脾气 因此 准备拿着匕首给他来一刀石 龙霄又开口了 我告诉你这个可以 但是我只有一个要求 那就是你必须告诉我 两个多月前 在连接洞穴里发生的一切 不然我就是死在这里 我也不会告诉你 我们社长要抓捕凤王的方法 咬着牙 龙霄一副无所畏惧的表情 这是他这两个多月来的执念 哪怕是死也要知道的执念 夏凡听完点了点头 龙霄一喜 以为夏凡这是答应了 但乃至下一秒 在那点头的夏凡 二话不说 猛然从炎地背上跳下 拿着匕首 一副凶神恶煞的表情 就冲了过去 像是要你既然求死 那我就成全你 等一下 我不要答案了 我告诉你我 全都告诉你 龙霄刚才还无所畏惧的表情 立马就吓得脸色惨白 双眼紧闭 等待了好几秒 没有等到夏凡的那把刀劈来 龙霄惶恐地缓缓睁开眼 看到的是夏凡一脸笑意的表情 手里的匕首已经消失不见 夏凡拍着龙霄肩膀笑着道 谢谢龙大土豪为我着想 其实我刚才冲下来 是想告诉你一切的 不过你现在又说不要了 那我就只能勉为其难地 不把当时发生的一切告诉你了 毕竟发生的是太多了 一时半会也说不清 要耗费很多的口水 被冷汗浸尸全身的龙霄文言 咽了咽口水 这或是神经病吧 这个世界 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存在 突然拿着 把刀冲过来 你踏码跟老子说这事 想要好好说 这是人做出来的事 不过呢 如果你能告诉我 你们社长是准备怎么抓捕凤王的 我就可以告诉你的那个东东 是谁打的 夏凡又说道 眼神向龙霄下面看去 忍不住嘖嘖两声 夏凡的话 让龙霄从惊恐转为激动 最想要知道的就是这个 因为他要报仇 不过下一秒 龙霄想到了什么 上下打量起夏凡起来 然后又看了眼四周的 炎帝水军和雷公 以及梦幻 心中嘀咕 不会是这个人打的吧 这要真是他打的 他怕是 这辈子都很难报仇了 夏凡注意到了他的眼神 一脸郑重的连忙道 你放心 凶手绝对不是我 我可以对天发誓 不是我动的手 如果是我动的手 我天打雷屁 这话 让龙霄松下口气 还行 只要凶手不是眼前这混蛋 那他报仇就还有望 龙霄道 抓捕凤王 社长准备了两个方案 第一个方案 凤王召唤出来后 社长直接扔出大师球 大师球 夏凡眉头一挑 没有想到 蓝白射竟然弄到了这个 龙霄点了点头 对 但大师球虽然说起来 是可以百分百抓捕神奇宝贝 但是面对神兽 我们还是没有底气 因此 社长第二个方案 那就是利用研发出来的 一艘战斗飞舰 这艘飞舰 有着压制凤王的科技力量 利用它将凤王削弱到 虚弱的状态后 再进行抓捕 什么样的战斗飞舰 夏凡再问 这个我不知道 只知道这个飞舰 是成都地区的火箭队设计出来 当初只建造一半 被我们覆灭后 就成了我们的东西 真实的模样 我还没看过 龙霄说完 看到夏凡眼神里有些不幸 立马哭腔起来 我真的不知道啊 这个东西是社长 是亲自督促的 怎么使用 也只有他知道 我也就只知道 这东西的存在 看他这副样子 夏凡眉头一挑 也不再多疑 行吧 想知道的我都知道了 我现在只有一个问题了 你知道圆珠市 有制作衣服的门店吗 制作衣服 龙霄诧异 怎么话题转变得有点大 没错就是制作衣服的门店 只要回答了这个问题 我就告诉你 你的那个东西 是谁打的 一听终于要告诉自己 是谁打的 龙霄立马激动起来 眉头紧锁的思考 来到圆珠市的这些天 在哪里看到过 制作衣服的门店 二十秒钟后 他大拍手掌 我想起来了 在你抓走我的那个地方 往左五十米的岔路口 再往南一百米左右 就有一家制作衣服的门店 说完 龙霄期待的眼神 看着夏凡 告诉他最期待的那个答案 夏凡笑了笑 拍了拍龙霄的肩膀 其实啊 你的那个东西 不是人打的 是一只飞天螳螂打的 飞天螳螂 龙霄眼睛大瞪 脑海里浮现出一只 举着两把白色大镰刀的 飞天螳螂 向他那个东西打来的画面 表情顿时气到表情扭曲起来 好狠 真的好狠 到底是哪个混蛋 指使飞天螳螂 干出这种事来的 那只飞天螳螂有主吗 告诉我他是谁 我一定要杀了他 龙霄怒道 啊 关于飞天螳螂主人的这个问题 夏凡挠了挠头 一脸难为情地说道 如果仔细追究起来 他的主人好像是我 你 龙霄眼睛要瞪突了 你不是说 不是你干的吗 是你干的 你就要天打雷劈 对啊 我是没干 是飞天螳螂干的 而且 我刚才说的是 如果是我动的手 我天打雷劈 请记住我动的手这四个字 你 龙霄顿时气到手指发颤 指向夏凡时 下一秒 双眼发白 这家伙竟然气晕了过去 夏凡眼见叹了口气 圆圆相报何时了 看来是需要我来做一件好事 让你忘却今天的痛苦了 小焕 动手消除他的记忆 让他忘记今天的烦忧 圆珠市的大街上 龙霄从靠椅上睁开了眼 怎么回事啊 我怎么会睡在这里 他疑惑地环顾四周 并在脑海里仔细回想 刚才发生了 但 刚一回想 不知道怎么回事 他的大脑就开始疼痛起来 并且越来越疼 就像两个多月前 从连接洞穴外醒来时一样 只要努力回想当时的记忆 大脑就会剧烈疼痛 该死的 我刚才到底又经历了什么啊 龙霄恼怒到 紧接着他愣了一下 连忙把手伸进衣服口袋里 拿出手机 他想到两个多月前 他不仅是淡碎了 还有手机里的一千多万 也是在这种不清不楚的情况下丢的 千万不要丢啊 龙霄满头大汗 拿着手机碎碎念叨 这可是他两个多月的时间 又重新辛苦挣回来的 然而三秒钟后 龙霄看着原本还有25万的手机余额 此刻已经只剩100块时 表情渐渐不对劲起来 声明的让人害怕 两秒后 他起身仰天怒吼 老天爷 我去你 MB 香蕉棒棒着 我这是造了什么地啊 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 老子的辛苦钱 怎么又这样没了 那个强老子前的王八蛋 老子诅咒你不得好死 不要给老子知道你是谁 不然 老子一定要把你千刀万剐 而在龙霄仰天长啸的时候 数百米之外的地方 一只波波正低空飞行在圆珠室内 当耳旁传来 龙霄若有若无的怒骂声后 他叹了口气 哎 年轻人就是这么暴躁 得改啊 不然 下次看到你了 还是会忍不住 把你再洗劫一遍 嗯 就是这里吗 感叹时 波波看到了一块 写着阿利多斯裁风店的挂牌 随即环顾起四周的环境 确认没有神奇宝贝 和蓝白色的人后 便立马降落到旁边的一处隐秘过道内 白光闪过 这只波波变成了一位少年 少年走到了裁风店的门口 此刻这家店的门正紧闭着 咚咚咚 夏凡拿手敲了敲门 不一会 门店里面传来走路的声音 声音随着靠近屋门越来越响 但当脚步声像是来到门口时 就突然没了动静 似乎是里面的人 趴在房门上 偷听外面的动静 夏凡向门内轻声喊道 你好老板 能开个门吗 我想找您制作一件衣服 里面传来松气声 像是为他是人类 而非神奇宝贝松气 紧接着 夏凡就听到里面 传来中年男子的声音 先生你走吧 我们现在不在营业中 要是先生想制作衣服 等暴动结束后再来吧 或者去别家再问问 夏凡连忙道 这位老哥 现在外面没有暴动的神奇宝贝 请帮我制作一件衣服吧 做好了我一定中心 您要是真想来 我家制作衣服 那就等暴动后再来 里面还是如此说道 夏凡又道 老哥 我可以加钱 只要你做我这单生意 我多加五千给你 滚 一点臭钱就想让我冒生命危险 休想 哪知里面反而像是激怒了 直接回怼 那十万块可以吗 话音落下 夏凡的脑海里 传来炎帝的心电感应 主人 既然他不想做 那我们就换一家吧 何必苦苦求认 然而炎帝话音刚落 房门突然就打开了 一个中年男子 一脸和气地 向夏凡做出了欢迎的手势 先生里面请 不一会 夏凡来到了屋子里 中年男子端着一盘茶水点心 送到夏凡做的位置 表情十分的和睦轻善 先生 你想要制作什么样的衣服 夏凡没有着急回答 而是拿起茶杯喝了一口 酝酿了一分钟 淡淡道 嗯 风衣 MD 坑了老子这么多钱 不让老子 庄夏 真的是对不起他那十万块钱 那您对风衣有什么要求 中年男子没有生气 依旧保持和睦的表情 夏凡道 一键在上面写 有众神二字的风衣 众神 对 众神 夏凡拿手在桌子上 写了众神二字 中年点了点头 用笔记录了下来 紧接着诱导 除了上面有字 先生还有什么要求 其他要求 夏凡拿起茶杯站了起来 开始在店里 巡视起中年男子 制作出来的一些成品衣物 不一会 他发觉这里的许多大衣 都绣着图案 便道 大衣上的图案 我能自己设计吗 当然可以 中年点了点头 夏凡随即向中年男子 要来了几张纸 和几支彩笔 用了两个小时的时间 画了五张图 分别是凤王 炎帝 雷公 水军 以及梦幻 当中凤王翱翔于天际 翅膀挥洒着七彩的光芒 炎帝居于火山之中 四周全是炙热的熔炎 雷公居于乌云之中 四周全是耀眼的雷电 水军居于湖泊之上 四周全是晶莹的河流 而梦幻 他的画像最为简单 没有像凤王那样 自身散发着光芒 来衬托他的高贵 也没有像炎帝雷公和水军那样 站立在属于自己的世界之中 有的只是 他自己弯着腰舞着嘴 黑黑黑傻笑的样子 在夏凡的眼中 这个时候的梦幻 是他最可爱的时候 因为这代表着他的纯真 先生 您的画工 是来到我这设计衣服的人中 画的最好的一位 中年男子在夏凡 画完欣赏的时候 连忙赞美的 夏凡对此淡淡地点了点头 开玩笑 他曾经可是画画得过奖的男人 画得不好看 那还得了 等一下就麻烦 夏凡您将这四只神奇宝贝的模样 设计在大衣的背部 夏凡拿着凤王炎帝雷公 以及水军的画像 炎帝居于背部的中间 雷公居于左侧 水军居于右侧 凤王居于他们三者之上 形成三角形 至于这张梦幻 麻烦您 把它设计在前胸心脏的位置 中年男子点了点头 拿着笔记录下来 只不过记录完 他想到了什么 说道 先生 如果设计了这些 那你最开始说的那个众神二字 可能就不太适合设计在大衣上了 非要加上的话 就会十分的违和 夏凡眉头微挑 开始思考起来 不一会 他突然看到了一块 放在桌子上的漩涡图案面具 老哥 你会设计面具吗 把众神二字 就设计在面具上面吧 会的 老板点了点头 只是这个价格 五万 好嘞 没问题 老板连忙硬下 拿起笔继续记录夏凡的要求 而夏凡又想到了一个关键性问题 连忙道 对了老哥 最快制作出来要多久 两天可以吗 两天时间有点赶 老板挠了挠头 十分的为难 像您这样的设计 我一般会快 也要四天时间才可以制作好 二十万 小哥你放心 我这人生平最喜欢的 就是挑战极限 两天时间 我不吃不喝 也一定给您做好 夏凡看着眼前这个财迷 满意的端起 已经冷掉的茶水喝了一口 之后的设计就不需要他了 老板按照他的需求 开始设计丰衣成品的效果图 设计好后给他观看 如果可以 就开始制作 夏凡开始端着茶杯 在屋子里闲逛 老板见他无聊 便把领到了一间屋子里 屋子里有一位老奶奶 和一位小女孩 以及一位中年妇女 老板介绍 这是他的母亲 女儿和妻子 此时这三位正在看着电视 对于夏凡的到来 只是礼貌地问候一声 便继续观看电视了 无奈 夏凡也只能跟着他们 一同观看电视 电视里此刻正播放着 蓝白安保集团 在圆珠市抓捕暴动的神奇宝贝 夏凡看了一会 感觉这似乎是蓝白社 用来安抚圆珠市的居民手段 让居民们看到 蓝白安保集团 为了保护他们正在做的努力 又过了一会 小女孩指着电视 一脸兴奋道 奶奶 妈妈 那只火爆猴 我好像昨天在电视上看到过 奶奶和妈妈文言一愣 看了一眼电视上 一只和蓝白安保集团 战斗的火爆猴 随后笑着摇了摇头 妈妈摸了摸小女孩的头 咪咪 你应该是看错了 昨天那只火爆猴 已经被蓝白安保集团收服了 怎么可能会是这只 火爆猴长得都一样 女孩见奶奶和妈妈都不信 急了 真的 我刚刚看到 那只火爆猴的拳头有快八 昨天的那只也有 都在一个地方 妈妈和奶奶再次看向电视 可惜里面的火爆猴 已经被收进了精灵球里 奶奶只能笑着道 妮妮啊 火爆猴拳头上 有伤很正常的 真的 绝对是昨天的那一只 小女孩要急哭了 坚信刚才那只自己昨天看到过 这时她看到在那面 无表情的吃糕点的下凡 便连忙过去 哥哥 你是神奇宝贝训练师吗 昨天的直播你也看了吧 那只火爆猴 你是不是看着也很眼熟 夏凡一愣 看着小女孩吸一的眼神 嚼了嚼嘴巴里的饼干 脑子飞速运转 下一秒 她果断开启了演技模式 只见夏凡一本正经地说道 我看了 你说的没错 其实刚才我也觉得 这只火爆猴和昨天的那只很像 不仅是拳头出的疤痕一样 就连大腿和腋下的疤痕 都一模一样 小女孩听到夏凡赞同自己的话 先是一喜 但当夏凡说 大腿和腋下也有相同疤痕时 又是一愣 开始仔细回想 昨天的那只是不是也有 但这是夏凡赞赏地 拍了拍小女孩的肩膀 说道 你是叫妮妮吧 没想到你和我一样 眼光独到 一眼就看出来 两只神奇宝贝 其实是同一只 够仔细 是块当训练师的料 如果有了自己的神奇宝贝 一定可以照料好他们 刚才大腿和腋下的疤痕 你应该也看到吧 听到夏凡如此夸赞自己 小女孩哪里还顾得回想 昨天到底有没有其他的疤痕 直接欣喜的印象 看到了看到了 对 大哥哥你说的没错 我刚刚想了下 昨天的那只火爆猴大腿和腋下 的确也有疤痕 奶奶和妈妈闻言 表情开始有些诧异 这如果要是真的 那昨天被抓走的神奇宝贝 为什么今天还会在圆珠市 这是夏凡又道 不过我猜 可能是蓝白安保集团 没有保管好精灵球 将他不小心又放生了 毕竟一天抓这么多精灵 发生这种事 也是可以理解的 听到这话 奶奶和妈妈点了点头 有道理 但又过了一会 夏凡突然一惊一炸起来 脸色凝重地指着电视道 这怎么可能 这只赫拉克罗斯 我昨天在家里的窗户上 拿着望远镜看到过 明明被抓走了 怎么现在还会出现在电视上 孩子 你是不是看错了 赫拉克罗斯 在这次暴动中 可能不止一指 奶奶说道 不 这不可能 他的脚我记得清清楚楚 是断裂的 夏凡起身 走到电视前 指着一只头顶尖脚 有些断裂的部位说道 夏凡这么一说 奶奶和妈妈的脸色 也开始凝重起来 但这时夏凡又说道 不过 这可能和火爆猴一样 一不小心一同放生了 奶奶和妈妈 脸色再次烧缓 五分钟后 直播画面里 蓝白安保集团的人 在捕捉五只 在大街上瞎逛的拉达 夏凡捂着嘴 再次震惊道 怎么可能 奶奶和妈妈一口同声道 不会他们 昨天你也看到被抓走了吧 夏凡迟了两秒钟 缓缓点了点头 妈妈顿时怒了 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这么多 被抓走的神奇宝贝 还会在圆珠市 蓝白安保集团 这是怎么办的事 显然 她已经选择 不再相信夏凡之前的分析了 不行 我要打个电话 问一下 他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为什么会这样 妈妈坐不住了 起身就要打电话 不过刚一起身 就被夏凡拦住了 夫人你等一下 你要是就这么打过去 我感觉有些不妥 会打草惊蛇 打草惊蛇 妈妈眉头微醋 对 夏凡一脸慎重地点了点头 我刚才仔细想了下 万一这些是他们故意抓起来 然后又放出来的怎么办 会不会是他们 在做一些不为人知的事情 故意这样不准我们出门 那该怎么办 妈妈有些吓住了 夏凡拍了拍胸口 这样吧 我作为神奇宝贝训练师 有责任 去调查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等一下我就去调查这件事 如果有准确消息 我就告诉你们 如果真的是 他们在图谋不轨干坏事 那可能 就需要你们去联系 其他援助室的居民 大家一同去找他们的麻烦 妈妈和奶奶对视了一眼 点了点头 夏凡道 那两位知道 圆珠市的直播塔在哪里吗 我觉得 那里肯定有重要的讯息 我调查的第一站 就去那里 妈妈诧意道 你不是我们圆珠市训练家吗 直播塔 你不知道在哪里吗 夏凡一愣 这女人咋这么警觉 正要胡编一个时 奶奶道 你也知道是训练家 谁说年轻的训练家 必须要待在一个地方 别人不能在外游离吗 不知道直播塔在哪不是很正常 也是 妈妈点了点头 夏凡松了口气 看来自己瞎编乱造的功力还行 昨天压根就还在圆珠市外面 她能看到个鬼的直播 那里就是直播塔了吧 圆珠市那个一棵树下 夏凡抬头望着不远处的一处塔 露出一抹笑容 按照之前奶奶的描述 这座塔应该就是圆珠市与外界 以及本地居民讯息共享的媒体平台 而她想要的 就是这个能够和外界共享 以及和本地共享的媒体平台 她要利用这座塔干一票大的 一分钟后 夏凡来到了塔下 刚要走进时 看到门口守着两个 穿着蓝白色制服的家伙 那两个家伙 正坐在两个凳子上 磕着瓜子吃着零食 十分悠闲地拿着手机 观看着东西 夏凡随即连忙退去 思考了片刻 环顾了眼四周 白光一闪 变成了一只能够顺着四周景色 来改变自身颜色 从而达到让自己隐身起来的神奇宝 被变影龙 夏凡趴在地上 由于变影龙的强大变色能力 顺利地进入了直播塔 直播塔有七层 夏凡几乎在每一层 都看到了蓝白色的成员守在那里 夏凡在每一层的房间也看了下 发现这里的工作人员 似乎都被蓝白色控制住了 不能做交谈 只能忙碌着手中的工作 一层又一层 最后夏凡来到了第五层 在这里 夏凡终于找到了直播室 直播室的门打开着的 夏凡顺利就进去了 直播室内 有三个男子 正在对着直播设备忙碌着工作 而在他们的身后 是五个穿着蓝白色制服的蓝白色成员 他们时不时地训斥着前方三个男子 告诉他们 这个可以拨 那个不能拨 而三个男子 也只能微微懦懦地硬下 夏凡看了十分钟 最后走到了一个盆栽旁 白光一闪 变成了一只臭臭花 不一会 晶莹的粉末 从头顶的花蕊 飘散而出 直播室内 渐渐被粉末笼罩 三十秒不到 屋内 所有人全部呼呼大睡 臭臭花 从盆栽旁跳了下来 变回人形 夏凡拿出精灵球 放出梦幻和炎帝 让炎帝将这些人 拖到隔壁的房间里看管起来 如果有人醒来就打晕 而梦幻则和他一起 将之前那三个 被蓝白色成员 训斥的工作人员聚在一起 让梦幻变成风铃铃 使用治愈铃声 让他们从昏睡中醒来 你们好 夏凡在三人醒来时 露出了轻善的笑容 三人看着眼前的陌生人 先是一愣 有些紧张地想要后退 同时环顾起四周 当发现 自己还在直播室里 但之前那几个 要挟他们工作的 蓝白色成员却不见时 表情流入出一丝欣喜 他们被我丢到 隔壁的房间里看管起来了 不信的话 可以去看看 夏凡事实开口 这话让三人 对夏凡的警惕感 稍微降低一些 随即起身 走向隔壁的看去 当三人看到那些人昏倒在地 旁边守着炎帝时 顿时被吓住了 作为从小在圆珠市长大的他们 关于三圣兽的故事 可是耳熟能详的 因此 对于炎帝的形象 可以说是了如指掌 一眼就能认出 他现在是我的伙伴 不会伤害你们的 所以不用害怕 夏凡再次试试开口 你是什么人 为什么会来到这里 三人中 一个看样子 有四十多岁的中年男子 开口道 表情还是有些紧张 我是来帮助圆珠市 摆脱蓝白色控制的 神奇宝贝训练师 你们可以叫我正义的使者 夏凡微笑道 不忘拍下自己的马屁 正义的使者 夏凡的话 让他们有些错愕不已 但其中一个青年 听明白夏凡的意思是 想要帮助他们 便连忙道 你要怎么帮我们 现在蓝白安保集团 已经不仅将我们 这座直播塔控制了 就连整个圆珠市 也可以说 在他们的掌控中了 换一个地方说 夏凡道 把三人领回刚才的直播室 回到直播室里 夏凡才继续道 我需要你们 给我一台直播的摄像机 三天后 我想要进行一场直播 将我所直播的画面 面向整个成都地区 这场直播过后 并且人人喊打 真的吗 青年激动不已 显然对蓝白社 早就愤怒不已 这十三人中的那位 四十来岁的中年男子说道 您要将直播 面向整个成都地区 对 就单独将直播 面向圆珠市不行吗 面向圆珠市 效果会大打折扣 夏凡眉头微醋 面向整个成都地区 很难吗 中年男子摇了摇头 不难 但是很费钱 多少 至少百万 如果想要各个城市 同时一起看到 那就至少五百万 夏凡眉头一挑 还以为一开口 就要几千万 随即道 那就干 我给你八百万 只要你能帮我 把直播面向成都地区 我现在就能给钱 中年男子愣住了 看着眼前毫无人性的少年 答应得也太果断了吧 夏凡道 除了钱 还需要什么 其他的东西没有 中年男子迟疑道 手机 我们的手机 被刚才那三个家伙收走了 如果想要联系 其他地区的直播塔 我需要我的手机 没问题 夏凡答应了 几分钟后 带着三人从刚才那几个蓝白社的家伙身上拿到钥匙 然后从一个柜子里拿到了各自的手机 夏凡直接将钱转给了中年男子 让其安排三天后的直播 然后让另外两人帮自己准备一台摄影机 并且告诉自己如何使用 在一切都全部弄好后 并且告诉他们做好演戏的准备 便让梦幻变成了一只八大蝶 对他们使用了催眠粉 让他们陷入昏睡 然后再把刚才那几个蓝白社的家伙们 搬回在屋子里 最后 夏凡让梦幻用念力拿着摄像机 和自己找到一个窗户后 飞离了直播塔 接下来就要开始准备 让蓝白社身败名裂 而让他们众神殿登上世界舞台的契机 从直播塔离开的时候 天色已经临近傍晚 夏凡和梦幻以及炎帝雷公水军 躲在一处阴暗的树丛后面 距离他们十米外的位置 有五个蓝白社的成员 正鬼鬼祟祟地环顾四周 像是要做坏事 梦幻用念力操控着摄像机 正对准着他们 将其打开放出里面的精灵 是几只长鼻叶 猫头叶鹰 阿百怪和口袋花 这几只神奇宝贝被放出来后 五个蓝白社成员 向他们说了些什么后 便各自离去 紧接着 他们则把手里的精灵球收集了起来 放到一个人的背包中 便准备离去 夏凡急忙道 可以了小患 拍到这里就行了 我现在去把他们引过来 等下你用麻痹粉 把他们麻痹 白光一闪 他变成了梦幻的样子 飘出了树丛 咪欧 不一会 他的叫声便引起了 那蓝白社五人的注意 他们扭头看去 嘴角立马从平静 转换为抽搐 我在做梦吗 我好像看到了梦幻 其中一人难以置信道 啪的一声 旁边一人突然给了他一记耳光 紧接着那人问道 疼吗 废话 我给你一耳光 看你疼不疼 挨了耳光的青年怒道 疼的话 那就说明 我们没有做梦 山人的青年激动道 快 大家跟上去抓他 那真的是梦幻 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这可能是我们这辈子 唯一一次祖上冒清烟 给我们看到他的机会 乌泱泱的 五人随即激动地 跟着半空中那只梦幻 冲进了不远处的树丛中 然而三秒后 他们刚一冲进来 冷汗顿时直流而下 树丛里 竟然站着炎帝雷公和水君 这三位三圣兽 正一脸微笑地看着他们 像是在说 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 开不开心 正想要把腿就跑时 头顶又飘出晶莹的粉末 紧接着 他们的身体就开始缓缓不能动弹 遇到梦幻的感觉开心吗 一个少年的声音 从他们耳旁响起 他们扭动着 渐渐僵硬没有知觉的脖子看去 一个少年正一脸细血地看着他们 你 是谁 你要做什么 我们可是蓝白社的人 你最好放了我们 五人中唯一的女生强硬着刀 有喝 厉害啊 现在还这么硬解 下凡眉头一挑 二话不说 一脸凶神恶煞地 掏出一把匕首 直接就朝着女生大腿割了一刀 然后把沾染她鲜血的刀子 放在了她的脖子上 还硬气吗 女生当即就吓梦了 虽然因为麻痹 感受不到大腿的疼痛 但是恐惧感 却是成倍地笼罩在她的心头 不一会 一股骚味就开始在树丛飘散 哎哟 下凡当即就捏着鼻子 一脸嫌弃地走开了 走到最左边的青年身旁 从她的口袋里掏出手机 我也不和你们废话了 就问你一个字 要钱还是要命 要钱立马送你 去弱夜镇从头开始 命 命命命 青年直接下街板了 很好 是一个能干大事的人 下凡满意地拍了拍青年的肩膀 来 告诉我支付密码 青年气气爱爱地把密码说了出来 下凡随即转走八万五千 和她一样 要钱要命 要钱立马送你 去弱夜镇从头开始 下凡把匕首又放到第二人的脖子上 那人胆都下眉了 直接道 命 我的支付密码是二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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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很好也是个做大事的人 下凡连连点头 从她的衣服里拿出手机 十分钟后 下凡转走了四十九万 钱 都转走了 可以 放了我们了吧 五人中唯一的中年男子道 当然可以 下凡一脸戏虐地蹲下身子看着他们 只是呢 我这人从来不爱和人结仇 而且俗话说得好 人生若只如初见 相看两不厌 我觉得我下次再见到你们 也不会讨厌你们 但你们呢 我觉得可能会极度地讨厌我 所以啊 你们受受累 忘了我吧 说完 下凡打了个响指 小患 催眠 消除记忆 二十分钟后 下凡收起了掩地雷公和水军 带着梦幻和摄像机 离开了这片树丛 而那五人 则躺在树丛里呼呼大睡 至于醒来后 他们将面对着 什么下凡 就不知道了 他只知道的是 自己亏了八百万 任重道远 得从这些人身上 把钱收回来 毕竟也是 用在他们身上的 夜很漫长 这一夜过后 圆珠市多出了一个传言 千刀万寡 扒皮鬼 不要色 不要命 专要你的财 而且 是寡得你一分不胜 三天后 可惜 不能再搞他们的钱了 一座高楼顶端 一个少年望着远处直插云端的古塔 轻生难难 按照龙霄的说法 今天就将是蓝白社 动手抓捕凤王的日子 从太阳刚刚升起的那一刻 他就注意到 蓝白社和暴动的神奇宝贝的数量 在圆珠市逐渐减少 蓝白社成员向着曾经凤王居住地灵塔收拢 这几天时间 他不断拍摄蓝白社的犯罪证据 顺便打劫他们 给这些人造了不少麻烦 而这些人呢 由于每次被打劫完 都让梦幻将记忆删除了 因此 永远都不知道 到底是谁动的手 怎么动的手 以及他们那个时候 到底经历了什么 只能害怕的 叫多个人一同行动 但是呢 他们又不能改变 见到梦幻就生起的贪婪之心 所以 他只要一变成梦幻去勾引他们 这些家伙就会屁颠屁颠地冲进来 给他送钱 打劫一次又一次 一回又一回 基本在外执行任务的蓝白社成员 都给他洗劫了一遍 搞得他自己都不好意思了 特别是那种 一天被抓三次的家伙 都已经没钱了 还要给他再恐吓一遍 主人 那我们现在该做什么 把这台摄像机送到直播塔吗 少年的身旁 还漂浮着一只梦幻 这只梦幻 正用念力使着一台摄像机 漂浮在半空 对 送到直播塔 这样我们 才能站在正义的角度去摧毁蓝白社 并让我们众神殿站在成都地区的舞台 少年拿起一身挂在旁边的风衣 和一张面具 风衣上绣有三圣兽与凤王 以及梦幻的样子 而那张面具 则是写有众神二字 他穿上风衣 并戴上面具 然后从腰间 拿出三枚精灵球 放出了炎帝 雷公 水君 这三只在成都地区 有着三圣兽之称的传说 神奇宝贝 少年坐在了炎帝的背上 打了个响指 三位 开始我们众神殿舞台的第一场表演 毁灭蓝白社 三位胜兽 随即仰天长笑 声音震耳欲聋 并带着某种规则之力 向这方天地扩散 不一会 一阵北风刮到了圆珠市 风声呼啸 沁人心提 同时 一片乌云也来到了圆珠市 雷声震震 令人发聪 而又在几十里之外 一座多年没有喷发的火山 突然爆发了 炙热的岩浆 源源不断地向外喷发 岩浆 北风 乌云 此刻的圆珠市 仿佛迎来了蔑视的景象 灵塔顶端 一个眼睛下方 有着伤疤的中年男人 站在顶端的高台上 他登高望远 脚下是十几个 穿着蓝白色制服之人 以及一位和他们格格不入 穿着背部 秀有神奇宝贝制服的人 如果仔细细看 可以认出 那人背部秀有的神奇宝贝 是传说中的神奇宝贝 超梦 此刻他们所有人都震惊地看向 突然风云变色的天空 以及那远方突然爆发的火山 不一会 那位眼睛下方 有着疤痕的中年男子 激动到身体发颤 哈哈 肯定是眼底雷弓和水军 感应到了 我们即将召唤凤王 所以赶了过来朝拜 没错 肯定是这样 看来我们之前做的一系列 准备都没有错 这就是召唤凤王最正确方法 只要抓住了凤王 我们蓝白色 就可以顺势收服那三只圣兽 然后利用这四只 传说神奇宝贝的力量 掌控整个成都地区 而在这时 下方一个穿着蓝白色制服的人 接到一个电话 脸色顿时一变 连忙向高台的中年男子大喊 社长不好了 直播塔刚才传来消息 眼底雷弓和水军 突然出现在了直播塔 攻击我们的人 直播塔 他们去直播塔做什么 刚才还激动到发颤的中年男子 顿时就愣住了 三只胜受攻击直播塔干嘛 如果是要来阻止他们的 不应该是往灵塔冲吗 下方的干部尴尬道 我也不知道的原因 但如果不派人去阻止 直播塔要不了多久就会沦陷 社长我们 要不要派人过去 不然要是让圆珠市的市民知道了 我们这些天 一直都是在蒙骗他们 不会大乱吗 中年男子眉头紧促 思考了十几秒后 摆了摆手 算了 不用派人 沦陷就沦陷吧 现在我们的主要目标是召唤凤王 然后收服 只要收服了凤王 就算那些圆珠市的市民 知道我们这些天 一直是在蒙骗他们又如何 只能在我们蓝白色的力量下 瑟瑟发抖 再说 现在派人过去又如何 面对着炎帝雷公和水军 只会白白消耗我们的力量 明白了 高台下的干部文言 直接挂断手里拿着的电话 他相信对面的蓝白色成员 应该也听到了刚才的话 所以不用他多说了 中年男子道 好了 叫那五位舞女上台 开始进行他们召唤凤王的舞蹈 你们就和我一起 顺便欣赏下吧 是 台下十几人 接激动地回应道 而此时的直播塔内的直播室里 一个青年听着已经挂断的电话 表情有些呆滞 没想到社长这么果断地 就放弃了他们 而在青年的对面 一个戴着面具 穿着风衣的少年 领着炎帝雷公水军走了进来 要钱要命 要钱 现在送你们回到弱业镇重新开始 要命 就乖乖地把手机里的钱 全部赚给我 少年一进来 就跟个土匪一样 嚣张无比地掏出了自己的手机 上面是一个收款二维码 青年和另外两个同伴 文言对视了一眼 然后又看了眼少年身后的三只圣兽 重新地掏出了自己的手机 少年收完账 一手拿起半空中漂浮的摄像机 一手向空气打了个响指 他的身后 一只梦幻笑嘻嘻地露出脑袋 和他们对视了一眼 两秒后 三人就立马昏睡过去 梦幻 早已等待多时的直播塔的那三个工作人员愣住了 他们猜出了 眼前的这个戴着面具的家伙 应该就是三天前救了他们的少年 但没想到他 除了炎帝外 竟然还有水军和雷公 更没想到的是 竟然还有梦幻 面具下的夏凡微微一笑 把手里的摄像机交给了他们 这里面是我拍下来的蓝白社 这些天作假的证据 你们快给我一台的直播的摄像机 我要进行现场直播 捣毁蓝白社 三人从愣神中醒悟过来 连忙接过夏凡手里的摄像机 然后拿出一台准备好的摄像机 交给夏凡 那就拜托了 夏凡让梦幻用念力接过摄像机 然后坐上炎帝的背上 准备离开 紧接着他想到了什么 离开之际 有一只暴力龙 如果有人要来阻止你们直播 你们就放出他来 说完 夏凡坐着炎帝领着雷公和水军 以及梦幻消失在三人的视线中 这只暴力龙 就是之前抓捕水军时 吓了夏凡一跳的那只 昨天夏凡想起直播室需要人保护 就把他抓了过来 当直播塔被夏凡 从蓝白社手中夺取掌控权后不久 圆珠市各家各户的电视里播放出 关于这几日 蓝白社成员将暴动精灵收服后 却又在城市的其他处放出来的影片 以及蓝白社成员 私自闯入那些无人看管的商铺里 随意拿取物品 却将罪责强加给参加暴动精灵的言论 还有一些蓝白社成员 在路上肆意辱骂 讥讽圆珠市市民愚蠢的话语 随着这段影片的播出 圆珠市内真正的暴动出现了 陆续有市民愤怒地从自己家中走出 向着那些还正在和暴动精灵战斗的 蓝白社成员攻击 此刻成都地区的其他城市 关于圆珠市因为精灵暴动而封锁的消息 大多数人也都或多或少地有些了解 作为第一家迅速将自己力量投入其中的 蓝白安保集团 在被媒体报道后 这满满的社会责任感 让许多成都地区的人们对他们抱有善意 特别是在看到来自圆珠市的电视频道 还时常报道蓝白安保集团 制服暴动精灵的影片后 那就更加抱有善意 然而 就在不久 圆珠市内的电视频道突然播放出 这一切都是蓝白安保集团 故意这样做的影片后 所有人立马震惊了 一种深深被欺骗的感觉 立马让成都地区的人们愤怒涌上心头 开始在网络上纷纷讨伐起蓝白安保集团 成都地区满京市 关于圆珠市的影片此刻 也正在一家餐厅里报道 这家餐厅里 坐着一蓝色短发青年和一大红长发女人 以及一只喵喵和一只正在疯狂吃点心的小卡比兽 哎 好难啊 他们根本都不信我们 要是再不做出点成绩来 我都不好意思联系下老大 要钱去养活小卡比兽啊 小次郎趴在桌子上 一脸绝望地看着 在那疯狂吃点心的小卡比兽 是啊 好难啊 众神殿这个名字 知名度太低了 根本没有人愿意相信 刚才木托椅还以为我是被什么宗教洗脑了 把我赶出来了 小次郎的对面 五脏也是绝望地趴在桌子上 看着小卡比兽 唯有喵喵没有说话 但是看着小卡比兽 那海量的食欲也是头疼不已 夏老大告诉他们 可以给小卡比兽吃能量快 但小卡比兽不肯吃 只愿意吃点心 这是他们每天都在大把的花钱 如果不是最近夏老大 向他们联系时 叫他们做好招人的准备 顺口提了一句 让他们带着小卡比兽和人进行赏金战斗 赚取他的伙食费 不然 他们三个可能已经一穷二百了 嗯 圆珠是怎么了 不一会 他在桌子上的五脏小次郎 还有喵喵 突然听到有人咒骂蓝白安保集团 随即扭头看去 看到了电视上正播放着蓝白安保集团 在圆珠市的犯罪影片立马支起了身子 蓝白安保集团就是蓝白社 他们是知道的 这是谁弄的 五脏惊讶到 表情流露出难以抑制的激动 不知道 反正蓝白社倒霉 我就很开心 小次郎也是激动地说道 喵喵说道 你们说会不会是夏老大做的 他不是说他就在圆珠市 喵 喵喵的话音刚落 电视上那段影片 蓝白社的犯罪影片突然结束 衔接着的是圆珠市电视台的直播画面 直播画面里 是一个头戴面具的神秘男子 这三圣兽来到一座古坦的画面 这画面一出 刚才还怀疑的三人组 立马就认定是夏凡座的 正在那左手一个小蛋糕 右手一个小蛋糕的小卡比兽 看到后顿时错愕地停下了手 视角来到灵塔 此刻的灵塔大门 近百位蓝白社成员脸色苍白 吞咽着口水 看向对面的三只圣兽 刚才上头给他们下了命令 让他们死都要拦住 只要撑到凤王被社长收服 每个人重重有赏 话虽是这么说 心里的害怕 还是抑制不住往外冲 毕竟那是三圣兽啊 他们蓝白社第一次行动时 动用了近千人抓捕 结果重伤了近半的神奇宝贝 都还没抓到 那时的景象 他们这些人 现在可都还历历在目 一个身为这些人的领队 看到下属如此害怕 连忙大喊 兄弟们不要怕 刚才社长还说了 哪怕我们死了 他还是会派人 把我们从若叶镇接回蓝白社的 并给予我们应有的奖赏 紧接着 为了体现身先士族的典范 这人最先放出自己的精灵 三道红光闪过 一只化石一龙 一只镰刀盔 和一只多次橘石手冲出 这三只有着古代精英的神奇宝贝 一出场就一脸凶神恶煞的 仰天长笑一声 仿佛在说 各个弟弟们 你们的祖宗登场了 快过来磨拜 笑声没有持续太久 因为天空突然劈下一道雷电 瞬间就把最中间 那只吼得最欢的化石一龙 直接劈个半丝倒在地上 另外两只则劈起 立马吓破了胆 化石一龙 领队青年顿时吓了一跳 连忙走过去 就要给化石一龙 喂下一颗好伤药 几秒钟后 化石一龙 从刚才那副 奄奄一息的样子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恢复了好些精气神 他艰难地扭过头 愤怒地看向对面的雷公 一副你怎么能够 在老子刚刚亮相的时候 偷袭老子 雷公对此 发出一声冷哼 MMP 什么时候有神奇宝贝 敢在他的面前 如此放肆和嚣张了 不过 是从远古琥珀 提取出来的遗传因子罢了 还敢真把自己 当别人的祖宗吗 你这要是祖宗 那梦幻是个啥地位 你们往前冲 这些个砸碎 就让我来劈死他们 顺便正好测试下 和上次 我们三个被围攻的时候相比 我又强大了多少 雷公心电感应沟通下凡 以及炎帝和水军 说完 雷公又想到了什么 又沟通起半空中 用念力操控摄像机直播的梦幻 前辈 麻烦等下多拍笑 教训他们的画面 最近我感觉 我在神奇宝贝世界的威名 好像有所下降了 需要让他们重新摆正下态度 今天的战斗他不参与 他是那个负责 扛着摄像机现场直播的工作人员 既然如此 那这里就交给你了 夏凡应下了雷公的请求 拍了拍炎帝的呗 炎帝和水军 后腿微微向后一压 在众人的目光 直接一跃数十米 化石一龙的主人 见其他人还在发愣 直接怒吼 快放出你们的精灵 瞒住他们啊 这些人闻言连忙放出各自的精灵 指挥他们使用技能 将还在头顶飞跃的炎帝和水军打下 此 一道电光闪过 这些人的指令 还是刚刚下达 精灵正要执行至极 雷公使用着疯狂伏特 让全身包裹强大电流 冲到了人群中央 疯狂伏特 转变为十万伏特 人群中爆发出耀眼的光芒 密密麻麻的强大电流 瞬间如蛛丝网般向外扩散 并刺入他们的体内 近百位蓝白社成员和他们的神奇宝贝 直接被笼罩其中 只见他们刹那间跟发羊巅峰一样 全身剧烈抽搐 口吐白沫 三秒后 所有放出来的神奇宝贝 全部倒地不起 而他们的主人 则直接是皮开肉绽 成了一具死尸 近百道微弱的光团 从尸体飞出 向着若叶阵的方向飞去 而这时 炎帝和水军 还是刚刚落在地面 他们两个诧异地回头望去 没有想到 雷公竟然这么快 就解决掉了这些蓝白社的成员 感受着炎帝和水军的注视 雷公有些尴尬地打道 呃 我的力量 好像比我想象的强大多了 我原本以为我打败他们 可能要一点时间 但没想到 竟然一个十万福特就可以了 我没有在装 和某位不一样 炎帝和水军 抬头看向夏凡 夏凡咳了咳嗓子 实力变强了是好事 至于有没有装的嫌疑 就别管了 大家都是成年人了 彰显下自己的实力 也是应该的 说完 夏凡大手一挥 我们走 真正的战斗还没开始呢 灵塔塔顶 此刻塔顶的高台上 有五位舞女 正跳着一曲古老的舞蹈 舞蹈优美 轮回凤柱 五人最中间的那名舞女 手中带着一透明的铃铛 随着她的舞姿扭动 那透明铃铛 便会响起一种悦耳的声音 这股声音 带着一种特殊的无形之力 向外扩散 而台下 蓝白社的高层们 抱着一种欣赏 且激动的心情观看着 一个背后 袖有超梦的青年 拿着酒杯 和身旁中年男子的酒杯 碰了一下 恭喜蓝社长 看样子要不了多久 凤王应该就会出现了 蓝克白大笑 将杯中酒一饮而尽后 拍了拍青年的肩膀 这还是多亏了你们超梦队 把那灯凤王的羽毛交给了我 不然我还真不敢 就这样召唤凤王 青年卑躬着道 哪里哪里 只要蓝社长能够记住约定 在成功抓捕凤王后 能够在我们抓捕超梦的时候 帮助我们就行 好说好说 蓝克白连连笑着点头 社长不好了 下面出大事了 塔顶入口出大门 一个戴着眼镜的青年 突然冲了进来 这让聊得正开心的蓝克白 神情一暗 喝道 出什么事了 不是和你们说了 现在再大的事 都没有抓捕凤王重要 眼镜青年被吓了一跳 七七哀哀半想到 那个戴着面具的神秘人 领着三圣兽闯闯 闯进来了 您派出来的第五小队 被雷攻一个十万伏特 就打得全军覆没 所有人全部送去若叶镇 重新开始了 什么 蓝克白震惊到 紧接着 暴怒的他 直接一脚 将眼镜青年踹倒在地 这么重要的消息 现在才说 而且还说得这么结巴 我看你是想死了 蓝克白 看向在场的干部们 喝道 现在你们所有人 现在全部给我下去阻拦 最起码给我 撑到凤王出现 如果做不到 你们就等着我的严惩吧 蓝白社的干部们 闻眼脸色一正 将手里的酒一饮而近后 便匆忙离开了他地 蓝克白脸色 回归到平常状态 拍了拍 身穿超梦队制服的青年 徐干部 咱们继续等待凤王 好的 蓝社长 青年微笑地点了点头 回过头之际 又看了眼离去的 蓝白社干部们 嘴角露出一抹 不易察觉的音质笑容 同时将手伸进 自己的口袋中 唤醒了里面的手机 将一条早已编辑好的 短信发送了出去 进入灵塔后 下凡发现 又冲下了一群 陌生面孔的蓝白社成员 连忙喝道 并同时从炎帝的背上跳下 这些人 你们就别打死了 面孔都挺陌生的 说明都是些 没在外面走动的人 你们把他们的精灵 打倒就行 剩下的交给我 陌生的面孔 那就说明 都是没被他洗劫过的人 没被洗劫过的 那就说明 手机里还有大把的钱 三位胜受对视了一眼 直到下凡摊财性格的他们 听到这话 立马就明白他要做什么了 做出一个无奈的表情后 便向着那些蓝白社成员冲去 没有用太多强力的技能 只是简单的用火焰 闪电 以及冰冻光束 就将前方这些蓝白社成员的神奇宝 被打倒在地 至于这些蓝白社的成员 雷公会用电磁波 将他们麻痹在原地 下凡跟在他们三个后头 闲停一步的 走到一个瘫倒在地 满身肥肉的男子身前 你要干嘛 男子惶恐的 看着眼前这个戴着面具的神秘人 要钱要命 神秘人蹲下身子 左手从风衣里拿出手机 右手从风衣里 掏出一把匕首 要钱 现在送你去弱夜镇从头开始 要命 就把你的手机拿出来 给我转账 男子眼睛大瞪 不知道喂咋 突然想到了 这几天塔外沸沸扬扬的 那个千刀万剐八皮鬼的传言 只要被盯上的人会失去记忆 等醒来后 除了身上可能会有被匕首划过的伤痕 那就是零鱼额的手机 怎么 想选要钱 下凡见男子半天不回话 皱眉道 把匕首放在他的脖子上 一丝鲜血从他的脖梗渗出 疼痛感让男子跟惊弓之鸟一样回过神 韩战道 不不不 要命 我要命不要钱 是义务所有的 从弱夜镇从头开始挑选精灵 还是交钱保平安 明显后者更划算 男子颤颤巍巍巍地拿出手机 把钱给下凡赚了过去 并且还主动开口道 您是不是还要让我 失去这段记忆 怎么弄 我全力配合 下凡眉头一挑 没想到这会这么懂位 不过他现在正是紧要时刻 哪里还有时间删除人的记忆 再说 也没必要删除了 蓝白社今天他就要灭了 还怕你们打击报复不成 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删你记忆干嘛 我众神殿是能干出这种事的人 下凡揣着明白装糊涂 拿起手机就走了 走到下一个蓝白社成员 正要开口要钱要命 结果那人就一脸战战兢兢道 同时拿出手机 要命 刚才下凡和胖子的对话 他听得一清二楚 立马就猜出了 下凡肯定就是这几天 在塔外那个千刀万剐八皮鬼 可以 我就喜欢和你们这种聪明人打交道 下凡赞赏的拍了拍他的肩膀 又收了五十三万的转账 笑眯眯的下凡准备离开之际 身体定住了 因为他看到 梦幻竟然举着个摄像机对着他 你 拍 了 多 久 了 下凡用蚊子一样的声音 轻声嘀喃道 脑内下一秒 响起梦幻的心电感应 刚拍两秒 眼底雷公水军 他们我觉得拍起没意思 应该多拍些主人你的画面 一听这个话 下凡立马松出口气 还好 没把自己打劫的全过程拍下来就行 不然这多尴尬 下凡直立起身子 满腔正气地对着镜头道 蓝白射的狗贼 人人得而诛之 各位观看直播的观众们放心 我众神殿今天一定将他们消灭 说完 下凡脚步向右一移 离开镜头 拿手捂住摄像机的取音器 别拍我了 接着拍眼底他们去 他们才是主力 好吧 梦幻又念力拖着摄像机走了 下凡拿着匕首继续打劫 就这样一层一层地 一直打劫到了第五层 第五层也就是灵塔的塔顶 这里只剩九个蓝白射成员 和一个超梦队的干部 以及还在跳舞召唤凤王的五名舞女 打劫 打到信头上的下凡 一来到这层 立马就看到了 被众人围起来中年男子 不用猜 那肯定就是龙霄口中的那个 很可能身家有几十亿 甚至上百亿的土豪社长 所以他的眼神 立马散发了一种异样的光芒 我是谁不重要 你只要知道 我来自众神殿就可以了 被下属护起来的蓝克白 和夏凡正一问一答 夏凡的回答 让他们眉头紧促 面面相觑 徐干部 众神殿这个名字 你听过吗 是不是其他地区的 公测玩家组织 蓝克白问向超梦队的徐来风 徐来风摇头 没有听过 蓝克白只能再次看向 对面那面具下的神秘人 那我蓝白社 和你们众神殿无怨无仇 你众神殿 为何要和我蓝白社作呗 哪知对面如此道 看你不爽 替天行道 这顿时把蓝克白气得想杀人 但看到那神秘人身前 站着炎帝雷弓 和水军火气 又立马压下来了 老兄 前几天在圆珠市 打劫我们社员的人是你吧 给我一个面子 如果老兄你能离开 我愿意给你20亿作为报酬 话音落下 蓝克白听到对面的神秘人 惊诧的声音 20亿 蓝克白一听这话 嘴角上扬 感觉自己抓住了 对方贪财的心理 社长 既然这家伙贪财 何不利用 他帮我们抓捕凤王 让他打头阵 派出三圣兽和凤王战斗 消耗凤王的力量 这样不是 也好方便我们抓捕 这时 蓝克白身边 一个青年干部轻声道 蓝克白一愣 煞时觉得很有道理 随即大喊 老兄 如果可以的话 只要你能帮助我们抓捕凤王 我可以给你50亿 50亿 面具下神秘人语气 更加惊讶了 蓝克白激动道 没错 如果你能帮助我们抓捕凤王 我可以给你50亿 如果不想参与进来 你就此离开的话 我也可以给你20亿 你当真有这么多钱 当真 我现在就可以给你证明 说着为了证明自己 蓝克白掏出自己的手机 上面数额显示为200亿 如果你愿意帮我 那我现在就可以给你转账 然而话音刚落 对面的面具神秘人 却比他更加的激动的大喊道 开玩笑 我是这样的人吗 就你那点臭钱 还想让我众神殿悲躬屈膝 炎帝 雷公 水军 一起上 咱们全都要 话落 三圣兽仰天长笑 已是回应 蓝克白怒了 没想到对面的那个家伙的贪婪 简直超乎想象 全都要这种狗屁话也说得口 愤怒的他连忙和属下 放出自己的神奇宝贝 一只喷火龙 一只巨金怪 以及一只班基拉斯 其中那只喷火龙脖梗上 挂着一枚Mega进化石 因此一出场 蓝克白便让自己的喷火龙 Mega进化成超级喷火龙X形态 蓝克白冷声道 别以为你有三只圣兽就真把自己当成举世无敌了 别忘了 他们只是二级神兽 还没有到那种地步 真要拼起来 我们不一定会输等于喷火龙 向那只炎帝使用烈焰冲锋 巨金怪 向那只水军使用破坏光线 班基拉斯向那只雷弓使用破坏光线 超级喷火龙X 文言嗷呜一声 煽动着宽阔的翅膀 刹那间 一股犹如幽名而来的蓝色火焰 覆盖他的全身 他无所畏惧 并带着凶狠的面孔 向着炎帝冲去 而班基拉斯和巨金怪 口中凝聚着黄色能量 蓝克白又扭头看向下属 让你们的神奇宝贝 辅助我的这三只神奇宝贝 一旦对面露出了破绽 你们就立马涌上去 是 蓝白社的重干部点了点头 可他们话音刚落 只见战场中央 被蓝色火焰包裹全身的超级喷火龙X 在和炎帝碰撞的前一刻 炎帝突然矫健的双脚一踏 跃至半空 躲过超级喷火龙的攻击 紧接着炎帝口中 漠然吐出一股夹杂着神秘力量的火焰 直接对准超级喷火龙X的几倍股 就是一顿猛喷 刹那间 灵塔晃动 超级喷火龙X就在这一口神圣之火下 竟直接从塔顶吐到了塔顶 在地面砸下一个大坑后 超级喷火龙X瞬间变回喷火龙的形态 并且失去战斗力 这怎么可能 蓝克白骇然无比 半年多以前 他们在隔壁的当塔 实行抓捕三圣兽的行动中 他为了测试自己X喷火龙的实力 特意让齐和炎帝单独对战了一下 虽然最后败了 但也是显败 实力可以说是73开 但现在 一口神圣之火 就将他的X喷火龙秒杀 简直不可思议 可惜不可思议的不止如此 蓝克白刚刚震惊完自己的喷火龙 被炎帝秒杀 巨金怪和班基拉斯释放破坏光线 水军和雷弓也同样释放破坏光线 一声轰烈的炸响过后 巨金怪和班基拉斯两只神奇宝贝 直接被水军和雷弓的破坏光线 打得飞出灵塔 一相对比 蓝克白这个身为蓝白社社长的三只神奇宝贝 在三只圣兽攻击下 简直是不堪一击 怎么会这样 他们的实力 怎么和之前相比 强了这么多 蓝克白惶恐不已 而这时的天空 终于迎来了转变 一声嘹亮的声音滑破云霄 响彻整个圆珠室 所有人抬头看去 乌云笼罩的天际 突然破开了一道口子 七彩的光芒从中露出 几秒钟后 一只被七彩光芒笼罩的神奇宝贝 来到了圆珠室的上空 他挥动着翅膀 一股神秘的力量 抚平了阴炎帝 雷弓和水军带来的天气影响 圆珠室再次迎来了太阳的照耀 凤王 他终于来了 人类 是你们召唤我吗 凤王扑腾着翅膀 来到了灵塔上空 心电感应在 所有人的脑海里响起 眼神瞟了眼 炎帝雷弓水军 以及他们身后 一个处于隐形状态的梦幻 三圣兽心有所感 低下头颅以示尊重 是我叫他们召唤的 兰克白激动地指着舞女大喊 同时从身上拿出一根 散发着七彩光芒的羽毛 这是我的红色之羽 凤王 与我进行战斗吧 说完 他瞥了眼下凡 眼神露出一抹饥讽 只要他等下收服了凤王 那下凡就会成为跳梁小丑 下凡不为所动 反而瞳孔一缩 死死地凝视着兰克白手里 亮出的红色之羽 那羽毛 他怎么看着比水军 给他的那根羽毛 要暗淡一点 这不是我的羽毛 这个想法刚刚生出 凤王的心电感应在 所有人脑海里响起 不 这不可能 这羽毛 怎么可能会是假的 兰克白喝道 紧接着他想到 这个羽毛是超梦对给的 忽然扭头 就要质问徐来风是怎么回事 但 徐来风的位置 已经空空如也 他的耳旁却传来一声喘息声 同时他的腰间 被一个东西抵住了 兰克白回头看去 看到的 却是徐来风拿着一把枪 抵在了他的腰间 神情戏血 白痴 因为真的红色之羽 还在我这 徐来风拿出一个黑色盒子 左手食指挑开盒子 一根比兰克白手中 要耀眼许多的羽毛 拿了出来 蓝社长 这根才是真的 徐来风举着羽毛示众 这是真的 凤王的心电感应 紧接着在众人脑海里响起 一听这话 兰克白顿时怒火中烧 徐来风 你别忘了 这里是成都地区 是我蓝白社的地狱 你竟敢戏耍我 你是想死在这里吗 如果你放开我 将真的红色之羽交给我 我可以既往不救 并和你们超梦队 继续以前的合作 四周蓝白社的干部们 也是激动到 徐来风 快放开我们社长 对此 徐来风表情轻蔑 心思单纯的家伙们 到了这个地步了 你们不会还以为 我们超梦队 没有一点准备 就敢如此行动吗 说着 徐来风将红色之羽 放入口袋中 并警告兰克白不要动 不然就崩了它 然后又拿出一个 四星号弹的东西 用嘴巴扯断引线后 炫亮的烟火投射半空 不一会 圆珠室外 响起一声声嘹亮的叫声 十秒后 一只挥动着火焰的火焰鸟 从圆珠室的西方 映入众人眼帘 一只挥动着寒冰的急动鸟 从圆珠室的南方 映入众人眼帘 一只挥动着闪电的闪电鸟 从圆珠室的北方 映入众人眼帘 至极 紧接着 让众人更加震惊的是 那三只三圣鸟的后面 竟陆续又飞出其他的三圣鸟 这 所有人的嘴巴在张开后 就无法再合上了 这使耳旁传来 徐来峰得意的声音 因为他们都已经 被我们超弄队说服了 徐来峰把手伸向自己的腰间 拿出自己三颗精灵球 抛向空中 竟又是三只三圣鸟浮现 一时间 圆珠室的上空 仿佛要开启了 诸神大战一般 所有的居民 看着这幅景象 表情渐渐流入出惶恐之情 马腿就跑 这超梦队 怎么会有这么多只三圣鸟 夏凡看着天空 此刻也施压着个嘴巴 完全被这幅景象给震惊到了 主人 他们不是诗人口中的 那三只圣鸟 他们没有神格 梦幻的声音 突然在夏凡脑海里响起 神格 夏凡错愕道 梦幻道 对 他们只是火焰鸟 急动鸟 闪电鸟族群中普通的一员 只有他们族群中 最强大的那只神奇宝贝 才能够称之为圣鸟 主人 你可以看他们的飞行高度 那不是三圣鸟该有的姿态 炎帝的心电感应 这时也想了起来 夏凡抬头看去 按照炎帝的思路看去 漠然间 发现这些圣鸟们 飞行高度似乎低得过分 根本不敢飞过凤王在空中的高度 甚至连头都不敢抬一下 煞食还有种老鼠见到猫的感觉 太过卑微了 炎帝又道 如果是真的三圣鸟 他们虽然也要尊敬凤王大人 但也不会将姿态放得如此之低 夏凡点了点头 怂下口气 这么一说 他就懂了 还好 不是真的三圣鸟 不然这数量就太吓人了 不可能 这不可能 你们超梦队 怎么会有这么多的三圣鸟 蓝克白抬头望着头顶那数十只三圣鸟 整个人惊恐到 已经无法自拔 徐来风讥讽道 没什么不可能 我们超梦队的强大 不是你们蓝白社这一群垃圾可以理解的 成为了成都地区的地下王者 就连一只传说中的神奇宝贝都没有捕捉到 更搞笑的是 那三只圣兽 明明是你们这里的传说神奇宝贝 却给这戴面具的家伙 一人全部抓走 这一次 如果不是我们超梦队 找到了一根红色之鱼 怕是这只凤王 都有可能被他先抓走 哼 一群废物 说完 徐来风甩手就向着蓝克白的双腿 连打两枪 接着急跑跳出灵塔 稳稳地落在一只急冻鸟的背上 继续道 好好地在这待着 等我收服了凤王 再来和你们聊一聊超梦队分布的事 话落 徐来风开始指挥着 数十只三圣鸟上面的超梦队成员 配合他 开始抓捕凤王的行动 主人 我们是不是该阻止他们了 不用 既然这些火焰鸟 激动鸟 闪电鸟都没有神格 那哪怕再多 面对凤王 肯定也只是去送菜的 我们就静静地看着他们就好了 让他们彰显出 凤王那无比强大的实力 我们再出手 才是最好的时机 夏凡瞟了眼 漂浮在半空中 正对着凤王的摄像机 继续道 当然 除非他们要扔大师球 或者搞些科技手段偷袭凤王 那个时候就别等了 小焕 你注意一下那些家伙们 如果他们要扔球 你就直接用念力 把他们的球弹开 好的主人 得到梦幻回应 夏凡扭头看向 在那捂着腿惨叫的蓝白社社长 那股要打劫的小心思 忍不住又开始泛滥了 两百亿啊 从此翻身做土豪 就在此刻 此时的蓝克白抱着双腿惨叫不止 一只幸福蛋在给他疗伤 不一会 蓝克白的疼痛得到了缓解 他抬头看向上方 正指挥着数十只三圣鸟 战斗的徐来风 双拳紧握 眼神中的愤怒溢于言表 老兄 咱们要不要来做个交易 耳旁突然传来调侃声 蓝克白看去 是那个戴着面具的神秘人 你要做什么 蓝克白警惕地看去 同时拍了拍下属 让他们夸护着自己 蓝白社的干部们 随即组成人强 将夏凡拦到了外面 怕什么啊 夏凡隔着人强戏调道 我都说了 是来做个交易 又不是来吃人 什么交易 人强后的蓝克白道 夏凡道 给我你们所有的钱 然后我帮你们争口气 把这些超梦队的家伙们 全部教训一顿 话音落下 夏凡立马就感受到 眼前这些人愤怒的眼神 其中蓝克白吃笑道 你是在跟我开玩笑 把我的钱全部给你 那和让我解散蓝白社 有何区别 都说人争一口气 佛争一炷香 你想想 头顶上那家伙 是多么的嚣张 先是给了你假的红色之鱼 然后刚才又挟持你 对着你的腿啪啪 两枪打下去 我看着就疼 更可恶的是 还是那家伙的最后一句 说要让你们蓝白社 成为他超梦队的分布 哎呀呀 完全就是 把你的脸扔在地上 往死里踩 如果是我 那绝对就是要和他拼命的 拿点钱算得了什么 夏凡伸手捂着面具下方 语气颇为同情 蓝克白听着 也的确是气到牙痒痒 咬紧牙关的声音 都十分的清脆 夏凡连忙趁热打铁 你看你们 现在还有能力 和有着这么多 三圣鸟的超梦队对抗吗 应该是没有吧 那既然如此和我做这个交易 那不是好极了 损失点钱 换取自己的尊严和解气 话落 夏凡就听到蓝克白 用手锤地的声音 正要以为蓝克白真要答应时 蓝克白却突然冷静了下来 嘲讽他 你的一点钱等于200亿 老兄好算计啊 还有 谁说我蓝白社 就没有反抗之力了 我告诉你 事情还没有进行到最后 胜负尤未可知 人墙下 蓝克白看着自己的手机 他的手机里 此刻显示着几个蓝白社干部 询问他是否要进行方案二 徐来风的背叛 导致他差点忘记了自己的后手 还好 现在及时醒悟了过来 拒绝掉夏凡 蓝克白便拿着手机 给询问他的蓝白社干部下达指令 五秒钟后 圆珠市外的大山深处 传来一声异响 紧接着 一艘外形似飞碟的战斗舰 向圆珠市赶来 看到了吗 我还没有败 今天哪怕没有红色之雨 我蓝白社也要将凤王强制收服 蓝克白指着远方天空赶来的远点 放声大笑 夏凡眉头一挑 双手抱胸退了回去 将目光放回上空 此刻圆珠市的天空 可谓是神鸟大战 数十只火焰鸟 急动鸟 闪电鸟围攻凤王一个 火焰 冰束 雷电 绵延不绝 交叉不断地打向凤王 凤王面对着这些攻击 十分地从容不迫 只凭一个技能 守住 让身体外侧 凭空浮现一道光照 就将他们的攻击抵挡了下来 哪怕这个技能连续使用 容易出现失误的现象 但 由凤王来施展 就不一样了 连续地使用守住 就仿佛铜墙铁壁一样 数十只三圣鸟 连光照的一个缺口都打不出 人类 你们没有与我一战的实力 放弃吧 凤王的心电感应在 所有人脑海里响起 从这简短的战斗间 他已经给超梦队的实力 划上了X号 同时他将目光 放向了灵塔塔顶 在那看戏的下凡 他在下凡的身上 感受到了 当年他交给水军的 那根红色之鱼 同时他也感知到了 炎帝雷弓 还有水军的实力 也和上一次见面时 有了很大的差距 特别是炎帝 实力应该是超过了 雷弓和水军 更别说他们三个后头 还有一只 与他地位相同的梦幻 这样的人 才是他今天来到此地 真正的对手 凤王 你别自以为是 不过是一个防御技能而已 今天你一定会 被我们超梦队收服 徐来风怒道 自己带来这么多只三圣鸟 怎能被一个 守住就挡住了 他扭头像站在 其他三圣鸟背上的 超梦队下手喝道 让他们用上终极技能 要是连一个 守住都打不破 你们就跟我全部 到老大面前自吻吧 不一会 数十只急动鸟 使用了绝对零度 闪电鸟使用了电磁炮 火焰鸟使用了日光术 三大强有力的招式 全部射向了凤王的守住 差时 天空响起了阵阵巨响 蘑菇云开始笼罩天井 强烈的刚风 让所有人褪避三射 紧闭双眼 只是在闭上眼的前一刻 眼睛里的瞳孔 倒映出凤王的守住技能 终于在三合一的攻击下破碎了 徐来风激动地嘶吼一声 左手紧紧地 趴在急动鸟的背上 右手从腰间 拿出一颗上紫下白的精灵球 其中紫色那边 写着一个M 大师球 下方 趴在炎帝背上 抵挡刚风的下凡 看到了徐来风手中的 那颗精灵球 连忙回头 小焕 等下把他那球弹回去 半空中 那位勤勤恳恳的摄像大哥 立马应下 同样一个守住 将自己和摄像机都包裹了起来 迎着逆风向爆炸中央冲去 而这时的刚风 已经开始缓缓减弱 徐来风命令身下的急动鸟 带着他向爆炸中央飞去 既不可失 趁着凤王受伤的时候 扔出大师球 是最好的时候 但 就在徐来风和那只急动鸟 刚刚冲进爆炸中央 一双散发着耀眼光芒的双瞳 从烟雾中猛然睁开 紧接着 徐来风就看到一个庞大身影的雏形 他激动的 就要扔出精灵球 然而在烟雾中那个身影 却突然如大鹏展翅般张开双翅 一道比之前爆炸 还要强大的气浪猛然掀起 徐来风直接从急动鸟的身上 连人带球 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 组长 超梦队的成员们惊慌道 而这时的烟雾 被刚才的凤王掀起得气浪吹散 凤王的尊容再次显露 他仰着头 全身被一薄薄的红膜覆盖 金色和红色的羽毛 也是丝滑在线 看不出丝毫刚才处于爆炸中央的景象 此时的凤王 在将徐来风先飞后 眼神瞟向一旁 不受影响 附在半空的摄像机 你也是来偷袭我的吗 凤王的心电 感应在梦幻脑海里响起 不 我只是一个摄像师 梦幻拔腿就跑 用念力扛着摄像机 又飞回了塔顶 主人的要求 已经被凤王自己完成了 那他就不用再留在这 等着遭受迟鱼之殃 凤王神情忍不住流露出一股诧异 刹那收起 将目光放向被下属救起的徐来风 退去吧 现在知道 你们与我的差距了吗 徐来风牙关紧咬 十分的不甘 脑海浮现出他和老大 第一次碰到超梦的画面 那时他们十几人的神奇宝贝 被超梦随手一指 就瞬间失去战斗力的场景 此生都难以忘怀 那样的力量 不是当前人力可以匹敌的 只能借助那些强大神奇宝贝 所以 凤王的力量 是他们超梦队 抓取超梦的重要一环 只有拥有像他这样的一级神 他们才能够和超梦一战 不然 收服的道路 遥远漫长 这时 徐来风的眼帘 突然映射出一束激光 那道光束 从凤王的背后默然袭来 在所有人都没有察觉之际 射中了凤王 就连凤王自己都没有想到 光束射中凤王 一凄厉的叫声 顿时从他口中响起 徐来风 不是你们的 终究不是你们的 凤王的力量 只有我蓝白射才配拥有 蓝克白得意笑声 在众人耳中环绕 不一会 众人就看到了一艘 似非碟的战斗舰 来到了灵塔上空 而蓝克白的笑声 还在持续 像是在嘲笑徐来风 领着众多三圣鸟攻击凤王 却连一丝一嚎都伤害不了 徐来风对此 冷眼看拒 凤王的实力 他是已经见识到了 所以他不认为蓝克白 有实力对抗 徐来风道 蓝社长 你也别高兴得太早 你不过是 依靠偷袭 才让凤王受了点伤 等一下你就将知道 偷袭的下场了 话音落下 众人就看到 凤王从刚才的红色 光束回过气来 对于战斗舰的偷袭 表现出无比的愤怒 一声笑声过后 只见一口夹 带着神秘力量的火焰 从他的口中吐出 火焰的炙热远超炎地 但 上空的那艘战斗舰 却突然生出了一种 像技能守住的白色光照 凤王的神圣之火土 竟在触碰到光照后 瞬间被吸收 徐来风顿时惊望 难以置信 凤王的神圣之火 竟然会被挡下来 对于徐来风的惊讶 蓝克白听着 就像是天籁之音 连忙让下属扶着自己 到塔顶的边缘 向徐来风喊话 徐来风我告诉你 这个世界上 只要有钱 就没有什么不可能的 这艘战斗舰 是老子花了八百多亿 让人研发出来的 无坚不摧 任何神奇宝贝的攻击 都能够抵挡下来 所以 凤王我蓝白射要定了 哪怕没有红色之语 我蓝白射今天 也要将它强行收服 你们超梦队 就等着老子事后的报复吧 说完 蓝克白向着天空的 那艘战斗舰大喊 攻击 战斗舰收到指令 下一秒 两道红色光束 从战斗舰的 上下两端发射而出 凤王的体表 升出一道光照 技能守住再次用出 那两道红色光束 被守住抵挡 不过和徐来风指挥的 三圣鸟攻击不同 战斗舰的光束攻击 是持续不断的 因此一时间 凤王和战斗舰 将持住了 一旦凤王的技能 守住无法持续下去 那红色光束 就会打在他的身上 卑鄙的人类 有种堂堂正正的一战 雷公怒骂道 主人 到我们出手 阻止他们了吧 把那战斗舰毁了 炎帝也说道 讨厌蓝白射这种 利用科技与之战斗的方法 而这时的下凡 脑子里还在回想着 蓝克白说的 花了八百亿 才制造出这一艘战斗舰的事 嘴巴情不自禁地 流出一丝口水 对于雷公和炎帝的话 没有反应过来 直到水军吹了一口寒气 才醒悟过来 连忙把口水擦掉 炎帝叹了口气 把刚才的话 又重复了一遍 下凡听完惊讶道 毁了干嘛 那东西花了八百亿啊 不是八百块 八百亿你们知道 是什么概念吗 水军没好气道 管他多少钱建造的 不毁了 难道让他伤害凤王大人吗 下凡翻了个白眼 跟了我也有一段日子了 你们难道就没从我身上 悟到一丁点人生的大道理吗 雷公皱眉道 什么道理 打劫 抢钱 不要脸的骗人 从这些身上 你能悟出道理来 我都服你 下凡 下话线 无奈叹息 扭头看向炎帝 我在你们眼中 就是这样的人吗 炎帝犹豫了下 最后缓缓点头 下凡嘴角微抽 又问向半空中的 那个摄像机 小焕 我在你眼中 也是雷公刚才说的吗 然而梦幻没有回应 这让下凡心中 忍不住生出思思感动 果然还是梦幻懂我呀 知道我那都是迫不得也 然而两秒后 梦幻的心电感应终于来了 还有经常干了坏事 就让我删除他们的记忆 说实话 我感觉这样的行为挺坏的 梦幻道 语气听着 像是想了许久 终于想到的样子 扎心了老铁们 叹息两声 下凡无奈道 兄弟们 看来我只能把人生大道理说出来 你们才能领悟了 雷公 要说快说 下凡瞥了他一眼 说道 人生道理 就是敌人的东西 就是我们的东西 三圣受文言 眉头微醋 一口同声道 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 敌人的钱 就是我们的钱 敌人的可靠信息 就是我们的可靠信息 敌人的战斗剑 就是我们的战斗剑 把一切敌人的东西 纳为己用 那就是 你们应该从我身上 学到的最大道理 三位圣受们文言 下化线 果然是好不要脸的人生大道理 炎帝叹气道 所以主人 你要怎么做 下凡环顾了眼四周 随即巧声道 我等下镜里面搞破坏去 把那艘战斗剑 想办法开走 而你们就和小欢 一起住一下外面 千万别让人有机会 扔精灵球 谁要是敢扔 就用神通力 或者念力 让他扔不出 三圣受对视了一眼 最后点了点头 十秒后 炎帝的背后白光闪过 一只梦幻用隐形的状态 向战斗剑飞去 神情激动 八百亿的宝贝啊 我来了 不一会 下凡飘到了 飞剑的中央玻璃窗 透过玻璃窗 他看到了里面的 蓝白射成员们 下一秒 空间微微震动 下凡从空中消失 在出现时 已经进入了战斗剑内 战斗剑内蓝白射的成员们 各司其职 每个人正做着相对应的工作 下凡随即飘荡 在他们四周观察起来 既然想把这艘战剑 变成他的东西 那就得先摸清楚 这个东西该怎么开走 一分钟后 下凡看到了一个熟悉的人影 龙霄 看到他 下凡二话不说 就守在他旁边不走了 这倒霉孩子嘴巴不言 套话从他嘴巴里最简单了 观察了一会 下凡发现 这个家伙在这艘战剑 似乎有着很大的权利 别人都在做事 就这个家伙 端着杯咖啡 在那看着 又过了一会 耳朵微微波动 变成了梦幻的下凡 听力也比之前好了许多 他听到机米之外的一个座位上 有人在轻声辱骂 下凡飘了过去 这龙太监在这装什么装呢 如果不是他卖姐求荣 几个月前的那次抓捕任务失败 社长就应该把他 从高级干部的位置上踢下去 行了 谁叫他有个漂亮的姐姐呢 不管是现实事件 还是这个事件 长得漂亮 就越能男人迈不住脚 我只是气不过 本来今天站在他那个位置的 应该是王天干部 他才是为了战斗间 呕心力血的人 可这个家伙 就因为姐姐随口提了一句 社长竟然就把这个死太监 换到了这里 享受抓捕凤王的功序 哎 行了别说了 让龙太监听到就麻烦了 两个警铃的男子 在那轻声交叹 而下凡听完点了点头 将目光移回龙霄身上 这倒霉孩子牛批呀 所以两秒后 下凡飞回到龙霄身前 二话不说 就朝着下身一脚踹去 下身遭受重击的龙霄 脸顿时凝成一股麻花 咖啡直接吐了出来 而后 他一脸苍白 且震惊低头看去 恍惚间 他感觉自己 好像看到了一丝丝鲜血 插那间后 一声淒厉的叫声 从他口中发出 淒厉的程度 声嘶力竭 就连灵塔顶端的众人都听到了 并且还不由自主地 生起了一片鸡皮疙瘩 战间内所有人 全部吓了一跳 回头看去 当看到龙霄瘫倒 在地舞着下身惨叫的样子 嘴角不由自主地微微抽动 生出了一种想笑 却又不敢笑的表情 最后一个青年走出了位置 强忍着笑一道 龙组长你怎么了 龙霄捂着下体 喘着粗气 一脸战红 仿佛下一刻要断气了一样 我也 不 知道 怎么 回事 感觉 刚才 下体 被人 凭空 踢了 一脚 一样 青年听到这话 又看着龙霄痛苦的样子 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 下意识地夹紧双腿 要不 我扶你去房间里休息一下 龙霄的声音跟蚊子一样 缓缓点头 嗯 可刚一被青年扶起 龙霄立马又鬼哭狼好起来 轻便轻便 扯到了呀 一分钟后 龙霄被五个人 抬进了战斗舰里 空无一人的休息室 龙霄躺到床上后 便让他们离去 等有 需要帮助回暗铃 五人点头 随即离去 而当房门关上后 龙霄一脸鬼碎地 缓缓把手伸向裤子 想要里面看看咋样了 但 这时屋子里一只梦幻凭空浮现 这直接把龙霄吓了一跳 梦梦梦梦 一个梦字都还没喊完 那只梦幻瞬间上前 和他对视了一眼 龙霄便昏睡了过去 白光一闪 那只梦幻变成了他的样子 老铁 希望这是咱们最后一次见面了 夏凡从龙霄的衣服里 拿出他的手机 输入上次得到的支付密码 发现又有了三万块 眉头一挑 留了一百 夏凡便拉门离开 一走到战斗舰的控制室 夏凡就听到嘈杂的笑声 全是在嘲笑龙霄刚才的惨状 和臭骂他这是自作自受 夏凡走了进去 轻声咳了咳 一开始大部分人没有反应过来 还在大笑 但过了一会 有人感觉不对劲了 回头看去 下一秒 顿时吓了一跳 跟见鬼一样捂着心脏吸气呼气 同时狂拍身旁 还在那大笑的同伴 慢慢的 笑声越来越小 每个人都开始故作深沉地工作起来 龙读长 你刚才不是 之前那个芙蓉霄的青年走了过来 惊疑地看着夏凡下体 但立马就被夏凡推开了 哼 如果我不这样 怎么才能看到你们这些人的真面 一声冷哼 让所有人立马生出一丝冷汗 王丰 当才你笑得很花啊 夏凡冷眼看着青年 之前龙霄在让青年扶他的过程中 叫过这个名字 不不不 不是这样的龙读长 你肯定是看错了 王丰惶恐摇头 夏凡再次冷哼 哼 希望如此 说完 夏凡走到战舰最中央的控制尾旁 透过窗户看向外面 外面 兰克白正坐在一只笔雕的背上 朝着凤王扔球 但不知道怎么回事 球只要一靠近凤王 就会立马被弹开 像是有一阵歪风吹了过来 一连丢了几次都没成功 搞得他此刻正气的半死 却又搞不清是怎么回事 夏凡嘴角上扬 把目光收回 拍了下操控战斗剑的男子 和我说下 怎么架势战斗剑 龙读长 你学这个做什么 王丰上前诧一道 夏凡冷眼看去 关你屁事 闲着也是闲着 难道你想跟我细细说下 刚才你是怎么骂我的吗 王丰立马闭上了嘴 回到自己的位置上 一言不发 夏凡收回目光 让坐在驾驶位的男子 告诉自己简单的操控 而那人面对着夏凡 也不敢拒绝 只能毕恭毕敬地 告诉了夏凡简单的操纵方式 几分钟后 学会一些基本操控的夏凡 抬头看了一眼外头 此时的兰克白 已经气疯了 再一次次扔球失败后 就让其余的社团干部们 和他一起扔球 也不管他们有没有大失球 反正起码要将凤王 收尽一次精灵求他 才能安心 然而 事与愿违 九个人接连不断地扔球 依旧一次次地 被一股妖风弹开 哪怕最后 兰克白气道 冒险让笔雕 把自己送到凤王身旁 不扔球 就想直接打开收取按钮时 还是冲出了一股 强大的无形之力 将他连人带笔雕一起弹飞 夏凡收回目光 忍不住露出一抹嘲讽后 转身离去 走到战斗舰控制室的一个 无人能够看到的死角 白光一闪 变成了一只大石花 渐渐地 控制室里 开始弥漫起晶莹的粉末 所有闻到粉末的蓝白射成员们 一一昏睡过去 一分钟后 控制室里所有人全部昏睡 大石花往外看了一眼 雀人都趴倒之后 白光一闪 变成了自己原来的少年模样 背着手 夏凡走到战斗舰的驾驶员位置 把人从位置脱开后 便直接摁下了操控界面里那个 攻击取消的选项 战斗舰外 两道攻击凤王的红色光束 瞬间消散 还在苦苦支撑许久了的凤王 顿时愣住了 他都感觉要撑不住了 怎么就突然取消了 不会又要搞一些他意想不到的攻击吧 正气到发狂 还在那不信邪扔球的蓝克白 也愣住了 搞什么鬼 你马都要攻破了 怎么还取消了 紧接着 蓝克白猛然声出丝丝寒意 因为他突然想起 现在自己距离凤王 不过一仗之举 没有了战斗舰牵制的凤王 要是回头给他来一口神圣之火 他怕是要瞬间烧成灰 所以 怕死之心之下 连忙让笔雕赶快飞走 等飞远了 蓝克白掏出手机 就要给战斗舰上的龙霄打电话 质问什么情况 为什么要结束攻击 可紧接着 让他更没有想到的事情发生了 战斗舰开走了 没错 在没有丝毫的通知下 踏马的竟然开走了 蓝克白满脸震惊 我靠 什么鬼 老子还在下面等着你们帮我收服凤王吗 你们踏马怎么能开走 谁给你们下的指令 是想要老大我死在凤王口中吗 带着一万个为什么 蓝克白死命地拨打龙霄电话 但打了半天就是没有接通 社长怎么办 我们的战斗舰要开走了 这时 一个青年干部指着要飞远了的战斗舰 惶恐道 你踏马说怎么办 当然是追啊 老子花了八百亿躁的 没有了你赔啊 蓝克白怒吼 一副恨铁不成钢的 就要把手机朝青年脸砸过去 但想到手机存着两百亿 下一秒 继而把鞋子脱了下来 狠狠地甩了过去 甩完 蓝克白贺令所有人赶快去追 战斗舰飞行的速度 和之前相比有些慢 蓝白射众人没过一会就追上了 透过玻璃窗 立马看到了战斗舰里的下凡 眼睛大瞪 满是难以置信 特别是蓝克白 眼睛瞪的都要瞪突了 老子花了八百亿的战斗舰 怎么是这个混账在开 而下凡也看到了他们 本来还有点做贼心虚的感觉 但转念一想 不对啊 开都开了 还怕他做啥 反正蓝白射今天注定灭亡 下凡给了自己一耳光 让战斗舰锁定攻击目标后 二话不说 果断奔下了一个捕捉舰 下一秒 一张巨大的电网 默然射出 电网扑过 蓝白射众人瞬间麻痹 失去战斗力 被抓了起来 八百亿的战斗舰 就是八百亿 用起来就是爽 下凡嘖则称奇 蓝白射和超梦队都抓捕凤王失败了 该他出场了 战斗舰开回灵塔塔顶 处于疑惑中的凤王猛然突进过去 扑腾着翅膀拦住了战斗舰的前路 同时口中开始凝聚火焰 却迟迟没有吐出来 像是在思考战斗舰是敌是友 要不要攻击 两秒后 战斗舰突然投影出一个影像 是战斗舰的内部画面 画面里 在一众昏睡的人群中 下凡手拿一根红色之羽 闪亮登场 凤王 给我两分钟时间 两分钟后 我们堂堂正正的战斗一场 凤王愣住了 猛然回头向灵塔塔顶看去 发现夏凡已然不在 脑子灵犯的他 随即明白发生了什么 口中的火焰消散 给战斗舰让了一个位置 谢了 夏凡笑道 操纵战斗舰 向着在那一直看戏的超梦队飞去 小子你要做什么 坐在急动鸟背上徐来风 看着战斗舰竟向他们这开来 顿时吓了一跳 你猜我要干什么 夏凡笑意盎然 笑咪尼地摁下捕捉按钮 下一秒 三张巨大的网接连射出 分别是火网 电网 兵网 跑 快分散跑 回想到刚才兰克白 被电网直接抓进去的画面 徐来风连忙大喝 一艘由800亿建造出来的战舰 他看着就须 数十只三圣鸟 慌不择路的四萨去 但在三张巨网之下 还是被捕捉到了大半 只有徐来风领着的几位超梦队下属 和几只三圣鸟 惊险躲过 他们看着被抓获的同伴们 恨恨的牙关一咬 走 快走 远离这里 凤王我们已经不可能捕捉到了 徐来风怒道 果断选择抛弃那些被抓获的下属们 不一会 徐来风领着其余的下属们逃离 而对于徐来风的逃离 夏凡没有选择追击 反而开启了自动驾驶模式 白光一闪 变成梦幻 一个瞬间移动来到舰艇上方 而后再次白光一闪 变回人形 夏凡拍着手掌大喊 凤王 我们的战斗可以开始了 炎帝 雷公 水军 你们三个一起上 三圣兽熬叫一声 以示回应 紧接着 他们心电感应给凤王道 凤王大人 请见谅我们接下来的举动 凤王文言挥舞着翅膀 来吧 让我见识下 从上次分别后 你们又强大了多少 对于拥有红色之语的挑战者 他向来来者不拒 三圣兽点了点头 战斗拉开帷幕 夏凡开始下令 雷公打雷 炎帝喷火 水军冰冻光束 轰隆 雷声响起 雷公首先引动一道天雷 从天而降 紧接着 炎帝吼叫一声 一口比神圣之火 还要炙热的火焰 猛然吐出 水军则凌空一跃 向凤王逼近 脑袋向后一缩 而后一道极冷的光束 从口中射出 凤王眼见 挥舞着翅膀向前一收 一道光照浮现 啪 三合一技能射入光照的瞬间 光照便如玻璃破碎般显露痕迹 很好 凤王赞赏 没想到他们现在的攻击 竟能如此之快 让守住呈现破碎的迹象 脑袋一样 紧接着如大鹏展翅般震破守住 一口夹带着神秘力量的火焰 从口中吐出 炎帝和水军的持续攻击 在凤王的神圣之火下 直接被抵挡了下来 甚至渐渐反压 但是 你们三个的力量和我相比 还是有很大的差距 凤王脖子向前一伸 只见他的身体燃烧起火焰来 而后口中的神圣之火 威力刹那间猛然暴涨 喷火和冰冻光束的力量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被神圣之火压过 刷 炎帝水军雷弓 被神圣之火一扫扫过 直接从半空中坠入地面 让那只梦幻参战吧 炎帝他们的一切 终究是我赋予的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 力量和之前相比 暴涨了许多 但与我战斗 只凭他们三个 终究还是差了许多 凤王的心电 感应在夏凡的脑海中响起 夏凡眉头一挑 此刻他心中正泛起嘀咕 他们三不会再演我吧 想到这 夏凡低头看向 被凤王一招就打落的炎帝他们 此刻炎帝雷弓和水军 正竭力从地面站起 站起后 他们三个借用着不甘的眼神 看着凤王 显然是对于自己 被一招击败的结果不能接受 看到这个神情 夏凡舔了下嘴唇 不是眼 看来是真的还存在着 极大实力差距 凤王不愧是成都地区 最强大的两只 传说神奇宝贝之一 夏凡扭头看向那台 在半空中浮动的摄像机 小焕 参战吧 让凤王见识你 现在的力量 我不用摄像了吗 梦幻的心电感应 在夏凡脑海里响起 一台摄像机 在半空中飞向夏凡 夏凡等他进前后 把摄像机接了过来 我来直播你鹦鹉的战斗画面 真的 梦幻从隐形状态下脱离 当然 绝对把你的战斗英姿 直播给成都地区的观众朋友观看 不过 你得认真对待和凤王的战斗 千万不要轻敌 万一败了 那就反而是个笑话了 放心主人 我绝对打败他 梦幻飘到镜头前 叫了声喵 做了个鬼脸 躺了摄像机这么久 他自己还没真正亮相过呢 很好 就是要有这个信心 打败了凤王 咱们就去吃大餐 夏凡摸了摸梦幻的小脑袋 而后向夏凡喊道 炎帝雷公水军 你们还可以继续战斗吗 可以 炎帝雷公水军同时达到 很好 从现在开始 我来指挥你们和夏凡话语未完 梦幻打断了 主人 让我单独和凤王对抗吧 我觉得我不比他差 你确定 夏凡诧异 没想到梦幻竟然会这么说 梦幻信心满满地点了点头 夏凡凝视起梦幻 头脑风暴了好一会 最终笑着点头 行 我相信你可以打败凤王 说完 夏凡再次向下方的炎帝们喊道 你们三个上来吧 三秒钟后 炎帝雷公和水军 利用着下方的巨数凌空一跃 来到了战斗舰 夏凡白光一闪变成梦幻 又一次瞬间移动进入战斗舰 操纵战舰将舱门打开 给雷公和水军心电感应 让他们从舱门进入 守护好战斗舰 把每个昏迷中的蓝白社成员看好 如果有人醒来 那就立马让他再次昏迷 毕竟这艘战斗舰八百亿啊 怎么也得让两只圣兽 看管他才安心 安排好一切 夏凡瞬间一动来到外面 便回人形 举着摄像机 坐在炎帝的背上大喊 凤王 不好意思久等了 能否再换个地方战斗 下方是圆珠室 你和梦幻作为传说中的神奇宝贝 你们的力量 若是在此处激战 很容易将这个地方毁了 凤王文言没有拒绝 反而高看了一眼夏凡 没想到炎帝他们的主人 也是个心思不碍之人 难怪能够让他们三个 以及梦幻愿意听命于他 挥舞着翅膀 凤王开始远离圆珠室 夏凡拍了拍炎帝的背 让其急速跟上 他们穿过了圆珠室北方的密林 来到了一片汪洋大海 在这里 没有任何神奇宝贝的打扰 凤王和梦幻可以放手一战 来吧梦幻 让我见识下你的力量 百米高空之上 凤王挥动着翅膀 仰天长笑一声 在烈日的照射下 他那金红色羽毛 净显尊贵气质 夏凡仰望着天空 微微上扬 小焕 看来你被轻视了 既然如此 那就让他见识下 你这位号称 神奇宝贝祖先的实力吧 小焕 先来一发波导弹 密欧 梦幻360度凌空旋转 一颗紫黑色的能量球 凝聚而出 他轻轻一推 下一秒 能量球猛然掀起巨大水浪 席向空中等待着的凤王 面对这波导弹 凤王将双翅一收 身体刹那间 生出一道白色光照 是技能守住 凤王和之前面对 蓝白射超梦队 以及炎帝雷弓一样 想要用守住 先判断出 对方是否够格 有着和自己一战的能力 半秒后 波导弹和白色光照对撞了 白色光照成功挡下了波导弹 但也瞬间破碎 很好 这个波导弹的力量很不错 凤王赞赏 既然如此 那就让你尝试下 我的神圣之火 凤王脑袋向后一仰 一口夹带着神秘力量的火焰 漠然吐出 小患瞬间一动 躲避他的神圣之火 并向他靠近 夏凡果断下令 和凤王那庞大的身躯相比 小巧的梦幻 躲避他的技能 还是很好躲的 梦幻刹那间 从半空中消失不见 炙热的神圣之火 如夏凡预想的那样扑空了 在出现时 梦幻已然是在百米高空 依照夏凡的指令 向凤王逼近 虽然不知道你 靠近我想要做什么 但我是不会让你得逞的 凤王俯瞰看去 结束口中的神圣之火 转而迅速挥舞起宽阔的翅膀 一阵阵剧烈强风 向梦幻吹去 但面对着瞬间一动 哪怕风暴刮得再厉害 也无法让梦幻退后 没用的没用的 只要有瞬间一动 那这就是拉近对手的神迹 海岸上 炎帝脚下踏着火焰 在大海急跑追逐着梦幻 夏凡看着头顶凤王 使用技能启风 流露出细血的笑容 随着梦幻依靠瞬间一动 一点点拉近 当他与凤王的距离 只有短短一丈之际 夏凡连忙喝倒 小幻瞬间移动到他的头顶 使用原始之力 快 梦幻凭空出现在凤王头顶 同时一颗足有两米高的 灰白色能量球 从他的胸前凝聚射出 他向下一踩 能量球在如此近距离下 刹那间砸中凤王的脊背 一声疼痛的叫声 从凤王口中顿时发出 SOUL 但这并未完 紧接着在原始之力下 凤王直接被砸入海中 夏凡激动到双拳紧握 作为飞行系和火系的 传说神奇宝贝 凤王最大的弱点 就是对他能够造成 四倍伤害的岩石系技能 而作为能够使用 全系技能的梦幻 岩石系技能 他自然是能做到信手拈来 主人 我打得怎么样 梦幻开心地向夏凡邀功 很好 很不错 刚才你的英姿 我都拍下来了 夏凡举着摄像机 微笑着大声回应 听到夸赞 梦幻随即欣喜地向下飞去 但 就在梦幻刚要这样行动时 大海之下 一股炙热的火焰 夹带着足以把人烫成熟肉的蒸汽 猛然从海里冲出 直逼梦幻而去 快 使用技能屏障 夏凡果断喝道 猝不及防下 梦幻连忙一眼 涌出超能系技能屏障 一个黄色的圆形光照 刹那间将梦幻笼罩 并迅速提升它自身防御力 火焰袭向梦幻 梦幻有着屏障抵挡 结果在强大的作用力下 还是连球带人到飞几时站高空 索性没有受伤 而大海内 一道凤鸣声响起 紧接着 海浪无风自起 夏凡连忙让炎帝带着自己快跑 三秒后 刚才被梦幻一记原始之力 砸入海中的凤王 全身笼罩着七彩光芒 煞时从大海冲出 天空凭空浮现出一道七色彩虹 凤王鸣叫 双翅张开 在太阳下 它狼狈的身躯和伤势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迅速恢复如初 可以说三秒都不到 它金红色的羽毛 柔亮如星 让人忍不住拔下一根去卖钱 起码 夏凡是这么想的 很好 你是自我出事以来 第一个将我打入海里的神奇宝贝 凤王凝视着梦幻 心电感应 听着像是夸赞 但更多的是 表达自己要认真的语境 梦幻看着毫发无损的凤王 无奈道 你是第二个 让我感觉有点难缠了 第二个 凤王表情忍不住流露出不满 他这么强 竟然不是第一个 那第一个是谁 一个用我基因制造出来的人造神奇宝贝超梦 超梦 凤王诧异 凝视着梦幻好一会 最终道 那从今天开始 我就会成为你印象中最难缠的那个 说完 凤王的双眼 生出白光覆盖 他停止挥舞翅膀 让整个身躯停止在半空 停止了两秒 凤王双翅张开 口中发出一声惊天凤鸣 他以难以想象的速度逼近梦幻 金红色的双翼 演变出灼热的金红蒸气 神鸟猛击 飞行系最强的技能之一 恍惚间 凤王就好似着天空与海面的围衣 夏凡大惊失色 这要是打中了还得了 不死也得半惨 连忙下令让梦幻躲开 但 凤王的速度 哪是他所能及时下令的 凤王在张开双翼急速飞行的一刹那 便冲到了梦幻跟前 三丈 两丈 一丈 距离越来越近 梦幻也是瞠目结舌 没有想到凤王的速度 能够如此之快 刷 梦幻消失了 在最后一刻 身为传说神奇宝贝的梦幻 凭借着本能的危险反应力 及时用出了瞬间移动 十丈之外 梦幻再次出现 看着还是扑空了的凤王 捂着嘴 习惯性的黑黑直笑 庆幸自己的机智 但这个笑声在凤王耳中 却是那么的刺耳 他恼怒异常 那我就看 是你的瞬间移动快 还是我的神鸟猛击快 凤王双翅向上一挥 凌空180度旋转 调转方向 再次急速袭击梦幻 在凤王距离梦幻只有半米之距 梦幻再次从他眼前消失 下一秒出现在凤王的身后武装之外 我看你还能用多少次瞬间移动 凤王顿时气急 无信邪的再次调转方向 向梦幻冲去 一次 两次 三次 四次 五次 就在第八次时 梦幻的瞬间移动 终于开始出现略微的停滞和缓慢了 并且脸上还是生起丝丝冷汗 显然 这是既能用的过多开始出现体力不支和能量缺少的状况 很好 凤王大喜过望 调转方向又一次冲去 不过 就在刚要撞向之时 那只梦幻却一副惊恐的样子 连忙向他摆手 同时把一台摄像机亮了出来 等一下 我不是梦幻 我是他主人啊 刷的一声 凤王从那只梦幻头顶飞过 那只梦幻呼出口气 我是夏凡 是他的主人 梦幻在哪呢 夏凡的心电感应在凤王脑海里响起 并给他指明方向 刚才待在海面上 由于看不清梦幻和凤王的战斗 便直接变成梦幻的样子 用着念力 把摄像机和他自己一起送到空中去 凤王顺着夏凡的手看去 发现果真还有一只梦幻飘在他的头顶 那只梦幻正一脸诧异地看着他 并且脸上 没有一丝一毫的疲惫和冷汗 凤王 嗨老子白高兴一场 你到底是人类 还是神奇宝贝 凤王的声音 在夏凡脑海里响起 他早就想问了 从看到夏凡几次从人类变身神奇宝贝开始 夏凡道 我是人类 至于为什么 说来话长 所以等结束了这场战斗 我会让炎帝一一告诉你 他全部知道 有炎帝这个成功的洗脑者 这种沸口水的话 以后可以不用他本人充满了 现在最主要的就是打扶凤王 然后收服他 刚才上来的时候 他突然想起一个只有梦幻用出来 才称的上神技的技能 战斗继续 夏凡带着摄像机 一个瞬间移动闪得远远的 不过闪人之际 他的心电感应在梦幻脑海里响起 小幻 快 用技能封印 梦幻顿了一下 趁着凤王还没反应过来 一眼双手摊开 下一秒 一张交杂着透明符文的无形之网 从他掌心开合而出 他轻轻向前一推 无形之网瞬间撞入凤王的体内 此时的凤王正准备重新使用神鸟猛击 并已经处于蓄气的阶段 当一张无形之网撞入他体内 他先是一愣 然后心底一慌 以为自己这是中了什么大招 但紧接着凤王察觉自己好像既没有受伤 也没有受到什么影响 顿时又生气起来 以为梦幻在拿他开心乱扔了的小技能下大 可下一个刹那 凤王神情却又立马不自然起来 因为他即将蓄气完成 对梦幻重新展开攻势之时 体内的蓄气竟突然间烟消云散了 这怎么回事 凤王大惊失色 没有蓄气 他根本就用不出神鸟猛击 就好比没有燃油的战机发动不起来一样 可他刚刚明明已经成功蓄气 又怎么会突然散去 凤王不信邪 再次蓄气 结果这一次就直接连蓄气都不能蓄了 只要成功体内蓄一点点气 就会立马散去 刚才你对我做了什么 凤王怒失梦幻 刚才他对你用出了技能封印 躲得远远的下凡抢答道 这个技能无法躲避和防御 只要对手和自己会使相同的技能招式时 那么对手就将无法使用那些相同的招式 而你刚才的神鸟猛击 小患他刚好会 听主人侧面吹捧自己 梦幻开心地在凤王面前转了一个圈 然后为了证明自己 停止半空蓄气两秒 紧接着 双手夹带着强大的气浪 猛地向一出冲去 只不过 由于双手短小 这神鸟猛击用起来 看着不是一般的滑稽 下凡看了后 忍不住贪手 哎 你非要演示这干嘛 你的体格用神鸟猛击和凤王的一对比 真的好喘 猛 而凤王却不这么认为 不知道为什么 他总觉得 不远处 那个看着人畜无害的家伙 是在羞辱他 一声凤鸣响起 凤王的口中 开始凝聚起火焰 可也是刚要吐出来之际 火焰漠然间烟消云散 下凡道 凤王 你刚才是想要用喷射火焰 不好意思 这招梦幻一回 话音刚落 梦幻再次演示起口吐火焰 凤王气急 开始轮流 把自己会用的技能都挨个使出来 他就不信 这梦幻能使出来他所有会的技能 启风 神通力 大擎天 大字报言 惩罚 原始之力 神圣守护 自我再生 破坏死光凤王 用了一大堆技能 但都一一失败 最后下凡看不下去了 感觉再不提醒一句 凤王怕是真要气到自闭 凤王 其实你的本命技能 神圣之火小患他不会 已经快要自闭了的凤王 文言双眼一闭 心里打鼓地开始测试起来 下一秒 一口夹带着神秘力量的火焰 终于从凤王的口中吐了出来 凤王顿时激动地跟个孩子一样 使命地 往梦幻脸上吐神圣之火 但梦幻也不是个傻子 只是躲一个神圣之火 那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一个瞬间一动 就来到了凤王头顶 紧接着他单手指天 一颗原始之力 以一种难以置信的速度 开始在梦幻之间凝聚了出来 一丈高 两丈高 三丈高 四丈高 五丈高 当体积成长到十丈之时 整个天空都被梦幻的原始之力挡了下来 而时间仅仅只用了两秒 这是下凡让梦幻趁着凤王 还在那绞尽脑汁是技能的时候 让他给自己不断加buff 和阴谋增加自己的特攻 为的就是这一刻 还处于欣喜状态的凤王 感受到阳光突然被遮挡住了 抬头看去 下一秒 望着遮天蔽日的原始之力 凤王惊了 口中的神圣之火 甚至直接咽了下去 这踏马是在跟他开玩笑吗 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原始之力 他自己也猜一丈多长 这一颗原始之力 差不多就顶得上十个他那么大 这要是砸在他身上 凤王的脸渐渐难受起来 在自我再生 和守住这些技能 都用不出来的情况下 他怕是不死 也得半惨 我 认输 凤王认输了 夏凡果断让梦幻把原始之力退去 然后让梦幻用念力 把自己和摄像机接住 白光一闪 夏凡变回人形 拿出精灵球 朝着凤王扔了过去 红光闪过 凤王被收了进去 三秒后 夏凡的脑海里 响起久违的系统提示音 以及眼前浮现系统面板 叮 成功捕捉神奇宝贝凤王 请从技能中挑选一个 作为你的技能 火属性和飞行属性 传说的宝可梦 凤王 特性 压迫感 让对手陷入紧张的状态 10%的几率技能发动失败 隐藏特性 在生力 受伤后 身体会自主慢慢恢复 携带物 无 神鸟猛击 血气结束后 以难以想象的速度和破坏力 给予对手攻击 大字爆炎 用大字形状的火焰烧尽对手 有时会让对方陷入灼伤状态 神圣之火 用着神秘的火焰烧尽对手进行攻击 有时会让对手陷入灼伤状态 大晴天 使用这招后 天气将变化为大晴天 在大晴天下 火属性招式威力 将提高50% 谁属性招式威力 则降低50% 在大晴天下 日光束和日光刃 将不需要蓄气 将直接发动 光合作用 自我再生 让细胞再生 从而恢复自己最大生命值的一半 凤王的强大招式有许多 下凡思考了半想 觉得自己保命技能 只有一个守住还是不行 以后不怕一万 就怕万一有人给他打黑枪 就凉凉了 凤王代表着凤王 有着浴火重生的强大生命力 选择他的自我再生 那他以后可就牛逼了 可下一秒 下凡看到凤王和炎帝 独有的技能神圣之火 又有些不舍 之前炎帝那没选 这一次要是还不选 以后估计就没机会了 此前想后的 又过了半想 下凡做出了决定 我选择凤王的神圣之火 下凡在心中答道 下一秒 下凡突然感觉 自己的身体得到了改造 似乎里面突然多出了 一股熊熊烈火 这股火焰潜藏在他的身体里 没有任何的不适 反而让他感到十分的温满 下凡扭头叫梦幻 把摄像机关了 已经直播到了现在这个地步了 该让他们看到的 都已经看到了 众神殿三个字 他相信 现在应该刻入了 每个看过直播的观众心里 已经不需要 他再特意的去提了 因为那样 反而会掉众神殿三字 在他们心里的闭格 取下面具 深吸一口气 下凡准备尝试下神圣之火 但刚要尝试时 脑子里突然浮现起 小时候在家看蝶片时 一个少年狼 在湖边手指掐掘 然后吐火的画面 下凡随即一葫芦画瓢 双手瞎天乱掐一番后喝道 火盾 好火球之术 呼的一声 下凡口中猛然吐出一股 夹带着神秘力量的炙热火焰 满满的中二气息 梦幻的 好怪异的行为 炎蒂 下画线下画线 B 为什么这个主人总要做一些 让人难以理解的行为 凤王 灵 这个家伙 确定是收服梦幻后的人吗 用着掐绝之法 吐出一口神圣之火 下凡心满意足地揉了揉胸口 让梦幻带着自己回到地面 和炎蒂碰头后 拿出精灵球 红光一闪 凤王被放了出来 表情中带着诸多的疑惑 下凡没等他使用心电感应 就直接指向炎蒂道 凤王 我知道你现在你有万般的疑惑 跟炎蒂聊吧 作为你的老部下 他会告诉你真实的一切 我相信你也知道他不会说假话 炎蒂昂首挺胸 上前一步 主人别的不说 看神奇宝贝 还是挺准的 没错 他就是神奇宝贝中最实诚 最不会说假话的那位 凤王闻言 看向炎蒂几秒 最后缓缓点了点头 论三圣兽中 最不会说假话的 在他印象中 也的确就是炎蒂 是个十分实诚的家伙 不一会 凤王和炎蒂 就陷入在心电感应的交流中 时不时的凤王 会凝神看向夏凡 表情带着惊讶 而夏凡在让炎蒂 给凤王解释后 便着急打到回元朱室 没办法 那里还有八百亿的战斗舰 和两百亿的大土豪 等着他去割呢 十分钟后 他们回到了元朱室 战斗舰还在半空漂浮着 白光一闪 夏凡变成梦幻的样子 瞬间一动进入其中 两百亿 我来了 一口凉水袭来 兰克白从昏睡中醒来 迷迷糊糊的入目 第一眼看到的 就是一个少年 前旁左边站着水军 右边站着雷弓 头顶上方漂浮着梦幻 是你 兰克白惊喝道 立马辨别出少年 就是之前那个 戴着面具 抢走他战斗舰的神秘人 兰克白环顾四周 发现许多他们蓝白色的成员 昏倒在旁 寥寥还能看到 几个超梦队的人 凤王呢 当然 是被我收服了 少年笑着耸了耸肩 兰克白顿时一股心脚痛 自己谋划的一切 竟然全都成了 这个少年的嫁衣 别你不你的了 还记得我那句话吗 什么话 我全都要 兰克白看到少年 拿出一部手机 手机有些眼熟 兰克白连忙搜自己的衣服 这手机就是你的 现在摆在你眼前 只有两条路可以走 第一条 跟我进行赏金对战 赌上我们各自所有的钱 第二条 我现在宰了你 让你失去一切 去弱夜镇重新开始 少年一脸细血的双手摊开 若是你选第一条 我可以给你降低难度 从我的神奇宝贝中 随便挑选一个 作为你的对手 我的神奇宝贝有梦幻 凤王 炎帝 雷公 水军 五条一 只要你能打败其中一只 我就把我所有资产让给你 并且把这艘战斗舰 物归原主 兰克白 这混蛋是在装逼吗 在没有科技的帮助下 单挑传说中的神奇宝贝 可能吗 你还不如直接说 要打劫我那剩余的 两百亿资产得了 我选择第二条 兰克白硬气道 成王败寇 我就是死 也不会让你从我手中 得到那两百亿 你确定 若是选择第一条 哪怕输了 你的神奇宝贝 也还在你的掌控下 兰克白的话 让夏凡有些意外 没想到这家伙 竟然这么引起 我确定 兰克白恶狠狠地看着夏凡 来吧 你有种就立马宰了我 我兰克白要是皱了下眉头 我就是狗娘养了 夏凡眉头一挑 舌头划了下嘴唇 脖子活动了下 最后他拍了拍手掌 面无表情地说道 小患 既然这个家伙一心求死 那我们就成全他 你变身成耿鬼 先给他一发催眠术 然后再来一发噩梦 噩梦的环境就设计成夕阳下 他被吊在一根柱子上 被人日复一日的千刀万剐 嗯 这个环境给他重复一万遍 一万遍结束后 环境转变 给他一个温馨的人生 也就是让他投胎成一个婴儿 然后健康地长大 长大后 给他一个美满的婚姻 有儿有女 只不过呢 在儿女周岁那天 他们家迎来了一伙杀人放火 奸银掠掠的强盗 让他亲眼看到 自己的亲人羞辱地死在眼前 这个环境给他重复 嗯 也一万遍 对了 每次重复的时候 一定要删除他过往的记忆 重头开始 这个温馨的人生环境结束后 我们就给他下一个 住口 蓝可白终于忍不住了 脸色苍白地打断了下凡 你不是说 要宰了我吗 为什么还要如此折磨我 没错 是宰了你 只不过宰你之前 让你经历一下噩梦不行吗 少年面无表情地耸了耸肩 反正这又不费我的时间 你在噩梦里 哪怕经历一万年 对我来说 也不过一会儿而已 蓝可白看着眼前 这个跟恶魔没两样的少年 惊恐道 你 你什么你 我就是不想立马宰你 就是想让你经历一下噩梦 哎 就是我 蓝可白手指打颤 只像突然一脸傲娇起来的下凡 你你你你 他胸口起伏不定 感觉要被气死 你赢了 我怕了 我选择第一条 我的支付密码是 六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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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十秒后 蓝可白妥协了 头发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发白 显然刚才经历了极为强烈的心理斗争 直接认输 夏凡眉头一挑 不挑一个挑战下 蓝可白直接冷笑 大家都是池水里的黑王八 黑心谁都懂 不说他能不能打赢 就说他打赢了 他都不信夏凡能安稳地放他走 绝对会强迫他 再来一场 不同意 啊 不同意绝对就会给他来一发催眠 然后噩梦吓他 成功把200亿转掉 夏凡一脸笑嘻嘻地 把手机还给蓝可白 给你留了一万 就当做我下一个问题的报仇 告诉我 为什么不能退出游戏 到底发生了什么 不要跟我吹谎说不知道 我知道 一定知道什么 不然噩梦警告 继续满字 晚点还有一张 不过应该要凌晨了 建议大家早上起床再看 谢谢大家 欧支持 因为游戏出现了Bob 这个Bob 让玩家只能进不能出 蓝可白没有推脱 坦白道 夏凡微微点了点头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 游戏出现了Bob 我听你的属下说过 你在游戏上线那天 要求他们必须全部上线 属下 你听谁说的 蓝可白语气 听着有些恼怒 像是不能忍受别人背叛 夏凡摆了摆手 哪个说的你就别问了 现在的你也没能力报复回去 而且落在我手里 你觉得有人敢不说实话吗 蓝可白顿了一下 愤怒的表情下一秒 释然了 的确 落在这混蛋手里 没人敢不坦白 蓝可白道 是天神科技的一个内部人员告诉我的 在上线前一天 告诉我 游戏里出现了一个 无法修复的bug 如果还想要继续玩这个游戏 就只能在全球上线的那天进去 不然之后 就再也无法进去了 那你为什么还要进来 夏凡审视着蓝可白 还有 天神科技既然知道 存在bug 为什么不延迟上线 可我把公司卖了 所有的钱全部都砸进去了 既然有bug 那你可以退啊 我为什么要退 现实世界有什么好的 在有神奇宝贝的世界 为所欲为 不是挺好的吗 夏凡眉头微醋 有点难以理解 这兄弟的脑回路 在现实世界 有一千亿不也一样 可以为所欲为吗 要是他在现实世界 有一千亿 他怕是做梦 都要笑死 蓝可白又接着道 而且 这里和现实世界 有什么区别 那里能享受到的 这里也能享受到 那里不能享受到的 这里只要有钱 也能享受到 行行行 这个问题我不问下去了 你们有钱人的享受我不懂 夏凡摆了摆手 回答我第二个问题 天神科技既然知道 存在bug 为什么不延迟上线 他们不怕上线第二天 被全世界问责吗 这个我也不知道 蓝可白摇了摇头 紧接着 他看到夏凡露出一副 我看你是想入梦的表情后 连忙解释起来 真不知道 我也问过那个内部人员 他的回答 就是让我别管 要玩就玩 不玩就滚 当时听到他这个话 我也很愤怒 毕竟从来没有人敢跟我这么说 所以我反手就偷偷地 向ZF举报了 然后呢 夏凡眉头一挑 蓝可白叹了口气 ZF没搭理我 但我觉得 他们是知道的 因为我后来又叫人去发帖赞 结果刚发就被删了 不管去哪个平台都一样 最后反而是那个内部人员警告我 要是再生事 就把账号取消了 钱也不退 所以我只能不了了之 夏凡听完 眉头促成了的穿字 用着审视的眼神 看着蓝可白 蓝可白双手向上 我对天发誓 骗你我天打五雷轰 夏凡没有回话 而是继续陷入沉思 要是这个家伙说的都是真的 那这个事情 就有些细思极恐了 如果我们这个 CEF知道了 那肯定其他国家的 CEF也知道 但天神科技依然宣布上线 那就说明 他们是同意的 或者 这个举动 就是各国高层要求的 可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让所有购买游戏仓的玩家们 陷入游戏世界中 那不会让世界陷入动荡吗 夏凡忍不住揉了揉太阳穴 他实在难以理解 各国CEF和天神科技的操作 这种行为实在有些违背常理 难道 这是在消灭人口 下一秒 夏凡就否决了这个想法 消灭人口 也没这个消灭法 能第一时间买得起游戏仓的 肯定都不是最底层的人士 哪有消灭人口 直接从中高层开始消灭的 如果真是 不是他脑子犯病了 就是这整个世界犯病了 不会是有外星人的存在 把各国高层都控制起来吧 目的是让我们所有人 都陷入游戏世界 占领我们的星球 这时 一个女生的声音 打断了夏凡的思绪 夏凡抬头看去 是一个穿着蓝白色制服的女生 显然 是从昏迷中苏醒过来 听到了夏凡和蓝克白的对话 不可能 蓝克白直接否定了女生 你这个想法 完全经不起一丁点推敲 没有一丁点合理性 还不如说消灭人口呢 夏凡点了点头 赞同了蓝克白的想法 外星人 别扯了 但紧接着 夏凡的瞳孔猛然一缩 脑子冒出来一个恐怖的想法 那就是 既然他都有系统 那为什么还不能存在外星人 反正都挺扯 但万一扯淡的 就真成了事实呢 如果眼前这个 世界不是游戏世界 而是真的又怎么办呢 庄周梦蝶 还是蝶梦庄周 真实的世界 到底是哪个 还是两个世界 都是真的 套 还能再扯淡点吗 夏凡的脑袋很疼 真的很疼 杂七杂八的想法 在他脑子里乱窜 他感觉自己 要是再胡思乱想下去 肯定要精神分裂 夏凡摇了摇头 最终决定不再想了 把这些想法 全部抛至脑后 传到桥头自然直 以后他肯定能找出 事情的真相 现在应该做的就是 该打劫的直接打劫 该收编的直接收编 因果 夏凡扭头看向 那个苏醒的女生 妹子 现在摆在你眼前 只有两条路可以走 第一条 跟我进行赏金对战 赌上我们各自所有的钱 第二条 经历一场轮回噩梦后 我再宰了你 让你失去一切 去弱业镇重新开始 女生 我靠大哥 不是讨论无法退出游戏吗 怎么话题 一下子变成打劫自己了 社长 女生惶恐地 看向蓝克白 你看他大麻 他都已经赚给我200多亿了 还能保住你 夏凡撇向蓝克白 社长大人亮一下 你的手机余额 给这位妹子看一下 蓝克白 下画线 一脸死马地 把一万余额的手机 亮了出来 现在知道 做何选择了吗 夏凡笑着道 要是选择第一条 然后直接认输转账 我可以看你长得漂亮分上 给你一个优惠 什么优惠 给你留100 人言 女生一脸忧怨地 给夏凡赚了25万过去 收到转账的夏凡 把扫射了眼地面 水军一发水枪 将他们全部冲醒 一个个地问太麻烦了 一分钟后 蓝白社和超梦队的成员 全部苏醒 夏凡把之前说过的话 全部重复了一遍 让他们和自己来一场 酣畅淋漓的赏金对战 本来有些人还想反抗 但看到 蓝克白200亿 都只剩一万的手机余额后 顿时老老实实地转账去了 一个接着一个 给夏凡排队转账 当一个转账的超梦队队员 来到夏凡跟前后 被夏凡叫住了 对了 你们超梦队的三圣鸟 为什么会这么多 将它们全部抓了起来 而我们这次带来的 都是没有神阁的 夏凡眉头一挑 那有神阁的三圣鸟 你们抓到了 只抓到了火焰鸟 男子摇头 急动鸟和闪电鸟 还在谋划中 夏凡点了点头 对了 既然你们叫超梦队 那超梦的位置 你们是不是找到了 这话让男子开始犹豫起来了 想要回头看同伴们 但耳旁响起夏凡的声音 你再回头看一眼 我就让你立马让梦幻 把你送进噩梦中 经历一下 什么叫求死不得 男子顿时冷汗直流 七七爱哀道 听闻是找到了 但是具体在哪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 我们现在做的一切都是 为了给抓捕超梦做准备 夏凡文言 看了眼其他的超梦队队员 见他们表情难堪 便明白 男子应该是没骗他 一个小时后 所有人转账结束 夏凡拍拍手道 好了 既然你们钱都转给我了 现在我可以给你们两个选择 第一个 加而我众神殿 以后为我众神殿办事 第二个 拍拍屁股走人 在这个世界 当一个普普通通的 神奇宝贝训练师 放心 我这人说话算数 光明正大 如果选了第二条 我绝对不横加阻碍 超梦队和蓝白社众人 面面相去 夏凡又道 选择第一条的站到左边 选择第二条的站在右边 给你们两分钟考虑时间 两分钟后 结果只有七八人 选择了第一条 其余的全都选择第二条 夏凡对此舔了下嘴唇 我众神殿的待遇 和蓝白社一样 话音落下 选择第一条的人数 一下子多了一大半 反而选择第二条的 只剩十五人 其中十人 还是超梦队的 夏凡满意地点了点头 这才对嘛 我们选了第二条 是不是现在就可以走了 蓝克白道 被搞走了两百亿的钱 和价值八百亿的战斗舰 反正他是打死 都不会加入众神殿的 可以 夏凡答应了 不过紧接着 他却叫住了蓝克白身后的超梦队 不过这几位 倒是需要先等一下 你要反悔吗 超梦队的几位队员惶恐道 反悔 夏凡笑了 我让你们留意下 只是让你们带个话 告诉你们超梦队的老大 过些日子 我就会去你们关东地区 让他抓紧抓不超梦的行动 免得我过去的时候 你们对我 没有一丁点抵抗力 超梦队队员面面相去 咬着牙离开了 夏凡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 随即在水军耳旁轻声道 悄悄跟着他们 我安排好一切就 立马赶去关东地区 和你碰头 水军文言离开了战斗舰 而夏凡 自开始得选择加入众神殿的蓝白社成员们 留下任务 让他们去寻找更多的蓝白社成员加入 同时在他们中挑选出了一个领头人 转给他一千万 作为行动资金 将这些琐事全部好后 夏凡便一个人开着战斗舰离开了 两个小时后 他来到了杰梗市南方的那座森林 也就是当初遇到炎帝的那座森林 夏凡把战斗舰停在了森林里 命令这里的神奇宝贝们看护好 如果有外人靠近 就立马驱逐 将这些都安排好后 夏凡便领着梦幻凤王他们离开了 本来他想的是 开着战斗舰去关东地区装下壁 但是从一个蓝白社成员口中得知 开一天就得耗费一个亿 他果断选择丢在这里 等以后看情况再用 凤王 你知道洛西亚在哪吗 在前往关东地区的路上 夏凡坐在凤王的背上 突然问道 知道 凤王的心电感应在夏凡脑海里响起 现在的他已经从炎帝口中知道了一切 那在哪 我们去找他加入我们 夏凡大喜过望 没想到自己随口问一句 凤王就真知道了 然而下一秒凤王却道 我劝你现在别去 为什么 因为主人你要想收服他 唯一的途径 就是获得银色之雨再去吵他 那是他的羽毛 拥有银色之雨的人 与他战斗并收服他后 才能让他服从 那就是和你红色之雨一样的道理了 夏凡眉头微挑 你知道银色之雨在哪里吗 不知道 夏凡叹了口气 脑袋疼 怎么都要收几个东西才能抓啊 不过 我知道 谁可能会有 夏凡 灵 你就不能一口气把话说完吗 非得那么慢条思理的 停顿一会再说 那谁可能会有 三圣鸟 火焰鸟 急动鸟 还有闪电鸟 对 凤王优雅地缓缓点头 不过我指的是 那三只拥有神格的圣鸟 它们的地位 等同于我下面的炎帝雷公和水君 洛奇亚如果看中它们 就应该会给它们其中一位 一根银色之雨 呕了一声 夏凡轻咬嘴唇思考 它记得之前那超梦队的家伙 好像是说 抓到了有神格的火焰鸟吧 而急动鸟和闪电鸟 还在谋划中 希望没在火焰鸟的身上 如果在 那我只能提前跟超梦队 说声抱歉了 夏凡嘀咕道 紧接着拍了拍凤王的翅膀 让它再飞快点 两个小时后 夏凡到达了 关东地区的浅洪市 为了避免凤王的到来 引人瞩目 夏凡把它收进了精灵球里 然后自己变换成笔雕的样子 飞进下方的城市的树丛中 再变回人形 凤王 水军大概还要多久 才能到关东地区 落地后夏凡拿着精灵球 轻声低难 可能还需要四五个小时左右 还要这么久啊 夏凡挠了挠头 之所以会在浅洪市降落 是因为之前问了一下凤王 有没有感应到 水军在哪个关东地区的哪个位置 结果凤王的回答 是他们来得太慢 因此还在赶来的关东地区路上 无奈 听到这话 夏凡只能选择先降落在浅洪市等着 既然如此 那我们就找个地方 先大吃一顿 夏凡走出树丛 拿出另一颗精灵球低难 小患 你想吃什么 之前答应你吃顿好的 现在来旅行洛言 红光一闪 一只皮卡丘站在了夏凡的肩膀上 同时 夏凡的脑海里 响起了心电感应 先看一看 皮卡丘咽了下口水 站在夏凡的肩膀上 指挥往拿走 夏凡笑了笑没有拒绝 按照梦幻的指示 开始在浅洪市的大街上乱逛 由于关东地区好吃的东西也有许多 梦幻看花了眼 导致最后足足花了一个小时 才挑中了一家排了十米长的老饭馆 有的等了 夏凡捂着肚子 心中无奈等 没办法 自己的神奇宝贝就得宠着 等待的时候最无聊了 夏凡只能拿出手机刷新闻打发时间 没过多久 他就刷到了自己的新闻 标题分别是成都地区金县神兽男 成都地区最大地下组织蓝白社 抓捕凤王的行动 被神兽男阻止 传说中的神奇宝贝凤王 已被神兽男收服 盘点神兽男掌控的神奇宝贝 最强竟不是凤王 细说神兽男所在组织众神殿 是个怎样的存在 这样的标题新闻有许多 反正只要和他沾边的新闻全部登上了热搜 参与讨论的人络绎不绝 一开始 夏凡以为这是成都地区的人在讨论 结果在排队的时候 却突然听到 前方有几个小年轻 也在激烈地讨论他 话语间也充满了崇拜 夏凡就真想走上前说一句 弟弟们 我是你们的偶像 突然想到这话一说出来就很跌分 夏凡就还是老老实实地继续排队去了 人吗 出名了 偶像包袱就还是要有点呢 就这样默默地听你们拍马屁的感觉就挺好 排队排了一个小时 夏凡终于进入了饭馆 饭馆的电视上此刻 正在播放梦幻和凤王激战的画面 而所有的时刻们 看着电视激烈地讨论着神兽男 夏凡在服务员的指引下 进入了包厢 再上了满满一大桌子菜后 夏凡就把炎帝雷弓也放了出来 让他们和梦幻一起吃东西 自己则端着个饭碗 走出包厢 笑呵呵地听着时刻们对自己的崇拜 只要哪个人马屁拍到位了他 就会大喊一声家菜 这桌才他请客 搞得时刻们一脸莫名其妙 在这个饭馆待了三个小时 水军终于到了 夏凡只能恋恋不舍地 离开了这个大说实话的地方 按照凤王的指引跟水军碰面 带去和水军碰头的路上 夏凡把手机地区切换到关东地区 一边走路 一边刷关东地区 对于自己的新闻热议 几乎是笑着把热搜从上刷到下 一直刷到最底下的一个热搜时 夏凡的嘴角突然抽了一下 户业室7月9日 将举行神奇宝贝训练师大赛 最后的优胜者 将获得传说中的宝物银色之语 7月9日 那不就是后天 夏凡的表情满是难以置信 什么时候他运气这么好了 正想找银色之语 结果这就送上门来了 难道在这个世界 真的是天命之子 想什么就来什么 超梦 梦哥 快出来和我一战吧 鬼斧神功的 夏凡突然喊了一声 结果迎来的 却是一阵看白痴的眼神 一个路过的玩家忍不住道 兄弟 几个菜啊 合成这样 夏凡顶着一张平静的脸 快步走开了 十分钟后 夏凡和水军 在浅红室西边的密林里碰面了 水军在看到夏凡时 立马就流露出了一副见鬼的表情 主人你怎么会在这 夏凡拿出精灵球 犹豫了半想解释道 呃 怎么说呢 我没想到 凤王飞的会比你们快那么多 水军见鬼的表情 立马变成丝马脸 所以 他劳心劳力地追那些家伙 到这关东地区 是为了啥 别这样 也不是 全让你白跑了一趟 夏凡一脸歉意抚摸了夏水军 我刚才得到一个消息 关东地区的枯月市 后天会有一场训练师大赛 最后的优胜者奖品 是银色之语 也就是收服洛奇亚的必须之物 我需要赶到那里去 所以还是需要麻烦你 密切跟踪那几个家伙的踪迹 不过你放心 下次碰面我绝对带你 去吃大餐 不好意思 我和梦幻前辈不一样 我不爱吃人类的食物 一声冷哼 水军一脸傲娇地 从夏凡身边跑开 继续追人去了 水军生气了 梦幻的声音 在夏凡脑海里响起 夏凡叹了口气 我也没想到 凤王的速度 会比他们快这么多 所以 是我的错歌主人 凤王的声音 也在夏凡脑海里响起 他的声音有股欲解饭 让夏凡的脸 刹那间就僵硬了 只有一个念头 在心里胡冲乱撞 喂 两秒后 夏凡突然一副 痛心疾首的表情 不 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如果我对你们了解的 还能再多一些 那就不会这样了 花音落下 精灵球里的炎帝和雷公 顿时无语了 唉 这家伙又开始了 至于刚加入的凤王 则愣住了 没想到夏凡竟然 这么的坦诚地承认错误 搞得他都不好意思了 你别这么说 这不是你的问题 毕竟我还是刚加入你的队伍 以后相处久了 我相信 你就不会这样了 凤王的声音 又有些像 善解人意的大姐姐了 炎帝和雷公一听 更加无语了 唉 凤王大人果然上套了 跟了夏凡也有这么久了 他们已经得到了一套结论 那就是 宁可相信世上有鬼 也不能相信 这下某人的嘴 死的都能给他说成火的 夏凡从浅宏市乘坐凤王 来到了枯叶市 和成都地区的海滨城市 浅聪市不同 枯叶市是一座靠海的 国际港口城市 从这里坐邮轮 可以通往世界各地 反之 也有许多世界各地的邮轮来到这 因此 这里经常可以看到 来自其他地区的神奇宝贝 而夏凡来到枯叶市后 第一件事 是买了一大袋子的冰淇淋 当初到浅聪市 他就是这么干的 领着小卡比寿和梦幻 一边吃 一边打探雷公的踪迹 不过现在是领着梦幻一个 一边吃着冰淇淋 一边去找手机上 写明的大赛报名地址 看得炎帝和雷公 有着那么一丢丢的线路 会变身是真的好啊 对了凤王 你平常吃什么 我想办法给你搞来 冰淇淋舔到一半的时候 夏凡突然想到一个关键性问题 那就是因为体积的原因 他好像还一直没给凤王 吃过一点东西 就连一口水也没有 虽然是强大的一级神 但也应该需要吃东西 来汲取能量吧 不像炎帝和雷公 只要一个大点的包厢 就可以放出来 胡吃海塞了 我吃的东西 主人你买不到的 凤王细腻的声音响起 那些东西 只在特定的地方才能生长 如果可以的话 主人你可以趁着现在的夜色 找个隐秘的地方 把我放出来 我可以自己去觅食 大概明日一早就能赶回 夏凡文言 把冰淇淋的袋子 交给了梦幻 让他看一下 自己则跑到角落里 白光一闪 变成一只笔雕飞走了 两分钟后 去而复返 夏凡拿起袋子和梦幻 继续找报名地址 慢吞吞的又走了半个小时 他们终于找到了大赛报名地 不过当看到几十米的长龙 夏凡忍不住眉头微醋 都晚上了 怎么还有这么多人排队报名 有这个必要吗 夏凡不满的表情 引起了一个戴帽子的 中年男子注意 男子走上前 这位小哥是不是想要报名 参加后天开幕的神奇宝 被训练师大赛 那您是不是现在时间紧迫 有些不太想排队 男子顿时露出 揍巴巴的笑容 我有办法帮您解决 什么办法 您跟我来 男子把夏凡拉到龙头第三的位置 这个位置可以两万卖给您 好家伙 一听这话 夏凡的表情就有些精彩了 卧槽 是哪个混蛋 把黄牛这门生意带到这里来的 真尼玛干得漂亮 夏凡果断把钱交了 把那第三的位置顶替了 现在能用钱办的是 对他来说 那都不是说 开玩笑 两百多亿再生 也就是这个世界最亮的再 然而又过了一分钟后 轮到夏凡报名时 夏凡看着五万块的报名费 又陷入了沉思 不是贤贵 而是怀疑 这大赛 不会是打着银色之羽来骗钱的吧 报个名就要五万 主办方是哪里来的八皮鬼 此前想后了半想 夏凡最终还是交钱报了 不过 最后他要是赢了却 没给银色之羽 他就会冲到主办方家里 要求来一场 酣畅淋漓的赏金对战 两天后 枯叶是神奇宝贝训练师大赛的 选手后场区 夏凡躺在一张靠椅上小器 在他的周围 有许许多多的训练师们 正在给各自的神奇宝贝 在做赛前训练 没过多久 后场区内突然传来喧闹声 把夏凡从小器中吵醒 他打了个哈欠 从靠椅上做起 用着不耐的眼神 向喧闹出看去 但是人群拥挤 他啥也看不到 只能从喧闹声中 听到一点关键信息 那就是 作为关东地区的四天王之一 兵系天王柯拿 带着他的弟子 也来参加这次的大赛了 听到这个消息 夏凡有点忍不住 想要凑进去看一下 在他的记忆里 柯拿这个人 在神奇宝贝的世界里 不仅实力强大 好像还是个成熟的大美女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夏凡也不例外 看下实力和美貌并存的美女 有不犯法 只不过外围的痴汉们太多 夏凡一时挤不进去 对此 夏凡舔了下嘴唇 脑子思考了一下 两秒后 他打了个响指 万里无云的蓝天 突然降下一道落雷 由于后场区是露天的 因此 直接披在了后场区内的一棵大树上 落雷声震耳欲聋 直接把在场所有人 差点魂都要下没了 夏凡趁此冲进了人群最前头 看到了一位有着大红秀发 一身性感职业装的女人 此刻 他正诧异地看向那棵被雷劈的大树 老师 晴天打雷 此乃不祥之兆 说明这群人中 肯定掺杂着不祥之人 咱们还是避免和他们接触得好 柯拿的身后 站着一个面容俊朗的青年 他穿着一身西装 目光鄙夷的 扫视周围凑上来的训练师们 像是在守护自己的静卵一样 假人 你还懂这个 柯拿看向身旁的青年 青年收回鄙夷的目光 一脸和善地回道 这些也是我从爷爷那学来的 老师 我从这些人身上 看到污垢之气 刚才的雷劈 就是来劈这污垢之气 所以 您一定要远离他们 免得误挨雷劈 污垢之气 还有这种说法 柯拿满是诧异 我能学你这技能吗 假人摇头 不好意思老师 这个技能是我们家独有的 只有我们家的血脉 才能看得到 那好吧 柯拿有些失望 在青年的带领下 准备离开 而听完他们对话的下凡 嘴角微抽 这个叫假人的 也是个玩家吧 扯淡的能力 和他有的一比啊 他随手用的打雷技能 在这祸口中 就成了来驱散污垢之气的 四周那些从雷声中 回过神的训练师们 眼神也开始不散起来 欧去你马了个B的 你身上才全是污垢之气 而这时 万里乌云的天空 忽然再次降下一道落雷 耀眼的雷电 又一次把众人 又吓了一个狠的 而吓得最狠的 就要数假人了 因为落雷正正 好好劈到他身后一米 也就是他刚才站立的位置 假人脸色苍白的像柯拿道 老师咱们要走快些 这些家伙的污浊之气 已经能够让雷电乱劈了 好在我刚才有了预警 不然此刻学生 已经尸骨无存 柯拿咽了口唾沫 看着身后的雷坑 也是有些心有余悸 听你的 夏凡眉头微挑 这假人胡扯的能力可以啊 就这么又糊弄过去了 他专业打假人 还就不信 今天打不了 你这个假了 大 一记清脆的响指声响起 下一秒 在众人的目光下 第三道雷击落下了 这一次 直接落在假人身前一米 直接把这人吓得瘫倒在地 脸色苍白的 跟白纸一样 夏凡摸着下巴 适时地惊叹开口 嘖嘖嘖 三道雷其中两道雷看着 好像是朝这位假人先生批的 真正的污浊之气 不会是在假人身上吧 其他看假人不顺眼的训练师们 立马纷纷附和 大谈真正的污浊之气 其实是来自假人身上 假人急了 连忙反驳 你们放屁 我和老师待了这么久 怎么可能今天才引雷落下 明显是你们导致的 不然怎么会 我们一来到这里就劈雷 啊 这个嘛 训练师们愣住了 假人的话有些不好反驳呀 这时夏凡摸着下巴又道 肯定是之前 你身上的污浊之气还不浓郁 这回才浓郁起来 不然怎么会这雷不劈我们 专劈你 嗯 没错没错 就是这样 那群训练师们眼前一亮 再次纷纷附和 你放屁 三道雷才降下两道 这就算专劈我了 明显是你们污浊之气太盛 雷不知道劈谁 才不小心劈到我的 我是误挨的 假人愤怒地看向夏凡 还有 你别在这妖言祸中 话音刚落 劈嘎一声 第四道落下了 这一次直接从假人耳旁刮过 把他整个人震气耳鸣了 夏凡 嗯 连劈三道 看来这乌哀雷劈的概率有点大 四周的训练师们 直接忍不住大笑出声 纷纷嘲笑假人别嘴硬了 污浊之气 其实就是 你身上的 不祥之兆 也就是你 假人不服 等耳鸣回过神后 恼怒地要继续杠下去 你们这些胡扯的家伙 雷都没劈到我身上 你们怎么能把污浊之气 算到我身上 一旁的柯拿一听急了 连忙放出自己的神奇宝贝 迷纯姐 结果第五道 雷真劈下来了 这一次直接朝着假人头顶劈来 不过好在柯拿及时指挥迷纯姐 用手助挡下了 夏凡 呃 假人先生 你还要继续说些什么吗 假人脸色苍白 抬头望天 还是不肯屈服 我 一个字未完 柯拿果断下令 让迷纯姐用念力封住嘴 然后把人带走 柯拿走了 让迷纯姐带着假人一起走了 而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 夏凡心中泛起了嘀咕 看来这银色之雨的魅力 还真不是一般的大呢 柯拿作为关东地区 公认最强的四位训练师之一 在关东地区的影响力 那可是非常大的 连他都带人参加 那说明 这次的大赛肯定强者云集 取胜将十分艰难 当然 除他以外 半个小时后 后场区内大荧幕和广播同时打开 表明大赛即将开始 并介绍其本次大赛的赛制 这次大赛的选手 一共128名 由电脑随机抽取选手两两对决 举行5天 晋级安排是 128进64 64进32 32进16 16进8 8强赛当天 选拔出最终优胜者 当赛制介绍完毕 后场区的大荧幕 开始随机抽取第一轮比赛的选手 由于比赛场地有4座 不一会 就有8个参赛选手的头像 出现在大荧幕上 头像下方并写着选手号牌 A组 99号选手夏凡 对决26号选手王林 B组 44号选手玛丽凡 对决102号选手修里拉 C组 8号选手莫干 D组 32号选手 看着大荧幕上的A组 夏凡眉头微挑 没想到大赛的第一场对决 就能抽到了自己 既然如此 那就让他来一场最佳首秀 夏凡向A组的比赛入口走去 几分钟后 他来到了比赛场地 A组的场地 是一个有利于岩石系 和地面系神奇宝贝 发挥实力的碎石场地 请双方选手 放出各自的第一只神奇宝贝 主持人的声音 从广播中响起 比赛双方的胜败 只能用三只神奇宝贝决定 出来吧 妙蛙花 和夏凡对战的是一个靓丽少女 一开始就放出了自己的最强精灵 而夏凡对此 嘴角上扬 也扔出了自己的精灵球 出来吧 狐蝶 红光一闪 一只狐蝶闪亮登场 这是他早就想好的安排 既然要干净利落的取胜 那干脆就让梦幻变身成超能系的胡弟就好了 这样梦幻会的那些强大的超能系技能 就能光明正大的施展出来 广播的声音再次响起 很好 现在双方选手一登场 就放出了各自的最强精灵 那现在就将由系统轮盘 来判定谁先手攻击 在正式的比赛上 神奇宝贝对决的先手攻击 会由大赛举办方的系统轮盘来抉择 旋转到哪一边 就由哪一边先手发动攻击 轮盘转动 最终停在了女生那边 女生激动的双拳一握 连忙大喊 妙蛙花 飞夜快刀 一声叫声响起 妙蛙花的背部 飞出数十枚锋利的树叶 直扑胡弟而去 夏凡对此副手而立 逼格范飞起的淡淡道 胡弟 瞬间移动 衔接精神利刃 胡弟 胡弟从地面瞬间消失 女生和妙蛙花眼见急忙四处张望寻找胡弟 但 刚一扭头 看到的 却是半空中突然凭空浮现的 一根巨大星形利刃 那利刃好似被一把无形的弓拉起了一般 在女生刚想要下令躲开时 却先于她一步射出 猝不及防地 直接一箭将妙蛙花射入墙上 让其瞬间丧失战斗力 女生当即就猛了 因为开场到现在还五秒钟不到 自己最强的妙蛙花就这样被淘汰了 本来她还想一上场 就表演个一穿三 但现在 这情况看着像是自己要被一穿三 回来吧 妙蛙花 深吸一口气 女生告诉自己 一定要重整七股 没有最强的神奇宝贝 只有最强的训练师 只要自己指挥得当 那就还是有机会取胜的 出来吧 皮卡丘 然而三秒后 广播声激动的声音响起 太不可思议了 胡帝竟然用出了一发精神强念 便瞬间让还是刚刚出场的皮卡丘 丧失了战斗力 现在我们的亡灵选手 只剩最后一只神奇宝贝了 让我们为他祈祷 千万不要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位神奇宝贝 出场十秒钟不到 便被一穿三的选手 我可以提醒一下各位 刚才我们后台看了一下时间 妙挖花丛登场到落败 只用了三 98秒 皮卡丘出场到落败 则是二 65秒 只要胡帝等下 还能如此干净利落地淘汰对手 并且用十再三 37以下 那他便完成了 有史以来 从未有人在比赛场上完成过的神迹 话音落下 现场顿时沸腾了 不得不说 广播后的那个主持人 是个会倒事的 本来观众们还没有醒悟到这一点 但现在给他这么一提 兴致一下子就翻了数倍 十秒钟不到对战一穿三 完成了那就是我尼玛神迹啊 夏凡也愣住了 这主持人不说他都没反应过来 他要是指挥梦幻十秒一穿三 那开场第一站就装了个大B 而夏凡的对面 那女生听到广播声后 脸色立马就憋成降紫色了 靠 这要真成了 对面那个男的是达成神迹了 那他就成有史以来最大的笑话了 由于半想 女生突然举手道 我认输 说完 他捂着脸拔腿就跑 神迹不神迹的他不知道 反正就别踩着他 成就神迹就行 女生认输后 观众席上立马发出唏嘘声 可惜了 一场可能达成的神迹 就这样没有了 既然我们的26号亡灵选手选择认输 那就恭喜我们的99号选手夏凡 晋级下一轮 广播声后的男子也是叹气一声 对没有看到神迹而感到遗憾 要说唯一没有多大的遗憾 也就夏凡了 这一场不行 那就下一场嘛 有梦幻变身的胡弟 他就不信有谁能扛得住这强大的超能力 当然 恶戏神奇宝贝除外 首战结束后 夏凡回到后场区 立马便引起了其他训练师们的注意 刚才的战斗 他们通过大荧幕也看到了 对那只胡弟的实力感到震惊 其他组连一只神奇宝贝的战斗都没结束 这个家伙就打完了 真的是强大到可怕 当然 也有人不认同 比如 哼 只会欺负实力不怎么样的女人 要是碰到个强点的 你准完蛋 假人阴阳怪气的 从夏凡身旁路过 他是A组第二轮上场选手 夏凡下来后 就是他上场的时候了 哦 那期望这位乌狗之气缠身的小老弟 能够超越我 十秒一穿三 只是别中途挨雷批成就赛场上 有史以来另一个神迹 夏凡又哪是个愿意吃亏的主 立马反对了过去 论嘴炮和忽悠 他夏某人就不带怕的 假人站住了 说起刚才的雷批他就来气 转身就要跟夏凡距离力争 但刚想要口吐莲花 天空却突然雷声滚动起来 吓得他又立马咽了下去 只留下了一句 别让我在比赛上碰到你 不然老子绝对让你见识到 什么叫实力的差距说完 就跑进A组赛场入口 夏凡对此喝了一声 转身离去 今天的比赛没了 带梦幻去吃好吃的 古丽佳小姐 这个人登记的身份信息 能让我看看吗 在后场区的一个贵宾房间里 柯拿透过玻璃窗 凝视着渐行渐远的夏凡 刚才假人和夏凡的动静 他都看到了 但让他疑惑的是 刚才天空的那道雷声 女人的直觉告诉他 不远处的那个少年 有可能和那几道雷有关 因为他感觉 这几道雷 好像都是顺着 这个少年的心意批的 早不批晚不批 非得再和假人 斗嘴的时候批 怎么了 柯拿姐姐 想要带徒弟教训下他吗 因为有着碧蓝秀发的 貌美少女走上前 他便是这次大赛的主办人 你觉得我是这样的人吗 柯拿翻了个白眼 只是单纯的 见他实力强大 想要了解下他的履历 嗯 很像 古丽佳俏皮地回应道 说完转身去 拿放在桌面上的笔记本 古丽佳和柯拿外还坐着三人 一位有着红色短发的青年 和一位赤裸着上身的壮汉 以及一位拿着拐杖 打扮向女巫的老妇人 他们便是除 柯拿外的另外三位天王 在古丽佳查询下凡的背景资料时 红发青年起身走到柯拿身边 开口道 怎么 你是在怀疑那个少年 是超梦队的人吗 阿渡 我真只是单纯想要了解一下 柯拿无奈摇头 而且超梦队竟然是高调了些 但也应该没有蠢到 参加大赛如此高调的展现实力 那不是明摆着让人注意 那倒也是 阿渡想了想 最后点头道 不过那少年的胡弟是真厉害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仅凭一发精神利刃 就可以把妙娃花打败的胡弟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他应该能够进入四强甚至决赛 说到这 阿渡看向阴沉着不说话的老妇人 举子前辈 这人你可要留意下 别出现阴沟里翻船的情况 老妇人回过头 冷哼一声 你这是在小瞧我吗 阿渡 不过是一个小娃娃而已 我的耿鬼会让他见识到 真正的实力差距 他的登记资料我查到了 只不过 这时古利家开口打断了几人的交谈 阿渡和柯拿转身看去 渐渐的表情开始无语起来 因为下凡的资料登记上 一页几十个问题看下去 除了名字外 只留下了三个字 荣誉 你猜呀 住址 你猜呀 年龄 你猜呀 身高 你猜呀 家庭成员 你猜呀 获得过的勋章 你猜呀 哦 对了 要说唯一不同的 就是性别和姬语那两栏 他填写的不同 性别 只要没瞎 到时 你就可以看出 我是男是女 大赛姬语 你这是调查户口 还是报名 报名不要钱这么多问题也就算了 报名费五万 你还这么多废话问题 出题人麻烦去医院看一下脑子 看完资料 阿渡和柯拿 不约而同的看向 做到一边的老妇人 因为这些问题 当时就是 他提议这么高的 期望从这里找出超梦队的人 因为他相信这么多问题 超梦队就是去编 也得大费周章 不然一查就查出来了 留意到阿渡和柯拿的目光 老妇人皱着眉头 起身来到电脑前 不一会 表情渐渐阴沉下来 阿渡打着哈哈道 如此清奇的资料填写 看来这个少年十有八九 不是超梦队的人了 对了柯拿 咱们去现场 看一下你的弟子比赛吧 柯拿在旁 也是尴尬的附和点头 不一会 房间只留下老妇人一人 他看着电脑 用拐杖重重敲了敲地 混账小子 你给我等着 第二天 64进32的赛场上 系统再次抽中了夏凡 这一次的场地 是有利于草系 和重细发挥的树丛场地 而他的对手 是50号 一个名叫亚山的青年 夏凡首先放出了 自己的精灵 红光闪过 还是胡帝 胡帝一出场 场外的观众就开始沸腾了 纷纷大喊 十秒一穿三 十秒一穿三 显然昨天的表现 让他们记忆犹新 可这个叫声没喊多久 就突然止住了 转眼直呼 可惜 因为夏凡的对手 放出了有着灾难兽之称的 阿伯索鲁 阿伯索鲁 身为恶系神奇宝贝 超能系的技能对他无效 所以 完全是天克像胡帝这种 超能系的神奇宝贝 就连广播后台的主持人 看到后也是 直呼可惜 刚还想借着这场比赛 拉动下观众的情绪 现在开始不行了 系统轮盘转动 这一次定格在夏凡的头像上 所以 这场对决 夏凡先发动攻击 阿伯索鲁 站在那别动 让他攻击 看到是夏凡先攻后 50号名叫亚山的青年 双手抱胸 一脸自信地指挥起 自己的神奇宝贝 显然是想踩着夏凡装拨大呢 阿伯 阿伯索鲁甩了甩头 俊朗的面容 吸引了一大波迷媚尖叫 看来这是被小瞧了呢 夏凡嘴角上扬 看着对方那张自信的脸 淡然道 胡帝 既然这个家伙 想站在那让我们打 那就成全他 释放奇迹之眼 衔接精神强烈 胡帝的双眼 煞时浮现出 两块透明的符纹轮盘 他透过符纹轮盘 只用短短一瞬 便分析出 不会被恶系化解的 超能力波形 紧接着 遵循夏凡的指令 胡帝双手一挥 一股强大且无形的念力 猛然通过 他双手拿着的勺子 释放而出 而感受到一股强大念力 袭来的阿伯索鲁 傲然挺胸收服 一副爱 也知道你超能力牛逼 但也就是不躲 你能耐也何 的表情 然而下一秒 当那股强大念力 直接穿过 他那能够中和念力攻击的 皮肤毛发后 Sigma 阿伯索鲁 瞬间遭受重击 还不等他震惊 为什么会这样时 强大的念力 已经在他体内回荡 并拖起他的身体 猛然砸向赛场的围墙 直接砸了个锯坑 阿伯索鲁 坐 这怎么可能 我的阿伯索鲁 是恶系啊 怎么会被超能系的 攻击伤到 亚山眼睛都要瞪突了 满是震惊 而这时 广播里突然传来 主持人激动的声音 是奇迹之眼 这只胡帝 竟然用出了奇迹之眼 破解了恶系 对超能系的天然防御 大家快看大荧幕 现场的观众席上 顿时哗然 抬头看了眼大荧幕后 纷纷站起身 又开始大喊 十秒一穿三的口号 一穿三 一穿三 十秒一穿三 主持人的激情 也再次被点燃 各位观众朋友们 刚才后台算了下时间 胡帝从进攻 到淘汰阿伯索鲁 用十四 三十五秒 所以 这场比赛还有五 六十五秒的时间 来完成十秒一穿三 请五十号选手亚山 放出你的第二只神奇宝贝 话音落下 亚山立马就感受到了 所有人迫切的凝视目光 冷汗连连下 他放出了第二只神奇宝贝 一只火爆猴 然而刚一放出来 一股强大的念力 就朝着火爆猴袭去 火爆猴 左 而眼见这一景象的亚山 顿时就不干了 曹夏凡怒吼 你这人有没有武德 我这还是刚放出来话 都没说一句 你怎么就发动攻击了 夏凡尴尬地挠了挠头 抱歉抱歉 感受到观众们的高昂情绪 不自主地 就想完成他们的心愿 快速结束挑战 我踏马亚山倒吸一口凉气 平缓了几秒钟后 又朝着裁判喊去 裁判 可以这样吗 场地外的裁判也挠了挠头 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回话 毕竟 他也是第一次碰到这情况 这时广播声响起 亚山选手 虽然这种方式 的确有些不讲武德 但不算违规 只要我们开始了战斗 攻击便可以随时打响 话音落下 观众席上的观众们 开始臭骂亚山废话多 实力不行 就别在这拖延时间 要是实力强也不会被淘汰 赶快放出第三只神奇宝贝来 而听着这些臭骂的亚山 气得心中直骂娘 磨了半想的牙 最后直接一口唾沫吐在地上 大喊道 我呸 想踩着我的名字 完成十秒一穿三 别做梦了 老子死都不答应 裁判 我认输 亚山骂骂咧咧的下台了 由于他的认输 下凡十秒一挑三的挑战 还是没有完成 让大部分观众们 又是唏嘘可惜 一回到后场区 亚山就找到了几个 同为选手的训练师 之间有男有女 像是相识许久 刚才的比赛 你们也看了吧 那个叫下凡的 我觉得会是我们 获取银色之语的劲敌 他的胡弟 实在太可怕了 带着他们走到一个角落里 亚山一脸不甘地说道 一个皮肤古铜色的少年复合 你说的没错 而且最关键的是 两场下来 他只派出了一只胡弟 另外两只神奇宝贝是什么 还未曾得知 这种情况下 我们几个要是接下来几轮 要是碰到了他 那就麻烦了 一个穿着蕾丝半身裙的女生 紧接着道 你们说 他会不会是四天王 弄出来的打手 为了确保银色之语 能够到他们的手中 女生的话 让身旁几个训练师表情 立马就陷入了沉思 一个穿着白色短袖的青年皱眉道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就麻烦了 那他另外的两只神奇宝贝 肯定也都会十分的强大 你说我们要不要想办法 先去试探一下他实力的底细 你们真的是太过大惊小怪了 有必要这样吗 一个一直没有说话 固自玩手机的青年抬起了头 现在还是比赛的第二天 你们碰到个实力强的 就害怕成这样 未免太耽了 再等一天不行 说不定明天的三十二进十六 那个叫夏凡就淘汰了 而且更关键的是 你们不要忘了 柯拿的弟子贾人也参赛了 真要说 谁是四天王的打手 那也应该是贾人才对 首要警惕的对手 也应该是贾人才对 万一等下又出现了一个实力强大的 你们是不是又要觉得 那人也是四天王弄来的打手 青年的话 把另外几人的嘴堵住了 思考了半想 古铜色肤色的少年道 那就等一天看看 看一下 明天那个夏凡的表现 再决定有没有必要出手试探 第三天 三十二进十六的赛场上 夏凡再一次踏入比赛场地后 还不等广播里的主持人发言 观众席上的观众们 便珊瑚海啸般 大喊十秒一穿三 十秒一穿三 当中还有许多是近两日 在枯叶式的电视上 看到夏凡的表现后 专门想要见证下 有没有可能诞生出 十秒一穿三神迹的观众 夏凡依旧是放出了胡弟 而他的对面 是一个中年男子 见夏凡果不其然又是放出胡弟 他露出一抹冷笑 大喊道 你那只胡弟的威名 就在这一场结束吧 他扔出了自己的精灵球 一直有着超能系属性 和刚系属性的巨金怪冲出 他一出场 广播里的主持人 忍不住叹了口气 一脸可惜道 是巨金怪 63号选手枯子鞋 放出了能够四倍弱化 受到的超能系攻击的巨金怪 看来十秒一穿三的挑战 还是实现不了 他话音落下 系统轮盘开始转动 和昨天一样 轮盘转到了夏凡头像这边 得到先手攻击拳的夏凡 向枯子鞋喊道 既然大叔刚才 喊得那么自信 那有没有胆子 站在那不用技能防御 让我用一个技能攻击一下 你在激将我 枯子鞋也是个 有着许多阅历之人 立马就听出了 夏凡在用激将法 夏凡笑了起来 一副纯情好少年的样子 这么说也没错 反正大叔你的神奇宝贝 是巨金怪 钢铁之躯 能够四倍弱化 来自超能系的攻击伤害 而我呢 想要完成十秒一穿三的挑战 那就只能这样尝试了 这样吧 如果我失败的话 那我直接宣布 我的胡帝败了 换下一只神奇宝贝上场 免得浪费大家的时间 枯子鞋心动了 挨了一击 就可以把那只胡的淘汰掉 那不是妥妥稳赚 不赔的交易 他的巨金怪 可是四倍弱化受到的超能系攻击 所以 超能系的攻击 根本就是脑痒痒 不可能被一击淘汰 因此 几秒后 枯子鞋大手一挥 巨金怪 等下什么都不用干 就站在原地 挨一下那只胡帝的攻击 巨金 用念力 把自己漂浮在空中的巨金怪 听到主人的命令 随即落在了地上 下凡嘴角上扬 他就喜欢这种 自以为占了便宜的人 胡帝 瞬间移动到巨金怪的头顶 胡帝 一言 胡帝瞬间移动到了巨金怪的头顶 枯子鞋大笑 喂喂喂 你不会以为 来到巨金怪头顶 用超能力攻击巨金怪 就能使伤害加强吗 可笑声没持续两秒 暗影球 花音落下 胡帝的胸前 迅速凝聚起一颗 漆黑且巨大的能量球 看着这能量球 哭子鞋顿时就梦了 不等他回过神反悔 指挥巨金怪 使用防御技能时 那胡帝已经向下一压 漆黑的能量球 瞬间将他的巨金怪包裹其中 三秒后 能量球散去 巨金怪 坐 广播里 那个主持人的声音 又一次激动地呐喊起来 暗影球 是能够对巨金怪 造成双倍伤害的幽灵系技能 暗影球 不可思议 太不可思议了 这只胡帝 竟然还学习了暗影球 难道他已经克服了 自己所有的弱点了吗 不过可惜的是 刚才从后台得来消息 胡帝从开始进攻到 淘汰巨金怪 用石花了六 45秒 等于接下来的时间 仅剩三 55秒了 如果接下来不都是 瞬间淘汰对手 那很可能挑战失败 相比较主持人 和观众们激动的心情 裤子鞋看向下凡的表情 真的是要气到吐血了 他开始明白 对面那龟儿子 为什么会想要他 别使用防御技能 怕马的 就是怕他看到暗影球后 果断指挥 巨金怪用技能手中 不讲武德 年轻人不讲武德呀 为了十秒一穿三 非得要如此套路人吗 神兮一口气 按住心中的怒火后 裤子斜抱着 试一试的态度 放出了第二只神奇宝贝 一只完全抵挡不住 超能力技能的尼多王 果不其然一放出来 就被不讲武德的下凡 指挥着胡帝一发 精神强念 瞬间秒杀 广播随即激动呐喊 胡帝这次只用了一秒准 时间还剩二 55秒 10秒一穿三 还有机会完成 一听到这话 和昨天的亚山一样 裤子斜二话不说 果断举手大喊 裁判 我认输 后场区 所有看着下凡这场比赛的选手们 都忍不住挖这个嘴 在心底祈祷 下一场千万别碰到 不是担心碰到了能不能赢的事 而是担心碰到了 就得有被10秒一穿三一穿二的可能 反正都是丢人的那个 不行 都已经进16强了 下一轮碰到我们几个的概率非常大 这个家伙的真正实力 必须要探探底了 万一真到最后 因为他没有得到银色之语 不好跟老大交代 老大可是把强力的神奇宝贝 都借给我们了 后场区的角落里 亚山那几人看完比赛后 立马又聚在一起了 古同肤色的少年道 小竹 你长得漂亮 等他下场后 你就过去套话 不管用什么方法 起码得把他参加这次大赛 准备用哪些精灵 那只胡帝 还有哪些隐藏的底牌给套出来 行 等一下我就去 被叫做小竹的女生点了点头 古同肤色少年又道 对了 还有一个最关键的点 你试下能不能从他口中 套出他是不是四天王请来的打手 他出来了 小竹你快过去 亚山突然喊道 众人扭头看去 一个少年从A组通道口走了出来 女生整理了仪容 深吸一口气 随即走了过去 可刚一迈步 却看到一个红色秀发的妩媚女人 先她一步出现在了少年身旁 和少年不知道聊了什么 少年就跟着那女人走了 众人目睹了这一幕 亚山恼怒的大手一拍 实锤了 那小子绝对是四天王的人 都跟柯南的嫂娘们走了 你要说他不是四天王的打手 我都不信 古同肤色的少年 表情冷俊地点了点头 既然这样 那我们就更应该先想办法 把那个家伙的实力摸清楚 找出应对手法 各位天王们 我说真的 我要是骗了你们 我天打雷劈 后场式的豪华包间里 夏凡红着脸 看着屋内的关东四天王 左手拿着酒杯 右手指添 一副我绝对没有骗你们的样子 花音落下 他摇摇欲坠地倒在地上 打起了呼噜 而在他倒下后 四天王相视一笑 拿起各自的酒杯 对碰了一下 意义而尽 开始相继离开 时间回溯到一个小时前 夏凡刚才从A组赛道走出来后 身为兵系天王的柯拿找到他 说想要跟他聊一聊 交个朋友 他没有拒绝 跟着柯拿就走了 等来到包间 他没想到除了柯拿外 另外三位天王也在 一看到他 哎呦 那个热情的劲 反正就是马屁一顿乱拍 然后好久好才招待着 搞得他都没明白 到底他们是天王 还是自己是天王 他就算再牛逼 也没到让这些家伙 热情地拍他马屁 而等拍完马屁后 夏凡才终于明白 这些个家伙要干嘛了 因为他们几个接下来的言语 就是好话中掺杂着一些问题 询问他 除了胡帝外 还有什么其他的神奇宝贝 实力怎么样 和胡帝能比吗 有没有兴趣 和他们四天王 来一场酣畅淋漓的战斗 听完这些问题 夏凡顿时就明白 这些个家伙 原来是想要探他底的 他脑子开始飞速旋转 得到了一个结论 那就是 四天王不想要自己走到最后 获得银色之语 得到了这个结论 夏凡果断就开始了演技模式 像是喝醉了一样 告诉了四天王想知道的一切 自己除了胡帝外 另外两只用来出场的神奇宝贝 就是伊布和八大蝶 因为他坚信自己的胡帝是最强的 用他一个 就能走到最后 引导银色之语 四天王表示不信 然后就出现了刚才的那幅景象 他豪迈的单手指添大喊 骗了你们 我就被添打了一劈 然后说完就倒在地上呼呼大睡 在地上躺了五分钟 随着屋子里 没有一丝一毫的动静 夏凡缓缓睁开了眼 一脸细血的扭头看向房门 小样 还想来套他的话 不把你们忽悠瘸了 老子就不是夏凡 凭借着演员的素养 夏凡在地上又躺了一个小时 然后才从地上 像喝醉酒刚醒来的样子 慢慢爬起来 他捂着脑袋打开了门 在许多参赛选手的目光下 离开了后场室 不过刚一走出 一个清纯可爱的女生 突然拦住了他的去路 一脸崇拜的 想要夏凡给他签个名 合个影 夏凡没有拒绝 只不过在签名合影的时候 那个女生就开始时不时地套话了 问他如果胡迪败了 还有什么神奇宝贝 能够帮助他走到最后 怎么回事 你们这是试探的没完对吧 一听到这些个问题 夏凡立马恍然 回头看了眼后场室 然后捂着脑袋又凝视了女生好一会 最后眼镜模式再次开启 把告诉四天王又告诉了女生 只不过夏凡没有注意到的是 在他和女生交流之际 四天王中的幽灵系天王橘子 和龙系天王阿渡正从远处走来 他们一看到 夏凡就立马躲到一棵树下观察了起来 不一会 他们的表情开始不对劲起来 因为他们认出了那个女生 橘子语气阴沉地开口 那个女生 好像是我们怀疑的超梦队成员之一吧 阿渡眉头紧簇 如果是这样的话 夏凡和这个女生如此亲密 那他不会也是超梦队的成员之一吧 话落 阿渡和橘子对视了一眼 开始流露出一副 被欺骗后的愤怒表情 第四日 十六进八 系统随机的抽取抽中了夏凡 而他的对手则是三号的假人 没错 就是那个被污垢之气缠身的假人 上场前 广播后面的主持人 就开始对双方炒作热点了 一个是接连三天 迫使对手十秒内投降的强大训练师 另一个是兵系天王柯拿的弟子 一个今天能否完成一穿三的壮举 另一个是能否捍卫天王弟子的门面 随着他的这番炒作 夏凡和假人刚一上场 便立马迎来山呼海啸般的呐喊 支持夏凡的 喊十秒一穿三 支持假人的 就喊假人加油 只不过底气颇为不足 因为夏凡的胡弟 这几天的表现 实在太过Bob 无可挑剔 随着主持人 让双方放出各自的神奇宝贝后 对决开始打响 而假人 则是一脸兴奋的 放出了迷唇姐 这是上场前科拿借给他的 让他用迷唇姐 和夏凡的胡弟对拼超能力 而这只迷唇姐的实力 他可是从老师那里见识过的 十分的强大 如果和胡弟对拼超能力技能 他相信迷唇姐绝对能胜 来吧 就由我来打破 他们对你的幻想 假人看着夏凡 一副胜圈在握的样子 他可没忘记 几天前夏凡对他的画面 系统轮盘旋转 转到了假人的头像 假人获得了先手攻击权 假人二话不说直接喝道 迷唇姐精神强念 丢娜 迷唇姐神情一正 双眼被一光笼罩 只见一股红色的念力波动 从他的身体向场地四周扩散 夏凡露出不屑的笑容 淡然道 胡弟精神强念 胡弟双手一张 与迷唇姐一样 双眼被一光笼罩 紧接着一股黄色的念力波动 从他的身体向四周扩散 两股念力波动 就这样在半空中相遇了 现场丙息以待 这种超能力对拼大招的场面 可不多见 但 他们原以为两股念力触碰后 会僵持不下时 那股黄色的念力波动 却以碾压之势 瞬间将红色的念力波动 覆盖过去 假人大惊失色 这可是 他老师科拿的神奇宝贝啊 又不是外面的那些垃圾迷唇姐 怎么和胡弟对拼超能力 却被瞬间碾压 假人喝道 迷唇姐 用尽全力啊 此刻已经是用尽全力 使用超能力的迷唇姐 冷汗连连 不能理解 自己竟然会在超能力的对拼下 被对面那只胡弟给碾压了 嗡的一声 那黄色的念力波动 将所有的红色波动覆盖完 便把迷唇姐包裹了起来 迷唇姐在这股强大的念力波动下 身体像橡皮一样 被不规则地扭曲 然后用力地砸向比赛场地的围墙 直接砸出了的大坑 不过 身为超能系的迷唇姐 本身对超能力技能就带有抗性 所以精神强度 并没有让她失去战斗力 但 夏凡却不想给迷唇姐喘息的机会 在精神强念结束后的下一秒 她果断下令 胡帝 瞬间一动过去 衔接暗影球 胡帝瞬间从原地消失 然后刹那间出现在 还陷入墙中的迷唇姐身前 胸前凝聚出一颗漆黑的能量球 假人骇然道 迷唇姐 快用手助 可这对刚刚回过神的迷唇姐来说 已经为时已晚 能量球将其笼罩后的下一秒 迷唇姐 足 广播里 主持人激动的声音再次响起 让我们恭喜99号的夏凡选手 先下一场 真的是太精彩了 没想到和迷唇姐对拼超能力 这只胡帝 还能够呈现碾压之势 难道 就没有一只神奇宝贝 能够与她势均力敌 甚至打败吗 对了 差一句后台的通知 刚才后台计算了下时间 这一场迷唇姐 从攻击到落败用了7 65秒 也就是说 胡帝如果还想挑战10秒一穿3 时间只剩2 35秒 等于接下来的两只她 必须要在一秒淘汰一只 大家觉得 这能够做到吗 等一下主持人 你的话有问题 主持人的声音刚一落下 夏凡突然举手向广播喝道 什么问题 广播里传来主持人的疑惑 夏凡双手摊开 语气骚包 表情却无奈地说道 我觉得我可以做到 但是我怕对面的那位 下一只神奇宝贝淘汰后 就会和我前几场的对手一样 因为畏惧我这强大的实力认输了 说完 夏凡又自顾自地低难道 没办法 毕竟我太强了 他们又太弱了 不想成为我10秒一穿3的 踏脚石而丢脸 所以就只能认输 哎 我理解 可这么没骨气的认输 真的好吗 难道宾夕天王柯拿 和他的弟子 一样也是欺软怕硬之呗 只不过他的这声低难 是跑到站在场地外头的裁判身边 拿着他的话筒说的 声音虽小 但是在话筒的加持下 却可以让所有人听得一清二楚 所有人听完后 顿时就被夏凡的骚操作 和骚语言给扫住了 这等于就是把假人推到活里口 你要是认输 你就是丢大脸 没骨气 外加里的老师 也是欺软怕硬的家伙 你要是不认输 你就有可能成为 有史以来第一个 在大赛上 被十秒一穿三的训练师 而假人呢 听到夏凡这番言论 气到全身发抖 头顶冒烟 牙关都要咬裂了 刚才迷唇姐淘汰的瞬间 他脑子里还真想过认输的想法 但现在直接就给夏凡这混蛋堵死了 假人开始环顾四周 不一会 他就在观众席最前面的位置 看到了老师柯拿急冲冲地跑到了那里 给他做手势 手势的意思很明显 不要认输 显然 柯拿可不想背上欺软怕硬的名头 那就只能委屈下假人了 几秒后 假人咬着牙 强颜欢笑地对着夏凡道 你放心 我怎么可能会认输呢 而且 你怎么就觉得 你可以在剩余的两秒内 淘汰我的两只神奇宝贝呢 夏凡眉头一挑 直接道 无地 开始凝聚破坏死光 等他下一只神奇宝贝放出来还没落地 就给我直接喷死 话音落下 假人强颜欢笑的脸 瞬间抢颜不下去了 因为僵住了 而观众席上的观众们 也瞬间沉默了 这操作 真尼玛 服了 假人深吸一口气 对着自己手中的精灵球 低难了一声对不起后 就扔了出去 红光一闪 一只冰衣布冲了出来 然后接下来的画面 自然就是冰衣布的都还没落下 就倒了八辈子 血霉的被一束破坏死光 瞬间轰死 假人眼见那个心疼的哟 眼泪都要抑制不住的要哭了 他可爱的冰衣布啊 爸爸对不起你啊 又深吸两口气 假人拿出一颗精灵球 红光一闪 一只冰鬼户冲了出来 然后也是连叫声都还没发出 就被一束破坏死光 瞬间轰死 而随着冰鬼户的失去战斗力 主持人通过广播大声呐喊 胡递十秒一穿三的挑战完成 全场顿时发出 山呼海啸般的欢呼 一副见到神迹的欢呼 只有假人一脸悲愿地抱着他的冰鬼户 和冰衣布眼泪哗哗流 喊着爸爸对不起你妈 不行 我感觉我头有点晕了 完全迷糊了 后场室内 超梦队成员开着大荧幕上下凡 把假人给一穿三后 脑子都不禁开始嗡嗡嗡起来 假人不是四天王里克拿的弟子吗 而下凡 不是四天王请来的打手吗 怎么现在打手打着打着 把他们自己人给干掉了 虽然说这是系统随机抽签导致的结局 但你一穿三的方式 也不应该是用到假人身上 应该是用到他们超梦队身上才对吗 几个人都敲了敲迷糊的脑袋 过了一会 亚珊突然长嗡一声 像是想到了什么 兴奋地向众人说道 各位 我想到了一个可能 你们说 这会不会是四天王故意让那下凡这样干的 用苦肉计的方式 明修站到暗度陈仓 你们想想 这场大赛 他们四天王可是全都来了 那就说明 肯定也对银色之语抱有想法 可由于面子问题 不方便亲自上场打比赛 因此 就让假人也报名参加 不过假人的实力距离走到最后 我们几个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有差距 所以啊 他们肯定是做了两手准备 一手就是假人 让他作为明面上的棋子 而另一手 也就是他们请来的打手夏凡 让夏凡作为暗面上的棋子 纵容其在比赛场上耀武扬威 让所有人都知道他的强大 为此不惜让自己丢了颜面 这样等最后 夏凡拿到了银色之语 所有人也不会想到 其实是落在了他们手中 亚珊说完 其余人顿时眼前一亮 我靠 他们四天王太狗了吧 心机也太深了 一人惊呼 看到众人的反应 亚珊得意的双手抱胸 我告诉你们 越是实力强大的人 越是心机深 都喜欢搞这种假模假式的 把戏来迷糊人 特别是他们那四个 作为关东地区的四天王 手段绝对应得无人能及 众人点了点头 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梁康 几人中唯一的女生 问向古同肤色的少年 少年是他们这次行动的领导人 梁康嘴角微眠 思考了一会 最终眼神因冷到 既然已经明确地知道了 这人就是四天王的打手 而明天就是决定 最后优胜者的时候了 为了保证我们成功地 拿到银色之鱼 那就今晚行动 让他明天参加不了比赛 众人对视了一眼 嘴角微微上扬 视角来到后场室的 另一边屋子里 四天王看着假人 被下凡一穿三后 也开始坐不住了 柯拿慌乱道 怎么办阿渡 我现在有些害怕 明天的比赛上 橘子前辈碰到他 可能也逃不了好 刚才我的迷春姐 和那只虎的对拼超能力的画面 你们都看到了吧 那完全是碾压 阿渡一言不发 而是扭头看向 坐在他旁边的一个白发少年 白发少年 就是幽灵系天王橘子 不过此刻的他 处于易容状态 在他们四天王原本的商议下 这次大赛 橘子就是他们四天王的暗手 乔装成少年的样子 夺取银色之鱼 不过随着下凡的出现 他们的这个商议 开始出现不可控性了 并且随着下凡的那只虎弟 越来越超乎他们想象后 这个不可控性 也开始越来越大了 已经严重影响到 他们得到银色之鱼的目的了 阿渡银牙一咬 像是做了什么决定 想办法 让他明天参加不了比赛 为了建立神奇宝贝 理想的生存之乡 银色之鱼 只能在我们手中 晚上七点 天已暗 下凡悠哉悠哉地 从酒店里走了出来 准备去大吃一顿 枯叶市 作为国际化港口城市 美食层出不穷 这几天一到饭点 下凡就围着吃打转 哪里有好吃的 就往哪走 而且是近往贵的点 没办法 也现在有的是钱 不过下凡没有注意到的是 他头顶上方五十米处 几个表情阴暗的家伙 正拿着望远镜看着他 随着他走得越来越远 他们嘴角上扬的幅度 也越来越大 亚山 他房间的位置你确认好了吗 几人中古铜肤色的少年道 确认好了 就住在总统套房 身旁一个男子道 不过你们等一下 可要帮我放好风 他回来了 可要及时告诉我 古铜色少年做了个OK的手势 进去的时候 你也要注意点 千万别把他房间里的东西打乱 以免他回来后生疑 放心 亚山点了点头 拿出精灵球 一只大嘴鹊放出来后 一跃跳上 他在大嘴鹊的帮助下 轻而易举的 就进入了一间 打开窗户的房间里 房间里一片漆黑 亚山拿着手电筒照亮 先是照了下自己的落脚点 确认没有留下脚印后 便放心地 开始在房间里行动起来 他今晚的行动 是把重剂量的安眠药 扔进这房间所有能喝的水里面 并安装一个监控探头 不过此刻 在他所待的房间之外 一个人影走了过来 兵器天王柯拿 他的手中 此刻正拿着一张搞来的房卡 而在他身后十米之外的酒店 走廊拐角 电梯门口 以及楼梯门口 阿渡 橘子 吸巴这三位天王 鬼鬼祟祟地给他放风 为了确保明天安稳地 拿到银色之雨 今晚他们准备进入下凡的房间里下药 让他无法参加明天的大赛 滴的一声 柯拿安稳地进入了房间里 他深吸一口气 把房卡插在了卡槽处 整个房间的灯光瞬间打开 但紧接着 他的心猛地一缩 因为他看到一个人影 正站在饮水机旁 那个人影他十分眼熟 不正是他所怀疑的一个超梦队队员吗 而他的对面 亚山的心也是猛的一击 这个性感妩媚的女人 不就是顾下凡为打手的四天王柯拿吗 两人大眼瞪小眼 两秒后 异口同声的呐喊声在房间里回响 不好 被发现了 声音异常嘹亮 不一会就传到了酒店顶层 以及房间外的走廊各处 超梦队成员和另外三位天王 脸色瞬间大变 二话不说 就放出各自的神奇宝被往房间里冲 既然被发现了 那就只能撕破脸颤抖了 枯叶式的一家饮品店外 下凡抱着一只皮卡丘正在排队 耳旁一声剧烈的乍响 他扭头看了一眼 起初没怎么在意 可没过多久 耳旁又听到有人闲谈 四天王在圣利安大酒店与人战斗 下凡的好奇心随即勾了起来 但还是没有过多的在意 直到两秒后 他细细品了下他们的对话 脸色漠然大变 卧槽 圣利安大酒店不是他住的那家酒店吗 红光闪过 下凡拿出精灵球 把皮卡丘收了进去 低难两声 从精灵球里放出一只笔雕 半分钟后 下凡回到了酒店 眼前的景象让他寒芒乍气 因为这一栋酒店从上至下只有他的总统套房被毁掉了 火烧 雷击 冰封的迹象也明了 显然这是有人要谋害他 下凡恶狠狠地坐在笔雕的背上 登高望远 环顾四周 不一会便看到几里之外人际罕至的海滩上 似乎有神奇宝贝在战斗 小焕 去那 沙滩上 四天王和超梦队的成员们 指挥着各自的神奇宝贝混战 虽然超梦队在人数上比四天王要多上三人 但在个人实力和指挥功底上 还是四天王要强上一些 这就导致他们打得不相上下 且在他们各自本身的友谊引导下 他们的战场在不断远离人群 你们这些人玩得花呀 突然 四天王和超梦队的耳旁传来一个愤怒的声音 他们抬头看去 看到下凡双手抱胸地站在一只笔雕的背上 用着居高临下的眼神冷视着他们 不好 四天王和超梦队成员心底一慌 还在把下凡当成对方的人 极为害怕下凡参战后 双方的实力发生扭转 他们各自跟队友的对碰了一下眼神 生出了暂且撤退的想法 这时头顶传来贺声 想跑 老子要是让你们跑了 我就不信下 半空中 下凡拿出两颗精灵球扔了出去 红光闪过 炎帝和雷公冲了出来 炎帝 神圣之火 雷公 打雷 炎帝长笑一声 口中吐出家带着神秘力量的火焰 拦住了四天王的退路 而与此同时 天空降下一道惊天洛雷 雷公纵身一跃 携带着洛雷 拦住了超梦队的退路 这直接把两方人吓了一跳 心惊胆战之余 又满是难以置信 这怎么可能啊 这个下凡除了那只狐帝外 竟然还有炎帝和雷公 这两只传说中的神奇宝贝 耳旁再次传来下凡的声音 炎帝 雷公 先给我狠狠地教训他们一顿再说 炎帝和雷公长笑 口中开始积蓄力量 超梦队和四天王 急忙指挥各自的神奇宝贝抵抗 下凡眉头一挑 哎呦 还敢抵抗 对着笔雕低难两声 白光一闪 在众人的目光下 笔雕变成了梦幻 梦幻短短的双手 轻轻一抬 四天王和超梦队 以及他们的神奇宝贝 猝不及防地 直接漂浮在半空 是梦幻 众人惊呼 然后跟看鬼一样 看着下凡 难以置信 这个人除了炎帝和雷公外 竟然还有一只 最为踪迹难寻的梦幻 这要是真到决赛上面碰到 根本不可能打得过 等等 梦幻 我知道啊 这只梦幻 就是你的那只狐狸对不对 四天王中科拿心思敏捷 立马就联想到了 那只狐狸在比赛场上的超凡表现 如果把他带入进梦幻的身份 那一切都能够理解了 没错 下凡耸了耸肩 不过你现在猜到了又如何 说完 他扭头和梦幻道 小患 把这些人移到我眼前来 无法动态的超梦队 和四天王被念礼送到了下凡面前 你要干嘛 超梦队的梁康 惶恐地看着 突然摩拳擦掌起来的下凡 在昏暗的夜色下 下凡露出爽朗的笑容 干嘛 当然先是把你们打一顿解解气再说 我花了35万开的总统掏房 可是被你们毁掉了 话落 一个拳头就砸了上去 四天王和超梦队 鼻青脸肿地坐在地上 他们的脚边 是各自的神奇宝贝 奄奄一息地躺在地上 是刚才炎帝和雷公 像打靶子一样打的 而下凡已经通过自己的拳头 从他们的口中 了解到了来龙去脉 他皱眉道 我说呢 怎么同样的问题 反复来了两拨人 感情你们这是 都把我当做对方的人了 很好 脑袋瓜子非常好 你现在也都知道了 而我们也都道过歉了 可以放我们走了吗 超梦队的一个青年 哭丧着道 想走 众人只点头 这当然可以 众人一喜 但还没高兴过一秒 下凡又道 先把心理损失费转给我 钱不多 也就是你们手机里面的 全部就行 你把我们打了 还要我们赔给你心理损失费 可拿惊了 这个家伙刚才连女人都捶 现在竟然还要心理损失费 还要不要脸 怎么 不愿意 下凡弯下身子 冰冷的眼神 从他们的脸上一一扫过 和你们说一件事 现在夜已深 而我来的时候 已经让梦幻 把你们战斗的这座沙滩 与外界用白雾隔开了 所以我要是把你们在这剁了 然后去喂巨牙沙 你们猜会不会 有人猜到 是我干的 可拿的嘴立马闭上了 而超梦队里 那个长相甜美的女生 直接就被吓哭了 静若寒蝉的 把手机交给了下凡 并告知了支付密码 十分钟后 所有人都把钱转给了下凡 我们现在可以走了吧 阿渡艰难的从地上站起 准备起身离开 但耳旁传来一声响指 紧接着下凡道 小焕 删除他们的记忆 然后用催眠术 让他们睡个一天一夜 既然想让我错过大赛 那我就先满足下他们自己 第二日 大赛的最终日 从八强中 抉择出最终获得 银色之语的胜者 下凡早早地来到了后场区 和昨天以及前几天相比 今天这个后场区 真的是冷清的过分 一眼看去 只有他和一个女生 因为这个八强除了他们外 其他六个人 有五个是超梦队的 另一个是四天王中的橘子 此刻他们还倒在沙滩上 呼呼大睡 而在外头的观众席上 此时已经坐无虚席 所有的观众 都满心期待今天的对决 毕竟今天就是决赛了 然而半个小时后 观众看着下凡和那个女生 因为另外六人迟迟没到场 从而直接进入决赛后 整个人凌乱了 然后又紧接着看到 那个女生的三只神奇宝贝 被下凡的胡弟 轻而易举地蹂躏并打败后 整个人更加凌乱了 所以 他们今天看到个什么东西 兴致高昂地来到大赛现场 结果 正式的比赛十秒钟不到结束了 尼玛 老子的票钱不是钱啊 就这样 给老子结束了 一时间 整个大赛会场 顿时乱成一团 观众们纷纷大喊退签 喊吧喊吧 虽然很是同情 但得罪我的我 一般都喜欢以其人之道 还斥其人之身 下凡看着他们 心中低难 此时 他正在一位美丽的 司仪姐姐的带领下 寻找主办方 领取银色之语 几分钟后 他来到了一个房间里 里面坐着一位 碧蓝秀发的少女 少女一看到他就 立马热情地起身 和下凡握了下手 然后就跟下凡扯七扯八 什么话题都聊 就是不聊银色之语的事 下凡聊了一会 眉头微醋起来 因为他看到少女 时不时会瞟一眼电脑 然后敲击一下 像是在等什么回复 细细思考了一下 下凡露出了笑容 古丽佳小姐 你是在等四天王吗 少女的表情瞬间僵硬了 他尴尬地笑了笑 说道 您在说什么呢 我等四天王干什么 下凡拿起桌子上的咖啡 喝了一口 可我从他们的口中 得到了一个消息 这场大赛 是你和他们联合举办的 原因是 你在获得银色之语后 就开始有许多形形色色的人 找上门 想要购买或者交换 你不肯 不久之后 就开始有人 给你发胁迫信件 你不堪受其扰下 便找到了四天王 在他们的提议下 举办了这个大赛 想借着这个机会 把银色之语 在明面上换掉主人 古丽佳瞳孔一说 你怎么会知道这些事 当然是他们告诉我的呗 下凡耸了耸肩 所以别跟我拐弯抹角了 我既然按照你们大赛的规则 走到了最后 那你最好快点 把银色之语交给我 古丽佳咽了咽口水 你把他们怎么了 下凡露出玩味的笑容 伸手在脖子上 形象的喊了声咔 古丽佳的俏脸 立马吓得花容失色 下凡大笑 骗你的骗你的 人没死 只是他们昨天想给我下药 让我无法参加今天的比赛 可惜被我发现了 所以我就以其人之道 还斥其人之身 让他们今天无法参加比赛 现在他们应该 还在沙滩上睡觉 真的 古丽佳轻声道 如果你现在 再不给我银色之语 我就会让你变成真的 古丽佳被吓住了 连忙取下 挂在脖子上的钥匙 用钥匙打开一间抽屉 拿出一个精致的木盒子 正要交给夏凡时 他又突然收了回去 嗯 古丽佳抱着盒子 鼓足勇气道 我可以给你银色之语 但你需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这个条件我之前 和四天王也说了 那就是 抓洛奇亚的时候 带你看下洛奇亚 夏凡插嘴道 啊 没错 古丽佳诧意地 看了一眼夏凡 难以理解 他是怎么撬开四天王的嘴 怎么什么都给他知道了 我最大的梦想 就是亲眼见到 一只传说中的神奇宝贝 所以 所以只要让你亲眼看到 一只传说中的神奇宝贝 你就不会这么多逼逼赖赖了 夏凡又抢答了 虽然话听起来让人很操 让古丽佳很想骂人 但也没啥大毛病 古丽佳缓缓点头 表示没错 夏凡掏出精灵球 红光一闪 一只狮子般外形 有着棕色毛发 脚底踏着火焰的神奇宝贝浮下出 这就是传说中的神奇宝贝 你的梦想满足了 炎炎炎炎帝 古丽佳直接惊讶到结巴了 猛地起身 跟一个小迷妹一样 围着炎帝打转 手里装着银色之雨的木盒子 掉了也没去捡 夏凡捡起了木盒子 打开一看 的确放着一根 洁白无瑕的银白色羽毛 看着银色之雨 夏凡露出一抹微笑 脑子里已经开始规划 接下来收服洛奇亚的行动了 距离枯叶市几千公里外森林中 水军在森林中急速奔跑 矫健的身姿此刻已伤痕累累 奔跑中 他会时不时地回头看一眼 像是在躲避着什么东西的追逐 他顽命地奔跑了一百里 最后看到不远处 有一个隐秘的树坑后 停下了脚步 又回头看了眼 确认无神奇宝被跟着后 便连忙跳入那个树坑 趴在地上一动不动地收敛气息 两秒后 在通过洞口向外看去时 他看到了一只通体银白色 有着紫色尾巴 和紫色腹部的四人形神奇宝贝 从天空飞过 水军呼了口气 对自己侥幸逃过那只神奇宝贝的追逐 而庆幸 那只神奇宝贝 是他尾随着超梦队成员 来到这里后碰到的 当时那几个超梦队成员 在看到他的一瞬间 就直接倒地不起 紧接着 那只神奇宝贝双手一张 凭空浮现出十几颗黑色的精灵球 然后尽可以将超梦队成员的神奇宝 被收进球中 其中一个就直接向他飞来 而他身为水军 自然不肯被那颗球抓进去 直接一口寒风 将那球冻住了 不过 因此也引来了 那只四人形的神奇宝贝的注意 他们两个便开始了打斗 可那只神奇宝贝的实力 远远超乎他的想象 仅仅只是对抗了一招 他就感觉像是在面对凤王前辈一样 实力有着巨大的鸿沟 而那只神奇宝贝 也感觉到了他的实力 直接向他伸出招揽之手 可他身为水军 自然是不肯的 拔腿就跑 这就导致了 刚才完命逃跑的画面 在树洞里待了十分钟 水军觉得 那只神奇宝贝走远了 起身准备离开树洞 他刚一从洞口出来 脑海里就想起了一则心电感应 休息好了吗 他猛然回头看去 那只四人形的神奇宝贝 竟然就漂浮在他的身后 一脸冷漠地看着他 身后是成百上千的黑色精灵球 凤王 水军的位置 你还没感应到吗 没 拿到了银色之语后 夏凡便坐在了凤王的背上 离开了枯叶市 但不知道怎么回事 水军的位置 凤王竟然感应不到了 真是见了鬼了 这样把凤王 回枯叶市去 去抓一个超梦队的成员 让他带路去总部 水军应该在那里 思考了半想 夏凡觉得 只有这个办法了 十分钟后 夏凡又回到了 枯叶市的沙滩上 超梦队和四天王 还在那呼呼大睡 夏凡眼神扫视了一会 最终把梁康带到了凤王的背上 昨天套话的时候 这家伙说了 他是这次行动的负责人 既然是负责人 那肯定在超梦队地位不错 知道的东西 也会是最多的 小患 给他一口水枪 扑 梁康从昏睡中睁开了眼 懒散地环顾了眼左右 下一秒 猛得就跟弹簧一样 瞬间做起 你要做什么 我怎么会在天上 你要对我做什么 梁康瑟瑟发抖地看着夏凡 语无伦次地 问着十万个为什么 夏凡叹了口气 早知道昨天就不让梦幻 删除他的记忆了 小患 你删除的记忆 还可以恢复吗 可以的主人 所谓的删除记忆 只不过是将那部分记忆 藏在他心底最深处 只要重新拿到最外面就可以了 那就动手吧 梁康再次睁开了眼 黄顾左右发现在天上后 惶恐道 你不是说 要放我们离开吗 为什么我会在这里 其他人呢 很好 说这话 那就代表着 的确恢复记忆了 他看着梁康 耸了耸肩道 我是放你离开了 而且 我现在还准备亲自送你回超梦队的大本营 所以 告诉我 你们超梦队的大本营在哪 我让凤王带我们过去 凤王 梁康抓到了一个关键的字眼 仔细地打量坐下的神奇宝贝 惊鸿相间的翅膀 浑身散发着七彩光芒 靠 真是凤王 梁康左手放在嘴巴前 右手发颤地指着夏凡 你你你 你竟然连凤王也收服了 开心吗 坐上传说中的神奇宝贝的背上 夏凡笑道 而且还是 直接送你回总部的待遇 开 心自没说出来 梁康突然把嘴巴闭上了 夏凡冷笑一声 看你这皮糙弱厚的样子 是需要我和昨天一样 给你一套言行逼供队吗 话落 夏凡就起身向梁康走去 一分钟后 梁康捂着鼻青脸肿的脸 托盘而出 你看 早说不就没事了 夏凡叹了口气 给凤王指明了方向 听梁康的说法 超梦队的大本营 就在长盘市北边 一座无名大山的后头 半个小时后 在凤王的急速飞行下 他们来到了梁康所说的大山 为了防止打草惊蛇 夏凡在云层时 便把凤王收回到精灵球里 然后让梦幻变成了笔雕 带着他和梁康落在地面上 在梁康的指引下 他们翻过了那座大山 只不过 那里没有任何特别之处 除了树木 还是树 夏凡看向梁康 你耍我 梁康无奈道 大哥 大本营怎么可能会让人一眼看出来 当然是建在地下 好像也对夏凡把刚要抬起的拳头 又收了起来 那怎么进去 再往前面走个大带五百米的位置 会看到一扇暗门 只要拿出我们超梦队的通行证 就能打开 梁康给夏凡指了个位置 继续带路 他现在是完全怕的夏凡 生怕他一个不满意 就给自己来一圈 所以只要他问什么 就回答什么 在他心里 他们超梦队 今天就要over了 碰到这么个变态 怎么活得下来 如果只是炎帝和雷公 他铁定会反水向总部举报 但可怕就可怕在 这货还有一只梦幻和一只凤王 这哪里还敢反水 除非是想死得紧 十分钟后 夏凡在梁康的指引下 来到了他所说的暗门 梁康从口袋里 拿出一张蓝色的磁卡 正要贴到暗门中央的一个扫描口时 地面突然震动起来 紧接着 在他们两人的注视下 地面裂开了 夏凡看向梁康 刚要问他怎么回事时 梁康抢答了 这是超梦队 要进行重要行动了 说着 他拿出了自己的手机 站在他身旁 瞟了一眼 发现这家伙如此可笑 已经知道他 还想问是什么行动 因此 直接在他们干部群里查探消息 半分钟后 梁康长鸥一声 便向夏凡解释道 这次是 准备去抓捕 急动鸟和闪电鸟的行动 有神格的 还是没神格的三圣鸟 当然是有神格的 没神格的 已经全部抓完了 他话音刚刚落下 裂开的地面 开始飞出一架架巨大的直升飞机 夏凡看着这些飞机 拿起精灵球 轻声低南下 凤王 水军的位置 你现在可以感应到了吗 还是不可以 夏凡眉头微醋 思考了半想 最后做出了一个决定 没感应到 那就说明 可能不在这里 既然如此 那他还是先跟着 超梦队 把三圣鸟给收服了 因此 等这些直升飞机全部飞出 地面重新合拢之际 夏凡放出了梦幻 让其变身成笔雕 带着他和梁康 尾随着这些直升机 跟了大概20分钟 这些直升机又分开了 十几架飞机往南边飞 十几架飞机往东边飞 什么情况 夏凡看向梁康 梁康再次拿出手机 翻着他那干部群 不疑会道 这是要兵分两路 往南边飞的是去双子岛 抓鸡动鸟 往东边飞的是去 10号道路的无人发电厂 抓闪电鸟 根据这两个地区 调查员的消息 这两个地区 这几天出现了他们的踪迹 夏凡文言点了点头 主人 跟谁走 夏凡轻咬了下嘴唇 这还真的不好抉择呀 三秒后 点兵点将骑马打仗 梁康 梦幻 夏凡最终点到了南边 也就是去抓捕 激动鸟的方位 夏凡拍了下梦幻的背部 小幻 高度放低点 说完 他拿出两颗精灵球 对着精灵球 像是老父亲一样叮嘱起来 炎帝 雷弓 等下你们就跟着那些 往东边飞的直升飞机走 如果你们看到了闪电鸟 而那些家伙 又要开始抓捕行动 那你们就在那捣乱 不过要牢记的是 捣乱的时候 千万不要跟个 莽夫一样的瞎捣乱 一定要靠智取 就像我以前一样懂吗 像你那些 不讲武德的方法学习吗 最喜欢对夏凡的雷弓 直接用心电感应回应道 夏凡给雷弓呆的精灵球 翻了个白眼 也可以这么说 说完 夏凡摁下了两颗精灵球的按钮 红光闪过 炎帝和雷弓冲了出来 一跃跳上下方的大树顶部 追逐东边的直升机 小幻 往南边飞 三个小时后 尾随着超梦队的直升机 夏凡来到了双子岛 这里位于关斗地区的 二十号道路上 由于有两座相邻的岛屿 外形相同 因此称之为双子岛 超梦队一赶到这里 便立马将两座岛屿 生活着的居民们 控制了起来 你那群里有没有说 急动鸟是在左边这岛 还是右边这岛 两座岛屿之外的海面上 夏凡和梁康 坐在一只成龙的背上 纵目四望 不在岛上 在岛下 梁康看着手机道 岛下 对 双子岛的下方 有一个巨大的五层洞窟 范围面积 有这两个岛屿 合起来那么大 急动鸟就在最底层 安了一个家 夏凡挑了挑眉 拍了拍梦幻的背部后 就让其带着他们上岸 洞窟的入口 在岛上有很多 夏凡和梁康上了岸不久 便找到了一处 无人把守的洞窟入口 两人往里面走了进一里 才从入口 走进洞窟内部 洞窟内部的光亮 已被超梦队 指挥着几只神奇宝贝 用技能闪光照亮 里面很大 如梁康说的那样 一眼看去 基本看不到镜头 同时里面 也有许多野生的神奇宝贝 夏凡和梁康 站在一块巨石后头 尾随着一对超梦队的成员 这些人指挥着自己的神奇宝贝 围攻那些野生的神奇宝贝 然后收服进球中 按照梁康从群里看到的说法 这些人是超梦队的先遣队员 为了方便 还在外面的大部队顺利进入 以及抓捕激动鸟时 可能会遭到的野生神奇宝贝的阻碍 便提前开始驱逐与收服 你们这超梦队 看着真跟火箭队一个德行 每去一个地方 都要让那里的神奇宝贝 鸡飞狗跳 躲在一块巨石后头 夏凡看着超梦队的所作所为 忍不住吐槽道 梁康尴尬地挠了挠头 没有辩解 五个小时后 超梦队的先遣部队 打通了洞窟一层到四层的入口 把一些强劲的神奇宝贝抓了起来 弱小的则全部驱逐了出去 第五层由于是急动鸟的居住地 因此 没有什么野生的神奇宝贝 需要他们去驱逐和抓捕 先前部队开始在第四层驻扎起来 一部分等待大部队的到来 另一部分则继续去第五层探路 夏凡带着梁康和梦幻 依旧跟了上去 来到第五层后 洞彻心扉的寒冷 立马就让梁康瑟瑟发抖 这里和第四层相比 除了极大的温差外 还有就是密密麻麻的冰锥 在头顶倒掉着 一眼看去 就会让人忍不住联想 如果掉下来 砸到脑袋上 会是怎样的场景 梁康眼神古怪地看着夏凡 您不冷吗 他都快冷死了 但夏凡不知道怎么回事 却感觉像个没事人一样 夏凡耸了耸肩 淡淡道 还好 感觉挺凉爽的 由于神圣之火这个技能的存在 他的身体已经和普通人不同 因此 这零下几十度的温度 对他来说没多大感觉 可我感觉 我要是在这里再待下去 我会冷死 梁康牙齿打颤道 能让我上去吗 你放心 我绝对不会通风报信 你的强大我是了解的 给我一百个胆子 我也不敢通风报信 夏凡扭头看去 梁康古痛的肤色 此刻都有些要被冻白的迹象 你等一会 我给你找件衣服来 夏凡淡淡道 随即领着梦幻跑了 大概五分钟后 梁康感觉自己 都要被冻昏厥过去时 夏凡回来了 把一个昏迷过去的超梦队成员 丢在了他的眼前 这人身上穿着一身防冻衣 换上就不冷了 一分钟后 换上了防冻衣的梁康 立马就感觉自己活过来了 他看着一个 被他扒了精光的女子道 把他丢在这里吗 丢在这干嘛 好歹是一条人命 夏凡眉头微醋 小患用念力 把他送到上面的 一个偏僻的角落里 说着 他从口袋里 拿出一部手机 放在男子身上 然后把梁康脱下的衣服裤子 盖在其身上 等梦幻将人送上去后 两人向第五层的深处走去 没过多久 就追上了超梦队的先前人员 二十分钟后 他们走到了最深处 看到了两座 用巨大冰块 雕桌而出的急洞鸟 处立在洞窟两侧 而洞窟的中央 是一个巨大的冰床 那应该就是急洞鸟休息的地方 夏凡心中嘀咕 急洞鸟应该还在外面没回来 梁康看着手机说道 夏凡点了点头 随即领着梁康和梦幻 靠在一块岩石后头等着 而那些超梦队的先前人员 则留下了一部分 和夏凡一样在这守着 另一部分则往回走去 守了大概有一个多小时 夏凡的脑海里 突然响起了凤王的声音 他表示自己 又感应到了水军的气息 夏凡自然是一喜 感应到了气息 那不就代表着没事 没过多久 一直在看手机的梁康 表情突然开始不对劲起来 眼神满是难以置信 怎么了 夏凡问道 梁康咽了口唾沫说道 十分钟前 闪电鸟已经在无人发电厂出现了 所以呢 夏凡眉头微醋 出现了就出现了 何必这种表情 可超梦也出现了 他袭击了那边的超梦队 并且将闪电鸟 以及超梦队的神奇宝贝 全部收服了 防止夏凡不相信 梁康把他的手机递给了夏凡 不一会 夏凡脸上的表情 也开始渐渐难以置信起来 在梁康的干部群里 正疯狂更新着 无人发电厂那边的照片 以及一些视频 比如有一段视频 就是超梦漂浮在半空中 身后是数不清的黑色精灵球 向超梦队的神奇宝贝扔去 还有一段 就是超梦队跟闪电鸟战斗的画面 原因是 闪电鸟一直在用十万伏特 反抗那些黑色精灵球 超梦不耐烦了 把他暴打了一顿后 再使用黑色精灵球 但这都不是主要的 最主要的是 有一段视频里 是超梦放出自己黑色精灵球里的精灵石 他竟然看到了水军的身影 我认你MA 我说水军怎么会让凤王感应不到啊 原来是你这狗热的干的好事 等等 他竟然能够夺走别人的神奇宝贝 那我的炎帝和雷公 夏凡突然生出一个不妙的预感 在这种情形下 炎帝和雷公 要是执行他交代的任务 冒头和超梦对抗 那绝对就是找死 超梦的实力 绝对不是他们两个能够对抗的 无人发电厂外 炎帝和雷公猫 在外头的密铃中 他们抬头望着天空 那只四人形的神奇宝贝 就在刚才 这个废弃多年的发电厂 在那个四人形的神奇宝贝 轻轻挥手下 直接变成露天的了 并且召唤出数之不尽的黑色精灵球 把超梦对的神奇宝贝 全部抓了起来 就连闪电鸟 也在他的手下 被轻而易举地蹂躏了一番后 收服了 但最为让他们惊讶的 还是突然没有消息的水君 竟然成为了那只神奇宝贝的走狗 你看他那耀武扬威的样子 我真是看错他了 想不到 他竟然是这样的 雷公看着被超梦放出来的水君 一脸愤慨 刚才水君放出来后 真的是超梦 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 一脸的走狗像 可把雷公气急了 以前在凤王身边的时候 那个家伙都没念过 会不会是那个黑色的精灵球控制了他 所以水君才会这样 炎帝迟疑道 不可能 雷公愤怒扭头 你别忘了 我们可是凤王大人手下的圣兽 除了凤王大人 还有下凡那个不讲武德的家伙 不管是人 还是其他的传说神奇宝贝 只要我们不愿意 那就没人可以指挥得了我们 炎帝沉默了 雷公这话说的也没太大毛病 他们意志强大 哪怕他们现在成为了下凡的神奇宝贝 但如果想要不听他指挥 还是可以轻而易举地办到的 可水君现在的样子 却完全是对那只叫超梦的神奇宝贝 阿鱼奉承了 三性加奴的走狗 雷公想起了之前下凡在酒店房间里追剧时 自己躲在精灵球里学到的一个词 现在用在水君身上正合适 他要是被放出来后不听超梦的话 他雷公倒还会敬重他 但现在指哪打哪的样子 就让他很生气了 别生气了 他可能老早就跟我们不是一条心了 炎帝叹气道 不过现在该怎么办 闪电鸟已经被那个叫超梦的神奇宝贝收服了 而这些超梦队也被他搞得截然一身 没有一只神奇宝贝在身旁 我们再留在这里 要是被那只神奇宝贝发现了 说不定也会有危险 炎帝化音刚落 头顶上方突然袭来两颗黑色精灵球 雷公反应迅速 连忙一个电机打去 两颗黑色精灵球直接化为积粉 漂浮在半空中的超梦 再次挥了挥手 数十颗黑色精灵球向炎帝和雷公袭去 不会束手就擒的雷公又是一个十万伏特打去 数十颗精灵球再次化为积粉 这下子超梦来了兴趣 随即就要亲自去抓雷公和炎帝 不过刚要动身之际 脑海里想起了水军的心电感应 当然 那两只神奇宝贝就让我去收服吧 超梦看向已经开始凝聚冰冻光束的水军 想到他的实力点了点头 去吧 北风刮过 水军向着炎帝和雷公的位置冲去 口中的冰冻光束吐了出来 不过却被炎帝和雷公轻而易举地躲开了 雷公震怒 没想到水军竟然还向他们攻击了起来 正要破口大骂 脑海里响起了水军的声音 快跑 跑得越远越好 炎帝和雷公的表情从愤怒 立马转变为错愕 水军的声音再次响起 还愣在干嘛 快跑啊 难道你们也想像那只闪电鸟一样 被收进精灵球里吗 与此同时 水军又用出了泡沫光线 不过这个泡沫光线 打在炎帝和雷公的身上 并没有让他们感到非常的疼痛 只是后退了几步 炎帝雷公反应了过来 按照水军说的 拔腿就跑 之后 水军在后追着 不断向着他们两个发动技能攻击 可就是没有点准痛 空得一塌糊涂 随着他们跑得越来越远 水军回头看了一眼后 用心电感应连接起前面那两个家伙 可以了 别跑了 炎帝和雷公停了下来 这是怎么回事啊 你怎么会和那个叫超梦的家伙在一起 炎帝已经明悟到 水军并没有成为他们刚才想的那样 这一时半会说不清楚 水军叹了口气 然后继续道 下凡和凤王大人呢 他们没和你们在一起吗 炎帝随即把和下凡分头行动的原因 告诉了水军 水军听完交集起来 说道 那你们赶快去双子岛 通知下凡 做好和超梦对抗的准备 超梦等下 就会赶往那里 让他千万不要轻敌 那你呢 既然没被控制 跟我们一起走 不是正好 雷公道 我走不掉的 水军摇了摇头 他的实力远超你们的想象 和他待久了 我甚至感觉凤王大人和他打起来 可能都会落入下方 虽然不知道 为什么我没有 被他的黑色精灵球控制 但如果我要是跑得非常远 让他察觉到不对劲 那我们三个一个都跑不掉 所以 我暂时留在这里 做个内应最好 炎帝和雷公对视了一眼 水军回到了超梦身边 皮开肉绽的身体 让人不忍直视 你怎么这样啊 超梦看着伤痕累累的水军 眼神中绽放出一丝冷意 那两个家伙偷袭我 水军一脸悲愤道 那两个家伙其实非常强 我追他们的时候 他们假意打不过我 向我投降 但是等我一靠近 就突然向我发动了攻击 把我打成这样后就跑了 水军的语气非常委屈 就像一个被打了后 向大人告状了的孩子 超梦眉头紧簇 那你知道 他们往哪跑了吗 水军到 西北方向 超梦闻言向水军随手一指 一道荧光将水军包裹 紧接着水军的伤势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 而超梦随后白光一闪 形态眨眼间发生了歹变 后脑勺延伸出一根 像尾巴一样的红色出手 水军眼见 连忙想要叫住超梦 但话还没说出口 超梦却已经从他眼前消失 他焦急地等待 一分钟后 超梦却而复返 您抓住他们了吗 水军试探道 没有看到他们 超梦摇了摇头 白光一闪 便回了原本的样子 水军心中长淤一口气 他身上的伤势 的确是炎帝和雷公打的 不过是 他们分别之际 雷公那龟儿子 说你既然是要当内影 那就像一个内影的样 学习夏凡那货 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为了让人相信 哪怕往自己身上捅刀子 也毫不犹豫地冲进 因此 雷公和炎帝那两王八蛋 一个打雷 一个神圣之火 就朝着他打了过来 真差点没把他打死 双子倒 看完梁汤的手机 夏凡郁闷到要吐血了 恨不得给自己一耳光 如果能够预知未来 他点兵点将 一定要换一个头仙点 这样说不定 就已经和超梦碰头了 给那个龟儿子一个教训 你MMP老子的精灵都敢抓 主人 我们现在要不要 赶去炎帝和雷公那边 凤王的声音 在夏凡脑子里响起 对于水军被抓 他也十分的担忧 算了吧 现在往那边赶 等到了的时候 超梦肯定早走了 绝对会扑了个空 夏凡叹了口气 只能祈祷炎帝和雷公别冲动 感受到实力差距后 就赶紧跑 至于水军爱 随着夏凡又一声叹息过后 凤王也沉默了 不再多说什么 既然现在是夏凡的神奇宝贝 那就以夏凡的意志为主 夏凡和梁康继续待在这里 等待着急动鸟的出现 超梦队的大部队赶到第四层 之后又过了半个小时 近百名穿着防冻衣的超梦队成员 来到了第五层 再把一些科技装置安装 在洞窟内后 便和夏凡他们一样 找了个石块 或者一些隐秘的角落 躲了起来 时间流逝 两个小时过后 夏凡手的都想要骂娘之时 洞窟内终于来了一声不凡的动静 先是一独特的笑声 在洞窟内回响 紧接着像刀子一般的寒风 席卷了整个洞窟 导致洞窟两侧的石壁 渐渐形成了寒霜 所有穿着防冻衣的超梦队成员 不禁打了个寒战 哪怕因为神圣之火 改善了身体的夏凡 在这寒风之下 也差点打了个喷嚏 忍不住想多穿点衣服 寒风过后 一个让所有人期待的身影 终于从洞窟里出现了 他扑腾着美丽的蓝色翅膀 来到了洞窟最深处的 那座巨大冰床 仰起高昂的头颅 先是环顾了眼洞窟的四周 觉得和平常没有多大的变化后 便收起羽毛 躺了下去 不过他还是刚一躺下 洞窟内突然响起一个男人 激动的呐喊声 兄弟们 动手 花音落下 急动鸟的头顶 突然发生剧烈的爆炸 洞窟震动 急动鸟抬头看去 只见一颗巨大的原石 竟然从他的头顶掉落 这直接把急动鸟的胆 都要吓破了 有着飞行属性的 最怕的就是 头顶砸下的东西 赶忙扑腾着翅膀就要躲 可他的前方 不知何时多出了 数十只火焰鸟和闪电鸟 他们口中凝聚着能量 虽然这些火焰鸟的 和闪电鸟的体型 无法和急动鸟相比 是那种一看 就知道是没有神位的 可数十只同时 对着他放技能 却也是他无法抵挡的 完了 急动鸟绝望地想到 就在这时 洞窟里又传来另一声大吼 凤王 神圣之火 一声凤鸣响起 紧接着一口夹 带着神秘力量的火焰 袭向了那块 要砸向急动鸟的巨大原石 爆炸响起 烟尘四起 那颗原石 直接在降落下来的半空 炸成碎块 超梦对众人 错愕地回头看去 下一秒 所有人全部猛了 震惊之情 异于言表 谁能想到 抓急动鸟的时候 身后竟然能出现一只凤王 你嘛 这不扯淡嘛 不仅他们猛 那位受害者急动鸟也猛了 今天他家是怎么回事 突然冒出来 一群人类也就罢了 怎么联合洛奇亚大人 并肩的凤王大人也来了 凤王 神鸟猛击 趁着这些家伙愣神之际 下凡的声音再次响起 又是一声凤鸣 凤王收起金鸿相见的双翅 停滞在半空续起 超梦对众人扭头 看向声音的源头 神情更加立马震撼 凤王竟然听命于一个少年 等等 突然有人想到了 前一段时间 成都地区的闹得沸沸扬扬的那场直播 凤王被一个戴着面具的神秘人收服了 有一人大喊 快 下令打断凤王 别让他成功使用出神鸟猛击 其余的超梦队醒悟过来 连忙指挥火焰鸟和闪电鸟 使用技能去打断 不过就在这些技能 即将打中凤王之际 梦幻出现了 他一个瞬间一动 出现在了凤王身前 一个守住 便把那些攻击 全部挡了下来 超梦队的众人眼见 一时间不知该用什么话 来形容此刻的心情了 也在这时 凤王的蓄气结束了 他双持一张 巨大的羽翼 掀起猛烈的飓风 凤王向着那些 没有神位的火焰鸟 和闪电鸟直冲而去 如同一道月亮斩机 那一排火焰鸟和闪电鸟 在这一击之下 全部跌落地面 无力再战 夏凡在梦幻的念力下 送到了凤王的背部 然后在众人的目光下 来到了极动鸟眼前 掏出一颗精灵球 直接扔了过去 结果极动鸟一口气 直接把精灵球冻住了 夏凡眉头微醋 你竟然还敢反抗 我是洛奇亚大人的属下 你们不能抓我 极动鸟的声音 在凤王和夏凡脑海里响起 可是你的洛奇亚大人也快了 夏凡拿出银色之雨 晾了一下 随后让梦幻用出精神强念 控制住这个家伙 他紧接着扔出第二颗精灵球 红光闪过 极动鸟被收了进去 成功捕捉神奇宝贝极动鸟 请从技能中挑选一个作为你的技能 脑海里又一次想起了 久违的系统提示音 冰属性和飞行属性 传说的宝可梦 极动鸟 隐藏特性 血影 冰雹天气时 闪避率会提高 暴风雪 将强烈的暴风雪 刮向对手进行攻击 有时会让对手陷入冰冻状态 冰雹 使用该招式后 天气将变化为冰雹 除冰属性以外的神奇宝贝 都将受到伤害 绝对零度 给对手一击平死 但如果是冰属性以外的神奇宝贝 这招将难以打中 高速移动 让身体放松变得轻盈 以便高速移动 大幅度提高自己的速度 与其 降到地面 使身体休息 恢复自身最大生命值的一半 只有鸟类才能使用 替身 削弱自身少许的生命力 制造分身 分身将成为自己的替身 夏凡看着急动鸟的众多技能面板 陷入了思考 和凤王同为大型的鸟类神奇宝贝 急动鸟的技能 在他眼中说实话也就一般 没有什么独有的强大攻击技能 也没有像自我再生这种 没有条件限制的强大恢复技能 唯一的一个恢复技能 与其他就算学了也用不了 思考了一分钟 夏凡最终做出了一个决定 我选择急动鸟的技能替身 这些技能中论实用性最好的 应该也就这个了 如果以后能够搭配自我再生 那不就绝了 下一秒 随着技能的选定 夏凡脑海里的技能栏 扩展到了第六个 他心情愉悦 准备来一次手指掐绝 大喊替身术 来实验下技能 不过眼角的余光 让他想起 下方还有个超梦队 为了避免社会性死亡 夏凡咳了咳嗓子 把提琴的手又放了下去 人嘛 在一群low逼面前 该有的逼格还是要保持 夏凡盘腿坐下 让凤王降低点飞行高度后 向着超梦队的众人居高灵吓道 怕吗 超梦队众人面面相去 没有一人应答 夏凡轻轻拍了拍凤王的背 来一口神圣之火 别太旺 一小口就行 下化线 凤王扒击了下嘴 扑 下一秒跟吐口水一样 吐出一小口 加带着神秘力量的火焰 火焰落在一块磐石上 磐石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融 洞窟内原本因为急动鸟 而骤降的温度又渐渐上升起来 两侧石壁凝结的寒霜也渐渐消融 夏凡 我准备等下找一位信任 感受下凤王的专属火焰神圣之火 不知哪位有幸成为这位信任 又或者各位都是信任 一个反应灵敏的青年 扑腾一声就跪了 我怕 夏凡叹了口气 很遗憾 看来这位并不是我要找的信任 其余的超梦队文言 连忙一葫芦画瓢 给夏凡跪了 大喊我也怕 见到这副景象 夏凡又是重重叹息一声 哎 看来大家都不是信任 超梦队众人呼出口气 夏凡又道 既然大家不是信任 那就说明是倒霉蛋 既然是倒霉蛋 那我就说一句 符合各位倒霉蛋的身份 各位要钱要命 夏凡的钱包 鼓了八千多万 整个地下洞窟的超梦队 都给他一个人洗劫完了 只差地面的那群 没有洗劫了 不过 就在夏凡准备坐在凤王的背上 给那些家伙们 一个surprise时 另一个surprise 却陡然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只见一只肤色与梦幻极为相似 体型却天差地别的神奇宝贝 出现在了洞窟的出口处 他的身后 是一群超梦队的成员们 倒在地上 超梦 夏凡瞳孔一缩 诧异之情异于言表 难以置信 超梦竟然会在这里出现 而此时堵在门口的超梦神情 同样透露出诧异 不过不是因为夏凡和凤王 而是给坐在夏凡肩膀上的梦幻 下一秒 没有一点废话 超梦抬手就凝聚出一个波导弹 向梦幻砸去 梦幻从夏凡的肩膀跳开 等离远一点后 使用技能守住 把波导弹挡了下来 夏凡怒道 凤王 神圣之火 超梦这话 都没说一句 就要打架的行为 是把他和凤王当空气吗 打狗都要看主人 更别说梦幻了 凤王遵循夏凡的指令 神圣之火 猛然向超梦吐去 超梦轻蔑地伸手一挡 一个蓝色光照 将自己笼罩了起来 神圣之火 被轻而易举地抵挡了 虽然火焰没有伤到自己 但超梦看着 在那股火焰下 渐渐支离破碎的光照 忍不住对凤王有了想法 只见他双手一张 身后浮现出 数百颗黑色精灵球 夏凡眉头紧簇 立马明白 超梦这龟儿子 打的什么主意 连忙下令 凤王使用喷射火焰 将这些精灵球 烧个金光 两秒后 刚被超梦召唤而出的 黑色精灵球 纷纷烧成灰烬 超梦脸色一冷 心电感印象四周扩散 出来与我一战 说吧 他向后漂浮到半空 给凤王飞出洞窟 与他一战的机会 凤王飞了出来 与超梦在半空中对视 夏凡趴在凤王的背上 看着超梦那逼个满满的样子 总有种想冲过去 给他一拳的冲动 因为这必从始至终 好像就没看过他一眼 不 连特意瞟一眼的行为都没有 小焰 等一下你和凤王一起上 夏凡一脸愤慨地 想跟来的梦幻道 像超梦这样狂大自负的家伙 就应该由你们俩 给他来一顿社会的毒打后 才能老实起来 主人你说得对 这家伙的确欠收拾 梦幻十分赞成 超梦刚才一看到他 就扔出一颗波导弹的行径 也把他给气坏了 梦幻 你竟然成为了人类的神奇宝贝了 超梦终于注意到了夏凡 他一脸讥讽 这可真是一种无能的表现 梦幻立马回队 关你屁事 你个复制品 你说什么 超梦怒了 他的身躯燃起一团蓝色的神秘力量 紧接着一股无形的念力波动 开始向四周扩散 只要我存在于这个世界上 那你就永远都是我的复制品 梦幻一改常态的小白甜形象 继续回对超梦 同时 身体也燃起了一团粉红色的神秘力量 也同样散发出一股无形的念力波动 向四周扩散 一旁的夏凡 忍不住打量起梦幻来了 想不到梦幻嘴炮起来 也是个能把人气死的主 那我杀了你 我就是真正的本尊 超梦说吧 凝聚出两颗波导弹来 一颗扔向梦幻 一颗扔向凤王 凤王和梦幻分散开来 一个口中吐出一口喷射火焰 另一个同样使出波导弹 当四股力量相撞之际 天空猛然乍响 无数的黑雾弥漫四周 一股无形且强大的气浪 向四周扩散 激荡起海水的震着海浪 深知配合重要性的夏凡 觉得这团迷雾正是个机会 连忙下令 凤王 启风吹散这团迷雾 小患 随着这道风冲进去 准备使用技能封印 一声凤鸣响起 凤王挥舞双翅 一股更加强大的风浪 向迷雾扇去 梦幻紧随其后 一张交杂着透明符文的无形之网 从他掌心开合而出 迷雾散去 超梦显露出身形 一张无形之网 在梦幻的推动下 向他急速而去 看着这有些猝不及防的无形之网 超梦发出一声冷哼 只见他白光一闪 形态刹那间发生了改变 那张就要撞入他体内的无形之网 在这一刻 突然缓慢的就像蜗牛一样 超梦轻而易举的躲开 他扭头 看向梦幻和凤王 此刻他们的动作 在超梦眼中 就像是被放慢了数百倍一样 如同电影中 那一针一针前进的画面 超梦横手向前 猛然向梦幻劈砍而去 碰 梦幻被拦腰砍倒飞数十丈 下凡惊了 明明是梦幻先攻击的 怎么反而还是他倒飞出去 这时 超梦在攻击完梦幻后 停在了半空 身形得以被下凡看清 我爱梦 下凡骇然 立马认出了超梦此刻的形态 难以置信 这只超梦 竟然可以做到超进化 听到下凡的惊呼 超梦把目光放在了凤王身上 下一秒从下凡眼前消失 一闪而过 下凡喝道 不好 凤王快用手助 不过相比较超梦的速度 下凡的提醒 还是为时已晚 因为 在他还是在说第一个字时 超梦已然进前 来到了凤王仪仗之地 他双手张开 准备近距离施展一记精神强念 一股强大的念力波动 从超梦体内展开 下凡心如死灰 问 可就在下凡觉得自己要跟着凤王 还超梦一顿精神强念之际 一个白色光照 突然从凤王自身浮出 凤王凭借着自身对危机的感应 竟然比下凡 还要提前一步 判断出需要做什么 下凡长欲口气 还好还好 不愧是我放大腿 知道危机的时候需要做什么 也在这时 一颗暗影球突然从远处袭来 直逼超梦 超梦眼间 结束了精神强烈的攻击 转而身体一晃 那颗暗影球 从他身侧一厘米之举刮过 暗影球砸入水中 引起惊涛骇浪 梦幻回来了 一个瞬间一动闪回来 他愤怒地看着超梦 胸前凝聚出四颗波导弹 你不是要躲吗 那你就再躲躲看 说着 梦幻就要把波导弹推出去 然而超梦却刹那间 来到了他的身后 现在我已经比过去更为强大了 只要我愿意 你就永远别想打中我 梦幻的脑海里 响起来自超梦的机缝 紧接着梦幻的背部 就迎来重重的一踹 哗的一声 梦幻直接被超梦 一脚从空中踹入海里 这是超梦对梦幻的羞辱 不用技能攻击 仅用简单的一拳 一脚来作为攻击手法 他们两个上一次碰面之际 梦幻说的话 超梦到此刻还记忆犹新 本尊就是本尊 不用绝招 用身体来缠斗的话 本尊永远不会输给复制体的 那既然如此 他今天就要用单纯的拳脚攻击 击溃梦幻 夏凡看着此刻 对暴打梦幻十分满足的超梦 眉头微醋 陷入思考之中 超梦的外形态 是一个特攻和速度 都极为恐怖的形态 这个形态的他飞行速度 远远超过其他的神奇宝贝 以前他的认知中 是以为这个形态的超梦 可能就是把其他神奇宝贝 电光一闪这个技能 当做自己的匀速状态 但现在看来显然不是 他哪怕普通的速度 也要远远超过 其他神奇宝贝的极限速度 如果是这样的话 如果不能跟上他的速度 那就永远别想打中他 系统 给我打开梦幻的技能面板 夏凡在心中低难 下一秒 他的眼前浮现出 只有他才能看到系统面板 夏凡开始在梦幻的众多技能中 寻找能够克制超梦的技能 而这时 梦幻从海里再次冲了出来 他不能接受自己的复制体 超越自己 所以 他开始不断用瞬间移动和超梦 进行拉扯攻击 同时延令凤王帮助自己 两个家伙从天北打到天南 但可惜的是 瞬间移动 终究不能无限次使用 在梦幻将体内最后残存的空间之力 用完之后 超梦直接一脚 将它再次踹入海里 超梦双手摊开漂浮在半空 用着无比自豪的语气说道 梦幻 这就是我 和你现在的差距 虽然我是由你的基因制造而成 但我却能再次进化 有着无限的潜力 等着我自己开发 而你 只能在原地踏步 所以 从现在开始 我才是真正的本尊 一颗暗影球 破水而出 梦幻尾随其后 原本可爱的小脸 此刻满是愤怒 超梦轻蔑一笑 脑袋一歪 轻而易举地躲过暗影球 小患 对他使用技能锁定 夏凡终于开口了 梦幻文言回头看了一眼 随即双眼一闭 再次张开时 双眼被一光蒙照 眼睛里的世界 除了超梦 再无其他 使用暗影球 夏凡再次道 一颗漆黑能量球 从梦幻胸前凝聚 没用的没用的 现在的你 已经不配与我一战 超梦激怂地嘲笑后 再次从原地消失 不过这一次 梦幻的双眼 却开始跟随着超梦的移动 来到了头顶 他果断将暗影球向上一推 打中了 超梦被暗影球倒飞天际 梦幻梦了 而后连忙激动地 飞到夏凡身旁 轻易地围着他转 同时心电感应 也是激动地 向夏凡和凤王诉说 自己打中了 你不要高兴太早 接下来的战斗 对你来说 还是一场恶战 夏凡从自己的背包中 拿出一颗药 你的瞬间移动 应该是无法使用了吧 这颗技能恢复 PP可以能够恢复你体内的空间之力 让你能够再次使用瞬间移动 梦幻把药吃了下去 体内的空间之力 迅速恢复起来 而这时 超梦回到了梦幻的境前 身形有些狼狈 显然刚才梦幻那击暗影球 给他打了个够呛 完全没有防御 超梦难以置信地看着梦幻 怎么可能 你怎么可能打得中我 小焕 不要跟他解释 直接打 想想他刚才羞辱你的样子 夏凡却喝道 梦幻双眼 随即再次被异光覆盖 他死死地盯着超梦 同时胸前再次凝聚出暗影球 超梦双眼一冷 身影再次从原地消失 夏凡连忙下令 小焕 从现在开始 只要它消失 你就用瞬间移动跟上 不用怕空间之力用完 我这里还有几十颗技能 恢复PP 梦幻闻言 随即从原地消失 不一会 双子岛附近的每个角落 都开始刹那间 出现梦幻和超梦的身影 他们两个你追我敢对抗着 凤王对超梦使用 预知未来 在梦幻和超梦缠斗之际 夏凡向凤王下达了指令 可梦幻不是说 让他单打吗 凤王诧异地回头 这你别听他的 他那是自尊心作祟 如果真让他这样打下去 鬼知道还要打多久 夏凡环顾了眼左右 然后轻声道 大不了等一下 如果超梦败了 咱们就说 一切还是小患他打得好就行了 凤王想了想 最后按照夏凡的指令 闭上双眼 等再次打开后 双眼被白光笼罩 他眼前的世界开始上演 超梦在五秒之后 将会出现的地点 紧接着一团念力 从他脑海发出 向着那个地点埋伏起来 只要超梦一到达 便会立马显现 而出攻击超梦 五秒后 超梦果不其然 来到了凤王预知的地点 一股念力漠然引爆 猝不及防下超梦中招了 正和他缠斗中的梦幻 眼见连忙扔出暗影球 对于超能系的超梦 暗影球才是最佳的攻击技能 挨了这一击的超梦 直接被打入水中 耐死 夏凡激动的双拳一握 果然预知未来 也是一记 可以打中Y形态的超梦技能 而这时 梦幻回过头 疑惑地看向凤王和夏凡 他感应到了 刚才除了他外 一个攻击提前打中了超梦 让他停顿了 不然他的暗影球 不会那般轻而易举的 成功释放而出 凤王把头撇到了一边 一股我什么都不知道 而夏凡看着梦幻疑惑的眼神 果断双手一举 奋力大喊道 小患 你就是我心中永远低神 超梦远不及年 这一声大喊 立马把梦幻搞得有些不好意思了 伸出那短短的小手 憨太可惧地挠了挠头 卑鄙的人类 超梦从海里冲了出来 脸如寒霜地看着夏凡 他不是傻子 刚才那突如其来的念力攻击 绝对是那个人类指挥那只大鸟干的 感受到超梦冰冷的眼神 夏凡又果断把摇起呐喊的双手放了下来 抬头望天 吹起了口哨 梦幻和超梦再次激斗起来 等到他们打得激烈时 夏凡随即让凤王再来一记预知未来 超梦再次被梦幻一发暗影球 打入海里 卑鄙的人类 我要杀你 超梦这次冲出来后 直接将恨意的矛头对准了夏凡 快跑 夏凡大感不妙 连忙让凤王带着自己跑路 同时悄悄地从腰间拿出一颗精灵球 但一阵微风袭来 超梦已然来到了他的头顶 双手间凝聚出一颗波导弹 直接就对准了夏凡的头顶杂趣 嗡 猝不及防下 扔球夏凡肯定是来不及了 只能用出手助 可是 外形态 超梦的波导弹 哪是他一个人类所使用的手助所能抵挡的 一击之下 手助瞬间破碎 生死危机下 夏凡白光一闪 直接变成了一只皮糙肉厚的巨金怪 被砸入海水里 看着夏凡从人变成巨金怪 很少流露出惊讶表情的超梦 直接就愣住了 紧接着一颗黑色精灵球 从他的身后浮现 主人 梦幻赶忙冲入海里 不一会 一只巨金怪和梦幻连妹从海里冲出 回到凤王的背上后 白光一闪 夏凡从巨金怪变回了人类 气喘吁吁地看着远处的超梦 口中碎碎骂道 你个龟儿子给老子等着 有种就别让我用球把你收服了 不然绝对有你 他画到一半 远处的超梦突然消失 夏凡心中一紧 以为这龟儿子又要打自己 正要白光一闪 再次变成巨金怪的样子 准备挨打之时 一个白光笼罩 梦幻用手柱挡住了他的身前 主人你放心 有我在 那个复制品 绝对不会再伤害到你了 听到这话 夏凡的心顿时暖暖的了 还是他的小梦幻好啊 正要夸奖几句 超梦突然显现 不过不是在夏凡附近 而是在百米之外的高空 梦幻眼见一个瞬间一动 直接把夏凡扔下了 继续和超梦缠斗 夏凡松了口气 这龟儿子果然还是讲点武德的 没有继续抱着万军从中 只取敌将手机的想法 不过 他这个懈怠之情刚刚浮现 哼的一下 他脑袋瓜子 被一个东西砸了 他回头看去 是一颗黑色的精灵球 正对着他 并且闪出一道红光 像是要将它收进去 可惜屁用没有 我尼玛 看到这颗球 夏凡立马晓得了 超梦那龟儿子 打的什么主意了 这是要吊虎离山 然后把他收进去 可以 不讲武德的道路上 我认可你了 夏凡冷冷地看向超梦 妈的 还好他刚才没有变成神奇宝贝 不然鬼知道 他自己会不会真给收进去 凤王 继续用预知未来 一秒钟用一次 我就跟他比比看 谁能更加不讲武德些 夏凡从背包里 拿出一盒子技能 PP恢复药 要是时间之力 快用完动我说 我这里有的是恢复药 远处和梦幻继续缠斗中的超梦眼 见自己的超梦球 对夏凡失效 眉头紧促 用心电感应和梦幻沟通 你的那个主人 到底是人类 还是神奇宝贝 我主人是有着神力的人类 怎么样是不是非常了不起 但也不关你的事 你个复制品 梦幻直接回队 超梦眼神一冷 继续和梦幻缠斗起来 不过 打斗没有持续多久 一股超能力 猝不及防地打向了他 梦幻抓紧时机 扔出暗影球 超梦被砸向海面 紧接着在他坠落之际 那股猝不及防的超能力再次出现 将他又打回到梦幻身前 夏凡喝道 梦幻 快使用技能封印 梦幻双手一张 一张交杂着透明符文的无形之网 从他掌心开合而出 直接送入超梦体内 夏凡激动得振臂一呼 超梦99%的技能梦幻都会 那等于现在 就是把他的双手双脚全部砍了 激动完 夏凡连忙下令 梦幻和凤王 不要给超梦喘息的机会继续攻击 虽然99%的技能都被封印了 但超梦自身的速度 以及他的专属技能精神 击破梦幻可封印不了 五分钟后 夏凡看着遍体鳞伤 飞行速度大不如前的歪梦 觉得是机会了 便连忙让凤王带着自己过去 他掏出精灵球 可正要扔出去时 一个恨意滔天的眼神 让他略微停顿了 人类 你们没有资格掌控我 他的脑海里 响起超梦的愤愤声 紧接着 一股极为强大的念力 从超梦体内爆发而出 念力之强大 直接将他和凤王 以及梦幻 都给弹飞进百丈 在这一刻 超梦漂浮于半空中 仿佛成为了世界的中央 天地忽然变色 原本耀眼的太阳 下一秒被雷云笼罩 一颗颗巨大的陨石 从中浮现 落下 双子岛的上空 仿佛迎来了末日景象 精神击破 超梦的专属技能 将自身的念力 以实体化的形式体现而出 在外形态下 这个技能足以撼动天地 下凡骇然地抬头望天 忍不住咽了咽口水 这技能 而这时 身为地区的守护神 凤王不能眼见 超梦把双子捣毁了 在用念力把下凡 从背后移出去后 扇动着翅膀 向着那一颗颗陨石 悍然冲去 梦幻紧随其后 一时间半空中 只剩下凡一人 他看着远处的超梦 轻鸟嘴唇 收服之星依旧不死了 白光一闪 下凡变成梦幻的样子 往超梦那里冲 可刚一冲进 百米的范围之时 一股强横的念力 把他推了出去 下凡不幸邪 下一秒 又是一个瞬间 一动冲了过去 然而 刚一出现在超梦 十米范围的时候 又是一股强横的念力 把他推了出去 漂浮在半空中 使用精神击破的超梦 扭头看向下凡 一段轻蔑的心电感应 从他脑海里发出 你们这些只会借助 神奇宝贝力量的低等生物 等什么时候 能够靠自己的力量 与我一战之时 再来谈 让我听命于你们的资格吧 听到这话 下凡一正 不过不是因为超梦 而是在他这声心电感应落下后 他的脑海里 紧接着就响起了系统提示音 叮 感受到超梦 对宿主的抵触 只达到了百分之百 现为宿主下达天命任务 请宿主按照超梦的要求 以自己的力量 将其打败后再收服 此任务为抓捕超梦 必挑战任务 如果宿主依旧选择强行收服他 超梦99%的概率 完成任务奖励 可获得一次 随机抽取本源法则的奖励 听完系统的提示音 下凡看着远处的超梦 忍不住巴唧了下嘴 这家伙骨头咋就这么硬 我如果强行收服 就要自我毁灭 好小子 下某甘拜下风 不过这本源法则又是啥 系统 随机抽取本源法则的奖励 是什么意思 下凡心中问道 可惜系统 已沉默面对 下凡低下头 无奈地叹了口气 不再深究 总之是欲抓超梦 必须要先靠自己的力量 把他给打敷才行 主人 你没事吧 就在这时 下凡的脑海里 突然想起一道心电感应 声音下凡十分熟悉 是水军 他连忙低头环顾四周 最终在双子岛的一处密林中 看到了水军的身影 下凡看了眼超梦 见他没有把目光放向自己 下一秒 他一个瞬间一动 出现在了双子岛上 而水军见到他 来到岛上后 像洞窟的一个入口跑去 下凡跟了上去 最后他们两个就像特务见面一样 在洞窟里碰面了 下凡变回人形 问出了心中的疑惑 你不是已经被超梦强行收服了吗 水军摇了摇头 我也不知道 算不算被他收服了 之前主人你要求我 跟着那几个超梦队的成员时 我碰到了超梦 他把我强行收进了他的精灵球里 但我不知道为什么的是 他那颗精灵球里的洗脑装置 似乎对我没有一点用 我的记忆里 你依旧是我的主人 而其他那些被超梦强行收服的神奇宝贝 却好像都被成功洗脑了 一旦被收进去 就会对超梦为命适从 我害怕被超梦察觉 从而对我不利 所以我就一直在他面前 假装听命于他 下凡听完 眉头微醋 成为了他的神奇宝贝 还可以免疫超梦球的洗脑 思考了半想 下凡最终猜测 可能是系统的缘故 而这时 水军迟疑的再次开口 对了 这些事情 炎帝和雷弓 难道没有告诉主人你吗 我全都告诉他们俩了 让他们告诉你 超梦会来到双子岛 让你做好抵抗准备 那你 下凡微醋的眉头紧促起来 可他们两个 在被我派去尾随超梦队捣乱后 我就没有再看到他们了 啊 水军愣住了 那两个混蛋 把他打得那么惨后 一溜烟就跑了 结果别告诉他 那两个混蛋 到现在都还在赶来的路上 水军连忙把自己 在无人发电厂经历的一切 告诉了下凡 以及大概何时 与炎帝雷弓分开的 下凡听完 开始回忆起 之前梁康告诉自己 无人发电厂被席之时的时间 同时拿起手机 查了下关东地区的地图 几分钟后 他得到了一个结论 那就是 那两货还真的有可能 还在赶来的路上 超梦凭借着自身飞行速度 比他们俩提前赶到 那是轻而易举 而水军听完下凡的分析 整张脸顿时垮掉了 你嘛 那这么说 他之前挨的那顿毒打 完全是白挨了 而且搞到最后 该说的 都还是他亲自己告诉下凡 下凡看着一脸黑的水军 连忙安慰 辛苦了辛苦了 你的功劳 主人我铭记于信 那两个打把鬼 我一定会狠狠地训斥 把我收进精灵球里吧 既然主人你什么都知道了 那我的内应生涯 也应该结束了 水军叹气道 对了 主人你应该 能够把超梦收服吧 收服了他 闪电鸟 你也可以顺势收下 啊 这个嘛 面对着水军的两个请求 下凡顿时语色 因为他不知道 该如何告诉水军 自己现在因为天命任务 还不能收服超梦 毕竟总不能 现在就冲上去 和超梦单挑吧 那绝对是死 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又是思考了半想 下凡突然露出了一个 让水军心里 直跳疙瘩的歉意笑容 水军同志 组织上可能还需要 你再去当一段时间内 水军文言 默然露出一副 比哭还难受的表情 主人 你这是什么意思 什么叫我 还需要再去 当一段时间内 你知道我这些日子 是怎么过来的吗 我知道我知道 超梦那混蛋 肯定是十分的难伺候 下凡捂着胸膛 一脸深情地道歉起来 不过也不是主人不努力 而是他那家伙 也是真的难搞啊 刚才你梦幻前辈 还有凤王大人的战斗 你看了吧 都二打一了 可超梦却还是能不落下风 甚至还打出了优势 水军猛逼了 走到洞口 抬头看了眼半空中 那个伤痕累累的超梦 你妈 被打成这样了 还能叫打出了优势 难道十分钟前 梦幻前辈 抱走超梦的画面 是他娘的幻觉 下凡注意到 水军那怀疑人生的表情 连忙走上前 指着天空说道 水军同志 看事情 你不要看得太过片面了 请将你的目光 再往上移动一点 看到那一颗颗巨大的陨石没有 那才是超梦的真正实力 你梦幻前辈和凤王大人 你觉得可以做到吗 水军怀疑人生的表情 渐渐退去了 下凡接着道 所以啊 像这种恐怖分子 如果咱们这边 不安插得内应的话 那后果绝对不堪设想 而我们这边 最适合当内应的人只有你 当然 主要原因绝对不是因为 你是咱们这边 唯一一个被他抓走的 而是你身上有一股气 什么气 水军下意识地问道 浩然正气 下凡一脸严肃地说道 浩然正气 水军一脸猛逼 什么意思 我不懂 下凡大手一挥 你不懂就对了 你只要知道 这是一股十分稀有的气 而我只在你的身上看到 拥有这股气的人 一生活的坦坦荡荡 不会被任何人怀疑 所以 咱们这里只有你最合适 水军听完 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只是眼睛一直盯着下凡看 他想起了雷公 曾经感叹过的一句话 宁愿相信 这世界有鬼 也不要相信下某人的一张嘴 而下凡感受着水军的注视 一脸坦然 只是十几秒后 他又说道 水军同志 如果你愿意去做内应 你放心 回来后 你保准就是你梦幻前辈 和凤王大人之下 地位最高的神奇宝贝 可以死死地 把炎帝和雷公踩到脚下 让他们认你做老大 水军眼睛大瞪 当真 君无戏言 只要去了 你以后就是我们这最亮的仔 并且以后每一个 加入我们的传说神奇宝贝 都要阅读十遍 不 一百遍你为抓捕超梦 做出的重大贡献 成交 我保证当好内应 水军抬手 就跟下凡的拳头碰了一下 然后就在脑海里 幻想起自己荣誉归来时 炎帝和雷公那两个蠢货 在自己面前 匍匐着较老大的场景 看着已经自我陶醉起来的水军 下凡满意地点了点头 很好 以后就靠这位老铁 帮自己时刻摸清超梦的动向了 把目光从水军身上收了回来 下凡将目光移向天空 此刻 超梦用念力化作的那一颗颗陨石 在梦幻和凤王的抵抗下 已经开始渐渐崩溃了 与此同时 强撑着这股念力的超梦 自己也开始吃不消了 导致陨石若隐若现 几分钟后 陨石退去 天空恢复成了之前的情况 超梦看着上方的梦幻和凤王 心生退役 同时梦幻的技能封印时间 到现在已经过去了 只见他双手一张 背后浮现密密麻麻的黑色精灵球 这些精灵球 向双子倒飞去 将那些被他放出来的神奇宝贝 重新收回到球里 包括水军 下凡的脑海里 同时想起凤王和梦幻的心电感应 主人 要不要拦住他 不用 下凡白光一闪 变成梦幻的样子 同样用心电感应 给梦幻和凤王回话了 就这样目睹着超梦 带着成百上千颗的精灵球跑了 大概在超梦离开的十分钟后 两个身影映入了下凡的眼帘 是炎帝和雷公 那两个见到下凡梦幻和凤王十分激动 连忙用心电感应告诉他们 超梦也要来到双子岛了 让他们做好准备 听到他们这番言论 下凡是没啥反应 毕竟已经从水军有了心理准备 只是梦幻和凤王听完后 眼神有些不对劲起来 像是看傻子一样 下都打完了 你跟他们说这个 梦幻前辈 凤王大人 你们这是什么表情 炎帝疑惑地问道 梦幻随即和他们两个对视了一眼 使用精神共享 将刚才那段和超梦战斗的画面 共享给了炎帝和雷公 共享结束 炎帝和雷公尴尬地对视了一眼 果断选择接下来当一个哑巴 主人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去找洛奇亚吗 下凡想了想 最后摇头道 不 先去把超梦队了结了 从之前梁康的手机里 他已经知道 超梦队这一次的行动 并没有把拥有神位的火焰鸟带出来 而是留在了总部 那既然如此 趁着自己 还在关兜地区 赶紧把火焰鸟收了 顺便把超梦队灭了 不然等超梦去了 那就晚了 从超梦之前的行径来猜测 他绝对也会去超梦队的总部 把超梦队灭了 顺便强行收服他们的精灵 与其这样 那还不如成全他下凡 想到这里 下凡把目光 一向双子岛上的梁康 他和许多的超梦队成员 都目睹了刚才的大战 因此 正瑟瑟发抖地看着他 他们不是没想过逃跑 但是超梦把他们的神奇宝贝 都给抢走了 想跑也跑不掉 而且现在超梦虽然走了 可另一个专门抢他们前的王八蛋 还留在这里 下凡领着梦幻凤王他们 来到了这些人身前 面无表情地说道 你们知道的太多了 众人定住了 表情渐渐惶恐 这话的意思 不会是要杀人灭口吧 但下凡紧接着又道 所以 要不要从此跟着我混 众人惶恐的表情 又渐渐转变为纳尼 这个把他们前全部打劫走的混蛋 竟然要他们跟着他混 下凡眉头一挑 看你们这样子 看来是不想跟我混了 那既然如此 凤王 放火 知道太多秘密的人留下来不好 这话音一落 所有人立马就跪了 表示加入 下凡这才满意地点了点头 把梁康拉到自己这边 让他从此以后 统领着这群人 同时给了一千万档行动资金 梁康感激涕零 没办法 一个能把超梦打跑的男人惹不起啊 将这里的一切都安排好后 下凡撇下了他们 赶往超梦队的总部 避免有人通风报信 他没有预先告诉任何人 大概两个小时后 下凡坐着凤王 来到了超梦队的总部 也不知道是不是超梦队的老大心有所感 感觉这个地方待不得了 还是有人通风报信 让超梦队的老大感觉到了 自己这里会遭殃 所以下凡刚到的时候 看到的就是 近百架直升机 正盘踞在基地所处森林的上空 准备离开 好家伙 下凡当时看到这个场景 哪里能放他们跑 直接让凤王和梦幻 还有炎帝雷弓急动鸟 他们统统献身 不藏着掖着了 直接上 在这种强大的实力面前 超梦队完全无法抵挡 也这一只火焰鸟 可以充当下门面 但结果也是被凤王打得瑟瑟发抖 超梦队最终在十分钟内被镇压了 所有人排着队 给下凡转仗 火焰鸟也被迫让他们放生 然后给下凡收服 火焰鸟的技能 除了属性技能上 和急动鸟有差别 其他的基本差不多 没有什么独特的 下凡翻阅了许久 想到收服超梦 必须得要自己亲自上场跟他打 因此选择了超能力技能高速移动 这样的话 他基本上是攻击防御速度类的技能都有了 就差一个强有力的恢复类技能了 主人 接下来是去找洛奇亚了吗 在下凡收服了火焰鸟后 凤王再次用心电感应与他沟通 当然 下凡笑着道 身为一级神的洛奇亚 他的力量他可是非常期待的 在让梁康感到这接管超梦队总部后 下凡领着梦幻他们离开了 主人 看到那些漩涡没有 洛奇亚的居住地就在这 这里因为有着诸多海上漩涡和岛屿 因此被人类称之为漩涡裂岛 碧海蓝天之上 凤王对着背上的少年用着心电感应 他背上的少年 此刻也正看着下方海面上的大量漩涡 同时拿起手机地图对照 地图显示 他们现在来到了成都地区的浅冲市 和湛蓝市之间的海域 而如果我们要见到洛奇亚 则需要穿过这海上漩涡 凤王的心电感应继续道 好的 我明白了 辛苦你了凤王 下凡点了点头 用精灵球把凤王收了起来 从空中坠落 由于凤王的体型过大 为了避免引起他人的注意 所以这个穿越漩涡的任务不能交给他 坠落之际 下凡淡定地又拿出另一颗精灵球 红光闪现 梦幻从中出现 小患 咱们穿过那个最大的海上漩涡 梦幻看了一眼高速坠落之中的下凡 下一秒 下凡便被他用念力保护了起来 跟着他漂浮在空中 梦幻领着下凡 向着海面那最大的漩涡冲去 不一会 他们就进入了漩涡之中 漩涡的旋转十分恐怖 如果没有梦幻的强大念力包裹下 下凡可能已经被溺死了 因此 漩涡列岛在周边地区属于危险海域 一般很少有人靠近 进入漩涡之后 梦幻带着下凡 顺着漩涡一路向深海冲去 大概半个小时后 他们来到了深海 一眼便看到了一座漫无边际的海底洞窟 下凡拿出精灵球问道 凤王 这个海底洞窟 是不是就是洛奇亚居住的神之宫殿 脑海里下一秒便得到了回复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主人 我没有进入过这里 我只知道 漩涡列岛下方 有着洛奇亚居住的神之宫殿 下凡无奈地耸了耸肩 把球又拿了回去 让梦幻带着自己寻找入口 在海底漫游了许久 看到了许多珍稀的神奇宝贝后 他们两个终于找到了一个不寻常的入口 一个外头是海 里面却没有一点水字的入口 就像是有一股无形的力量 在将海水与洞窟隔绝了 下凡和梦幻进入了洞窟里 洞窟十分庞大 也十分明亮 下凡和梦幻随即开始在洞窟里漫步寻找 但由于洞窟里面还有许多洞口 下凡只能再放出炎帝和雷公 让他们加入进来 如果看到了洛奇亚 或者一些其他重要的东西 就立马通知他 一人三寿就这样分开寻找着 大概寻了有一个小时 下凡被炎帝叫住了 炎帝说他看到了洛奇亚大人 下凡一听自然是欣喜万分 连忙让炎帝带路 大概二十分钟后 转过一个拐角 他们来到了一个湖泊 湖泊里面一只肚皮为浅蓝色 眼睛周围像面罩 背上凸起蓝色鳞片的神奇宝贝 正在玩水 下凡站在岸边看了好久 神情从一开始的激动 逐渐转变为眉头紧锁 没错 那是洛奇亚 但让人疑惑的是 那只洛奇亚的体型有些太小了 感觉也就他这么高 远远不及和他同等地位的凤王 都有各自的族群 下凡的脑海里 响起了凤王的声音 幼年洛奇亚 那成年的呢 下凡诧一道 成年的就是他的母亲 被人类称之为海之神 也是洛奇亚族群中 唯一拥有神格的 下凡听完呕了一声 扭头看向梦幻 小幻 一起过去跟幼年洛奇亚打个招呼 梦幻用念力把下凡带了过去 不一会就来到了那只幼年洛奇亚的头顶 此时这只洛奇亚 自顾自的和一只电灯怪玩耍 并没有发现下凡的到来 直到那只电灯怪察觉到后 向着头顶叫了两声 幼年洛奇亚 才发觉 头顶站着一个人类 以及一只从未见过的神奇宝贝 那个人类一脸笑眯眯的落在水面上 向着他说道 小朋友 你的母亲呢 说话之时 还从口袋里 掏出一把人类才有的糖果 电灯怪十分警惕 不等幼年洛奇亚回应 便一口连忙咬住他的尾巴 让他跟着自己离开 我 可幼年洛奇亚不管不顾 直接一口把夏凡手里的糖一口吃掉 然后发出一声 夏凡完全听不懂的声音 他说的什么 夏凡扭头看向梦幻 他说母亲不在这里 出去了 梦幻用着心电感应道 夏凡点了点头 再次问向幼年洛奇亚 那你母亲多久回来 幼年洛奇亚看着夏凡的双手叫道 不哦 他说你刚才给他吃的东西还有吗 夏凡这次直接从包里掏出一袋 结果刚拿出来 就被幼年洛奇亚一口夺下 一边吃一边叫道 不哦 他说 他不知道 我踏马 强忍着骂人的心情 同时告诫自己 不要跟小孩子置气后 夏凡深吸了一口气 和颜悦色道 那你母亲就没有说大概的归期吗 比如一天两天 或者一周两周 还有 你母亲多久出去的 幼年洛奇亚再次看着夏凡的手叫道 没有了 刚才那一袋 就是我身上全部的糖果了 被你一口吃完了 怕他不信 夏凡打开自己的背包 证明里面的确没有吃的了 幼年洛奇亚看了眼 失望地叫道 不哦 他说那他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磨牙的声音从夏凡口腔里发出 oo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